对于双将戏的少年们来说,林小璐,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曾经和上官哈密瓜组成炸弹组合,令人闻风丧胆,到了古月秘境中,他更是彻底独步天下,蜡水催的名号可不是吹的。 现在在知名度上,林小璐完全超过了上官哈密瓜,成为无数少年添交的梦魇。 因此对于这样一个魔头,大多数双将戏的少年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毕竟他在古月秘境中并没有欺负双将戏的人,并且因为他的一举之力,让整个双将戏都获得了好处。 因此,当少年们看到他出现时,惊恐、崇拜、敬佩等等复杂的情绪都涌上了心头。 就像此刻,林小璐来到水潭边,场中所有的少年少女们全都对其注目。 而下一秒,最近一位穿着大裤衩,正在水潭里游泳的少年就对着林小璐重重一点头。 路哥!声音一出,整个水潭死一般的寂静。 而随后,所有人便同时尊重点头,大喊,路哥! 看着一片冲自己打招呼的少年少女们,林小璐非常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双臂张开,高声笑道,大哥我要有个勇,来人啊!帮大哥脱裤子! 所有人!游泳这种事情,林小璐很小就会了,且习武之后更加娴熟。 而且因为他拥有八旗大蛇力气极大的缘故,所以他的游泳速度堪比飞剑。 就像此刻,少年带着一副无敌的目光在水面上疯狂穿梭,仿佛离弦之剑,快地把周围所有人都看猛了。 河面中的一处小舟中,诸葛丹、上官哈密瓜、宗拉维蒙等人正在悠哉悠哉地坐船观景, 其中上官哈密瓜看着林小璐从船边划过,小屁股一翘一翘激荡着水花,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们看那沙笔的屁股,哈哈哈哈笑死了。 宗拉维蒙瞅了两眼,脸色一红,羞涩到,真看不出来,小璐林的屁股还挺翘的。 哎呀,他经常练武功吗? 诸葛丹很有经验地说道,扎马步是可以让屁股变翘的,所以,习武的人一般身材都很好。 是吗?那练武可以长高吗? 嘿嘿,我替我一个朋友问问。 上官哈密瓜跃跃欲试地问,这个,好像不太行。 诸葛丹看了看上官哈密瓜的五短身材,然后尴尬道,一般在身体发育阶段,如果经常跳高的话,是可以起到骨骼拉伸效果的,但成年之后骨骼定型,跳高的用处就不大了。 听完,上官哈密瓜顿时失望,小嘴不高兴地觉得老高。 水面上,许多女修士被林小璐游泳的身姿吸引,毕竟此刻的她光着上身,只穿了裤子,展露出堪称完美的身材。 林小璐身上的肌肉并不大,但却莫名地非常协调,且线条非常明显,犹如斧凿刀客,整个人仿佛一只矫健的猎豹。 而且她的背脊尤为笔直,背脊处有着仿佛蝴蝶一样的飞舞线条,显得格外吸睛。 和她相比,其他游泳的修士身材虽不说是惨不忍睹,但确实平平无奇了很多。 此刻,一位正在水面上打坐的女修士头摸睁开了一只眼,撇了一下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少年躯体。 她脸色一红,连忙闭上眼睛,可过了一会儿,就又不由自主地睁开,然后再闭,再正,周而复始,到最后,她就流鼻血了。 而这一幕,自然也落到了上官哈密瓜的眼里。 原本还挺开心的她见好多女修士偷偷描领小鹿,顿时心头不满,一脸气愤地指着游泳的领小鹿,被诸葛丹和宗拉维蒙愤愤不平道。 你们看那煞笔骚包的样子,到处招风引蝶,她咋不把裤子脱了油? 我妹妹还让我来照顾她,她没点像需要人照顾了,到处留风留寨。 诸葛丹和宗拉维蒙文言愣了一下,觉得上官哈密瓜生气的,有些没有来由。 而他俩还未来得及说话,船边,同样在游泳的帅帅鸭,就现一步嘎嘎反驳道,女人,我大哥要是把裤子脱了,那吃亏的是我大哥,再说了,你不看不就好了。 说完,帅帅鸭不屑地打量了一眼上官哈密瓜,扁着鸭嘴道,长得丑,是还多,现在的年轻人呀,嘖嘖。 上官? 现在连林小璐的鸭子都能嘲讽自己了吗? 那一刻,诸葛丹和宗拉维蒙都听见了上官哈密瓜拳头捏响的声音,二人吓了一跳。 而下一刻,上官哈密瓜就忽然发飙,一把扑向水面上的帅帅鸭,老娘今天宰了你。 本来大家都是出来玩的,但谁也没想到,帅帅鸭居然瘦了一截。 水潭边,光着上身,浑身湿漉漉的林小璐看着怀里鸭脖差点被拧断的帅帅鸭一脸猛。 他扶起帅帅鸭的脖子给他摆正,然后一松手,鸭头立刻啪哒一声,又大拉下去。 帅帅鸭彻底晕过去了。 面前,上官哈密瓜抱着胳膊,臭着脸,一副老娘做的,老娘骄傲了妈的表情。 你干嘛打我的鸭子林小璐生气地问? 他说我丑。 林小璐一愣,随后看着个头指到自己胸口的上官疑惑。 这年头说真话,也要被打了吗?这什么事的? 上官哈密瓜。 二度被气的他,瞬间小脑袋瓜通红,不愿再面对林小璐的胸肌,而是仰着头,对着他怒目而视。 哎呀,小璐上官,你俩别傲气了。 诸葛丹一脸无奈地安慰道,大家都是好朋友,别生气,别生气。 林小璐看着怀里被揍得奄奄一息地帅帅鸭,心疼得不行,不过他也知道是帅帅鸭嘴贱,故也没说什么,无奈地准备,穿衣服离开。 而上官哈密瓜二度被气,且越想越气,尤其感受到了林小璐对自己的不满,当场气火攻心。 而随后,他就感受到了腹中一阵钻心的脚痛。 场中,正准备招呼大伙一起离开的林小璐,忽然发现上官哈密瓜慢慢蹲在了地上。 林小璐一愣,这姑娘要干嘛当街拉屎下自己? 上官哈密瓜紧紧咬着下唇,嘴唇毫无血色,脸色也变得极度苍白,一只手也在捂着小腹,好像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一旁的诸葛丹和宗拉维蒙都吓了一跳,连忙上前问他的情况,林小璐也蹲了下来。 你咋啊?那个来了滚! 上官哈密瓜骂了他一声,接着似乎是更痛了,整个人都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 林小璐见到他这副模样,第一反应就是他不会是在吓唬自己吧,毕竟上一秒他还活蹦乱跳, 差点把帅帅鸭的脑袋拧下来。 不过这确实不像是装的,一旁的诸葛丹和宗拉维蒙都在询问他怎么了,周围也有许多同学好奇看了过来, 林小璐也终于收起自己无处安放的幽默感,连忙问道, 哪里不舒服上官哈密瓜此刻感觉肚子突然像被人捅了一刀,钻心一样的疼, 而且越来越疼了,痛入骨髓一样,但他不肯当着林小璐的面呻吟出声,依旧死死咬着嘴唇。 你们不用管我,我这是老毛病了。 上官哈密瓜用着全身的力气说道,林小璐我不用你管,你回去吧,我蹲一会儿就好了。 上官哈密瓜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他这是肃体阴虚,肝气郁节,情质失调引起的未经通组。 他一直就有这个毛病,是属于极其罕见的能把自己气死的那种人。 这一次因为林小璐被好多女生看,他觉得不舒服,心里可能是想踢妹妹和江宁明不平, 结果却被帅帅压气了一顿,觉得林小璐的鸭子都能欺负自己了, 姑越想越气,然后又被林小璐气,悲催的是他还打不过林小璐,打不过也就算了。 最关键的是,打疼林小璐都做不到,加上之前被林小璐气的次数多了, 各种郁闷、气氛、委屈就集合到了一起,然后全部涌了出来。 他以前也这样,上官波罗每次惹他生气,他就会把以前所有的气全部集合起来, 一起化生气为铁拳,狠狠地锤他。 而现在气多了,气火突破临界点,所以就犯病了。 他这种病,有点类似于牙疼,不疼没事,疼起来让人恨不能将胃抠出来, 是真有气到心脏骤停的可能的,属于那种一阵一阵的急痛。 以前自己犯这个毛病,都是娘和妹妹照顾自己,家里也一直备着特殊丹药, 但后来长大了一些,以后就很少犯病了,所以,这次上天也没有准备。 此刻,他虚弱不堪地对林小璐凶道,你回去吧,我这是老毛病了,过会儿应该就好了。 林小璐闻眼瞅了他两眼,然后上前一把,就将上官哈密瓜抱了起来。 哇,一旁的宗拉维蒙眼睛一亮,羡慕地看着上官哈密瓜,诸葛丹也是八卦地看着。 水潭边,无数人看到了这一幕,纷纷发出惊呼,其中更有人大笑。 你们看,我早就知道调报的组合是一对。 上官同学真幸福,可以做陆哥的道理,陆哥那么强。 对啊,而且林小璐身材好好,我刚才看得都激动了。 有多激动就是下,我有多激动,关你什么事。 听着周围同学的窃窃私语,上官哈密瓜在林小璐怀里挣扎了几下, 但他已经疼得没力气了,基本没什么用,咬着牙断断续续说道。 你要带我去,去哪我不用你,放,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我疼疼疼一会就,就没事了,不用你多管闲,带你去疗伤店看看。 林小璐低头看了他一眼,见他似乎疼痛没有缓解的迹象, 小脸依旧苍白毫无血色,念在他是个病人的份上安慰道, 忍一忍,马上就到了。 不,不用的,我认认,就过去啊。 上官哈密瓜此刻也觉得不太对,平时没这么疼的, 但让林小璐抱他,还是抱他在学院里跑,他还是觉得怪怪的。 我速度快,很快就能到,我说,你别扭了,别人都在看。 这小屁孩一样的丫头,一个劲挣扎,虽然没什么力道, 但弄得林小璐和拐卖小孩的人牙子一样,就很尴尬。 毕竟大街上抱着姑娘跑,还是很显眼的, 咋看着都不像正常人。 一听别人都在看,上官哈密瓜,立刻老舌不守, 许世宜传了上官声,他还是很爱面子的, 窝在林小璐怀里不动弹了。 而他这一安静下来,娇娇小小的身材, 加上乌发其眉,小脸苍白,活活像个玩偶, 低垂着眼瞼眼睫毛轻颤不止, 看起来竟有了三分楚楚可怜。 林小璐偶尔低头看看他,还觉得有点不适应, 这或安静下来的时候,看起来竟很讨人喜欢啊, 意外啊意外。 唉,也不知道他这一身容易发怒的坏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 上官哈密瓜体重很轻, 林小璐抱着他一路没歇, 全力飞奔之下, 犹如疾风一般跑到了双降系的医疗店, 大咧咧推开门一瞧, 只有两个包扎成粽子的少年症一边养伤一边聊天, 医疗店的老师不在。 店内这两个少年也认识林小璐, 一见他出现,立刻老实了, 生怕自己被拔毛。 医疗店并不大,只有五张病床, 林小璐挑了其中一张, 把上官哈密瓜先放了上去, 顺手给他脱了鞋。 柔生说道, 尽量平躺好,别乱动。 哥们儿,您知道大夫在哪里吗? 他看向临床的少年问道, 男工长老有事出去了, 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一位少年看了看面色苍白的上官哈密瓜好奇, 开口问道, 林同学, 你道理怎么了他不是我道理。 林小璐解释了一句撇清关系, 病床上的上官哈密瓜一听, 顿时再次来火。 妈的什么意思, 老娘配不上你这大沙笔, 他没好气道, 我是气血攻心引发的胃脚痛。 哦,气血攻心啊。 临床的少年嘴巴张得老大, 然后讨好着说道, 这个东西我们老家有人也得过, 疼起来不得了的, 丹药都不好治, 毕竟没有什么丹药, 可以让人突然不生气。 小璐同学, 你可以给你道理找些热水喝, 应该是可以缓解一下的。 他不是我, 算了。 林小璐也懒得解释了, 上官哈密瓜这会儿疼得很厉害, 缩成了小小的一团歪在床上, 嘴唇都咬出了血痕, 渐渐都忍不住开始了呻吟。 林小璐赶紧在店中四处翻找了一会儿, 找出了一打忌杂湿的水囊和水, 装上水后用内力烧热, 为着他喝下。 待他喝了几口, 林小璐又用同样的方法, 用内力将其他水囊的水烧热, 然后给他垫在胃部供暖, 然后再继续为他喝水。 不知道好不好使, 不过他觉得事事也没坏处。 反抗不了的上官哈密瓜, 索性任由他摆弄, 感受着暖洋洋的胃部, 想说点什么没说出来, 乖乖躺好了, 感受着林小璐的照顾。 心里想着, 这家伙虽然很讨厌, 但没想到照顾人还体贴的。 哼, 真是过分, 明明应该本姑娘照顾你的, 怎么现在反而倒过来了? 可恶的混蛋, 要不是妹妹让自己照顾你, 自己才不要管你。 病房中, 他脱了鞋袜, 光洁的小脚丫就在林小璐的眼皮子底下, 不时微微地蜷缩一下, 似乎是在夸奖林小璐照顾得很好, 让他很舒服。 过了片刻, 林小璐起身离他远了点, 又观察了一下他的侧脸, 发现还是有些苍白且毫无血色, 摇了摇头, 过去试了试暖胃的水囊, 发现温度也差不多了, 便继续用手按着水囊, 不断用内力给里面的水加热, 并给他盖上了被子。 上官哈密瓜安静地任他摆布, 水囊恰到好处的温暖传达了他的肚皮上, 确实让他好受了不少。 一时间他有些犹豫, 不知道该不该对林小璐说声谢谢, 但想来想去又有点张不开口, 毕竟是这家伙先弃自己的, 故只能歪着头, 看着墙壁在那里装死, 心里憋屈地要命。 好在一旁的两位少年, 自顾自聊起了天, 也没再看他们, 不然自己都害羞死。 林小璐忙完了, 坐在床边看了上官哈密瓜一眼, 发现他歪头躺在那里, 乌黑的头发掩着耳朵, 盖在身上的薄被, 平平整整都看不到一点起伏, 小脸依旧苍白, 细细眉头, 不时轻皱一下, 看起来又可怜又无助。 他想了想, 又给他倒了杯热水, 放在床头洗漱架上, 叹着气说道, 要是还难受, 就喝点热水。 女孩将被子向上拉了拉, 盖住了小下巴尖子, 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轻声说道, 好。 说完, 二人就这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一时间谁也没有先说话。 倒是两位见谈的少年, 时不时地过来问候一两句, 显得非常热情。 不过这俩人似乎认定了, 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是一对, 任凭他俩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总是露出一副我们明白, 我们理解, 我们是过来人的表情, 搞得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都郁闷得不行。 哥妈, 你俩伤得好像挺重啊。 无所事事之余, 林小璐看向了这两个包扎成白粽子的少年道, 你俩是打架受得伤路歌见笑了。 一位少年开口道, 我俩一个般的, 关系挺好, 前不久, 我们都学了一种新的灵法, 可以让变成金刚状态, 非常刚猛。 于是, 我们就想试试强悍程度, 于是抽刀护砍, 最终两败俱伤。 爱男人的好胜心啊。 另一位同学无奈道, 当时我俩为了证明自己修行得比对方好, 因此, 无论怎么砍, 无论流多少血, 我们都是一声不吭, 陆哥你也知道。 男人都是要个面子的。 听到这里, 林小璐非常赞同地点了点头, 觉得这两个少年都是很有血气之人。 被窝里的上官哈密瓜听得直繁白眼, 觉得男人这种生物真是傻得可以。 尤其林小璐和这两个家伙, 他看了看相谈圣欢的三人, 心里只感叹, 这简直是三个杀笔凑一窝了。 片刻后, 他继续躺在薄薄的被子里, 闭着眼睛, 装出一副睡着的样子, 时不时透过缝隙, 看上一两眼林小璐。 这家伙关键时刻, 确实还是对自己挺好的, 很讲义气, 就是总是笑自己矮, 然后还自以为是, 就让人很恼火。 算了, 以后自己不跟他计较了, 如果, 如果要是哪一天, 这家伙和姜女皇不在一起了, 那自己, 就介绍个好女孩给他认识, 嗯, 也算是照顾他了。 被子下的少女, 一阵阵胡思乱想, 而就在他看着林小璐的背影, 真的睡意上勇要睡着时, 门外一个女生传来, 抱歉, 我来晚了。 上官哈密瓜快睡着时, 诊所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女人冲了进来。 一见着大夫模样的女人进来, 林小璐立刻大喊, 大夫你快帮我同学看看, 她快不行了。 被子里的上官哈密瓜, 听到这话, 顿时脸颊一鼓, 你才快不行了, 你全家都快不行了。 白袍女子赶紧给上官哈密瓜做了检查, 她是女的, 检查起来倒也方便, 一举一动, 显得很专业, 望闻问怯等, 都是一板一眼, 问话也都问到了点子上。 而当女子检查完上官哈密瓜的身体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 对她温言道, 气血攻心造成的胃部脚痛, 另外气血内容, 心脏压力过大, 平时要注意放松心情, 我给你用灵力养护一下, 再熬个丹药汤内服, 就没事了。 说完, 她看向林小璐随意笑道, 你刚才照顾得很好, 是这两位少侠教的。 林小璐目光看向临床的两位少年, 少年们笑了笑, 直说, 鹿哥和上官同学真恩爱之类的话, 把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听得同时翻起了白眼。 不久, 白衣女子就急吼吼地去药房配置汤药, 现在上官哈密瓜的胃部脚痛, 坚固的丹药胃下去会更疼, 必须得熬成较为柔和的汤药才行。 大夫走了, 店房内林小璐也就松了口气。 上官哈密瓜看了一眼在床边坐着的林小璐, 哼道, 你回去吧, 这儿离咱们的小院子不远, 一会儿喝完药, 我就自己回去。 没关系, 你睡一觉吧。 现在每天也没什么事, 自己陪陪这小孩子也没什么。 上官哈密瓜见林小璐愿意陪在自己身边, 躺在被子里继续臭着脸哼了哼, 算你还有点良心。 说完, 他便开始默不作声地休息。 他想清楚了, 自己是被林小璐气成这样的, 所以必须让他好好补偿自己, 不能便宜了这个家伙。 折腾了一天, 上官哈密瓜似乎真的是累了, 胡思乱想了一阵就沉沉睡去, 林小璐则坐在他旁边, 和养伤的少年聊起了自己六岁那年, 一个人大占九万元英老怪的历史故事。 聊了一阵后, 他瞅了一眼上官哈密瓜。 这会儿的上官哈密瓜已经完全睡着了, 小鼻子里还发出很细微的鼻酣声。 林小璐看了看他的脸, 再次心头感叹, 这丫头的脸是真小, 或许是因为他全身都缩小的缘故吧, 他有一张真正意义上巴掌大的小脸, 长得也很像小娃娃。 此刻睡着了, 眼睫毛还一颤一颤地, 给人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人家都说像游新生, 一个人长什么样子? 说明这个人的性格, 就很有可能是什么样子。 可谓啥这姑娘, 明明长得跟个乖孩子一样可爱, 脾气却又臭又硬呢。 林小璐端着下巴思索, 两久, 她在心中给出了一个结论, 这姑娘是稀有的变异品种。 过了一段时间, 名叫南宫宁的女大夫端着药汤进来, 林小璐叫醒了上官哈密瓜, 用捏住她小鼻子的方式把她给叫醒了, 然后在被上官哈密瓜痛骂了一顿之后, 笑哈哈为她喝了药汤。 哦哦, 好苦, 少废话, 喝, 喝就喝, 怕你啊。 两人一个硬味, 一个硬喝, 全程霸气的不行, 把一旁的南宫宁都看猛了。 你俩是一对吗? 她八卦地问。 大夫你别误会, 我俩不是一对。 啊, 就这傻样, 还想跟老娘做一对。 大夫你有点不聪明了哦。 南宫宁猛逼, 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两个赌气的小家伙。 无论何时何地, 上官哈密瓜都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哪怕是生病了, 也硬要装出一副拽拽的样子来。 林小璐看在眼里, 嫌弃在心里。 哼, 说起来还比自己大呢, 真幼稚。 嫌弃了一会儿, 林小璐觉得这么一勺一勺的胃太慢了, 于是胃得越来越快, 上官哈密瓜也拿一双大眼睛瞪她, 嘴巴张得老大, 无论胃得多快都愣是一口吞, 两人跟怨气一样, 到最后林小璐烦了, 一手按着她的脑瓜, 一手端碗给她整个灌下去, 上官哈密瓜也依旧不服输, 一言不发咕嘟咕嘟就将药汤伦吞下, 平坦的小肚子也肉眼可见地鼓了起来, 自己今天必须要这沙比 见识一下上官家的霸气, 即便打不过她, 气势上也不能输。 不久, 汤药未完, 南宫宁观察了一阵, 见上官哈密瓜的气血渐渐平复, 脸色也开始恢复红润, 便放心下来。 同学, 你以后尽量还是不要动气了, 我看了一下你的灵门, 其中暴怒一门尤为炽热, 或许是和你的修罗体质有关, 天生容易起怒火, 以后一定要注意。 哈密瓜柔柔弱弱地点了下头, 道了声谢谢大夫。 南宫宁笑了笑, 随后对林小璐招呼道, 好好照顾你道理, 暂时别让她下地, 抱她回去吧。 林小璐? 床榻上的上官哈密瓜也无奈了, 懒得再反驳, 但还是有些不高兴地哼道。 我不用她抱, 林小璐, 你背我回去就行。 不能背。 南宫宁连忙阻止道, 同学你现在胃部脚痛刚好, 背的话会挤压到胃部, 抱的话会好很多。 你这种病, 除了通过打坐冥想, 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容易生气以外, 别的是没什么好方法的。 闻言, 上官哈密瓜撇了撇嘴, 小声嘀咕道, 来的时候就让她抱, 现在还让她抱, 便宜都被这家伙占光了。 殿房中, 林小璐谢过南宫宁, 然后抱起上官哈密瓜, 和两个养伤的少年告别, 便出了疗伤殿。 离开疗伤殿, 走在学院小道之中, 上官哈密瓜臭着脸一言不发, 林小璐则悠闲地边走边看周围风景。 只是可惜, 这个点已经很晚了, 学院里也没什么学生, 大伙都在各自的洞服小院修炼, 偌大的学院仿佛只有她俩一样。 安静的学院小道上, 一男一女的气氛显得有些奇怪, 尴尬的上官哈密瓜, 见林小璐东张西望, 也不跟自己说话, 有些受不住这微妙安静的氛围, 便躺在她怀里哼道。 今天你, 是不是可得意抱本姑娘抱了这么久, 林小璐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这有什么可得意地搞得自己愿意抱这小癌子一样? 躺在怀中, 见林小璐居高临下地看自己, 还是一副你好像有大病吧? 被眼神, 上官哈密瓜顿时又生气了, 虚弱的她狠狠用脑瓜撞了一下她的胸。 死邦邦硬, 见这小癌子还不老实, 林小璐顿时鄙视, 正好这会儿她也走到翠绿小桥了, 心里不禁生出把上官哈密瓜扔进河里淹死的想法。 不过想归想, 她终究是没有这么做的, 看在上官大叔和花蝴蝶的面子上, 饶你一条小命。 来到上官哈密瓜的小院, 将她放到梁椅上, 然后林小璐想了想, 又从屋内给她拿了个垫子垫在脑瓜后面, 让她能躺得舒服些。 你在这休息吧, 我回去了。 忙完的林小璐准备告辞。 枕在柔软的垫子上, 上官哈密瓜撅着嘴犹豫了一下, 迟疑着把小手举到胸前轻轻摆了摆, 冲林小璐挥手告别, 但摆了两摆后, 她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双方就账还不能算是完全轻了, 故小手最后重重一划切到了梁椅扶手上。 林小璐有点看梦了, 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表示再见面要砍了我的头。 她翻了个白眼, 想着明天你要是再不老实, 自己就一拳把你揍哭, 然后等下烦了让汤圆为你吃药。 回到自己的小院, 帅帅鸭正躺在梁椅上, 翘着二郎腿看书。 你脖子怎么样没断吧, 林小璐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询问。 还行吧老大, 那女人还有一丝仅存的人性, 没完全把我脖子拧断。 说完, 帅帅鸭瞅了丑林小璐, 好奇到, 那女人呢我听诸葛丹说她被你气死了。 没被气死。 林小璐来到梁椅前, 把帅帅鸭抱在怀里躺下, 她差一点就死了, 下次咱俩再努努力吧。 文言帅帅鸭嘎哒一笑, 笑得很开心。 之后的几天时光, 学院的生活一如既往, 非常平淡。 林小璐每天上课睡觉, 下课闲混, 而对于上官哈密瓜, 她也顾忌她的身体没在气他。 上官哈密瓜, 虽然每天依旧是一副臭屁的模样, 但也确实没在和林小璐闹出什么别扭, 仿佛恢复了好朋友的模样。 但是这种平静的情况并未持续多久, 因为只过了不到个把月, 学生们就要再次启程了。 几天后, 学院会安排大家去域外边界参观, 让大家更加深入了解修仙界的事情, 到时那里, 会有许多大能来, 比如太古东皇宗、 大荒剑古宗, 以及无限宗的前辈大能。 除此以外, 其他还会有来自龙种、 浮屠星等世界的大能,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也是院长一手安排的, 大家到时候一定要知晓分寸。 要是有哪位同学被某位大能赏识, 说不定就会得到一场造化。 此话一出, 班内所有学生都立刻激动起来。 毕竟这和区秘境历练不同, 参观什么的, 一听就没啥危险。 而且可以看到许多顶级的修仙者是非常好的长见识机会。 就连被林小璐抱着的帅帅鸭都惊呼出声。 这纵横道人是真的厉害啊, 居然集齐了这么多大牢, 就为了让学生们长见识, 真是好大手笔。 林小璐也期待得不行, 一方面是他无聊得快闷死了, 另一方面也是他一直想见见所谓的无限宗到底是什么。 当初神州烽火, 据说就是无限宗在幕后操纵的一切。 而且, 老大当年受下的暗伤似乎也与无限宗有关, 想看看那到底是怎样一帮宰众。 班内, 学生们激烈地讨论起来, 三千世界, 每一方世界都有大能在天上做大佬, 因此, 许多学生都在讨论会不会见到自己的宗门老祖, 就连上官哈密瓜的美目中都露出了满满的期待。 上天之前, 老爹就跟他说过, 自己的老祖, 上官家第一任家主上官大葬就在天上, 自己这次要是能见到老祖, 那这趟就实在太值了。 班内, 学生们讨论得越发热情, 范英也笑咽咽地看着, 随后他看向了林小璐, 道, 小璐你出来一下。 正在跟踪阿围蒙吹牛逼的林小璐愣了愣, 随后麻溜起身跟随范英出门。 怎么了班主班门外, 范英笑咽咽咽地看着他, 然后从那戒里取出一枚红色的不规则石头。 洛前辈让我给你的, 说是答应你的奖励。 结果石头, 林小璐好奇看了看, 疑惑道, 这是什么范英摇了摇头, 表示不清楚, 帅帅鸭也好奇瞅了几眼, 没看出个所以然。 洛前辈说你随身带着这石头就行, 关键时刻可以救你一命, 但具体怎么用我也不晓得。 哦, 好, 心大的林小璐将石头放进衣服口袋, 随后好奇道, 我师娘为何不自己给我呀? 洛前辈为了制作这块石头, 好像费了很大的灵力, 现在在休息。 啊, 林小璐微微一正, 洛无尽居然为了制作自己的奖励而休息, 他可是天人静啊。 这石头到底是啥, 见少年呆住, 范英笑了笑道, 过两天去域外边界, 你还是能看到洛前辈的, 到时候你可以自己问他。 哦, 林小璐猛猛地点头, 然后对范英报全道谢, 谢谢班主。 修仙界, 厚土, 一片灰烬的大陆中央, 中年倒是看着面前微额耸立的灰色宫殿, 仰头喝了口酒, 然后便大踏步走了进去。 殿内, 无数灰蓬蓬的修士站成两排, 看着倒是进入, 随后纷纷露出愤怒的表情。 倒是将他们的表情尽收眼底,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啥, 脸上的笑容也显得有些尴尬。 他抬起头, 看向宫殿镜头, 坐在主位上打坐的灰色女子, 想了想, 来到一旁的一处灵位, 给上面的灵牌上了炷香。 不死前辈, 好久不见。 说着, 道人拿起酒葫芦, 到了一些在灵牌前。 在场的修士们见到这一幕, 愤怒的神色变得柔和了些, 而主位上打坐的女子, 也终于睁开死灰色的双目。 李明如, 你来坐舍女子冰冷开口道。 李明如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静姑娘, 你好尽灵力, 用厚土秘法帮小路制作了隐神石, 帮了在下这么大的忙, 在下此番是特意来道谢的。 林小路是我学生, 她喊我一声师娘, 我自然护她一世周全, 和你无关, 你回去吧。 女子冰冷哼道, 李明如。 她迟疑了一下, 摸了摸鼻子, 问道, 你是她师娘? 那她师父是谁落无尽抱着胳膊继续冷横? 她师父是一个长得跟你很像的人, 对我可好了, 会讲笑话给我听, 还会给我表演影子戏, 我哭了她, 还会讲笑话逗我开心。 略显暧昧的话语一出, 周围的修士们立刻脸色古怪, 李明如自己也觉得有些尴尬。 她想了想, 无奈地冲落无尽抱拳, 静姑娘, 在下, 对不住你, 你的恩情, 在下永生难忘。 和谁稀罕? 难掩虚弱的落无尽, 没好气道, 赶紧滚蛋, 我看到你就烦。 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 一副多看你一眼, 老娘都不愿意的模样。 李明如沉默, 良久, 她再次冲落无尽抱拳, 随后便转身离开。 有了隐神时, 小潮若是想对小鹿出手, 那即便自己不在, 应该也没有问题了。 可自己欠无尽的, 要怎样才能还那哀, 真是伤脑筋。 店中, 安静打坐的落无尽, 头目睁开一只眼, 待确定李明如彻底离开以后, 她便立刻对下方一位女弟子招呼道, 妹儿, 你偷偷跟上去观察一下, 看李明如有没有去东皇宗找那杀比加雀, 她要是去了, 你就立马去学院把林小鹿抓过来, 老娘打她一顿出出气。 被换作妹儿的女弟子, 脸色一阵古怪, 随后略显迟疑道, 师尊, 要不您别把隐神石赐予那复兴人的徒弟了吧? 您为了坐那隐神石, 神魂都不稳了。 哎呀, 没事儿, 我好得很, 还有, 李明如哪里负我了, 你们搞清楚, 我这叫单相思, 人家只是不接受我, 哪有怪人家的道理, 我平时都怎么教你们的, 无论做人做神都是要讲道理的, 以后不许, 再说明如坏话了。 所有修士顿时都猛逼地望着她, 你讲道理你, 刚才还一副幽怨小媳妇的表情, 而且, 我们都是, 在为你鸣不平啊。 看着弟子们猛逼的眼神, 全无往日冰冷气质地落无尽, 一脸自信道, 为师说错了吗, 没说错啊, 他没负我, 是我自己不争气, 不讨他喜欢, 为师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自知之明, 你们都学着点。 所有人, 听到骆无尽的话语, 梅尔哭笑不得的捂住脸, 他昨天还看见骆无尽在房间里, 一边修炼恢复身体, 一边痛骂李明如没良心, 骂他不识好歹, 有眼无珠, 看不到自己的好, 骂了好几个时辰, 一句重复的话都没有。 下午时分, 修仙者学院, 双将戏, 已经被诸葛丹喂得胖了一圈的诸葛胖胖, 迈着四根骄傲的小猪蹄, 抬头挺胸地走在轻石板道之中, 背上握着帅帅鸭, 鸭哥, 嗯, 鸭哥好, 嗯, 你好, 鸭哥下午好, 下午好, 一路走, 帅帅鸭一路骑猪, 和路过的修士打招呼, 带他骑着诸葛胖胖来到院前的小桥时, 正好看到诸葛丹在用内力炸合, 只见他扎着两根粗粗的双马尾, 鼓着脸颊, 对着河流压压压压的一阵挥掌, 直将桥下河流炸得水花漫天, 不错呀, 诸葛丹, 内力炼出来了诸葛丹剑帅帅鸭来了, 笑音音抱拳道, 小鹿叫我的, 一斤斤我已经掌握了, 鸭子先生, 你看厉不厉害, 嗯, 不错, 帅帅鸭对诸葛丹给予了肯定, 这丫头的习武天赋不比自己老大差, 本命真气也浓郁得很, 是天生的武者, 现在一斤斤也已经炼成, 实力已经飞速增长, 来到桥边, 他潇洒地翻身下猪, 拍了下猪屁股, 然后蹲在诸葛丹旁边笑问, 我老大呢, 小鹿在和上官同学掰腕子, 他俩好像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不过小鹿怕上官再被气伤, 就没动手, 文言, 帅帅鸭哈哈大笑, 老大其实还是很温柔的, 只是嘴巴见习惯了, 诸葛, 给你压个炸条鱼翅, 哈哈, 好呀, 傻丫头诸葛丹, 卖力地在桥上给帅帅压炸鱼, 而此刻的院子内, 上官哈密瓜正, 瞪着林小鹿呲牙乱吼, 林小鹿, 哇呀呀呀呀呀, 他两手并用, 拼命掰着林小鹿的中指, 但即便小脸憋得通红, 大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也无济于事, 那根中指依旧纹丝不动, 树在他眼前仿佛是在嘲笑他, 石桌上, 林小鹿一手竖中指, 一手扶着下巴, 惬意地笑道, 年轻人啊, 不知道天高地厚, 虽然我很喜欢你的勇气, 但有些事, 你不服不行, 哈, 上官哈密瓜急眼了, 跳下凳子, 两只手按着林小鹿的中指, 脚丫子蹬地, 仿佛小牛堵拱地式的强推, 但却依旧毫无作用, 走走走, 上官, 你是不是休先休久了, 太久没吃饭了, 你这样不行啊, 你看看你, 要不下回我跟你掰腕子, 用毛给你掰吧, 这样你还有赢的可能, 啪, 急眼的上官哈密瓜忍不了啦, 抬手给了林小鹿一拳, 然后气势汹汹道, 你一个男的跟我掰腕子, 这算什么, 有本事你跟我比别的, 行, 你说比啥林小鹿收回中指, 抱着胳膊傲娇道, 你就是跟我比当街拉屎, 我都不怕, 实不相瞒, 我便命很久了, 哦哦, 你能不能别这么恶心, 只要一个人足够自信, 哪怕当街拉屎, 也能拉得风度翩翩, 豪情万丈, 这就叫热血男, 少废话, 有本事我们比别的, 你敢不敢, 哈哈哈哈, 我最喜欢对那些自认为能力出众的人出手, 来, 你说, 比啥, 有一句话叫,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虽然偶尔也会有出于你而不染的存在, 但大多数时候, 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就像跟林小鹿待久了的人, 确实会被同化一些, 因此, 当诸葛丹和帅帅鸭抱着鱼儿满载而归时, 看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 只见圆形的石桌桌面不知为何被取下来了, 放在几块码放整齐的板砖上, 然后林小鹿和上官哈密瓜各自坐在石桌的一边, 同时用内力和灵力催动, 带着桌面疯狂旋转, 转得特别疯狂, 连人影都看不清了, 像是准备随时脱离升天一样, 他俩在干嘛帅帅呀, 看得一脸猛逼, 不知道啊, 诸葛丹也是猛逼, 一人一压一株, 看着林小鹿和上官哈密瓜互相瞪着对方疯狂旋转, 渐渐地帅帅压疑惑道, 他俩好像在看谁先受不了先下来, 你别逞强了, 快下去吧, 我妹妹让我照顾你, 过会儿害你吐了, 我就辜负妹妹的嘱托了, 上官哈密瓜有些受不了了, 但他拼命忍着, 还发动言语攻势, 想让林小鹿主动认输, 林小鹿正拼命验酸水, 以免自己真吐出来, 他没想到, 这小矮子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居然这么能扛晕, 勉强孝道, 别担心, 那是两码事, 这一次是咱们公平较量, 不设计其他, 那就好, 那再转一个时辰这混蛋, 怎么还不下去, 上官哈密瓜快晕死了, 行啊, 再转一个时辰, 这小矮子总是各种不服, 行, 那来吧, 就让你见识一下, 以德夫人帮帮主的厉害, 林小鹿和上官哈密瓜俩人脸对着脸, 互相观察对方, 都觉得对方再转几圈就一定受不了, 于是又加速旋转起来, 还各自都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把石桌都压得吭吃吭吃响, 又转了几个回合, 上官哈密瓜肚子里翻江倒海, 而林小鹿也没比他好多少, 不过哈密瓜连干呕都要强忍着, 低着脑袋晕晕呼呼道, 你下不下去,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下去了我保证不笑话你, 刺激武力输了, 身高输了, 但至少耐力不能输, 坚持, 再坚持一下, 林小鹿摊在那里轻笑, 不管你下不下去, 我反正是要再做一次的, 这和你比试无关, 实不相瞒, 我贼喜欢玩转圈圈, 一天不转我就会便秘, 开玩笑, 他面对上官哈密瓜向来是全胜战绩, 各方面完全碾压, 现在绝对不可能先向他示弱, 不管这是多么无厘头, 多么幼稚, 多么不成熟, 反正这死矮子敢挑衅, 就必须当场暗死他, 这是官男性尊严, 那, 那再来一次上官哈密瓜, 强人反味道, 可以, 再来一次, 林小鹿脑瓜通红地说完, 甚至开始狂笑起来, 哦哈哈哈哈, 转得好过瘾啊, 真开心啊, 上官哈密瓜也不甘示弱, 一边转一边仰头大笑, 哈哈哈哈, 好好玩, 本姑娘一点也不晕啊, 哈哈哈哈, 当晚, 林小鹿和上官哈密瓜, 是被诸葛丹背下来的, 俩人一下地就当场吐了出来, 一个个吐得上气不接下气, 仿佛随时要死一样, 哦哦, 呼, 呼, 林小鹿, 这次算平手怎么样, 上官哈密瓜, 强人恶心地说道, 他现在看整个世界都是转的, 林小鹿摊在地上, 大喘吸了几口气, 然后翻着白眼, 口吐白目地抬起一只手, 帅帅鸭扶我起来, 我还能转上官哈密瓜, 帅帅鸭和诸葛丹都梦了, 这俩人到底是有多要强, 夜晚, 林小鹿和上官早早地在两张摇椅上躺下, 并排躺在一起, 皆是一副虚脱的模样, 二人躺下了还不老实, 还说这次没转过瘾, 下次再接着笔, 斗嘴一直斗到深夜, 才沉沉睡去, 林静参观, 这两日学生们的生活, 还都挺有盼头的, 能够见到修仙者顶级的大佬, 少年少女们都充满了期待, 每天都在聊着这些, 而就在这样念念旺旺的日子中, 他们终于迎来了, 这期待已久的一天, 林小鹿也再次见到了洛无尽, 洛无尽还是那副高冷的模样, 并没有出现虚弱的一面, 在双将变前言简一概地说着参观事宜, 林小鹿则在上官哈密瓜身后, 痴呆一样地听着, 一番长篇大论的话语说完, 洛无尽问, 都听明白了吗? 所有学生大喊, 听明白了, 林小鹿自然也跟着大喊, 虽然他, 全程都在神游, 根本不晓得洛无尽说的啥, 但这丝毫不妨碍, 他喊得最大声, 在这之后, 他就跟在上官哈密瓜后面, 就着长长的队伍, 出发去无尘店, 去和其他系的同学集合, 一路上都挺平常的, 和去古月秘境的时候差不多, 并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 这次来到无尘店后, 林小鹿看到了一座非常巨大的法器, 悬停在无尘店上空, 这座法器, 是一卷巍峨的青色卷轴, 平铺打开, 黑压压地笼罩着整个无尘店, 仿佛一朵巨大的乌云, 与它相比, 叶青软的如意, 犹如小孩玩具一样, 老大, 这是我家先生的法宝, 厚德路, 壮步壮观帅帅压, 仰着头笑吻, 壮观的一逼, 林小鹿给出了犀利的评价, 此刻无尘店外占满了人, 二十四系的少年, 接在, 足足上万多人, 队伍最前方, 孔仲尼正在和各个戏脉的, 戏主交代事情, 因为人多, 林小鹿并不能很好地看到他们, 固养着脖子八旺, 想看看传说中的院长纵横道人有没有出来, 上官哈密瓜, 你让我起你脖子上吧, 人太多, 我的视线被好多脑瓜挡住了, 看不到, 去死吧你, 上官哈密瓜凶巴巴骂了一句, 然后用头撞了他一下, 过了一阵, 前方人头开始涌动, 少年们陆续飞上天空中的巨大卷轴, 林小鹿和诸葛丹也跟上次一样, 被上官哈密瓜提着, 衣领被提, 林小鹿一边飞, 一边四处张望, 想看看妹妹无够阿姨他们, 但奈何人实在太多, 他根本看不过来, 反而看到了远处同样在飞行的冰糖, 冰糖儿依旧是一身雪白, 同样眼巴巴地望着他, 对于这位小时候结下的缘分, 林小鹿还是很客气地, 冲他挥了挥手, 随后便和上官哈密瓜一起上了卷轴, 一炷香的时间后, 盘腿坐在双将系人群中的林小鹿猛了, 他原本以为, 上来以后自己就能自由活动去找妹妹, 没曾想落无尽直接找了个空位, 然后让所有人盘腿坐着, 而其他系的学生也是一样, 24个卖系, 上万名学生, 全都按照定好的位置, 各自盘腿打坐, 根本不能互相来往, 此刻, 林小鹿就坐在上官哈密瓜和诸葛丹中间, 抱着帅帅鸭, 一脸迷茫, 连跑到卷轴边缘处, 看看修仙界的风景都做不到, 就很郁闷, 他只知道, 卷轴在带着自己飞, 但这件法宝实在太掉了, 飞的时候, 连刚风都感觉不到, 丝毫没有再飞的感觉, 这不扯淡呢吗, 都离开学院了, 还这么无聊, 林小鹿看了看前后左右都在闭幕修行的同学, 然后无奈叹了口气, 卷轴另一边, 丽丘系系主, 我能不能和吴够去双将戏玩呀, 我请您吃鸡腿, 一位外表粗犷的大胡子老者, 看着面前阿姨递来的鸡腿, 没好气到, 滚回去坐好, 哎呀, 系主您不要这么生气嘛, 不然我下回见到我师父, 我就跟他老人家告状, 说你坏话, 我有两个师父, 一个是大荒剑古宗的宗主, 还有一个是明如师父, 所以系主您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碰, 啊, 吴够看着怀里晕过去的阿姨, 无奈叹了声, 阿弥陀佛, 与此同时, 金哲系小玉儿乖, 等到地方了, 为师就让你去见你哥哥, 可是我好几天没见我哥哥了, 我哥哥会担心我的, 哦, 你哥哥担心什么担心我被欺负呀, 穿着藏青色道袍的小玉儿, 一脸理所当然地说道, 头顶枯木的老者, 看到小玉儿就打哆嗦的其他学生, 微微迟疑了一下, 轻叹, 为师觉得, 你哥哥的担心, 有些不合情理, 说完, 老者跳过话题问道, 前段时间, 为师赐予你的清净经, 你看得如何了学生全都看完了, 小玉儿乖巧地回答道, 嗯, 看完了就好, 小玉儿以后, 一定要多读些点击, 修为可以先放一放, 你已离原因不远, 实力完全够了, 但心境上, 还需要多学习, 文言, 小玉儿恭敬点头, 明白了师父, 金黄色的天空之中, 巨大的卷轴不断飞行, 学生们也各自安静坐着, 准备面见传说中的诸多大佬们, 林小玉偷偷摸摸来到洛无尽身旁坐下, 看了看闭目打坐的洛无尽, 然后一脸讨好着笑道, 师娘, 我想去别的戏玩, 您看不行? 闭着眼睛的洛无尽, 冰冷拒绝, 被拒绝, 林小玉倒也没啥意外的, 继续询问道, 师娘, 您上次让范英班主给我的红色石头是啥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用, 你不用知道, 随身带着就行, 说完, 洛无尽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事情, 终于睁开眼看向了他, 到了地方以后, 你不许乱跑, 更不许一个人擅自行动, 林小玉, 生性敏感地他愣了一下, 随后迟疑道, 师娘, 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文言, 洛无尽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再次闭上了眼睛, 没什么, 只是本座怕你惹事而已, 金黄色的天空中, 巨大的青色卷轴继续行驶, 不知过了多久, 四周的天空开始渐渐变暗, 而这也是林小玉来到修仙界以来, 第一次看到天空变得暗淡下来, 又过了一阵, 四周完全暗淡, 坐在人群中的他, 抬头望天, 并没有看到星星, 只看到深邃的黑, 林小玉知道, 这里已经没有天了, 因为自己就在天上, 前方, 落无尽睁开双目, 起身对所有人道, 我们到了, 待会儿按照一致石斑的顺序, 根本作走, 少年们文言便一一站起, 林小玉也抱着帅帅压站了起来, 东张西望看着周围的同学, 因为周围都是黑压压的人, 所以目前他还看不到外面是什么, 许事人数太多, 他等了一会儿后, 前方的同学才开始迈步, 而他也和上官哈密瓜, 诸葛丹一起跟着人群走, 而这样又经过了一阵, 他才终于看到外面的全貌, 此刻, 青色卷轴悬停在一处漆黑的空中, 后方是略显薄细的金色光芒, 远处则是彻底的深邃的黑, 这里很荒凉, 仿佛无边无际的诡异空间, 到处都充满了萧瑟之意, 巨大的直让人感到沉闷, 这就是所谓的域外边界, 抱着帅帅压的林小玉, 眨巴着明亮的双眼, 一眨不眨地看着远方的黑暗, 眼神中充满了好奇, 这所谓的域外, 到底是个啥呀? 场中, 其他的少年少女们, 皆是一个个好奇地看着, 随即又开始东张西望起来, 想看看小月儿他们在哪, 而就在他伸着脖子望得起劲时, 头顶上空忽然传来一道清响, 他下意识抬头, 看到一个身穿黑色龙袍, 头戴狭长免冠的中年男子, 急飞而过。 中年男子虽已不再年轻, 但眉宇中, 却依旧带着一股罕见的冲天之势, 给人以极大的威压, 只一眼就让林小璐, 被他的霸气所吸引, 而且, 不知是不是幻觉, 他感觉这老者在自己上方飞过的时候, 好像看了自己一眼, 不久, 一个接一个一看就很有腔调的人物出现, 在场众人也都开始陆陆续续有了反应, 我去, 你们快看那位前辈衣服上的标志, 那是我宗门的标志, 他一定是我从小败到大的韩云子老祖, 啊, 我们乾坤建宗的老祖也出现了, 老祖, 我在这里啊, 我是你的曾曾曾曾曾曾曾徒曾徒孙啊, 周围的少年们纷纷大呼小叫, 一个个激动的步行, 林小璐身旁, 上官哈密瓜也看到一个矮个子小老头出现, 刚开始他还没认出来, 但矮个子小老头却主动看了他一眼, 一时间一老一哨四目相对, 下一刻, 矮个子小老头居然直接就现身到了上官哈密瓜跟前, 大能天降, 这一幕把周围人都看猛了, 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 帅帅鸭等也全都愣在了原地, 卷轴前方, 金哲戏的枯木道长见到这一幕略显无奈, 这, 这不太合规矩吧一旁的孔仲妮笑了笑, 不随性怎么是魔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上官大脏的脾气, 无妨, 就让他先见见自己的后人, 反正是迟早的事, 场中, 上官哈密瓜猛猛地看着眼前和自己差不多高的老者, 刚想说话, 老者就扭头看向了林小璐, 云孙女, 他是不是老欺负你一旁正在挖鼻孔的林小璐, 下一秒, 砰, 得一声, 林小璐鼻血四剑,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不明所以的脸上, 写满了茫然, 上官哈密瓜吃了一惊, 还会说话, 矮个子小老头就大眼睛一横, 看着周围所有人喝道, 这是我上官大脏的云孙女, 你们这帮小孩以后见一次孝敬一次, 哪个不服就让自己老祖来见老夫, 说完, 他才在一众少年惊恐的目光中看向上官哈密瓜, 并抬手往上官哈密瓜眉心一指, 下一秒, 一到悬崖的黑色文字就直接进入上官哈密瓜的脑海, 乖孙女, 这是大脏经, 老夫下了禁止, 今后只有你自己可以看, 除非你所愿别人谁都取不走, 记住, 你爹都别给, 那煞笔太傻, 不配继承老夫的绝选, 传承完密法, 他就一个瞬移消失, 干脆地一逼, 独留下猛逼的上官哈密瓜和躺在地上捂着鼻子的林小鹿, 卷轴前方, 身高一米五的上官大脏霸气地出现, 周围许多大佬看到他都有些畏惧, 就连枯木道长也只敢瞪他一眼, 毕竟这老魔头是出了名的守黑, 当然, 场中有人怕他, 自然也有人不怕, 你凭什么打我学生? 洛乌镜死灰色的眼神中满是杀意, 毫不示弱地瞪着上官大脏, 上官大脏看了眼面前的洛乌镜, 不屑冷笑, 老夫能探查云孙女的记忆, 李明如那小徒弟欺负我云孙, 敲打他两下, 也是活该, 怎么洛仙子想当出头鸟你还不是老夫的对手? 此话一出, 洛乌镜坐不住了, 撸起袖子就要抽这老东西, 可还没等他出手, 一到疾风就率先传来, 碰, 上官大脏猛逼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看到手上有鼻血, 他抬起头, 看着面前身穿黑色龙袍的中年人, 愣了一下, 随后勃然大怒, 姜太清, 你吃错药了今天? 场中, 一身黑色龙袍的姜太清抱着胳膊道, 林小璐是镇云孙女的相公, 大唐这一任的皇后, 你上官大脏可以不要老连以大欺小, 朕为何不信你特么煞笔是不是? 上官大脏瞬间急眼了, 大吼, 老夫敲打后背, 你打同背, 你特么有理了, 老夫来的时候就想好了, 穆昭哥要是想对那兔崽子动手, 老夫一定帮他, 你特么, 姜太清, 庶民, 请注意你的称呼, 你应该称朕为皇, 上官大脏, 我皇你老了个腿, 上官大脏一脸不服气地就要动手, 眼看着二人互不相让, 孔仲尼连忙打了个圆场, 好说歹说劝诫下来, 并冲远处笑道, 瞧, 无限中的道友也来了, 漆黑的上方, 一批又一批天人静修士陆续出现, 犹如潮水, 相比之下, 孔仲尼身边的天人静修士, 只有寥寥数人, 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少年们也一一抬头观看, 而身处立秋系少年中的吴构, 清澈地看到上方, 飞过一个通体金色的和尚, 和尚俯视, 冲他一笑, 慈悲六道, 吴构双掌合时, 低头一叹, 悲天悯人, 人群中的阿姨, 用蒙着黑色绸布的眼睛看了看吴构, 然后又看了看那金生和尚, 好奇道, 吴构, 这是你的老祖吗? 吴构摇了摇头, 小僧没有老祖, 小僧的恩师, 就是这一脉的开山祖师。 哦, 阿姨恍然大悟了一下, 随后继续问道, 那这个金生和尚, 是谁他是这一任的如来? 这一任如来, 不是人民吗? 阿姨猛逼。 非也, 如来并非人民, 而是德号。 吴构耐心解释道, 如来, 即从如实之道而来, 开示真理的人, 又为世家的十种法号之一。 阿姨听得晕乎乎的, 没再问, 默默吃起了鸡腿。 禅宗的规矩太复杂了, 他已经懒得问了。 场中, 一名又一名大能前辈, 自少年们头顶上方出现, 络绎不绝, 直至最后, 出现了一位相貌平平的中年道人, 此道人相貌普通, 双目平淡, 衣着上, 也远没有先前其他人的华丽, 但当他出现的时候, 几乎所有天人静大能都一一沉默。 林小璐抬着头, 好奇地看着那中年道人飞过, 而中年道人也看了他一眼。 那一瞬间, 天不怕地不怕的林小璐, 竟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并非内心恐惧, 而是灵魂的恐惧, 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在下意识颤抖。 另一边, 小月也眼巴巴看着中年道人飞过, 不过他只看了一眼就没兴趣了, 并未将此人放在心上。 卷轴前侧, 中年道人落下, 周围的天人静修士, 除金身和尚外, 全都让开了道路。 而金身和尚, 则对其力掌于胸前, 微微一笑, 宗主, 纵横前辈未来。 中年人点了点头, 平静的目光落在了二十四节气的卖主, 上官大藏, 蒋太清, 和孔仲弥等人身上。 看着这名叫穆昭哥的中年人出现, 孔仲弥也是微微叹了一下。 实际上真论修为, 无论是大荒剑古宗的剑商, 还是太古东皇宗的小凤皇, 都不弱于上官和江皇。 但上三宗, 现在已经被无限宗一家独大, 除非纵横前辈插手, 否则他们, 只能被封存在各自界内。 而今天纵横前辈并不会来, 也不知他老人家为何要请穆昭哥, 毕竟穆昭哥要是突然动手的话, 那自己这边, 会稍微有点势不消。 此刻, 二十四位天人静脉主, 皆是如临大敌, 看着穆昭哥, 也就上官大葬, 江太清。 孔仲尼的表情, 稍微放松一些, 其他一些少数中立的天人静强者, 基本也都是老神在在, 一副我只是来旅游的架势。 好在穆昭哥并未有动手的意思, 而是目光平淡地看着孔仲尼, 轻声问道, 仲尼先生, 修仙者学院二十四系脉主, 皆是和李明如关系较好的修士, 在下想问问, 这是个什么意思? 他的声音很温和, 听起来并不像残暴之人, 但却充满了威压。 而面对他温柔的质问, 孔仲尼还未回答, 脾气火爆的洛乌静, 就率先开口道, 学院保持中立, 二十四系脉主又谁担任, 与你无限综合肝。 此话一出, 无限综所有修士, 皆是微微皱了下眉, 而穆昭哥古井无波的眼神, 也第一次看向了洛乌静, 但他只看了一眼, 便平淡地说道, 你连死在我手里的资格都没有。 此话一出, 洛乌静死灰色的双目瞬间冷立, 正想开口, 上官大藏忽然一个顺身来到穆昭哥身前。 个子极矮的他, 抬头看着穆昭哥, 咧嘴笑道, 今天是纵横前辈, 让学生们参观域外边界的日子, 阁下若想动手, 找个日子, 小老陪你练练穆昭哥瞥了一眼鼻血未干的上官大藏, 与其温和道, 上官老祖, 请把鼻血擦干了, 再来跟本宗主说话。 上官大藏老脸一红, 一时间尴尬的一逼。 一旁的江太清见状, 手中白光一闪, 一枚令牌出现在掌中。 他先是鄙视地看了一眼上官大藏, 似是再说, 瞧你这副德行。 随后才看向穆昭哥。 穆宗主, 还请自重。 穆昭哥看了一眼江太清的令牌, 目光中难得闪过一丝忌惮。 随后, 他笑了。 看来将陛下已经获得始皇帝的认可, 连始皇令都拿到了, 恭喜。 没什么好恭喜的。 江太清同样面无表情道, 你虽是天运之人, 但你应该知道, 始皇陛下最擅长的就是违背天意。 闻言, 穆昭哥笑容不减, 所以, 他死了。 陛下虽死, 但其十万兵永降魂还在。 场中, 穆昭哥和江太清一时间互不相让, 而见到这个情况, 孔仲尼也终于不得不开了口, 纵横前辈去了狱外, 小巢给老头子一个面子。 话到此处, 穆昭哥才终于正是眼前儒雅的老者, 然后微微汗手, 先生是三千世界的先生, 我们都是先生的学生, 先生放话, 学生不敢不从。 听到这里, 孔仲尼露出一丝慈祥的笑意, 可下一刻, 穆昭哥就到了声, 不过, 不过二字一出,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皆是一变。 穆昭哥, 居然狂妄到了这种程度。 只见穆昭哥, 站在上千名天人静修士最前方,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我宗门韩明子算出修仙界将有一千秋大节和李明如有关, 此节当下为凡尘少年人, 信中有墓, 墓代表声, 生生不息, 仲尼先生, 此事你可知晓。 文言, 孔仲尼眉头一皱, 没有说话。 韩明子是修仙界第一挂师, 他算出来的东西, 从来没错过。 场中, 穆昭哥继续开口道, 本宗主明白, 即便挂象再准, 也不能忘加无根之罪。 本宗主也并非因为李明如的缘故, 而要针对那孩子, 但他实在太过特殊。 本宗主用九幽镜看过他的生平, 他硬生生凭借武艺走到原音镜, 领悟种种可开宗立派的武艺手段, 其中更是有一内力, 可比肩修仙者的灵力, 堪称创世之举, 故本宗主想要送他投胎转世。 诸位可以放心, 本宗主会补偿他, 在他的神魂内不下一颗灵种, 庇护他来世精彩艳艳, 修行天赋天纵奇才, 如何, 这是为了修仙界。 铿锵有力的话语一出,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而与此同时, 所有大能们讨论的焦点, 东瓜村一霸, 林小璐大帅笔, 正在学生群中一手抱着鸭子, 一手挖着鼻孔, 和周围同学吹嘘自己七岁那年 打劫了一位修仙者的故事。 一切,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卷轴之上, 卦术自古便有。 而天人竟卦师算出的卦象, 不准的情况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许多人都有些忌惮。 此刻, 骆无尽的眼神变得越发冰寒, 纤细的手指甚至已经开始 微微绽放灵力。 除此以外, 上官大藏和江太清的脸色 也并不好看, 他二人相互望了一眼, 意思是, 要不要同时出手 以雷霆手段尝试诛杀穆昭哥, 但, 真能杀的了吗? 无论是上官大藏 还是江太清都非常清楚穆昭哥的恐怖。 虽然说起来, 此人修行时日比他俩要晚, 是他们的后辈, 但此人却是真正的天动奇才。 当年他还未成器后时, 便算计了李明如, 集合数位天人尽忠的顶级强者, 将其重伤。 而在那之后, 他更是得到数次机缘, 修为增长之快, 潜无古人。 其巅峰战绩, 就是他一人独占剑商和东皇。 当时无论是剑商的须弥剑期, 还是东皇的皇燕都对其奈何不得, 反被他一人生生击败。 而再然后, 他率领的吴县宗便广纳能人, 其化有限为吴县, 化天命为本命的理念深得人心, 引得无数强者加入。 一直到现在, 穆昭哥的修为已经不比当年的李明如, 差多少了。 要知道, 当年李明如的横空出世, 就是被他给亲手终结。 故, 所有人都称他为天运之人。 场中, 无论是上官大藏还是江太清, 一时都有些拿捏不准。 而就在他二人迟疑要不要动手之际, 孔仲尼忽然温和笑了笑, 小潮, 你多虑了。 一身不一的穆昭哥看向孔仲尼, 他身后的金身和尚也似笑非笑地看向孔仲尼。 孔仲尼只是静静地站着, 目光幽静且祥和。 和这位如胜的目光对视片刻, 穆昭哥点了下头, 随后陡然消失。 下一刻, 他出现在了人群中林小鹿的面前。 此举一出, 全场皆惊, 骆无尽, 上官大葬, 江泰青等人下一刻就要顺移过去。 孔仲尼却笑道, 诸位道友阻挡不了他, 随他去吧, 他今日不会对那孩子做什么了。 闻言, 几位大佬才眉头紧皱地停下。 一众少年人中, 林小鹿抱着鸭子, 猛逼地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中年人。 他发现这个中年人, 就是刚才看自己的大能, 不过自己并不认识, 所以一世间有些猛。 这位前辈, 您是穆昭哥看了看面前的少年, 说完, 他就一把抓住林小鹿的肩膀, 然后直接带着林小鹿消失。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和诸葛丹都梦了, 就连帅帅鸭都从林小鹿怀里掉了下来。 这都是什么情况, 少年们一阵猛逼, 而前方, 孔仲尼温和的声音响道, 接下来, 老朽给大家介绍一下域外边界。 一个恍惚, 林小鹿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虚无的空间。 这里四下皆是死寂一般的黑暗, 而他正坐在一处黑漆漆的小山头上, 旁边坐着目光平静, 不知在想些什么的穆钊哥。 他身头看了看小山头下方, 看不到底, 目光所至皆为黑暗。 这位大叔, 你认识我没见过穆钊哥的林小鹿问。 穆钊哥点点头, 目光幽静地看着前方黑暗, 请道, 你师父李明如, 喊我小巢。 林小鹿, 见少年不理解, 穆钊哥再次开口, 我是吴献宗的宗主。 林小鹿! 他疼! 得一声从山石上爬起, 直接抽出了大羹青铜器, 二话不说, 照脸就是一刀。 咔! 大羹青铜器的刀锋停在穆钊哥头顶三寸, 无论林小鹿如何发力, 都无法再落下。 穆钊哥抬起头, 平静地看着少年, 你很想杀我废话。 神舟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而且我老大也是你打伤的。 老子劈死你。 说着, 林小鹿抬起一只脚, 踩在大羹青铜器的刀背上, 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下压, 但大羹青铜器却依旧砍不下去, 纹丝不动。 哈! 林小鹿全力嘶喊, 轻轻抱起, 脑瓜后面甚至亮起了五色霞光, 内力更是疯狂涌动。 而穆钊哥却依旧平静地看着他, 悠悠开口道, 你杀不了我, 至少现在不行, 你还太小了。 哈! 惊鸿话语, 狂! 林小鹿被反正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然而他丝毫不怕, 爬起来再次挥刀, 一刀接一刀劈头盖脸, 疾风咒语般地疯砍。 一段时间后,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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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泪瘫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穆钊哥依旧平静地坐着,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梁九, 他才开口道, 今日以后, 如果我再见到你, 就是你的死期。 而现在, 我是以介绍域外边界的老师身份来见你, 这也是纵横前辈的意思。 呸! 林小鹿气喘吁吁地爬起来, 破口大骂。 老子用你教, 要不老子, 教你怎么办? 说完, 他就转头从山头跳了下去, 果断地一逼, 丝毫不惧山头下的黑暗, 也毫不在意, 下方有多高。 看到少年如此果断地跳下, 即便是穆钊哥, 也难得愣了一下。 这少年竟如此不怕死这里可是离域外最近的地方, 他居然跳得这么果断, 丝毫没有犹豫。 要知道, 即便是再不怕死的硬喊, 面对死亡时往往也会有下意识的犹豫, 可这少年, 穆钊哥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欣赏, 随后抬手一招。 上方黑暗中, 林小鹿掉了下来, 一屁股跌坐在黑色山头上, 刚响大吼, 下一秒身体就被控制, 整个人只能老老实实地躺着, 声音都发不出来。 穆钊哥依旧是安安静静地坐着, 扶着下巴看着他。 许久, 他温和开口道, 神舟若难, 生灵死伤无数, 罪魁祸首就是我。 你能如何你师父, 李明如是被我打伤的, 你又能如何你看? 我现在可以一念之间让你灰飞烟灭, 让你死得连渣都不剩。 你身有一副傲骨, 天性不屈不服, 但这又有什么用你, 除了听我在这里说话以外? 你, 还能如何林小鹿被气炸了? 反抗不了的他, 闻言直接闭眼。 然而下一秒, 他的眼皮就不由自主地睁开, 完全被眼前的中年人拿捏在鼓掌之中。 场中, 穆钊哥平静地看着他, 继续不紧不慢开口。 给你讲课, 我讲不讲, 是我的事, 你听不听, 也是我的事。 说完, 他开口道, 所谓域外便是三千世界以外, 道之外。 小家伙, 你应该知道, 这个世界, 有正就有反, 有阴就有阳, 有天就有地。 阴阳结合是围道, 而所谓域外, 就是世间万物所有一切的反面, 也就是道之外。 如你所见, 这里其实什么都没有, 既没有人, 也没有鬼, 没有妖精, 也没有怪物, 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 这里是最原始的荒芜, 且一直在扩张, 他会吞并一切。 而灵力, 道心, 就是阻止域外吞并的唯一力量。 所以, 别人常说的对付域外, 阻止域外侵扰, 其实并不是指某个势力, 或者某个人, 而是指的域外本身。 因此对付域外, 就是为了阻止到, 和我们的消失。 说到这里, 穆昭哥笑了笑, 我第一次当别人老师, 不会说什么玄妙深奥的东西, 所以说得简单了些。 能明白吗? 林小璐瞪了他一眼, 眼神中的意思, 全是脏话。 穆昭哥见他这个反应也不生气, 反而觉得有趣, 继续笑道, 我是杀了很多人, 因为我, 许多人饱受苦难, 我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但我的理念是, 那些凡人死了, 但灵魂还在, 他们会投胎转世, 并不会真正地被消灭, 因此我并不会觉得哪里不对, 或许他们遭受了苦难, 但人间本就是地狱, 又有谁不在苦难之中, 就像新生的婴儿, 他们刚出生时会痛哭流涕, 那是因为他们刚出生, 神时还未忘记投胎时经历的一切, 他们知道自己在受六道轮回之苦, 所以哭。 再说做法的问题, 你真的觉得, 修仙者学院的理念是对的, 从三千世界, 挑选有天赋的孩子, 让他们将天地灵气吸收, 突破修为境界, 陆续成为天人境, 然后将灵气转化为灵力对付欲外, 这听起来很和谐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天地灵气从哪里来不还是要从万民的信仰中来? 如果不将所有的凡人统一起来, 让他们的信仰都归于天上, 那这样制造出来的天人境又能有多少? 是, 现在天上灵气还多, 但以后呢, 灵气迟早会消耗完。 而你们对于纵横前辈来说, 实际上, 只是将灵气转化为灵力, 将来可以用灵力对付外遇的工具而已, 就连你这种武者, 也只是他尝试其他出路的工具。 因此, 在我的理念里, 凡间的凡人不应该再信仰凡间的修仙者, 而是应该全部信仰天上, 更多地去为天上补充灵气。 凡间不需要再有修仙者, 也不需要再有灵气, 都给天上就好。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修炼, 找到更多方法去对付域外。 毕竟, 如果域外吞没进来, 那么别说天上, 三千世界的一切, 以及你所真爱的一切, 最终都会消失。 所以, 我所做的一切, 杀戮也好, 统一凡间也罢,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在保护修仙者, 也是在保护你们。 确实, 同一凡间会死很多人, 但死的人迟早会转世, 他们会再次以新的身份出现。 但如果域外吞没进来, 那他们, 甚至是整个六道轮回, 就都没了。 面前, 面无表情的穆昭哥安静作者, 与其温和地笑道, 纵横前辈现在所做的一切, 开得修仙者学院什么的, 虽然仁慈, 光明, 但实则是舍本逐没的妇人之人。 黑色的山头中, 他看了看远处的黑暗, 介绍道, 如你所见, 这里就是离域外最近的地方,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所在的这个小山头, 以前是穷华仙宗的宗门, 你屁股下面的石头, 是穷华仙山的山顶, 这里曾经是天地灵气极为浓郁的仙家福地, 但现在, 这里已经被域外吞噬了一部分, 毫无灵气可言。 域外会吞没一切, 这里虽不是真正的域外深处, 但已经影响极大, 即便是我, 如果去了真正的域外, 也待不了多久, 因为体内灵气很快就会枯竭, 而灵气被吞完, 接下来就是肉身, 然后就是魂魄, 最后人就会化作域外的一部分, 变成永恒的虚无。 孩子啊, 你若是不相信, 可以感受一下体内经脉, 看看你的那个内力, 是不是在飞速消耗。 闻言, 躺着的林小璐, 尝试感受了一下内丹, 确实发现内力在疯狂消耗。 他惊讶了一下, 但很快, 这股惊讶又转变成浓浓的恨意。 这一逼打伤自己老大, 自己早晚劈了他。 似乎是感受到林小璐的想法, 慕章哥笑了笑, 行了, 域外的情况我已经告诉你了, 至于你听不听得懂,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接下来, 我告诉你我为何想要杀你, 这样等到以后杀你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个明白鬼, 毕竟我杀你, 并不是因为和你师父的私人恩怨, 而是因为你是修仙界的姐, 所以, 其实很抱歉。 慕章哥看着林小璐, 眼神中真的起了一丝歉意, 随后他说道, 孩子, 你要知道, 修仙是可以长生的, 而我非常享受永恒的寿命, 而修仙界是对付域外的唯一力量, 如果修仙界遇到什么劫难, 没了, 那么就在没有力量对付域外, 那么域外一旦吞没进来, 三千世界, 六道轮回, 世间万物, 以及道, 所有的一切, 就都没了。 而我也会失去永恒的寿命。 说到这里, 慕章哥看着林小璐, 请道, 所以你作为修仙界的杰, 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 就是道的杰, 是万物, 是所有, 是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结, 所以, 很抱歉, 我必须杀了你。 场中, 慕章哥看着林小璐, 语气温和地开口道, 孩子, 现在, 你知道自己必死的原因了吗? 林小璐身上的束缚解开了, 他趴在地上, 重重喘息了几口气, 然后抬起头, 愤怒地看着面前坐着的慕章哥。 慕章哥捡起了一块小石头, 在他面前一上一下抛着玩, 今天我不杀你, 因为杀了你我会有麻烦, 不过用不了多久, 我的灵法就会突破, 那时候我就不夸纵横了, 到时我也就能杀了你, 所以, 你要不要自尽, 反正早晚是要死。 你自尽的话, 也算是为天下苍生做了件好事, 另外, 你有什么遗愿我都可以替你实现, 我还会为你的神魂种下灵种, 让你来生天赋一饼, 可以修行, 去你大眼, 你咋不吃食? 被骂了一句, 慕章哥笑了笑, 并不生气, 而是继续笑道,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只为自己而活, 抵抗欲外, 可以活得更好, 包括杀你也是。 哦对了, 另外告诉你, 我算计你师父, 也是为了一己私欲, 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大上的理由, 所以, 你想杀我是应该的, 这是人之常情, 可以理解。 看着面前淡定的中年人, 林小鹿气得只能干瞪眼, 但他, 确实也做不了什么。 差得太远了, 自己完全不是此人的对手。 还有什么结不结的, 自己瞅你的茅材相结, 有机会, 自己一定给你嚎吐, 然后再弄死你。 黑色岩石上, 穆钊哥说完了一切, 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笑道, 该送你回去了。 当林小鹿回到卷轴中的时候, 学院的少年正在听众倪先生讲课, 他和穆钊哥瞬间出现卷轴上空, 随后便被丢在了原先的位置上, 待他落地, 穆钊哥也就再次瞬移消失。 前方, 若无尽见林小鹿平安无事地出现, 紧张的眼神才渐渐舒缓下来, 随后面色不善地看了一眼穆钊哥。 回到队伍和上官哈密瓜, 诸葛丹, 宗拉维蒙帅帅鸭等坐在一起, 林小鹿显得很安静, 大家都在聚精会神, 听前方仲尼先生讲述域外边界的事情, 因此他没有打扰, 只有帅帅鸭迟疑地望了望他, 并小声道, 老大, 那个人是谁他带你去哪了? 现在的林小鹿已经不像方才那么愤怒, 而是一言不发的沉默。 他觉得有些可笑, 什么修仙界的结, 关自己什么事, 因为所谓的挂数来判断一个人的未来, 这纯属扯淡。 要是不识字的普通人, 相信也就罢了, 穆钊哥那种一看就是有远见有野心有天赋的大反派也会信, 这就很幼稚。 说起来还是天人静啊, 居然相信算命, 可退。 在林小鹿的观念里, 他从来不相信所谓的算命之说,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是注定且无法改变的, 那么这个人完全就可以躺平了。 比如说一个人, 如果他的命运注定是二十岁的时候把自己嫖死, 且无法改变, 那么这个人还需要学习吗? 还需要找份谋生的手艺吗? 还需要为了以后做准备吗? 都不需要了吧? 反正, 他二十岁就会死, 那他还努力干什么? 得过且过等死呗。 因此, 在林小鹿的认知中, 算命这种事是有为道理的, 因为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被设定好的, 那么从古至今所有的一切哲学道理就都是空的, 因为好人注定了是好人, 坏人也注定了是坏人, 而该牛逼的人总会牛逼, 该受苦的人总会受苦。 甚至在比如, 有一个寒门学子, 每日投悬梁追刺鼓的努力学习知识, 就为了改变自己的阶级, 最后吃尽人间苦, 受尽人间难, 终于取得功名, 考上了状元, 到头来你说一句, 你是状元命。 你成状元很正常, 这是命中注定, 你的努力也都是设置好的。 只凭一段话, 否定人家大半生的努力和心血, 然后为自己中不了状元, 吃不了苦, 受不了难找理由, 这不纯纯耍无赖吗? 因此算命这种事, 对于正在领悟过去现在未来的林小璐来说, 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这有为道理。 场中, 帅帅压见林小璐一直阴沉着脸, 也不回答自己, 再次问了几句,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也好奇看了过来, 直到此刻, 林小璐才满不在乎的哼道, 那男的叫穆钊哥, 在无限踪混的, 是那里的老大, 拉我过去, 是跟我说什么, 早晚要弄死我, 让我夜里走路小心点。 一番霹雳脾气的话语一出, 帅帅压猛了一下, 上官哈密瓜也听得差点笑出声来。 相比于上官哈密瓜的不明所以, 帅帅压之短再猛逼了一下, 随后智慧的压目中便充满了惊恐。 穆钊哥! 无限宗的宗主! 这样的大人物当年, 可是人牢里都坑过的, 怎么会找上自己老大? 他一时间完全惊呆了。 面前, 林小璐看出了他的恐惧, 故意脸淡定道, 鸭子你不用担心, 出来混有几个仇家在所难免。 你大哥, 我这颗脑袋有人惦记, 也是很正常的事, 你放心, 等咱们以德福人帮牛逼了以后, 就去扫了他无限宗, 然后砍死那个沙笔。 帅帅压! 你可别他妈吹牛逼了啊老大! 你是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你知道无限宗有多少天人精吗? 随便出来一个都能踏平一个世界了啊。 无限宗要想弄死你, 老里都不一定能保住你。 我家先生也够呛啊, 整个修仙剑, 估计也只有神龙剑手不剑尾的纵横道人可以护住你。 场中, 林小璐抱着帅帅压继续吹虚道, 等大哥领悟过去现在未来, 参透一惊, 这帮毛来一个砍一个, 一人一刀绝不多砍。 看着眼前喋喋不休自说自话的少年, 帅帅压一时间绝望了。 他一时间有些分辨不出, 自己这大傻子老大是在安慰自己, 还是真的在吹牛。 恰逢此刻, 学生最前方的位置, 仲尼先生站起身, 对所有人笑道, 都有一定了解了。 接下来, 按照纵横院长留下的指示, 会安排在场所有的天人静前辈, 为同学们分开讲课, 解释和为天人, 展示天人手段。 话音一落, 在场所有天人静修士纷纷起身, 一个个以老师的身份, 顺移到学生之中, 每一位天人静修士, 皆是近距离为十名学生授课, 进行一对一的教导。 而在场的天人静修士, 绝大多数都是无限宗的人, 因此这一幕, 再次让洛乌静等人心生不满。 他们有些参不透纵横道人的指示, 不知为何要这样安排, 明明自己也可以教。 仿佛无边巨大的卷轴上, 每十名学生一组, 做成了一个圈, 然后中间便有一位天人静大能, 为其授课。 而他们授课时所讲的一切, 也都静述落在孔仲尼的耳朵里, 这似乎是为了防止某些人夹带私货。 一时间, 除孔仲尼和闭目养神的穆昭哥以外, 整个天上几乎所有的天人静修士, 全都在为修仙者学院的学生授课。 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大多数时候, 天人静修士所选择授课的学生中, 都会有一两个和自己有关系的人, 比如自己的后辈或者故人等等。 所以, 给林小璐等讲课的, 就是自称江皇的江泰青。 此刻, 林小璐就抱着帅帅鸭和诸葛丹, 宗拉维蒙等几个同学一起, 茫然看着中间身穿黑色龙袍的中年男子。 上官哈密瓜在旁边, 给他讲课的是他老祖宗。 十人一组的少年中, 江泰青盘腿而坐, 神情严肃地捋了捋黑色胡须, 然后瞅了眼一旁的林小璐, 对所有人开口道, 所谓天人, 就是天道神魂合一之人, 是指将神魂修行道, 与天地融为一体, 参悟大道, 与话飞生之人。 江泰青一边说, 一边隔三差五瞅一眼林小璐, 林小璐也好奇看着他。 他知道, 眼前这位是江宁的老祖, 故此时正在心头感慨。 阿宁的老祖和阿宁好像啊, 都好严肃, 不苟言笑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 另一边, 个头矮小的上官大藏, 正在大咧咧地对上官哈密瓜说笑, 乖云孙, 这大藏经是老祖我毕生绝学, 比你爹那天狗食十月绝, 不知强悍了多少倍, 你好好学, 以你的头脑一定能参透明白。 上官哈密瓜文言乖巧的脑瓜指点, 而周围其他学生则是一脸猛逼。 前辈,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滚蛋? 没看老夫在跟云孙说话呢吗? 去旁边偷听江太清的客举。 其他学生, 远处, 阿姨和吴构所在的小圈子内, 一身金光闪闪的和尚也是直勾勾, 看着吴构微笑, 吴构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阿姨瞅了瞅今生和尚, 又瞅了瞅吴构, 周围的同学也是茫然, 他们见周围的其他前辈都在为学生讲课。 而眼前这位三千世界佛法第一人来了以后, 却是一言不发, 顿时心里直犯嘀咕。 好在和尚并未关注无够太久, 过了一会儿后终于对其他人慈祥笑道, 几位小施主, 你们在修行上都有哪些困难? 可一一道来, 贫僧自当竭尽全力为其解惑。 此话一出, 少年们立刻面露喜色, 觉得这位前辈好和善, 当即有人问道, 前辈, 学生修炼的灵法名为通和灵咒, 是一门神魂当年的秘书, 但最近在修炼到小灵禁时, 却感到灵气运行受阻, 不能和神魂完美同步。 请问前辈, 这是和原因那金生和尚文言, 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问题去问施主的戏主即可, 贫僧也不晓得。 一位学生猛逼, 随后就又有一名学生问道, 前辈, 我最近修炼的是鬼道灵法夜游神, 现在已经可以化魂为鬼, 但却总是游不动, 敢问前辈, 可有解惑之法问鬼去。 学生? 周围的学生陆续抛出问题, 但金生和尚却一问三不知, 搞得所有人都郁闷得不行。 这前辈到底是真不晓得, 还是不愿教我们啊? 不久, 见学生们都不再问, 金生和尚便再次看向吴构, 笑问道吴构法师, 可有疑惑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看向了吴构, 吴构却只摇了摇头, 小僧没有疑惑。 一旁的阿姨知道吴构和世家不对付, 绑枪横倒, 吴构小师父的佛法不比你差, 能有什么疑惑? 文言, 世家笑了笑, 继续开口道, 吴构法师曾受惠能赐予智慧, 领悟之大慈悲境界, 如今吴构法师十六岁, 也已抵达这一境界, 其会更堪称绝无仅有, 故吴构法师距离下一步菩提原境, 只差一步之遥, 结实便可和平僧处同一境界, 但这一步, 吴构法师, 卖得过去吗? 听到这个问题, 吴构微微沉吟, 随后摇头, 小僧得沙生观音大事垂青, 已注定迈不过去, 一旁的阿依瞬间急了, 搂着吴构肩膀道, 别耸阿吴构, 有啥的, 干就完了。 吴构没有理会, 完全不懂佛理的阿依, 而是看着面前的世家说道, 世家法师是菩提原境, 是一切菩提心的本源, 倘若小僧迈过去了, 小僧就跟世家法师一样了, 所以小僧迈不过去, 也不能迈。 文言, 浑身金光的世家, 微微诧异了一下, 上次论法, 贫僧就看出, 吴构法师虽年幼, 但, 似乎看不惯如今的贫僧。 文言, 吴构直接点头, 并面无表情地说道, 世家法师, 在成佛之前, 法师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吧? 那时候的世家法师, 也杜金申, 受世人供奉吗? 此话一出, 世家沉默。 周围的学生眼巴巴看着, 一时间不知道这二人在说啥。 而过了一会儿, 世家便叹息道, 杜金申, 受世人供奉, 这并非贫僧本意。 那成佛前的法师, 想慈悲为怀, 舍己为人, 为何成佛后的法师, 又倡导四大皆空, 闭门不出这, 世家短暂一愣, 随即解释道, 这是为了让万界生灵顺其自然, 就像道家理念中所说的, 顺应天命。 话到此处, 年少的吴构忽然双目一正, 目光如炬地询问道, 法师, 倘若天命应该顺从, 那又要佛和用人人拜天即可, 何须拜佛? 话语一出, 世家陡然愣住, 一时间浑身的金光居然都暗淡了一下。 在场的学生都猛逼了, 他们忽然有些分不清吴构和世家谁才是大佬。 而面对吴构的询问, 世家的眉头也终于皱了起来。 面前, 吴构见他不再说话, 请道, 本源菩提, 小僧就不卖了, 小僧不愿受世人参拜, 小僧可以去参拜世人, 参拜万物生灵, 因为小僧认为, 所谓佛的极致, 其实还是最初的慈悲为怀的善良, 而不是所谓的四大皆空。 说完, 吴构看着面前的世家, 沉重开口道, 法师成佛之前, 曾是加皮罗魏国的王子, 为高权重, 受万民敬仰, 后来脱下了华丽的衣裳, 换上了简陋的布衣, 去体会人世间的苦难, 去修行, 可修行到最后, 却又换回光鲜亮丽的华长, 坐在金碧辉煌的殿堂中, 受世人尊敬, 爱戴, 供奉。 这, 难道不是, 修了一场空吗? 卷轴最前方, 孔仲尼听着耳朵里无垢的话语, 苍老的目光微亮, 对一旁的穆钊哥笑道, 无垢这个孩子, 是这些学生中, 最接近李前辈的孩子, 老夫看过, 他的修行天赋, 并不比任何一个天交差, 但却将几乎所有的精力, 都花在了研究佛法上, 小潮, 你觉得他的佛里, 如何穆钊哥面无表情地想了想? 随后开口道, 本宗主是一个小人, 对于这样的少年智者, 本宗主很敬佩, 但不会去成为他。 文言, 孔仲尼笑眯眯看了他一眼, 怎么感觉你在说老夫穆钊哥没说话, 继续做着一言不发? 孔仲尼看了他一阵, 随后突然有些唏嘘, 你真的那么想杀林小卢穆钊哥点头, 明杀错, 不放过。 孔仲尼叹了口气, 随后再道, 明如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他穆钊哥冷哼, 等我的万法归零修炼至圆满, 第一个杀的就是他。 此话一出, 孔仲尼沉默了一下, 随后道, 那女子的死是妖灵所为, 你又何必, 我知道不能怪她, 但想不想杀她是我的事。 穆钊哥抬起头, 眼神平淡地说道, 先生, 我修仙到今日, 道理并非不懂, 但懂道理并不是非得遵守道理。 先生常说大道三千, 每个人皆是独一无二, 那难道所有人都得讲道理吗? 佛有佛理, 道有道理, 佛有佛理。 而我穆钊哥, 就想尝试做那无理之人。 做人也好, 修仙也罢, 谁说非得活得光明正大, 谁规定的道理规定的, 那先生大可让道理来见我, 看他管不管得了我。 卷轴中, 天人精大能地授课解惑之声, 熙熙攘攘, 此起彼伏, 时不时就会引得学生们鼓掌至谢。 而小月儿却是个例外, 她坐在学生堆里听得, 整个人都梦了。 给她讲课的, 是一位自称怀育真人的老者, 这位老者并非无限宗的人, 而是来自一处名为三坛仙界的天人精大能, 此刻正讲得滔滔不绝, 唾沫星子横飞。 其实所谓修行, 最终需要修的, 永远都是神魂与心境。 刚开始, 我们修行手段, 也只是为了可以更好地生存下去, 为追寻种种机缘打下基础, 听着这位侃侃而谈, 讲述心境的大能, 小月儿心里直犯嘀咕。 怎么这些老爷爷老奶奶都喜欢讲心境神魂啊? 哭慕爷爷也是, 这位老爷爷也是, 无聊死了。 场中, 一堂课断断续续上了半个多时辰, 各个大能陆续讲完, 将太清看了眼, 旁边早就抱着鸭子呼呼大睡的少年, 忍不住摇头笑了一下。 死子倒也真够洒脱, 正还在这, 他也敢睡得如此香甜, 丝毫不加一眼视。 也好, 总比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强, 至少这少年很真这样的少年, 做大堂之母, 倒也不错。 笑完, 江太清没有打扰林小璐, 起身离去。 到了这里, 这次的参观也就接近了尾声。 而当林小璐醒过来的时候, 各个天人精大能皆已离开, 巨大的卷轴也开始往修仙者学院飞去。 林小璐, 我老祖赐予了本姑娘一本名叫大藏经的仙法。 你完蛋了, 等本姑娘练成, 保证把你抽得不要不要的。 刚醒的林小璐揉了揉眼睛, 看了眼面前的不明物体, 然后默默挖出一粒鼻屎, 弹到了她衣服上。 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 老娘弄死你。 少年少女瞬间又扭打在一起, 一时间杀声震天, 只将周围的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非常熟练地将上官哈密瓜抱锤一顿, 林小璐来到学生前方, 在洛无尽身旁坐下。 闭目打坐的洛无尽睁睁眼看了看她, 然后继续打坐。 师娘, 吴献宗的宗主跟我说, 我是修仙界的杰。 林小璐看着洛无尽, 表情略显无奈道,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原来有这么厉害。 师娘你说, 我是不是掉爆了? 听着这不知是高兴还是沮丧的话语, 洛无尽再次睁开双眼, 然后不懈地撇了撇嘴, 修仙界的杰你得了吧。 她冷哼道, 你自己什么实力不清楚吗? 本做一个眼神就能让你灰飞烟灭, 就你这样还修仙界的杰, 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林小璐, 一时间她有些分不清洛无尽是在安慰自己, 还是在嘲笑自己。 不过想想也是, 自己虽然在同辈中已是无敌之姿, 但面对像洛无尽这样的长辈, 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些不够看。 修仙界能秒杀自己的存在太多了, 说自己是修仙界的杰, 脑瓜子一定有问题。 夜晚时分, 一众少年回到了修仙者学院, 各个班主将他们带回嘱咐了几句后, 便让他们自行回小院, 有所收获的少年们也立刻回了各自住处, 马不停蹄地就开始修炼, 比如上官哈密瓜, 他大呼小叫地一头冲进小院, 急吼吼看起了大藏精。 相比于这些少年们的焦急兴奋, 林小璐和诸葛丹就显得非常悠闲, 毫无所获的俩人一个抱鸭, 一个抱猪, 双双往两椅上一趟, 直接就吹起了牛逼。 短暂的观光并未对学生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林小璐也依旧是没心没肺的模样。 慕昭哥跟他说的话,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也太过遥远, 即便慕昭哥说要弄死自己, 林小璐也觉得没啥好怕的, 出来混, 没有几个仇家惦记, 那还叫出来混。 修仙界, 无尽的空间天地中, 有一方世界, 名为无限宗。 这里是由一十二座浮空岛屿构成的环形世界, 而其最中央的岛屿便是无限宗的主殿。 此刻, 玄金色的天空之下, 穿着一身不一的慕昭哥站在两尊巨型雕像中间的殿门前, 看着大门左右两边的对联独自出神。 上连, 呈有法为无法, 下连, 画有限为无限。 看着这一幅对联, 慕昭哥的目光虽毫无波澜, 但却似乎有其暗流涌动。 不久, 一道金光在他身后闪烁, 世家和尚出现, 宗主, 三千世界, 十八方天地, 以及六道轮回中都无纵横前辈的行踪。 温润如玉的话语一出, 正对着对联出神的慕昭哥长眉微微一昼。 如此说来, 他真的去了狱外应该是。 世家点头, 笑道, 纵横前辈, 神龙见首不见尾, 去研究狱外,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尚且仲尼先生也你也不相信我平静地问候放出, 世家话语一断, 整个人不再说话。 面前, 慕昭哥缓缓转过身, 看着世家。 对于他的目光, 世家并未显得害怕, 依旧是笑意盎然。 二人对视了一阵, 随后, 慕昭哥自言自语道, 我不能出事, 我要活着。 宗主多虑了。 世家笑道, 无限宗大能已过千人, 即便是纵横也杀不了宗主。 可是他有问题。 慕昭哥平静的眼神中第一次露出忌惮。 他开口道, 李前辈, 孔仲尼, 李明如, 包括世家你。 你们都是天赋异禀, 其一招悟道之人, 和我这种机关算尽, 努力修行的小人不同。 但我问你, 纵横也是一招悟道之人吗? 他悟的是什么道? 世家微微一愣, 随后摇头, 贫僧不知。 随后, 他面露尴尬道, 宗主, 贫僧明白您觉得纵横和您是一类人, 但这样的怀疑未免太过儿戏, 毕竟没有什么根据。 况且话未说完, 慕昭哥却冰冷看了他一眼, 随后直接转身进了大殿, 留下独自尴尬的世家。 两久, 他微微叹息了一下, 觉得自己这位宗主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了。 曾经的他, 无论是理念还是手段, 都是枭雄之姿, 但自从纵横出关以后, 他就变得很不稳定。 看着慕昭哥的背影, 世家慈悲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无奈。 进入大殿, 慕昭哥的脸色越发阴沉。 万法归零即将突破, 自己这段时间绝不能出差错。 慕昭哥向来是个小心谨慎的人, 纵横从出关到建立修仙者学院, 再到现在, 所做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谓的举动。 既然没有利益, 又不能像自己的方法那样从源头上解决欲外, 纵横为何要做他真有那么好心? 倘若是仲尼先生做这一切, 他还能姑且相信, 可纵横, 一个多年以前突然冒出来的绝世大能, 和他同时代的大能全部消失, 只留下他一个的存在, 慕昭哥还真信不过这样的人。 可眼下, 别说无限宗以外的人, 即便是无限宗自己人, 即便是世家都不愿相信自己, 自己又该找谁, 慕昭哥缓慢来到大殿深处, 目光也变得越发阴沉。 他忽然发现在关键时刻, 自己一生中真正的知己, 其实还是只有李明如一人。 只有李明如那骚钟带见的脑回路, 才能明白自己为何怀疑纵横。 往事回首, 他想到了当年在思南宋国广安郡, 自己跟在李明如屁股后面, 背着行李笑喊, 明如歌。 而李明如笑呵呵地提着酒胡落, 对自己招呼道, 小潮啊, 你快点, 等到了下个城池, 哥就带你去妓院长长见识, 哈哈哈哈回想过去, 慕昭哥的拳头下意识捏紧, 眼神中复杂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重。 李明如, 你一定和我一样吧, 你也不会完全相信纵横的, 对吧? 平静的日子一天天继续过着, 不久, 一个月的时间匆匆离去。 修仙者学院, 双将戏啊, 陆哥, 我突破原因了。 一大早, 宗拉为盟就大呼小叫地冲进学堂, 一把抱住林小璐, 高兴地嗷嗷大喊, 全无以往的害羞和腼腆。 林小璐一脸猛地看了看这大傻子, 有些无语。 这一个月以来, 学院里都有多少人成原因了? 你至于那么激动吗? 就连上官哈密瓜, 那B样都成原因了。 事情是这样, 随着在修仙者学院修行的时间越来越长, 而且, 隔三差五的大伙, 就会得到一些戏主和仲妮先生发放的恩赐,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突破至原因镜, 上官哈密瓜也早已在十天前成功突破, 一手大藏经连林小璐都觉得有些棘手。 当然这其中也有个别比较意外的, 比如自己的妹妹小月儿, 听洛无尽说, 金哲系那边成为原因的少年也不少, 但被寄予厚望的小月儿却迟迟没有突破。 当然, 即便现在很多人成原因了, 也没有谁敢去招惹小月儿, 金哲系的枯木道长天天把他带在身边, 教他学习道藏真言。 此刻, 林小璐看着自己所在的九班班内, 已经有一半人成为了原因, 一时间还真有些不适应。 这要是在凡间修仙界, 那还真了不得, 这么多原因, 简直吓死个人, 果然还是天上牛逼, 天人遍地走, 原因多如狗,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学生当中会出现第一个天人镜。 身旁, 上官哈密瓜看了发呆的林小璐一眼, 然后拿胳膊肘对了他一下。 你想啥呢, 想你。 上官哈密瓜一愣, 随后脸色一红, 刚想骂他两句, 没想到林小璐却继续说道, 什么时候死。 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 他一把扑到少年身上, 凶狠地拍他的脑瓜, 一边拍, 一边嗷嗷大叫, 你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看招, 你别捅我鼻孔, 鼻孔捅大了, 好丑的。 场中, 林小璐一手插兜, 一手插着上官哈密瓜的两个鼻孔, 不懈地笑了笑, 然后直接掏住他的鼻孔, 将他甩了起来, 在半空中, 画出一道半圆厚, 重重地甩在地上。 一旁的诸葛丹看得直乐, 他已经习惯林小璐和上官, 每天单挑打架, 此刻正笑呵呵地抱着诸葛胖胖看戏。 诸葛胖胖, 现在也大了不少, 估计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骑了。 上午课程不多, 没多久就到了放学时间, 少年们也和往常一样坐鸟收散, 各自回了小院。 不知不觉, 来到修仙者学院已经三个月了, 林小璐的修为还跟当初一样, 没什么变化, 对易经的顿悟也一直停滞不前。 不过好在现在的他依旧很强, 之前双将系第一个成为原因的少年就挑战过他, 结果不仅被暴打了一顿, 就连毛都被拔了, 残忍得一塌糊涂。 不过虽然有很多同龄人, 但对于舞者来说, 学院平静的生活还是太无聊了, 尤其是那种每天看着其他同学变强, 而自己无所事事的痛苦, 直令人脑瓜子疼。 翠绿小桥边, 林小璐跟往常一样起了小火堆烤鱼, 诸葛丹则蹲在一旁, 眼巴巴地看着。 帅帅鸭气着诸葛胖胖出去溜弯了, 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小璐, 今天范音班主说, 等学院所有人都成为原因以后, 学院就会安排咱们去一个叫大罗插天的秘境, 让我们在那里突破天人。 诸葛丹一边看着外焦里嫩的烤鱼, 一边期待地说道, 这几天, 洛前辈已经去找稀有的草药了, 准备给我专门做一个药语, 让我变得跟你一样强, 成为那个什么老牛逼竞,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那个秘境大杀四方, 听说那个秘境可比古月秘境厉害多了, 原因以下尽致必死。 文言, 专注烤鱼的林小璐瞥了他一眼, 然后略显无奈道, 你的内力越来越扎实了, 真羡慕你, 还有上升的空间, 不像我, 只不于此到现在。 哎呀, 你都那么强了, 还有啥不满足的, 上官的大葬金可让天地生灵失色, 结果不还是打不过你吗? 哎, 你不懂, 我这样牛逼的人, 向来都是高标准, 要求自己。 林小璐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 没打理身旁这傻兮兮的丫头。 这样下去, 无垢都快突破原因了, 自己还是不动, 就很难受。 万一哪天有人成为天人静了, 然后打败自己, 那自己会炸的, 说不定到时候人家过来报仇, 拔光自己的毛, 也说不定。 一想到这种恐怖的情况, 林小璐就怕得不行, 毕竟自己以后是要回凡间, 和阿宁成亲的, 到时候洞房花竹叶, 裤子一脱, 光溜溜一片, 阿宁会怎么看自己, 这是关男人的尊严啊。 不行不行, 自己得赶快突破逼王静, 然后问鼎逼神, 成为一代大佬, 不能被人拔毛, 那样太没面子了。 少年满怀心事, 哀声叹气地烤着鱼, 而就在他忧心冲冲时, 桥前传来了脚步声。 同学, 以后就住在这个院子旁边, 老师一会儿给你多开辟一个院子出来。 你来得突然, 要稍微等一下。 嗯嗯, 谢谢范英老师。 嘻嘻, 不客气。 听到声音, 正在桥上, 烤鱼的林小璐和诸葛丹同时抬头, 他们看到了熟悉的范英, 以及他身旁的冰糖而哄。 一声巨响, 正在房间内修炼的上官哈密瓜, 直接原地惊醒。 他一脸猛逼地飞出房间, 然后, 他就看到自己的小院旁边, 又出现了一座院子。 他梦了, 看着院子内正在和林小璐诸葛丹一起说话的白衣少女, 一时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特么什么情况? 见上官哈密瓜出来, 正准备收冰糖而做小弟的林小璐, 笑着对其摆了摆手。 上官你出来了, 冰糖而转来, 咱们双将戏了, 你有新邻居了。 冰糖而冲自己打招呼, 先是礼貌地回应一个笑脸, 随后上前拽住林小璐, 将他拉到一边皱眉问道, 这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呀? 就冰糖而上次离开谷月秘境, 以后就一直缠着他们戏主, 要求搬到咱们双将戏, 他戏主一开始不同意, 后来他就偷摸去找了仲弥先生, 不知怎的, 仲弥先生居然同意了, 然后他就转过来了。 上官哈密瓜听完, 瞬间火大。 上次在谷月秘境, 自己只是以为这姑娘脑子不好使, 因为一串糖葫芦就要以身相许, 没想到他居然来真的, 还特么赚了血。 他抬头对着林小璐怒目而视, 他是为你来的对呀。 你很高兴挺高兴的。 林小璐笑道, 正好我这几天, 面对你和诸葛丹两张老脸逆烦了, 现在来了的新朋友当然高兴, 放心, 我知道他缠我身子, 我不会同意的。 文言, 上官哈密瓜狠狠捶了林小璐腰子一拳, 呸, 渣男, 你这样做对得起等你一年的大唐女皇吗? 还烦我和丹丹? 这种不要脸的话, 你也好意思说, 我又没答应做他道理。 林小璐挠着脑瓜道, 再说我也没有理由不让人家来吧, 我说了又不算, 谁叫我优秀呢? 你特么不沾花惹草能死是不是? 上官哈密瓜快气炸了, 绣花鞋狠狠踩在林小璐脚上, 然后一个劲掐他腰上的肉。 远处的冰桃见到这一幕, 精致的绣眉皱了皱, 眼神茫然地对着诸葛丹问, 他们经常这样吗? 对啊。 诸葛丹笑哈哈地道, 小璐和上官每天都要打架, 这已经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了。 文言, 冰桃愣了愣, 随后白净的小脸变得有些不高兴起来。 小璐和上官同学, 是一对吗? 他扁着嘴问。 听到这个问题, 诸葛丹愣了一下, 随后他看了看冰桃的脸色, 立刻明白了他的误会, 顾搂着他的肩膀安慰道, 冰桃你别瞎想, 小璐和上官经常这样的,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不是一对。 朋友, 冰桃而雪白的毛子洗呆, 然后疑惑地看了看林小璐和上官哈密瓜。 这, 有点不太像朋友吧? 尤其是这个上官, 离林小璐那么近, 还掐他的脖子。 女孩的直觉, 让他本能地觉得有点不对, 而他也是有什么说什么的脾气, 继续问向诸葛丹。 我觉得上官同学, 好像很亲林小璐。 怎么会? 热情的诸葛丹大方解释道, 你想太多了, 他俩在凡间就是朋友, 然后小璐是有婚约的, 他为过门的妻子和上官也认识。 上官还答应自己的妹妹要照顾林小璐, 或许是因为这样, 他看到你出现才会生气吧, 毕竟心里再替朋友鸣不平。 听着这一番乱七八糟的话, 冰桃而雪白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猛逼。 这怎么听着? 好乱啊。 看着眼前正在被上官哈密瓜跳起来拍脑壳的少年, 他清冷的神情第一次变得有些落寞。 自己遇到你还是太晚了吗? 你居然都有那么多姑娘喜欢了。 唐葫芦这个东西, 我真的好久没吃过了, 冰桃你居然带了这么多来天上, 真是有仙剑之名。 梁衣上, 林小璐吃着冰桃给自己的唐葫芦, 对着正在给自己捶腿的冰桃笑道, 其实你不用给我捶腿的, 我回凡间以后就要澄清了。 你也赶紧找个如意郎君吧, 别耽误了自己。 此刻, 林小璐所在的小院隔壁, 上官哈密瓜坐在梁衣上一边偷听一边愤愤不平, 快让他滚啊, 你不是很会打人的吗? 你锁他猴啊, 你要是真敢答应他, 让他做你小妾, 老娘就咽了你, 砍不动就拿句子去。 院内, 冰桃一边给林小璐捶腿, 一边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我明白的, 不过, 我想等你下凡成亲以后, 我再离开。 说完, 他抬起头看着林小璐, 也算失了了我一桩心事, 可以吗这个, 林小璐挠了挠头, 显得有些无奈, 姑娘我跟你说哈, 你这样会让我觉得很奇怪的, 有意义的事情, 糖葫芦虽然甜, 但终究是过去的甜, 你应该多看看未来的甜。 说完, 不好意思再接受少女殷勤的林小璐, 阻止了他捶腿的动作, 一本正经道, 我不相信, 你是因为喜欢我才想跟我在一起, 所以, 你现在做的是没有意义的事, 或许小时候的, 我做了件好事, 但我可从没指望过, 你会报答我。 杨先生说, 人性本善, 大部分的人在能力范围之内, 都是愿意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的,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说完, 林小璐对女孩伸出了手, 真诚笑道, 咱俩可以做个朋友, 你叫我一声大哥, 以后无聊了我带你出去砍人, 不是给你吹, 好多人做梦都想被我砍, 尤其是恶人。 树下, 看着面前白金的手掌, 冰桃有些迷茫地抬起头, 然后, 他握住了林小璐的手, 大哥, 林小璐面色一喜, 以为这姑娘同意了, 刚想教她一些道上的黑话, 冰桃就再次开口道, 我做你小弟, 以后你要是看你成亲的女孩不顺眼了, 你再让我做你道理, 好不好所以说, 长得好看, 心地善良, 实力强大, 还会吹牛逼, 会收保护费, 拥有各种特殊才华的少年, 是非常吸引人的。 这一点, 林小璐有很深的体会。 夜晚时分, 他躺在凉椅上, 抱着帅帅鸭, 一脸唏嘘, 鸭子, 你大哥我从一个小山村出来, 闯荡休闲界, 一步一个坑地走到今天, 现在如此受女孩欢迎, 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 怀里的帅帅鸭睁开眼, 好奇猜测道, 小人得志, 林小璐, 是英雄不问出处, 帅帅鸭, 你能不能不要瞎用成语。 少年一脸气愤, 鸭子哈哈笑了笑, 随后点着头夸赞道, 老大你, 虽然不着调, 但确实是做过英雄的, 神舟烽火的时候, 你为天下生灵做了很多好事。 那是, 林小璐骄傲地躺在凉椅上, 一摇一摇地哼道, 你大哥, 我虽然看的书没有你多, 但还是很讲道义的, 尤其我们这种出来混的, 不做好事怎么行, 说起来, 我一天不做点好事就会难受, 晚上还会睡不着觉。 扑哧, 哈哈哈哈, 帅帅鸭, 忍不住笑出了声。 场中, 林小璐继续说道, 我今天跟冰桃聊了聊, 发现他, 其实人还挺不错的, 他当年被他太祖带走以后, 就开始没日没夜地修行, 不过他说自己并不喜欢修行, 还是喜欢在凡间, 修行的日子对于他来说并不快乐, 只是被太祖寄予了厚望, 而不得不修。 文言, 帅帅鸭点头, 是这样的,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 注定了对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不同, 这可以理解, 其实修仙界也是如此, 并不是所有人都渴望长生大道的, 长生大道, 摆脱六道轮回之苦, 只是一个大部分人的理想, 并不能代表全部。 对, 就是这样。 林小璐非常赞同的道, 我们以德夫人帮里面, 很多人都是如此, 像昆仑的周离, 他想将一生奉献给正义, 做一名正义的好男儿, 龙门的夜命, 他只想咸云野鹤的钓鱼, 还有尘儿愣子, 修行是为了成为天下第一见修, 除魔未到, 汤圆是为了炼制出一枚, 真正惊天地气鬼神的丹药, 花蝴蝶只想吃好喝好睡好玩好, 所以, 每个人的理想, 目标, 未来等都不一样, 都特娘的是人才。 说完, 少年看着金黄色的天空笑道, 而我作为舞者, 长生大道从始至终就与我不相干, 我的理想, 就是和我妹妹一起, 带着兄弟们过一个精彩, 有趣, 永远开心的人生, 为今后年迈时, 多创造些喝酒的谈资而已。 思南界, 凡间, 某不知名山脉, 身穿青色道袍的李明如, 看着面前已经风化的墓碑, 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温柔。 远处, 叶青鸾一边啃着苹果, 一边默不作声地看着她, 一人一焚, 千里长山, 如此安静, 不可扰。 不知过了多久, 李明如叹了口气, 落寞转身, 喝了口酒。 昨儿小巢给我传了道神识, 神识中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文言, 叶青鸾吃苹果的动作一停, 随后愤愤不平道, 她又想怎么着就不能放过你说完, 气愤的叶青鸾紧张地看着李明如道, 她要是敢动你, 我就带着整个峨眉和她拼命。 李明如? 她无奈地笑了笑。 梁九, 她问道, 师姐, 孙唐亮研究出逆灵丹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 叶青鸾决战尴尬地摇摇头, 小嘴一边啃苹果, 一边沮丧道, 我把始祖留下的丹方给她了, 可是都过去几个月了她, 还是一点思路没有, 真是气人。 场中, 叶青鸾一脸郁闷道, 当年咱们的赤眉始祖, 是穷华先宗最有天赋的炼丹师, 整个神州, 也只有咱们峨眉, 还有正统的炼丹绝学, 其他宗门的炼丹术, 都是跟咱们学的, 可现在却终究不断没落, 始祖留下的丹方别说炼, 看都看不懂了。 说完, 叶青鸾看向李明如, 你天上朋友那么多, 就没几个会炼丹的文言, 李明如摇了摇头。 炼丹这种事, 所涉及的学问实在太多, 晦涩难懂不说, 且大多是为他人做嫁衣, 又有几个愿意放弃长生大道不走, 却耗费大量时间, 学习旁门的, 反正据我所知, 天上的炼丹师, 所有的也只是材料上的更加丰富, 而炼丹的本质手段, 却是与咱们鹅梅差别不大, 有的甚至还不如孙唐亮。 听到这话, 叶青鸾顿时更加郁闷了, 他明白李明如说的是事实, 因为鹅梅的炼丹术本就来自于天上。 数千年之前, 穷华先宗被域外吞噬, 鹅梅始祖赤梅, 蜀山始祖太清, 龙门始祖白龙, 三位前辈不得不供下凡间, 创立三宗, 其三位始祖更是分别携炼丹术, 御剑术, 阵法一同下凡。 然而到了今天, 鹅梅的炼丹一脉日渐凋零, 人才难出, 龙门的阵法也不断没落, 现如今, 唯一还保存完好的, 只有蜀山。 至少相比于龙门和鹅梅, 蜀山太清始祖留下的的南鸣里火箭, 偶尔还能被司徒掌门拿出来耍耍, 听说现在也找到了一个叫谭松磊的传人, 有望沟通南鸣里火箭。 可龙门白龙始祖留下的上古阵法, 以及鹅梅始祖赤梅留下的上古丹方, 却一直找不到传承者, 这怎能不叫人郁闷? 山脉之中, 李明如看着面前一脸郁闷的叶青鸾, 无奈地笑了笑。 师姐不必担心, 没有逆灵丹也没关系, 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可另寻她法。 说完, 她便再次取出酒葫芦, 准备饮酒, 可刚抬起葫芦, 面前的叶青鸾忽然顿住。 场中, 叶青鸾一动不动睁着眉目, 李明如一见便知是有人在给她传音, 刚想问问怎么了, 面色的叶青鸾忽然激动起来。 师弟, 孙唐亮传音给我了。 李明如微微一愣, 哦她怎么了面前, 少女模样的叶青鸾忽然尖叫一声一把抱住李明如, 惊喜万分道, 她说她的弟子汤汉青好像看出了逆灵丹的傲义。 师弟, 你有救了。 李明如被叶青鸾抱着的李明如拿着酒葫芦, 一时间满脸呆滞。 她脑海中出现了那个眨巴着斗鸡眼的少年, 不知为何打了个哆嗦。 明明是应该高兴的事情, 不知为何, 此刻的她却一点高兴不起来。 那小子看出了逆灵丹的傲义, 呃, 可即便她真练出来了, 自己敢吃吗? 李明如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不知为何, 她忽然觉得汤汤员练制出的丹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此刻, 守人间正到三百年, 从不知什么是恐惧的李明如, 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 峨眉, 耀元风, 汤圆坐在浴室桌边, 看着手中不明才智所作的丹荒,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在她身后, 于楚楚等一众恋丹师都期待地看着她, 而她的师父, 孙唐亮, 此刻正在给她捶腿。 好徒儿, 你真看懂了这丹荒一把年纪的孙唐亮满含期待地问? 被师父捶腿, 汤圆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等种种情感的斗鸡眼深深斗在了一起。 过了许久, 眉头紧皱的她才终于缓缓点头, 师父, 这丹方玄傲至极, 要想看懂, 需要一些想象力。 想象力三个字一出, 要原弟子们纷纷哆嗦了一下, 其中于楚楚更是一连哆嗦了好几次, 他们仿佛都想起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就连孙唐亮也微微打了个寒颤。 而后她强行压下心头恐惧, 询问道, 好徒儿, 你需要什么就去跟为师说, 为师打断腿, 也给你找来。 听到这话, 汤圆摇了摇头, 师父, 用好的材料练出好丹, 那不叫本事, 用普通的东西, 画符朽为神奇, 那才叫本事。 说完, 眉头紧皱的少年忽然起身, 斗鸡眼一凝, 大手一挥, 来人啊, 取本作的鼻屎来, 起炉练丹。 冰坛是一个很懂事的姑娘, 刚开始, 林小璐以为她会和当初的阿赫一样, 隔三差五就来烦自己, 结果发现根本不是, 自从上次跟冰坛儿把话说清楚以后, 这姑娘出现的频率就少了很多, 跟诸葛丹差不多, 还没上官哈密瓜在自己面前晃悠的情。 所以, 林小璐对她的感觉还是比较友善的, 毕竟谁会讨厌一个知道分寸的女孩子呢? 而且, 她对诸葛胖胖很感兴趣, 可能女孩都会喜欢胖乎乎的小动物吧? 此刻她就蹲在院子里, 拿着冰坛葫芦为诸葛胖胖, 诸葛丹则在一旁练席轮大锤。 坐怀不乱, 有真君子风范, 下凡以后, 我就跟江宁夸夸你的好。 面前, 上官哈密瓜美滋滋地夸奖道, 切林小璐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然后继续看着手里易经的抄本。 她这几日一直在学习易经里的挂数, 而且颇有心得, 她觉得用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去忽悠人给人算命了。 书下, 石桌边, 少年看了会书, 随后突发奇想, 对面前短头发的可爱少女招呼道, 上官, 把你的手给我, 我给你算一挂, 你那点三脚猫的手段还算挂, 得了吧。 上官哈密瓜一脸不幸地伸出左手, 男左女右, 你伸右手。 上官哈密瓜听话地伸出右手, 并撅着小嘴道, 你不许占我便宜。 放心, 我去摸头驴都不会摸你。 说完, 林小璐就打量起上官哈密瓜的手。 有一说一, 上官哈密瓜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手还是很可爱的, 她的手很小, 但却是整体上的小, 并不是说手指短, 相反, 手指和手掌的比例很好, 称得上是娇小可爱, 而且白白嫩嫩地, 给人一种柔弱无骨, 可直接握在手心里的感觉。 林小璐上下打量了一会儿, 这可爱的小爪子, 然后一脸认真的道, 你, 我怎么了少女好奇询问? 你要死。 林小璐眼瞼一概地回答道, 你会吃屎噎死, 不过不会很快噎死, 而是噎在喉咙里, 上上不来, 下下不去, 如此反复折磨半年才死。 此话一出, 眼见少女要发飙, 林小璐连忙笑道, 开个玩笑哈, 一经理并没有交看手相的, 不过里面有交通过铜钱, 或者王八壳判断急凶的。 你有铜钱吗? 上官哈密瓜撇了撇嘴, 从那戒里, 掏出几枚铜钱。 林小璐猛了, 你还真有你哪来的铜钱 就之前在凡间玩的时候, 我去买东西, 然后店家找钱给我的呀。 上官哈密瓜说道, 我本来不想要, 但人家坚持, 我也不能伤了人家自尊。 此话一出,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即高看了上官哈密瓜一眼。 他觉得, 作为魔道, 上官家的人其实三官还都挺正的, 虽然平时看起来凶神恶煞, 疯疯癫癫, 杂杂乎乎, 但大多数时候, 比许多正道中人都更懂得尊重人。 拿过六枚铜板, 少年一本正经地笑道, 接下来, 你可以随便问我一件事情, 然后, 我给你算这个事情的吉凶。 什么都可以吗? 上官哈密瓜好奇。 对, 什么都可以, 问吧。 那我要问我, 什么时候能长到跟你一样高? 你看看, 希望大不大。 闻言, 林小璐便将铜板捧在手心里颠簸起来, 像个小神棍一样, 一边颠, 一边闭着眼睛念叨, 天零零, 地零零, 花蝴蝶你快显零。 上官哈密瓜, 摇了一阵, 然后哐当。 一声甩下铜板, 六枚铜板落在桌面上, 四仰八叉, 呈现出不同的方位。 怎么样算出什么了? 上官哈密瓜好奇询问。 林小璐看了看铜板, 越长越矮, 最后长得还不如一根毛肠。 上官哈密瓜。 林小璐, 你故意的。 气炸了的上官哈密瓜狠狠踢了他一脚, 然后一把扑了上去, 揪住林小璐的鼻子就开始拍他的头。 林小璐也不甘示弱, 一拳把他打得鼻血直流。 远处, 帅帅鸭, 诸葛丹, 以及冰桃等人鸭看了一眼, 便习以为常地继续做自己的事。 学院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陆续过着, 而越往后, 学生突破原音镜的速度就越来越快, 几乎每隔几天班内就会有人突破, 整个学院更是一天突破好几个, 如此的突破速度堪称恐怖,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整座学院还未突破至原音的人便寥寥无几, 这其中就包括金哲系的小玉儿, 以及丽秋系的无垢。 而距离初入学院到现在, 不多不少, 已经足足过去了半年之久。 此刻, 金哲系主电之中, 小玉儿捧着下巴, 趴在一方黑白交错的棋盘上, 一脸无聊。 在他对面是正在冥思苦想的枯木道长。 枯木爷爷, 您想好了没啊? 您已经半个时辰没落子了。 闻言, 枯木道长老脸一红, 咳嗽了一下道, 老夫只是在思考, 落哪一子, 可以砍掉你这小丫头的大龙。 小玉儿不懈地撇了撇嘴, 还砍掉自己的大龙呢? 你落哪一子都输定了好吗? 他一边等着枯木落子, 一边扶着下巴无聊道, 枯木爷爷, 过几天就要去大罗插天了。 您可以告诉我, 那是个什么样的秘境了吧? 枯木指尖扣着一枚薄薄的黑子, 一边倾扣气盘, 皱眉思索, 一边随口道, 急什么? 那大罗插天老夫也未曾进去过, 是纵横前辈新开发的秘境, 只听说难度很大, 机缘很大, 空间也很大, 别的老夫就不知道了。 那别的同学都原因了, 就我还是结单, 回头哥哥看到我, 会嫌弃我的。 小玉儿闷闷不乐地瞅了眼枯木, 小声嘀咕道, 我的境界一直被您强压着不让上去, 这算什么事吗? 面前, 明思苦想破局之法的枯木苦笑了一下。 实际上, 他也不知仲尼先生为何要强行压制小玉儿的境界, 自己和小玉儿接触半年以来, 对这丫头自认也是比较了解了。 小玉儿是个很好说话也很乖的孩子, 只要别人不主动招惹她, 或者招惹她以后跟她道歉,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 而且, 她对身边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也很仗义, 时不时地就会把一起二字挂在嘴边。 这样的一个丫头, 也只有被人惹了, 忍不住动手的时候才会变得有些极端, 但本质上还是不错的, 她自己也觉得没必要太关注小玉儿, 可仲尼先生却总说小玉儿有骨子煞气, 非让自己逼她学道葬, 现在小半年过去了, 这丫头不知学了多少道葬, 读了多少经卷, 还学了琴棋书画这些修身养性的东西, 现在下棋都比自己厉害了, 可仲尼先生却还是觉得不够。 每次仲尼先生来, 只要看到小玉儿, 她就会摇着头说, 煞不尽, 煞不尽。 这让枯木这个做老师的都替自己学生觉得委屈。 看着面前乖巧可爱的小丫头, 枯木终于落下一子, 随后慈祥安慰道, 小玉儿天生聪慧, 绝无仅有, 仲尼先生会有安排的。 说完, 他拱手一笑, 好了, 老夫输了。 文言, 快要十六岁的小玉儿可爱地冲枯木道长一抱拳, 甜兮兮地笑道, 枯木爷爷承让。 双将戏, 斗法电广场, 看刀。 一声怒吼, 硕大的大根青铜器挤挥出一道长浪, 一瞬间, 数千道透明细丝如同暴雨般扩散, 生生击碎上官哈密瓜的黑色魔器, 将他整个人打飞出去。 看着可爱的少女脑瓜着地, 林小璐傲娇地哼了一声, 然后暗自喘息了一下。 这姑娘成长得也太快了, 自己又一直停滞不前, 现在自己对付她都要用大绝招了。 场中, 额头摔得通红的上官哈密瓜从地上爬起, 一旁的诸葛丹想上前安慰, 她则摆了摆手表示自己没事, 并气鼓鼓瞪了林小璐一眼。 自己下一次一定打败着沙比, 反正她的舞蹈也走到头了, 自己迟早会打败她的。 看着那宛如魔神一般的持刀少年, 少女眼中的战意越来越浓。 林小璐真的很强, 非常强, 不愧为亲手斩杀天皇的男人。 不过即便她再强, 自己也绝不会服输的。 而且自己能感觉到, 自己和她的差距正在飞速缩短。 哼, 等本姑娘在大罗插天突破天人镜, 立马教你做人, 让你以后跪着跟本姑娘说话。 鄙视台边, 围观的学生们看着吊爆了组合窝里斗, 一个个惊为天人, 落无尽则坐在主位上, 翘着二郎腿, 脑海中回想着林小璐刚才全力的一刀,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同样的年纪下, 没有人是这孩子的对手, 当年的李明如也不行。 还有谁想去挑战林小璐的她问? 整个双将系五百元英少年少女, 军鸦雀无声, 一个个低着头, 不敢吱声。 场中, 林小璐见到这一幕高兴地眉开眼笑, 将大羹青铜器收回手镯, 随后双手一倍, 尽显大佬之姿。 见到如此装逼的一幕, 落无尽也没有说什么, 觉得理所当然。 强者不装逼, 怎对得起一身苦修来的记忆, 反正当年李明如也是这么装的, 自己当年还崇拜得要死, 觉得好酷。 往事回手, 她不自觉抿了名嘴, 随后起身, 看着面前所有人道, 大罗刹天开启在即, 那里是真正的通天秘境。 而等进入以后会经历许多生死磨难, 但机遇、机缘, 往往也伴随着这些磨难一同出现, 而等一定好好把握机会, 争取突破原因, 位列先班。 文言, 所有学生点头称是, 落无尽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再次看向林小璐, 本作只要第一, 小璐, 你明白的吧, 师娘放心。 林小璐高声笑道, 我一定努力, 在秘境中领悟一惊, 抢夺一切机缘, 争取突破至逼亡境。 此时, 同样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所有戏中。 历秋戏, 斗法殿堂的擂台中, 绑着黑色绷带的阿姨手持竹中箭, 看着场下被自己连续打败的二十八位元英少年, 缓缓掏出了鸡腿。 吴构则一边, 给这些少年少女疗伤, 一边温柔询问他们的情况, 师主, 痛不痛施主? 你还好吧施主, 伤得有点重, 要不哭出来吧, 别硬憋。 所有被打了一顿的少年, 均是面色古怪, 尴尬不已。 除此以外, 其他戏的龚阳夏木, 刘伯阳, 赵木木等人的情况也都差不多, 无一例外都在比试。 后天就是大罗插天开启的日子, 对于这个传说, 拥有突破天人机缘的秘境, 每个人都在卯足了进修行。 当天夜晚, 修仙者学院, 桃花园, 黎巴院, 孔仲尼坐在石桌边, 看着面前的一杯茶水, 若有所思。 茶水清澈见底, 给人的感觉很甘甜。 孔仲尼面前坐着一位老者, 看起来比孔仲尼还要苍老一些, 穿着也不特殊, 皆是普通衣物。 此刻这位老者正一动不动地静坐着, 浑浊的目光也安静看着孔仲尼。 孔仲尼看了茶水一会儿, 询问道, 纵横前辈这次去域外, 有何发现老者摇了摇头? 老夫横跨时空无尽,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入目皆知有一望无际的死寂。 说完, 他叹了口气, 问道, 孩子们修行得如何了? 托前辈留下福禄的福, 孩子们修行速度之快, 匪夷所思, 现除了特殊几人以外, 其余的孩子已全部突破至原音镜, 堪称创世之举。 文言, 纵横道人显得很欣慰, 笑着点了点头, 那就好啊, 天地灵气本是凡间信仰所生, 就应该归于凡间, 现在有了这些新生力量, 以后天上一定可以镇压欲外, 而且这人数一上来, 迟早会有第二个李前辈出现。 孔仲尼赞同地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一眼面前的前辈, 道, 前辈, 小朝的万法归零, 就要突破至圆满了。 前辈可曾知晓听到这个消息, 纵横的神情并未露出什么意外, 反而随和地笑了笑, 无妨, 不碍事。 见纵横并未将穆昭哥放在心上, 孔仲尼有些欲言又止, 不过终究没再说什么。 他看了眼面前的杯中茶水, 端起来一饮而尽。 不久, 两日后, 老实说, 对于秘境这种东西, 林小璐是很喜欢的, 因为每一个秘境都不一样, 会给他足够的新鲜感和冒险感。 尤其这次的秘境大罗差天, 听名字就很有逼格。 而且, 连落无尽这样的大能, 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无疑更加重了林小璐的好奇。 他昨天甚至和诸葛丹一人, 准备了一个超大号的麻袋, 就准备进去以后, 用来装宝贝。 这日清晨, 还很早的时候, 林小璐便从梁蚁上睁眼, 智慧的眼眸中满是激动。 他先是大笑一阵, 把怀里的帅帅压下醒, 然后轻车熟路地走到院墙, 从当初自己一头撞碎的大洞中穿梭而过, 来到上官哈密瓜的小院, 接着轻车熟路地进屋, 并一拳把他打醒, 然后跟他要一颗洗尘单符下。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闲熟地令人心疼。 屋内还没完全睡醒的上官哈密瓜 一边打着哈欠擦鼻血, 一边不耐烦道, 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还没到去学堂的时间呢? 我激动呀, 都多久没有出去玩了, 不知不觉咱们来学院都半年了。 林小璐笑嘻嘻地 往少女旁边的铺垫上一坐, 然后看着少女擦鼻血。 擦完鼻血, 上官哈密瓜两只胳膊撑在身后, 光溜溜的脚丫子 交叉叠放在前面的一块铺垫上。 看着自己一动一动的脚趾, 她忽然有些恍惚。 是啊, 来学校都半年了, 再过半年就要回四南界了。 她忽然发现时间过得好快, 一眨眼半年就过去了, 可为啥自己感觉来学校的日子就在昨天, 班内的同学都还没认全呢? 少女扭头看了看, 正在给帅帅压梳毛的林小璐, 心里忽然觉得有些吃味起来。 再过一段同样短暂的时间, 自己和这家伙就要回家了, 自己可以见到傻狗弟弟和妹妹, 见到爹和娘。 而这家伙也要和大唐女皇成亲了。 看着林小璐没心没肺的样子, 她忽然觉得心里酸溜溜的, 不过她没表现出来。 而是趁着时间还早, 装出一副随意聊天的模样问道, 你再过半年就要和江宁成亲了, 你开不开心开心啊? 林小璐一边摸帅帅压的丫头, 一边美滋滋地道, 我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好相公的, 有我在, 谁都欺负不了阿宁。 除此之外呢, 上官哈密瓜撇了撇嘴, 做相公所需要的不只是武力上的强大吧? 那还需要什么需要的有很多啊? 上官哈密瓜如鼠夹真的掰起手指头, 一个个地鼠道, 你看, 你是嫁过去的。 你那个小女皇又是个大忙人, 每天要处理国事, 那你每天不得多照顾人家, 至少也得亲自下厨给人家做好吃的吧。 啊, 不用这么麻烦吧, 王宫里面有御膳房的。 那能一样吗? 上官哈密瓜宁了她一下, 瞪着大眼睛道, 哪个女孩不希望被自己的相公呵护的? 而且, 你作为皇后, 今后要帮助自己的妻子治理国家, 等你和姜宁有了孩子以后, 你还要像妻轿子, 让她可以尽心尽力地做个好皇帝。 上官哈密瓜,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小嘴巴达巴达, 说着林小璐应该做的事情, 只把林小璐说得一个脑袋三个大。 而怀里一直默不作声的帅帅鸭, 也不知何时睁开了眼, 瞥了一眼喋喋不休的少女。 只看了一眼, 帅帅鸭就再次闭眼, 只是嘴角意味深长的遗窍。 许多人做过最动人的事, 就是告诉心爱的人如何去爱别人。 这是只有情窦初开的少年人, 才会做的傻事。 屋内, 少女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对着林小璐一阵喋喋不休, 搞得林小璐烦得不行, 而林小璐越烦, 上官哈密瓜却越生气。 此刻的她并未发现, 自己对林小璐的所谓照顾 早已经超过了正常尺度。 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自己此刻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更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变得如此。 也只有见多识广, 纵横压场多年的帅帅压, 才能够明白她此刻内心那细腻复杂的女儿心思。 上午时分, 修仙者学院, 无尘殿前, 一万多名少年按照24个戏脉, 站成巨大的方阵, 林小璐, 上官哈密瓜, 诸葛丹, 冰塔尔等人都在, 一个个听着前方的仲尼先生说话。 林小璐听了一阵, 觉得无聊, 跟往常一样, 继续研究起面前上官哈密瓜的脑壳。 好在仲尼先生没说多久, 宣讲人就变成了见校以来从未露面的纵横道人。 相比于没啥架子, 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孔仲尼, 纵横道人这位政院长, 对于学生们来说, 无疑非常神秘, 开学半年了, 今天才第一次露面。 而他一出现, 也立刻引得全场少年, 纷纷好奇张望, 林小璐也伸长了脖子张望, 不过望了两眼, 他就没啥兴趣了, 他觉得纵横道人长得挺普通的, 没啥特别。 前方, 纵横道长具体讲的啥, 他也没听, 全程盯着上官哈密瓜的脑瓜研究, 一边研究, 一边嘖嘖称奇, 这脑瓜怎么就能长得这么圆该不会是上官小时候长脑瓜, 是被他娘拿碗扣上去长的吧? 嘖嘖, 果然还是有娘好, 自己要是有这么圆的脑瓜就好了, 走出去一定骚气。 过了一阵, 前方的纵横道人说完了话, 随后便在所有人面前冲天抬起一指。 下一刻, 一道圆形的图画自天空中迅速展开, 几乎笼罩整个天空, 紧接着, 场中少年们便一一惊呼, 冲天起, 陆续被吸入银白色的山水图画之中。 这一切来得还挺快的, 让没认真听讲的少年吓了一跳, 他抱着鸭子, 看着周围的同学和自己一同上天, 和大伙打着招呼。 随后他低头往下一看, 发现地面上的洛乌镜正站在一众戏主和班主中看自己。 少年向洛乌镜挥手, 大声笑喊, 师娘, 我一定给你拿第一, 你等我。 向来高冷的洛乌镜, 见到这一幕愣了愣, 然后犹豫地看了看周围其他戏主, 最终抬起手, 面无表情地朝林小璐挥了挥。 要说秘境, 林小璐也去过两个了, 一个是凡间秘境黄天蜃楼, 另一个是天上秘境古月。 而要是说秘境的名字和逼格, 大罗差天则要比这两个不知高出多少, 再加上洛乌镜等大能都不知道这大罗差天里究竟有何, 顾其神秘程度也甩了黄天古月不知多少条街。 也因此, 在进入这个秘境之前, 林小璐就一直很好奇, 这逼格满满的大罗差天究竟是怎样一副天地。 此刻, 进入以后的他终于见到了, 嗯, 挺一般的, 没有想象中经验。 炽热的骄阳照耀在无边无际的金黄沙漠上, 林小璐抱着鸭子孤身于沙漠, 和自己的影子一起猛逼望着面前巨大的佛头雕像。 这是一个足足有小山那么高大的佛头, 有没有身子不晓得, 因为这佛头大半个都埋在滚烫的黄沙之下, 即便有身子也看不到, 只在外面斜着露出半张脸, 其露出的一只独眼正居高临下, 看着渺小的少年。 少年抱着鸭子, 看了看太阳, 环顾一圈, 然后又看了看面前的佛头。 帅帅鸭, 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佛头雕像? 你帮我看看, 这是什么佛? 面对林小璐问出的两个问题, 帅帅鸭一一解答道, 这个佛像目前我还看不出来, 有佛像帅帅鸭想了一下后道, 很多传说典故里都有罗刹二字, 佛经里一般也有罗刹, 罗刹天, 十二天之一, 天龙八不中的天众分支, 可能和这个有关吧。 说完, 帅帅鸭抬头看向林小璐, 老大, 这个大罗刹天不简单, 你要小心一些, 罗刹在佛教里是恶鬼的意思, 还是食人心肺的恶鬼。 他鸭吃一盏, 指着眼前小山一样的巨大佛头道, 这可能不是雕像, 而是一尊佛, 只是被罗刹吃的只剩一颗头颅, 然后丢在这里了。 林小璐, 烈日灼烧的阳光下, 林小璐被帅帅鸭的话, 吓得背后有些发凉。 这个罗刹好掉, 居然连佛都吃, 就是不知道他敢不敢吃汤圆的丹药。 绕过巨大的佛头, 少年一只手抱着鸭子, 随后身子降低, 摆出一个准备奔跑的姿势, 帅帅鸭健壮, 也连忙将身体缩起来, 鸭齿死死抱住脑瓜, 防止一会儿惯性太大, 自己的脖子被刚锋吹断。 不久, 剑帅帅鸭准备好了, 林小璐变轰, 得一声飞奔出百米之外, 速度之快竟掀起了一场小型沙尘暴。 哈哈哈哈, 我全力跑起来好快啊。 狂风急事之下, 林小璐的长发被吹得仿佛黑色绸带一般, 四处飞舞, 露出光洁的额头和干干净净的脸, 整个人大呼小叫着横冲直撞, 而帅帅鸭则躲在他怀里一个劲地捂着脑袋, 也不说话。 没办法, 速度太快引起的风浪声太大, 他又不像林小璐中气那么足, 说话的声音会被风声盖住。 此刻, 林小璐以每秒一个百米的速度全力冲刺, 一气呵成, 毫不停歇地冲了半个时辰, 速度丝毫未减, 整个人不知疲惫地狂冲, 身后因为急跑掀开的尘土, 更是高达数十丈, 快得惊人。 好久没有跑这么过瘾了, 吼吼吼吼吼清脆的笑声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中响彻, 而正当少年准备就这么跑出沙漠去找找其他人时, 异象突起。 只见原本平静的沙漠地表忽然一个暴涌, 五根黄铜色的巨大石柱冲天起, 带着流沙将飞奔到一半的少年握住。 哄, 磅礴厚重的巨响传来, 一个身高打百丈的黄铜巨人从沙漠中缓缓起身, 这巨人全身金黄, 面容如恶鬼般争鸣, 火焰状的金色头发正在脑后随风飘舞。 此刻, 他从沙漠中坐起微恶的身躯, 满身的黄沙大片大片地从身上落下, 仿佛瀑布一般, 直将地面轰杂地沉来四起, 从远处望, 就好像一个金色巨人坐在厚重的云朵上一般。 忽发出一道长长的身影声, 黄铜巨人看了看紧握着的右拳, 然后口中发出一道沉闷的怒吼, 其气浪都能将下方的尘埃吹散, 恐怖如丝。 可下一刻, 紧握着的黄铜色右拳指缝中忽然微微一亮。 巨人疑惑, 正要细看, 谁曾想无数道细丝突然从指缝中飞出。 吼。 巨人吃痛一吼, 轮起几十米长的左臂一甩, 同时张开了遍布刀痕的手掌。 阳光下, 抱压持刀的少年从巨掌中跃出。 老大小谢, 这怪物是原鹰剑。 哦, 那感情好。 半空中, 少年长发缭乱, 意气奋发地看着头顶巨大的金色恶鬼面容。 笑道, 说起来, 我好久没跟人打过架了, 一直都在用刀, 搞得我都快忘记拳拳到肉的感觉了。 帅帅鸭, 下一秒, 林小璐的身姿陡然在空中一转, 大根青铜器随着她的旋转, 嗖。 得一声, 整个没入手镯光运之中, 随后林小璐就落在了巨人手臂上。 被她一只手抱在怀里的帅帅鸭都吓猛了, 连哭带嚎地大喊, 林小璐, 你先放我下去。 我怕死。 惨叫声放出, 回应她的却只有战斗狂林小璐长长的吼吼吼吼吼吼吼声。 骄扬之下, 少年从巨人的手臂中一个飞跃, 整个人飞到和巨人头颅同样的高度。 猙獰的巨人对着她厉声咆哮, 吼吼吼。 少年不服, 对着她吐出舌头, 掠掠掠掠。 随后, 少年便对着巨人猙獰的恶鬼面容在空中旋转, 摆身, 抬腿, 飞踢。 老实说, 大罗插天的难度确实要比古月秘境难上很多, 至少吼吼是这么认为的。 一方面是大罗插天里面的怪物好像特别多, 当初她在古月秘境遇到第一头怪物, 那都是进入几天以后的事了, 可是大罗插天不同, 自己才进入第一天就遇到了一头僵尸。 其实, 如果只是普通僵尸, 吼吼倒也不怕, 毕竟她的佛门灵法还是比较克制僵尸的, 可奈何这僵尸很不一般, 是非常少见的飞僵, 还是原因尽的飞僵。 此刻, 身穿白色僧袍的无垢, 一边在无尽的黑色森林上空飞行, 一边拨动着佛珠, 并对身后颈椎不舍的僵尸劝道, 老施主, 这一路飞来, 小僧已经给你, 背了两遍地藏经, 三遍心经, 一遍大斑涅槃经, 老施主还是放不下心中执念吗? 这样吧, 老施主若是不嫌弃, 可以把你的冤屈说给小僧听, 只要施主不咬小僧, 小僧是愿意做施主的朋友的, 绝不会因为施主是僵尸就看不起你, 还请施主相信小僧的人品。 嘶吼, 浑身冒着黑色浓烟, 仿佛骄尸一般的僵尸裂开血口, 对着不断逃窜的无垢, 历声嘶吼。 无垢? 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无垢感觉这位老施主, 好像越来越想咬自己了。 第一次尝试超度僵尸这种不入轮回之物的东西, 他也没啥经验, 只好继续边飞边尝试道, 老施主是不喜欢听佛经骂, 实不相瞒, 道藏真言, 小僧也是了解过一些的, 要不, 小僧给老施主背一段太上洞玄灵宝就苦秒经, 或者随愿往生咒吼。 凄厉至极的声音乍裂般响起, 音量比至先前更加凄厉恐怖, 无垢也被这僵尸的嗓门吼得一愣, 他看了看越飞越快的僵尸, 知道自己就快被老施主抓住了, 只好苦涩一笑, 然后默默从那界中掏出一枚金刚柱, 并将柱奸对准自己的眼睛。 可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发现, 好像不对。 小时候, 自己和小鹿施主, 僵尸主, 上官施主, 鸭施主一起游历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僵尸, 那时候鸭施主就说过, 被僵尸杀死, 会感染尸毒, 然后也变成僵尸, 最终会危害人间。 那如果自己自尽送给这位老施主吃了, 自己的肉身, 岂不是也会变成僵尸那样, 岂不是会害了其他人? 罪过罪过。 少年小和尚, 一时间有些进退两难, 他思虑许久, 最终不得不收起金刚柱, 然后无奈地看了一眼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僵尸。 老施主, 真是拿你没办法。 无够无奈转过头, 似是在心中做了什么难以启齿的决定一般, 重重地叹一口气, 然后看着前方无边无际的黑色森林, 张口大喊, 救命啊! 有位僵尸施主要吃小僧, 一声巨响, 金色的巨人头颅冲天而降, 在沙漠中砸出冲天的深坑, 而整个右拳鲜血淋漓, 左手抱着帅帅鸭的林小璐, 则站在头颅的额头位置, 踩着其巨大的头颅一同落地, 掀起冲天的黄沙。 呼! 太爽了! 少年畅快笑道, 赤手空拳, 打死猿鹰妖兽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怀中, 石头快吓喷出来的帅帅鸭 他瞥了一眼林小璐血流涌住的右手, 不懈地撇了撇扁嘴。 不知道疼的疯子, 手指骨都用力过猛打骨折了吧? 不久, 大战结束的林小璐, 从树袋上抽出准备装法宝的麻袋, 然后将手上的血迹胡乱擦在上面, 并掰正已经严重扭曲的小拇指和无名指。 另外, 他的食指和中指也有点麻, 好像是捶怪兽的时候捶骨裂了, 这玩意儿不好接, 不过自己是原鹰妖兽体质, 身体愈合能力强悍, 还可以配合内力慢慢养伤, 故问题不大。 处理完手, 林小璐又一屁股坐下, 脱掉鞋子, 将刚才踢怪兽用力过猛, 导致关节错位的脚趾掰正。 全程嘎打打响, 看得帅帅压一阵头皮发麻。 他最佩服林小璐的就是这一点, 这家伙也不知是天生神经大条, 还是怎么的? 那他们是真的不怕疼啊, 掰自己骨头, 割自己的肉这种事,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别看他平时和其他人打闹, 被打一下, 能诡教半天。 实际上, 林小璐到底有多坚强帅帅压, 是非常清楚的。 此刻, 处理完伤势的林小璐穿上鞋, 在地上踩了两下。 笑道, 咱们继续出发吧。 帅帅压点头, 刚准备飞进林小璐怀里, 远处忽然又传来一道呼啸而至的飓风声。 林小璐和帅帅压, 听到动静同时一愣。 这里的原因竟妖兽这么多, 这才刚杀一头, 另一头就上门了, 轰。 一声闷响, 远处, 一道少年身影在空中划出一道笔直的斜线, 狠狠摔进了沙漠之中。 紧接着, 又是一声巨响, 远远的, 林小璐看到一个巨大的肉流, 正一弹一弹地从远处弹来。 肉流非常巨大, 足可以赶上金色巨人一半体积, 仿佛一座肉衫一样。 而上面也是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只有褶皱的皮肤和稀松的毛发, 在阳光下微微反光, 显得很恶心。 林小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恶心的怪物, 看着那一弹一弹的怪物, 他差点没吐出来。 太恶心了, 自己绝对不会跟这样的怪物肉搏的, 碰都不想碰。 远处, 摔进沙漠灰头土脸的少年, 挣扎着爬起。 见到林小璐后, 连忙大喊, 同学救我! 叫爹! 爹! 生死攸关, 少年丝毫没有犹豫, 就叫了出来, 这反倒让林小璐吃了一惊, 而随后, 他就突然有些后悔。 早知道这家伙愿意叫自己爹, 自己就应该换个要求的, 比如, 让这家伙当街拉驼使, 给自己看看什么的, 亏大了呀。 少年抽出大根青铜器, 拧住呼吸, 然后对着越来越近的巨大肉流, 赫然起刀, 游下至上一荡。 杀! 成千上万道细丝, 瞬间自刀锋中击尸而出, 一瞬间搅碎面前沙土, 直勾勾地飞杀出去, 而弹跳到空中的肉流, 在接触细丝的一瞬间, 便微微一颤。 下一刻, 肉流就发出扑斥, 一声巨响, 整个在空中暴碎, 化作成千上万块满天飞舞的血肉。 这个肉球, 不如刚才的金色巨人。 帅帅鸭评价。 林小璐点头, 确实, 这个肉球挺弱的, 连我一刀都接不住。 帅帅鸭文言翻了个白眼, 你那是一刀吗? 你那是直接放绝招好吗? 不远处, 劫后余生的少年, 看着面前满场的碎肉, 吓得一击灵, 回过神后, 立刻从沙土中爬起, 惊喜万分地飞奔过来。 大佬, 让我跟你混吧大佬, 我是小韩戏的学生。 茂密的黑色森林中, 口吐鲜血地无垢, 背靠树干坐着, 他一只手捂着胸口, 整个人面容憔悴, 显得异常虚弱。 林中, 他强忍身上伤痛, 看着面前背对自己迎战僵尸的少女, 一身道群的赵木木看着面前浑身喷涌黑色浓烟的僵尸, 刁蛮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凝重。 随后, 他扭头看了一眼满身血的无垢, 眼神中闪过一丝气氛与心疼, 接着这股情绪转化为忧怨, 瞪了他一眼道, 上次在古月秘境也是我救的你, 加上这一次已经是两次了, 你不许再冷落我。 无垢文言笑容一致, 一时间有些不知该怎么办。 要不, 还是拿金刚柱处死自己吧。 树干下, 他略显无奈道, 小僧是出家人, 赵宇氏又何必出家人不是人吗? 脾气火爆的少女, 直接打断他。 无垢一猛, 一时间有些不知道怎么接。 场中, 赵木木瞪了他一眼, 然后转过头, 看着面前的原因净僵尸, 目中满是愤怒。 把我未来夫君打成这个样子, 老娘今天要把你磨成炸。 说完他就甩出狭长的浮尘, 一个瞬移重响僵尸。 看着少女为自己奋不顾身的背影, 重伤得无垢, 一时间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这种情况, 师父没教过呀林老大, 在下落神界黄河落日谷弟子庄宝宝, 多谢林老大救命之恩。 好说, 我们出来混, 自然拔刀相助。 而且兄弟说, 叫爹就叫爹, 且叫得如此情真意欠, 发自肺腑, 今后一定会有大出息。 万里黄沙之中, 林小璐和这位小韩戏的庄宝宝同学, 一边走一边熟落聊了起来。 这位庄宝宝也是个妙人, 刚成为元英静不久, 实力还不稳定, 但话语中却见识十足, 且对林小璐格外尊崇, 敬嫌谈媚。 林老大, 小弟见您走路龙行虎步, 气宇宣昂, 今后一定有天人之姿, 能和林老大您这样的人物说上话, 真乃三生有幸。 面对少年的赞叹, 林小璐很不要脸地收下, 显得格外受用, 大咧咧拍着他的肩膀, 表示自己以后会罩着他。 一旁的帅帅鸭, 比一的丑了庄宝宝一眼, 觉得这家伙拍马屁拍得太尴尬了, 一看就是跟家里长辈学的, 和自己差远了。 二人一压在沙海中践行, 边走边聊, 终于快出沙漠。 而就在这时候, 无尽沙海忽然整个阵战起来, 天地间都开始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下一秒, 林小璐脚下沙地一线, 他连忙抱起帅帅压往后一跃, 庄宝宝也瞬间飞起, 目光惊恐地到处张望。 不是沙尘暴, 而是整个沙漠都在疯狂阵战, 不少地方的流沙都开始一阵阵翻涌, 有的地方甚至刷。 得一生长起人高的骨包, 然后又悄然消散。 这一幕把林小璐都看得微微一惊, 因为动静太大了, 先前金黄色巨人出来的时候, 都没这么大范围的震荡。 二人一压飞退到安全的地方, 看着整座沙漠风起云涌, 一时间皆是目露凝重。 与此同时, 另一处, 一片无尽的雪山之中, 木遮绷带, 身穿道袍的阿姨蹲在山顶, 一边啃着鸡腿, 一边看着眼前倒在雪地上的人形怪物。 这怪物长得很像人, 眼耳鼻舌一个不差, 且长相清秀美丽, 还穿着衣服, 只是耳朵比较尖锐, 眼睛是紫色的树桶, 屁股上还有一根长长的尾巴, 尾巴的顶端长有很漂亮的羽毛, 色彩丰富, 比恐惧的羽毛还要漂亮。 这是个什么妖怪啊, 长得这么好看。 阿姨从神识中反复打量了几遍妖怪, 见他被自己捅得已经没了呼吸, 想了想, 拿竹中剑又捅了他一下。 啊! 装死的妖怪瞬间清醒, 捂着伤口疼得不行, 愤怒地瞪了一眼瞎子少年。 你他妈有病是不是啊? 阿姨被骂得一愣, 随后挠了挠头。 这妖怪实力一般, 但却会说主语, 还非常聪明, 懂得装死, 这让他觉得有些新奇。 于是, 他又捅了他一剑。 进入大罗刹天秘境的第一天, 少年们几乎每个人都遇到了原音镜妖兽, 数量之多令人头皮发麻, 且这秘境的范围也是非常巨大, 至少到现在为止, 很少有少年能够遇见其他人。 所以, 吴构能遇到赵木木, 可谓是幸运到了极点。 幽静的黑暗森林中, 原音镜将尸化作的灰烬随风而逝, 而吴构则一边用佛光为赵木木疗伤, 一边无奈说道, 赵与世对于男欢女爱这种事情, 他认为感情是人自然产生的一种心理, 是正常应该有的, 但小僧随师父学佛多年, 心中已只有慈悲念, 而所谓感情会让小僧无法做到一视同仁。 吴构解释道, 即便是小僧的朋友, 在小僧看来也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无高低贵贱之分。 因此, 即便小僧和与世在一起, 与世也不会获得快乐, 就比如与世和一条小狗掉到河里, 小僧不会因为与世是小僧的情人, 便先救与世而再救小狗, 只会理性分析先救哪一个更容易活, 可这样一来, 与世肯定觉得委屈, 觉得小僧不把与世放在心里, 所以, 小僧不能答应与世的要求, 与世能明白吗? 躺在草地上的赵木木, 愤怒地瞪了他一眼, 什么破道理? 人在你眼里, 还不如一条狗, 不是不如, 而是平等。 吴构解释道, 人虽是万物之灵长, 但却是在智慧和思想上的灵长, 灵魂上和其他生灵还是一样的, 人命和狗命并无不同。 气愤的赵木木反驳道, 我救了你两次, 你居然要先去救狗, 你这是忘恩负义。 闻言, 吴构顿了一下, 随后他叹了口气, 小僧嘀咕道, 如果不是怕被僵尸施主咬了害人, 小僧早就主动填饱僵尸施主的肚子了。 赵木木, 漆黑的树下, 吴构看着面前的少女道, 与世对小僧有恩, 小僧知晓, 但也因此, 小僧不能和与世相恋, 这会害了与世。 说完, 他抬起治疗完毕的手, 温柔笑道, 与世的伤已经治疗完毕, 再次感谢与世救命之恩。 赵木木对着他怒目而逝, 然后不高兴地撇了撇嘴。 不用谢, 你多厉害啊, 在你眼里, 佛祖都不如狗吧。 闻言, 吴构尴尬地挠了挠头, 有心想再解释一番, 不过他看赵木木满脸不高兴, 也就没好意思再说。 赵木木这会儿伤痛出愈, 身子骨还有些虚弱, 宠吴构抬起胳膊, 吴构却一动不动。 你傻呀, 扶我起来啊。 吴构迟疑了一下, 用僧袍绣脚卷住手扶起赵木木, 而这一幕也把赵木木看得更加来火, 整个人差点没被气晕过去。 可就在赵木木准备爬起来时, 远方漆黑的丛林中不知何时缭绕出一抹黑气。 这股黑气格外阴冷, 吴构当即感受到并直接转身, 而赵木木也持握着浮沉起身。 又有僵尸他袖眉一皱, 吐槽道, 近来秘境半天了, 什么宝物都没发现, 僵尸却遇到了一堆这秘境真的绝。 说完, 他不忘对吴构一句, 你不是牛逼吗? 你去跟僵尸讲道理去啊。 你要是能让他自己咬自己, 平道救抚你。 吴构脸色一炯, 尴尬地挠了挠小光头。 二人远处, 密密麻麻的黑色森林中, 阴气越来越重, 从四面八方将两人包围, 吴构见状, 持着念珠, 道了声, 散。 刹那间金光大亮, 一股温暖自他身上绽放, 直接将周遭阴冷的气息隔绝, 赵木木也下意识靠近了吴构一些。 哼, 这家伙身上暖洋洋的, 以后冬天抱着当暖炉, 一定很舒服。 思议到低沉的声音响起, 透过密铃, 俩人看到远处站着一个通体漆黑, 盖着破烂破步的身影。 身影浑身隔着破步, 看不清相貌, 只依稀能看出是个人形, 此刻正一动不动僵硬地站着。 见到这一幕, 赵木木微微一愣, 随后两道秀气的眉毛紧紧皱在了一起。 这头僵尸, 好像比刚才那头飞僵还要强。 沙海之中, 林小璐看着眼前的景象, 嘴巴张得老大。 新收的小弟装宝宝, 一屁股坐在地上, 目中同样满是震撼。 就连见多识广的帅帅鸭都猛了, 目不转睛地看着。 眼前, 无尽的沙海中飞跃出一条又一条奇怪的东西, 在天空中滑翔出一道长长的半圆, 然后坠入远处的另一方沙海, 壮观至极。 这些东西非常巨大, 且似乎长有两个头, 身上有着巨大的柔软肉翅, 还长着且狭长的尾巴, 整体上宽下窄, 成菱形, 通体无毛, 在天空中滑翔时, 还会发出悠远的鸣叫声, 并没有攻击林小璐等, 只一个个成群结队地滑翔着。 帅帅鸭, 这是什么玩意儿被眼前场景震撼到的林小璐问? 帅帅鸭也猛了, 他只能看出这些好像是圆英镜的妖兽, 但具体是啥他还真不知道, 不过这些妖兽很温和, 倒是真的, 这么多一起成群结队地飞, 却没有一头攻击自己等人。 渐渐地, 这些妖兽全部飞完, 冲进远处的沙坑中消失不见。 泽泽,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今天咱们算是开了眼了。 对啊, 我活了二百多年, 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 林小璐和帅帅鸭唏嘘了一阵, 随后才继续上路, 前方已经依稀可见丛林了, 少年着急寻宝。 与此同时, 另一方天地中, 框。 一声巨响, 上官哈密瓜较小的身躯, 撞伞晶莹剔透的瀑布, 带着漫天的水花落入河流之中, 然后捂着平平无气的胸口, 气喘吁吁地爬起。 他浑身湿透, 短发湿漉漉地搭拉在额头上, 看着天空中的身影又惊又怒。 天空中, 一个长着紫色树桶, 生有尾巴的俊美男子, 同样愤怒看着他, 目中满是残暴, 人足修饰, 有一个, 杀一个。 说完, 男子便一个顺身来到上官哈密瓜面前, 对其就是一掌。 看着这蕴含极大威力的六指手掌, 少女立刻退开, 然后双臂一盏。 大藏惊! 瀑布下的河流中, 所有的水浪都被黑气融合, 直接升天, 在上官哈密瓜周围形成树道黑水磨兵。 死后, 无数持握刀剑的士兵咆哮, 尽数对着男子扑去, 男子却是毫不在意。 这女孩的领法还未学成, 她完全不用惧怕, 一个照面便撕碎面前的磨兵大军。 给老娘死! 面对飞袭而来的男子, 上官哈密瓜立吼着双掌一盒, 通天瀑布两旁的山头, 立刻轰。 被一声发出爆响, 分别从山体中, 蹦射出两道庞大山石, 左右对着飞到一半的男子, 一撞。 哄! 两座山头被生生撞碎, 而中间的男子, 却愣是用一道紫色灵球护住自己, 毫发无伤。 下一刻, 男子突破巨石夹击, 飞身来到上官哈密瓜面前, 一掌轰出。 面对此掌, 上官哈密瓜瞳孔一缩, 正欲瞬移躲避,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剧烈的风声。 哄! 狂风急卷之下, 一柄巨大的铁锤旋转飞来, 直奔男子面门。 这一幕转得极快, 但男子的反应更快, 直接双目一凝, 当! 得一声, 抬手抓住锤面。 上官! 我来了, 上官哈密瓜, 听到声音愣了一下, 随后转身一望, 看到了一个奇珠冲锋而来的少女。 我叫阿一, 是以德福人帮第二战力, 以前第二战力是陆哥的妹妹, 不过她暂时被我超过了, 我俩经常这样, 一会儿她超过我, 一会儿我超过她。 雪山顶部, 阿一老实巴交地介绍自己, 面前则是被她捅了七八件的女妖怪。 女妖怪满身鲜红, 虽然伤口正在飞速愈合, 但剧痛还是令她皱起了好看的眉毛。 紫色的树童, 亦是愤怒地瞪着面前少年。 阿一感受到她的愤怒, 嘴巴里塞着鸡腿肉, 含糊不轻道, 你不是说你还有同类吗? 他们什么时候来我期待好久了? 听到这话, 女妖的面色从愤怒变成了古怪。 先前, 这少年本准备将自己斩杀, 自己知道不是对手, 便愤怒地放了句狠话, 跟她说, 自己已经联系族人, 其他罗刹很快就会来此地为我报仇, 你走不出这血缘。 而这少年居然就地等了起来, 说等救自己的罗刹, 来了以后再一网打尽, 自信地简直跟个煞笔一样, 还让自己继续联系族人, 联系得越多越好, 她正愁没有高手练剑。 这特么是正常人的脑回落, 自己只是吹吹牛逼而已啊。 看着面前的少年, 此刻的罗刹女抿了名嘴, 一时间有些不知道怎么办, 告诉她自己是偷跑出来的, 自己根本没有喊其他人的本事。 会不会有点没面子, 女罗刹有些纠结。 而阿姨也很有耐心, 就这么坐那干等, 一根接一根吃着鸡腿, 丝毫没有跟罗刹女分享的意思。 要不, 你放我吧。 迟疑了一会儿, 罗刹女脸色古怪地求饶道, 我的族人很强的, 他们来了以后, 你就走不了了, 只要你不杀我, 我就让他们别来了。 吃鸡腿吃得脸颊鼓鼓的阿姨愣了一下, 随后果断摇头。 那可不行, 来之前, 我们系主就分析了, 大罗刹天里没有天人镜, 而我在原因镜里, 只在陆哥一人之下, 其他原因我都不怕, 哪怕打不过, 我也可以跑掉, 所以你的族人什么时候来, 我的剑很快的, 一点都不疼。 罗刹女, 面对眼前憨憨一样的瞎子少年, 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 说自己是偷跑出来的, 那样会不会太丢人了, 罗刹女的眉毛皱得越发紧凑, 心中的焦距与纠结也越来越重, 而此刻的他, 根本不知道阿姨真正的心思。 在阿姨的想法里, 等着妖怪的族人来了以后, 自己就拿他做人质, 然后问问对方有没有宝贝机缘什么的。 要是有的话, 那就哈哈哈哈。 要是没有的话, 那就让他们带自己走出这无边血缘。 至此, 各怀鬼胎的俩人都不再说话, 继续被对风雪大眼瞪瞎眼地单坐着。 一人一腰, 一个吃鸡腿, 一个看对方吃鸡腿, 安静祥和地一逼。 同一时间, 凡间, 峨眉, 药园风轰。 大白天的, 仿佛晴空霹雳般的冲天巨像, 让整座药园山峰都晃了极晃。 正在药田里施肥的鱼楚楚听到动静, 默默掏出小本子, 在上面第三十五个正字中添加最后一道横斜笔画, 补完这个正字。 三十五个正, 一个正五道笔画, 代表着汤园炼丹失败已经达到175次。 此刻, 药园风最大的空旷场地中, 孙唐亮看着面前浓烟滚滚的炼丹炉, 老泪纵横。 又炸了一个丹炉, 自己珍藏的上好丹炉几乎都炸了。 可可嗨。 灰头土脸的汤园从浓烟中走出, 看了眼自己师傅,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师傅, 下次弟子一定能成。 听到这话, 孙唐亮眼泪一收, 然后硬挤出一张笑脸, 好徒儿, 不打紧。 见师傅不生气, 汤园开心地点头, 然后又有些郁闷道, 弟子发现逆龄丹并不难练, 许多罕见的材料都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 就像丹方里说的黄云金石, 这玩意儿需要自然条件形成, 不能人为干预, 且形成条件极外苛刻, 非常罕见, 但却可以用生姜、 干牛皮, 以及西瓜霜混合而至, 效果差不了多少。 文言, 孙唐亮愣了愣, 随问道, 生姜和干牛皮为师都知道, 这西瓜霜为何物。 唐元听到这个问题, 用充满智慧的斗鸡眼撇了撇孙唐亮, 无奈道, 师父您平时不能只关注修仙草药, 那样就容易被局限住, 凡间有很多东西都充满智慧的, 这西瓜霜是凡间用来治疗口腔溃疡的, 是用皮削和西瓜所制作, 效果甚好。 文言, 孙唐亮看着面前的少年感叹了一下, 并想起了他当初用淀粉、 冷凝丹、 大蒜、 臭豆腐、 灵幻草、 牛角碎屑, 以及一些污秽之物制成的臭气丹。 那家伙, 神乎其神, 叹为观止。 师父, 正感慨着, 汤圆忽然喊了孙唐亮一声, 然后对其眼巴巴地说道, 徒儿想要一个更大的丹炉, 用来承受逆灵丹在凝固时产生的灵气膨胀之力, 您能不能给弟子找来文言? 孙唐亮想了一下, 问, 要多大的汤圆想了想, 随后张开臂膀, 理话道, 最小一座山那么大, 不能再小了。 孙唐亮? 穿过沙漠, 林小璐本来以为自己会来到一座茂密的森林什么的, 没想到, 居然来到了一座峡谷。 这种情况很少见, 因为峡谷这种地势和沙漠的地势不同, 两边往往会隔得很远, 林小璐去过很多次沙漠, 所以比较了解。 不过已经见惯西齐古怪东西的他, 也见惯不怪了。 哪怕越过沙漠, 自己遇到的是雪山, 自己估计都不会奇怪。 看着头顶两侧高高的山岩, 少年有心想念首诗, 感慨一下此地的奇景, 也浪漫一下, 但最终他绞尽脑汁, 也只道出了牛逼二字。 没办法, 学过的诗太少了, 肚子里没啥存货。 林老大! 峡谷上空, 飞了一圈的庄宝宝, 从天而降, 来到林小璐面前尊敬拜见。 小人看了一圈, 也用神石扫了, 发现这峡谷非常巨大, 所过之处, 没有任何生命, 杂草树木也只寥寥, 非常荒凉, 方圆百里皆是如此。 文言, 林小璐背负双手, 逼格满满地点了点头, 随口问道, 飞了一圈, 累坏了把谢灵老大关心, 小人不累。 嗯, 那来给本泽捏个尖嘛。 庄宝宝, 他一脸猛逼, 然后苦逼地给在路边石头上坐下的少年捏起尖。 不远处, 帅帅鸭透过石头缝隙喝了点山石水, 然后感慨道, 本鸭去过那么多秘境, 要说大, 这大罗刹天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真特么大。 帅帅鸭, 你还去过别的秘境享受暗间服务的林小璐, 惊讶了一下。 那当然, 帅帅鸭来到林小璐旁边, 舒服的一摊, 然后用鸭翅抚摸着肚皮道, 老大, 我除了跟你去过黄天圣楼, 古月秘境以外, 早些年间, 我还跟叶青鸭那傻妞儿, 去过神州吉北的吉地秘境, 牢里也去了, 去那逛了逛。 那里大麻林小璐问, 还挺大的吧, 主要是去旅游。 帅帅鸭笑道, 说是去秘境历练, 让当初的叶青鸭成长, 但有牢里跟着, 他能成长个毛啊。 所以老大你明白吧, 那就跟旅游差不多了。 闻言, 林小璐也乐出了声。 他能想象得到, 自己老大那么牛逼, 掌门姐姐估计是一路刮果零食吃过去的。 伟岸的峡谷中, 二人一压正说笑着, 身后的山壁中, 却翘无声息露出了一张石脸。 而正在给林小璐暗间的庄宝宝, 丝毫没有感受到灵力波动, 全然不知, 身后的石脸正对着自己的后脑勺。 看着近在咫尺的后脑勺, 石脸隐藏在石头缝隙里的眼睛露出一丝深深的激动。 观察了一阵之后, 他便从口中射出一道锋利的石剑。 咻! 破空声响起, 石剑射出, 庄宝宝的腿就忽然被坐着的林小璐一拍, 整个人一屁股跌倒在地, 石剑也直接射空, 从林小璐头顶飞过。 庄宝宝猛了, 石脸的表情也呆住了, 只有林小璐背对着山壁, 不急不缓地笑问, 你是什么妖怪? 为什么没有灵力石脸一愣, 随后瞬间消失, 原先的脸也变成了普通的岩石。 庄宝宝这时已经反应过来, 惊恐地浑身直冒冷汗, 而林小璐则默默地起身, 一旁的帅帅鸭看了看面前高大威额的山岩, 飞快说道, 老大, 那怪物躲到山里面了, 它好像有可以在山体中来回躲藏的能力。 林小璐点点头, 瞧了一眼惊魂未定的庄宝宝, 然后逼个满满地笑了笑, 保护好大哥的鸭子。 损命林老大! 心有余悸的庄宝宝, 立刻抱起帅帅鸭, 并开启了护体灵罩。 见此, 林小璐也就不再犹豫, 对着山体摆出八级拳的姿势, 呼吸放缓, 气沉丹田后, 猛地抬绑一撞。 八级! 铁山靠! 狂! 一声冲天的巨响顿时炸裂, 一道道裂缝咔嚓咔嚓地遍布而出, 几乎瞬间蔓延整座山岩。 下一刻, 无数碎石崩出, 整座山岩更是轰隆。 一声发出巨响, 彻底崩溃, 奇异霉霉人高的巨石也是仿佛倾盆大雨一般落下, 将二人一压彻底淹没。 雾蒙蒙地挥进尘埃中, 一名少女模样, 身后长有尾巴的妖怪从山石中飞出, 重重地摔在地上。 落地后她吃痛闷哼一声, 还未爬起, 便看到一个少年一步一步撞碎山体落下的巨石, 静置向自己走来。 女妖挣扎着起身, 额头处还流淌着烟红的血, 而林小璐等人已经好奇在她面前蹲下, 探头探脑地观察着。 你是什么妖怪, 为什么没有灵力波动林小璐问? 帅帅压, 庄宝宝也好奇看着, 面对眼前这些人的目光, 女妖紫色的瞳孔中闪过一丝惧怕, 随后她灵机一动, 猛地抬手一指, 用主语大喊, 那里有个美女在跳舞。 庄宝宝和帅帅压同时扭头, 女妖也转身就要飞走, 结果却被纹丝不动的林小璐一把抓住了尾巴。 感受着手中充满任性, 不断挣扎的尾巴, 林小璐觉得这妖怪还挺好玩, 于是拽着她在头顶甩了起来。 不顾女妖的求饶声, 林小璐一边将她在头顶甩一边笑道, 你到底是什么妖怪不说的话, 我就送你上路了。 哈哈, 你别转了。 我说, 我是罗刹。 已经在空中捂出残影的罗刹女, 晕头转向, 整个人都差点被捂晕, 连忙大声求饶, 林小璐这才怕, 得一声将她甩在地上。 看着面前已经眩晕得毫无反抗能力的女妖, 少年继续好奇问道, 罗刹都是食人心肺的恶鬼。 你刚才是想吃我们旁边, 帅帅鸭也好奇地看着。 这个女妖, 跟她想象中的罗刹确实不太一样。 佛经理说, 罗刹长的青面獠牙非常恐怖, 异于常人, 可眼前的女妖, 只有一于常人这一点对了, 和青面獠牙什么的, 完全不相干。 此刻, 在几人好奇的目光下, 趴在地上晕得起不来身的罗刹女愤恨瞪着林小璐。 我们罗刹从来不识人心肺。 大罗刹天, 一片被六座高山围住的原始村落中, 一名年纪大约四岁, 光着屁股, 留着小尾巴的小罗刹, 踩着柔软的草坪, 屁颠屁颠, 跑向村中组长的茅草屋。 屋外守门的罗刹, 见到这小家伙也没阻拦, 反而宠溺地冲他笑了笑。 兜兜, 又来找你组长爷爷告状啊, 小罗刹眨巴着紫色的妖艳树童, 小脸满是气愤道, 兜兜想出去玩, 阿爹说, 外面有人足修士在猎杀我们, 不让我出去, 还打我屁股, 兜兜要让组长爷爷打阿爹屁股。 说完, 小罗刹就迈着短腿, 跑进了屋子。 在他进屋后, 门外的两位成年罗刹不约儿童笑出了声。 而笑着笑着, 他们的脸上也不约儿童闪过一丝担忧, 也不知道咱们的勇士怎么样了。 肯定会打退那些强盗的, 组长的儿子都去了, 铁定杀光他们。 唉, 我姐这两天担心得不行, 她做了好多好吃的, 天天盼着我姐夫回家吃饭。 哈哈, 你姐夫那么强, 一定没事的, 不用担心兄弟。 茅草屋内, 小罗刹刚进入, 就看到了一位背对自己而做的老者。 老者满头白发, 身上穿着绣满各种动物图腾的长袍, 面容虽老, 但却非常慈祥, 只是他此刻的眼神显得很呆滞,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组长爷爷, 我阿爹又打我了, 您快去替兜兜教训他, 让他不要再欺负兜兜了。 屋中, 光着身子的小罗刹, 一脸不开心地高撞道, 他在门面前打兜兜屁股, 这很丢脸的, 兜兜长大了, 准备取门的。 屋内, 年迈的老罗刹愣了许久, 呆滞的眼神, 才渐渐恢复光彩。 他转过身, 看了看面前的孩子, 不知为何, 眼窝处躺下一滴泪来。 这突然的一幕, 把五岁的兜兜吓坏了。 在他的印象里, 组长爷爷是村里最有智慧的人, 并且实力非常强大, 阿爹, 阿娘, 叔叔伯伯都很尊敬他, 可他居然哭了, 兜兜梦了。 来到老罗刹面前, 小脸上写着不解, 组长爷爷, 您怎么了, 您的屁股也被人打了吗? 面前, 沧桑不已的老罗刹不说话, 过了好一阵, 他才勉强自己, 在孩子面前挤出笑容。 那是一种无奈且心酸的笑容, 但年幼的兜兜, 还看不出来。 兜兜。 老罗刹用这样一种在泪水中挣脱而出的微笑, 对眼前的孩子道, 组长爷爷得了很重的病, 也忘记了很重要的事情。 小罗刹猛逼, 疑惑地看着他, 组长爷爷忘记了什么老罗刹,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看着面前的孩子, 询问道, 兜兜, 我们是什么罗刹? 兜兜理所当然地说道, 不对。 组长慈祥的声音忽然拔高, 声音中带着无尽的冤屈, 也把眼前的男孩吓了一跳。 面前, 组长苍老的六指手掌, 死死握成拳, 咬牙切齿地道, 我们是精灵, 我们是万物之气, 孕孕而生的精灵。 我们不是罗刹, 是那个人污蔑的我们。 他是个骗子, 他骗了所有人, 他还改了我们的记忆, 让我织医族得上必亡的病。 年幼的小罗刹被吓猛了, 鼻涕都躺了出来。 记忆中, 组长爷爷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 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 村里跟自己一样大的孩子受了委屈, 都会来找组长爷爷。 而组长爷爷也总是会笑呵呵地为他们做主。 面前, 老罗刹气愤了许久, 才回过神来。 他看着面前被吓坏的孩子, 歉意且无奈地笑了笑。 逗逗, 爷爷病了, 快死了。 天真的男孩, 看着面前的老者, 然后上前抱住了他。 组长爷爷睡一觉, 就会好起来的。 听到这句话, 老者心头直犯酸, 他摸了摸男孩的头, 强忍住悲痛, 缓缓开口道, 有一个强盗, 想要组长爷爷的东西。 那东西他拿不了, 他就污蔑我们, 在我们的神魂中做手脚, 然后让其他人来抢夺。 小男孩, 文言愣了愣, 好奇道, 那个人好坏, 他是谁呀组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爷爷, 不记得了。 男孩并不理解此刻组长的无奈, 他理解不了那种神魂被做手脚, 记忆被修改, 只记得开始, 不记得过程和结果, 分不清记忆中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的冤屈感。 屋内, 男孩静静地想了一会儿, 然后好奇道, 爷爷, 你以前给兜兜讲的故事里, 坏人不是总会被打倒吗, 所以我们会没事的。 组长文言一正, 随后看着孩子干净的脸, 再次无奈且心酸地一笑。 但愿吧, 另一边, 峡谷之中所以, 你们平时是以瓜果蔬菜为食不吃人废话, 当然不吃人。 我们以前都没见过人, 只在长辈口中听说过。 弗罗看着面前自称林小璐, 帅帅鸭, 林小璐跟班的三人, 紫色的眼眸中写满了愤怒。 你们不是在猎杀我们吗, 我准备好了, 来吧。 帅帅鸭文言给了林小璐一个眼神, 意思是杀不杀。 林小璐迟疑了一下, 给了身旁的庄宝宝一个眼神。 意思是, 这女的刚才要杀你, 你来决定, 要不要大哥宰了她, 庄宝宝, 老大你眼睛咋了林小璐。 帅帅鸭不屑地撇了庄宝宝一眼。 年轻人, 你还是太嫩了, 都不能看懂路哥的眼神。 场中, 林小璐见决定权又回到了自己手上, 故想了一下, 便对这名叫佛罗女罗刹开口询问道, 你说, 你们是一个族群, 那你们族里是不是有什么宝物机缘什么的没有? 佛罗直接开口道, 我们罗刹族与世隔绝, 并没有宝物。 你杀了我吧, 我的族人会替我报仇的。 看着面前硬气的罗刹女, 林小璐想了想, 看向了帅帅鸭, 要不我们去这个罗刹族看看帅帅鸭思考了一下, 有点犹豫。 老大, 这有点危险吧, 帅帅鸭明白, 眼前这个名叫佛罗的女人, 实力其实并不俗, 她也是原音镜的实力, 只是她和人族原音, 妖兽原音都不同。 人族原音有手段, 有法宝, 俘虏等武器, 还可以顺移。 妖兽原音拥有绝对强悍的肉身, 以及繁衍出的后代生下来就有至少结单的实力。 而罗刹, 则是跟这两者都不一样。 罗刹的身体和人差不多, 智慧水平建于人和妖兽之间, 他们没有炼制法宝, 俘虏这些复杂法器的能力, 或许可以炼制一些简单的, 但太复杂的, 就炼制不了。 并且他们没有顺移的能力, 他们除了自身的灵法以外, 有的是可以连通某一器物的特殊能力, 就比如这个佛罗, 它可以在身体中快速移动, 无论是速度和灵活度, 都远超一般的顿数, 并且, 它可以操控石头等矿物。 通过刚才的了解, 他明白罗刹一族每个人都对这世间某物, 有着天生的亲和力, 可以调动他们的气, 比如动物, 植物, 山川, 河流, 火焰, 雷电, 等等等等。 这一点和一经中的归藏, 似乎有关联。 跟林小璐相处久了, 帅帅鸭很懂林小璐, 知道他是心有所感, 想去看看这罗刹族的能力, 看看能不能对领物归藏, 领物万物之气有帮助。 而帅帅鸭自然也是同意的, 但会不会有危险, 那就不好说了。 毕竟罗刹族虽然不修炼, 但他们有特殊的能力传承, 通过刚才的了解, 帅帅鸭知道他们一切都是以亲和力为主, 其通过祖先留下的赐福, 来让族人拥有短暂的原因镜、 实力, 但这种实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失, 除了每一届的族长可以永久拥有实力, 直到年迈传为下一位族长以外, 其他人都是如此。 就比如这次, 为了对抗人族修士, 罗刹族年轻力壮的族人全都受到了族长的赐福, 拥有了不须原音镜的实力。 老大, 帅帅鸭示意林小璐跟自己来到一旁, 闭过弗罗的耳朵后, 轻声说道, 这个罗刹族目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如果原因比较多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那我们正好把这丫头当作人质。 林小璐笑道, 如果有好东西最好, 要是没有的话, 咱们就跑。 这, 帅帅鸭迟一类一下, 有遇到, 我感觉还是有点冒险啊。 哎呀, 我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宝物的吗? 怕个鸟。 林小璐大大咧咧道,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年轻人还是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 闻言, 帅帅鸭反复思量了一下, 最终迟疑点头。 行吧, 压着这丫头去看看。 唉唉唉等一下, 林小璐忽然拦住帅帅鸭。 老大, 你又怎么了我突然想玩一下这姑娘。 林小璐目光炯炯地道, 闲着无聊, 我们找点乐子吧, 帅帅鸭。 一人一鸭在远处窃窃私语, 凉酒, 他俩忽然发出黑黑黑黑黑一阵吟笑, 然后一脸淫荡地转身。 见到这一人一鸭淫荡的笑容, 佛罗顿时一惊, 精致的脸也瞬间花容失色。 你们要干嘛? 嘿嘿嘿, 小妞儿, 长得很近吗? 嘖嘖嘖, 身材也不错哦, 还有尾巴想想, 就激动了。 一人一鸭一唱一鹤, 仿佛饥渴的大色狼一般, 直勾勾盯着佛罗凹凸有致的身子, 把虚弱的佛罗吓得花容失色, 就连一旁的庄宝宝都猛了。 原来陆哥这么会玩的吗? 信以为真的少年当即激动, 陆哥, 我速度快, 让我先来吧。 笑到一半的林小璐, 笑到一半的帅帅鸭。 苍茫的雪山中, 塔塔尔默默地在雪地中行进着, 阿姨则在后面跟着, 手中的竹中剑指着她的屁股。 如果我去了你们村子, 没看到你说的好吃的和大纪元, 我就杀了你。 名叫塔塔尔的罗刹女, 没好气, 扭头瞪了她一眼, 不过为了活命, 她也就没说什么。 这个剑修太强了, 强得没边, 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不过这家伙非常好骗, 而且特别自信, 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哼, 等到了村子以后, 自己就让组长爷爷把你宰了, 宰之前, 自己还要把你暴打一顿。 场中, 一男一女, 一前一后地走在风雪中, 不久便来到一处雪山脚下。 到了这里, 眼前的一切立刻开始变得迷幻起来。 虽然雪还在下, 但却已经感受不到寒冷, 雪花也没再落到阿姨身上, 这里的雪似乎都是假象。 身前, 塔塔尔双手一合, 结出一道法印, 一面圆形的幽兰福禄立刻在她面前亮起。 下一秒, 天旋地转, 无尽雪山消散, 阿姨和她出现在了一处茂密的黑色森林中。 阿姨猛了, 看着周围的漆黑森林不明所以。 塔塔尔也猛了, 自己居然点这么倍, 从雪原界转移出来后, 随机到了僵尸林。 这里是这里是僵尸林。 塔塔尔不敢在这里过多停留, 催促道, 这里有一尊不化骨, 非常恐怖, 我们快离开吧。 不化骨是什么阿姨不解地问? 不化骨是很厉害的僵尸, 你不是他的对手, 快走吧, 我带你去我们村吃烤乳猪。 阿姨文言猛猛地点了点头, 准备随塔塔尔离开, 可二人刚要动身, 远处却突然亮起一道冲天的金光。 塔塔尔陡然一惊, 这里还有其他人, 阿姨也愣了一下, 这金光怎么佛里佛气的? 此刻, 漆黑的森林深处, 赵木木躺在血泊中, 手里提着已经断裂的浮沉。 他扭过头, 看着远处半跪在地上, 俨然已经快游进灯窟的小和尚。 太强了, 这怪物太强了, 和自己完全不是一个境界。 赵木木嘴角抑着血丝, 挣扎着想要起身。 傻子, 你快走, 我来跟着怪物周旋。 满身烟红的吴构没说话, 只虚弱地抬着一只手掌, 掌中释放着摇摇欲坠的佛光。 他在用这天然压制阴气的佛光, 来抵挡外面笼罩破步的怪人。 此刻, 吴构的双目一片血红, 心中的血木观音也都开始渐渐消散。 他没办法了, 实力低微, 借用血木观音娘娘的力量也终究有限, 目前根本不是这位施主的对手。 吴构睁着不断流出血泪的眼睛, 虚弱地对金光外移动不动的怪人祈求道, 老施主, 如果实在要吃贫僧, 能不能不要挑食, 连贫僧接触的舍利子也一并吃了, 虽然可能会有些疼, 但这样一来, 施主就不会再痛苦了。 远处, 听到这话的赵木木, 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这傻子是真有病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 而吴构显然不是在开玩笑, 而是在非常认真地商量道, 施主, 贫僧知道这可能有些强人所难, 但请施主相信, 贫僧的舍利会是世间唯一能超度施主的良药, 他能净化世界一切痛苦。 金光外, 怪人不知是否听懂吴构的话语, 第一次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嘀吼。 下一秒, 身上盖着迫不得怪人便一个顺身, 抬起漆黑枯萎的利兆杀向璀璨的金光, 而吴构也彻底甩脱一切, 血泪满面, 粪声嘶吼, 波罗森接地。 菩提, 萨伯克。 最后半句禅语念出, 原本摇摇欲坠的金光再次大亮, 一时间犹如实质。 吴献宗中正在拨动念珠, 轻送佛经的世家心有所感, 睁开了眼睛。 下界, 正在田地里除地的无心也抬头看向了天空, 苍老的目中闪烁出深深的担忧。 此刻, 无论是无心禅师, 还是世家佛祖, 都看到了。 吴构的身后, 原本璀璨至极的十八道佛光又多出了一道。 第十九道佛光, 他们知道, 那一道佛光不再是血肉四阴的慈悲, 而是以慈悲似魔的心。 此刻, 世家佛祖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金灿灿的目光微微闪烁。 两九, 他低头汗手, 双手合十, 倾到了声, 阿弥陀佛。 佛法, 有佛圣无佛, 无垢, 无佛圣有佛。 不吃, 黑色森林中, 无垢仰头倒在地上, 生死不知, 照目目棱棱地看着。 然后, 得一声哭了出来,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扑向倒地的无垢, 眼泪鼻涕躺得到处都是并一个劲拍打无垢的脸。 无垢你别吓我, 无垢, 无垢你醒醒啊, 无垢你不要吓我啊。 呜呜呜呜呜呜呜, 盖着破烂布匹的怪人安静地站着, 过了一会儿, 他僵硬地双脚一提, 整个人飞身像少年少女乐去。 哄, 怪人落地, 不过是落在了原地。 他僵硬地抬起头, 透过布匹, 看向了头顶持剑的少年。 天空中, 阿依持劲力。 阿依看了一眼生死不知的无垢, 蒙在愁不厚的瞎眼, 变得异常恐怖。 远处, 塔塔尔看着这一幕, 有些犹豫, 自己要不要趁现在逃跑。 但同时他又有些疑惑。 江士林一直以来都是村里最大的心病, 因为这里有一头族长爷爷都对付不了的不化骨, 这倒不是说不化骨有多强, 主要是他不死不灭的特性, 让即便曾是天人静的族长爷爷都消灭不了他。 也因此, 村里的大人常用僵尸林里不化骨造出来的怨灵僵尸 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 塔塔尔小时候就经常被阿爹阿娘吓唬, 说不听话就把你丢进僵尸林里。 所以, 僵尸对于塔塔尔来说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而人族修士也是, 长辈们说人族修士会毁灭大家的村子, 毁掉他们的家园。 僵尸, 人族修士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令塔塔尔感到疑惑的是, 那个小光头居然和不化骨斗成了死战, 还有那个女的, 她好像是原因尽的修为, 她为什么不顺移出去逃跑, 就为了那个小和尚吗? 塔塔尔有些不理解, 邪恶和邪恶斗起来了, 哄, 一声爆响在僵尸林中彻底展开, 无数把剑影汇聚成冲天的龙卷, 直接将不化骨钻入地下, 天空中的阿依也从天而降, 屁话没有直接飞身起见, 流光一踩中, 疯狂对着不化骨攻击, 一道道剑光快的不似人间之剑, 崔库拉朽间带着不化骨一路横推。 哈, 若格赐予我力量吗? 看见? 卡卡卡卡卡。 一连串的巨响下, 地面被生生撞崩, 不化骨的身躯被完全暴怒的阿依基的连连败退, 连续撞碎树棵参天大树。 场中, 塔塔尔看着这一幕, 眉头紧重。 没用的, 不化骨不死不灭, 这瞎子虽然厉害, 但根本伤不了他。 仿佛是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一般, 阿依再将不化骨横推竖里, 索学剑爵依次施展过一遍后, 就立刻被不化骨反制。 那骨兽如柴的漆黑手爪, 直接抓住阿依的剑, 一把将他甩飞出去。 天空中, 阿依一个瞬移再次近身, 滔天怒吼之下, 竹中剑甩动出无数把剑影, 带着冲天的剑光尽数斩杀在其头颅的破步上。 而不化骨依旧毫无反应, 不躲不闪地拿脸硬接。 另一边, 塔塔尔在深深地犹豫后, 飞奔到吴够身前, 看了一眼他触目惊心的伤势后, 直接就梦了。 虽然赵木木在一个劲地给他为疗伤丹药, 用灵力为他治伤, 但他已经。 他看着面前满脸泪痕的少女, 有些不解道, 你刚才为什么自己不跑赵木木闻声一愣, 随后愤怒地骂道, 我被修饰, 哪有放弃有人独自逃命的道理? 况且, 吴够是我认定的相公。 你这妖怪懂什么? 罗刹少女被骂的一正, 随即他轻咬了下嘴唇, 脑海中一番天人交战后转身, 对着天空中正在与不化骨疯狂厮杀的阿姨大喊, 别打了。 你朋友只有族长爷爷能救他。 他快不行了。 此刻单纯的少女想的是, 等到了村子。 如果你们还敢作恶, 就让族长爷爷把你们都杀了。 如果你们好好的, 族长爷爷慈悲心长, 羊里的人,最多把你们绑起来抱打一顿。 苍茫巨大的天地之中, 身穿紫色道袍的刘伯扬看着脚下的尸体, 摸了摸鼻子。 他身旁, 踢着新算盘的公羊下目, 同样有些疑惑。 这妖怪刚才说, 村子里的人会替他报仇, 他们居然还有村子刘伯扬也是有些不解。 耸了耸肩帮笑道, 我本来想提取这妖怪的神魂, 搜索记忆, 但这妖怪很奇怪。 他死了以后, 神魂居然自动消散进了土地之中, 就好像。 刘伯扬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就好像他的灵魂不归六道轮回掌控, 而是生于天地归于天地一样。 这, 怎么可能? 公羊下目一脸震惊。 哪怕是妖怪, 灵魂也应该归六道轮回掌控, 这生于天地归于天地, 简直闻所未闻。 场中, 同样不理解的刘伯扬点了下头, 是挺奇怪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 不过, 我倒是很想去看看那个所谓的村子, 我觉得, 那里一定会有大机缘, 公羊兄。 你怎么说走一趟公羊下目沉思片刻, 随后抚摸着崭新的算盘, 微微一笑, 好。 大罗刹天, 第三日, 秦穿着一身白色素裙的冰糖儿, 蹲在树上, 将自己隐藏在枝繁叶帽的树叶之中。 透过隐隐绰绰的树叶缝隙, 他用那双洁白的眼眸, 观察着极远处吹烟鸟鸟的村落。 参天大树之下, 小月抬头望着他, 喊道, 冰糖儿姐姐, 你发现什么拉树上? 冰糖儿的脸色略显古怪, 对下面的小月开口道, 这个村子很奇怪, 我的神识探不进去, 好像被什么东西阻挡住了, 不过我看到了许多妖怪, 他们在像凡人一样生活, 还有好多小妖怪跑来跑去的在玩耍。 说完, 冰糖儿从树干上跃下, 看着小月迟疑道, 这应该是一个妖怪的村子, 不过, 我感觉不到妖气。 小月呼吸了一下周围新鲜的空气, 笑道, 我也没有感知到什么特殊的气息, 空气很新鲜, 我们要去那个村子看看吗? 要不要再等等冰糖儿沉饮了一下, 有些犹豫道, 小月儿, 你的境界被压制着, 只有我是原因,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我怕来不及保护你, 我觉得, 我们可以先等等, 或者先去找小鹿。 哎呀, 你想找我哥哥就直说吗? 小月儿捂着嘴直乐, 然后非常老成地拍了拍冰糖儿的肩膀, 装着老成的模样笑道, 少女, 我哥哥那么优秀, 你的竞争对手有很多哦, 你要继续努力, 要不然, 怕是连小气的位置都抢不到了。 冰糖儿也被可爱的小月儿逗乐了, 向来不苟言笑的她,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冰糖儿和小月儿, 在进入秘境半天后就遇到了, 然后就一直待在一起, 通过接触, 年龄相差两岁的两个女孩, 成了很好的朋友。 小月儿拥有着跟林小璐一样, 活泼好动的性格, 冰糖儿则比较文静内敛, 两个人的性格互补相辅相成, 触得也越发愉快起来。 而正当这两个女孩手挽着手说笑时, 后方却忽然传来一道耳熟的声音, 福罗我跟你讲, 出来混, 最重要的是, 赵子放亮, 我, 林小璐。 活了十七年, 一个调子贯彻一生, 当年道上的朋友为了尊敬我, 还特意把我所在的国家改了名字, 帅帅鸭。 你告诉他, 我住的那个国家叫什么? 哈哈, 调国? 怎么样, 牛不牛逼听到熟悉的说话声, 小月儿和冰糖儿同时美目一亮, 惊喜回头。 而随后, 他们便同时看到了林小璐。 漆黑如墨的森林上空, 赵木木背着昏迷不醒的无垢急速飞行, 塔塔尔也紧随在旁, 但阿一并不在他们的队伍中。 不化骨虽不能瞬移, 但如论飞行, 却并不比赵木木慢, 因此, 阿一在断后。 此刻, 漆黑的森林之中, 阿一单膝跪地, 单手将竹中剑插在地面支撑身体, 嘴角躺出的粘稠血丝落在草地上, 整个人显得有些摇摇欲坠。 面前, 盖着破步的不化骨安静地站着, 其恐怖的身影仿佛当时魔神。 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过了一阵, 不化骨才抬起盖着破步的头, 面朝赵木木远去的方向, 似乎在思考他们飞出去多远了。 别看了。 阿一虚弱地站起, 将剑从地面中拔出, 然后擦了下嘴角的血, 露出一个略显苍白的微笑, 有我在, 此路, 不通。 一人一师面对面, 随后框。 一声巨响, 双方再次冲撞在一起。 阿一并没有选择当下瞬移逃离, 他要再等一会儿, 等赵木木带着乌构彻底离开在瞬移, 他在塔塔尔的身上留下了气息, 可以捕捉得到他们的位置。 场中, 虚弱的阿一再次爆发出惊人的战力, 逐中剑斩在不画骨的臂膀上, 随后牙关紧咬, 笑道, 不将沧海记一束, 便请戒子那须迷。 下一刻, 阿一的身影陡然消散, 以身化剑, 流光一彩之间, 剑扫四面八方。 刹那间天地失色, 剑气冲天, 其千万道剑影扫荡之下, 挥舞出无数道剑光, 天上地下一时间到处都是刷刷刷刷。 的剑影, 哄, 一连串巨响之下, 自不画骨方圆百里, 均被狂暴的剑气扫荡, 无边无际的漆黑森林更是彻底崩溃, 树木, 野草, 土壤, 寝壳之间全部灰飞烟灭。 须迷剑六, 其剑光所过之处, 无神, 杀, 一道剑鸣之音响起, 阿一的身躯从剑光中飞升而出, 随之一剑刺出, 死啦, 砰, 面对如此惊天动地的剑爵, 不画骨身上笼罩的破布终于四分五裂, 其不死不灭的身躯也随之暴退, 露出了里面的相貌。 仿佛被离过一遍的地面中, 阿一颤颤微微地站起身, 用神石扫了一眼, 随后微微惊讶。 这不画骨居然还是个新娘子。 眼前, 不画骨穿着已经开始腐烂的大红色新娘裙, 其红色的布料因为腐烂, 不少地方都跟漆黑的皮肤粘在了一起, 只有胸口处还勉强可见一个喜字。 她的头上则是带着袖几斑斑破损不堪的凤冠, 依稀能看出金色确实是出嫁的新娘子无疑, 只是她的脸, 别说女性, 简直连人都看不出来。 她的脸已经没有了五官的存在, 漆黑的面容上没有双目, 鼻子, 耳朵等, 只有一张插满黑红色历齿的椭圆形噱口, 覆盖在整张脸上。 这已经彻底脱离了人的范畴。 此刻, 这恐怖的新娘就用那张椭圆形的巨大噱口对着阿一, 能够这么快就遇到妹妹, 那自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一群少年相遇, 互相说着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 欢声笑语不断。 场中, 林小璐拉着小月儿一路走一边天南海北的吹牛逼, 大摇大摆就往那神秘的罗刹村庄走去, 冰塔儿等人则在后面跟着, 一路上叽叽喳喳地不停。 罗刹村不小, 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一大片村落, 这会儿似乎正是饭点, 家家户户都生着吹烟, 看起来和凡间的凡人村落没什么不同, 而随着一行少年人的深入, 在快要抵达村庄的时候, 林小璐也搂住了佛罗的肩膀。 一会儿老实点, 不然我就把你交给庄宝宝, 他缠你很久了。 佛罗文言瞅了眼身后装模作样流口水的大傻子, 又看了看面前故作凶相的林小璐, 翻了个白眼。 还装呢? 且, 村庄口, 林小璐等人几乎是刚刚出现, 便有罗刹守卫发现了他们, 用竹语对他们大声嚷嚷了起来。 林小璐搂着人质, 手掐着他的脖梗, 老神在在地看着村口飞速聚集持握刀剑的罗刹。 见对方人聚集得差不多了, 他也就直接开了口, 道上的朋友, 在下东瓜村一霸, 敢问你们哪位是大当家的人族修士, 你最好放了佛罗。 狗贼, 你吃了豹子, 胆敢来这里? 你给老子放开。 村口, 无数子同财尾的罗刹出现, 男女皆有, 一个个大声叫骂。 而林小璐和帅帅鸭面对骂战从来没耸过, 一人一压当即开始骂街。 你特么有种过来啊, 你过来我就弄死他。 憨屁, 你们信不信我老大一把火烧了, 你们这破村快叫你们管事得出来, 收保护费了。 身后, 冰檀儿和庄宝宝一脸猛逼地看着林小璐骂街, 只有小月儿戏以为常的咯咯直笑。 而过了没多久, 村口的罗刹中终于走出了一位住着拐杖的老者。 看到这老者的一瞬间, 被林小璐挟持的扶罗就笑了出来, 因为他知道这个林小璐死定了。 场中, 罗刹族组长现身, 众多罗刹纷纷恭敬退开, 组长也用那双浑浊的紫色眼眸看向了林小璐。 林小璐自然也毫不惧怕地看向他, 并且叫嚣道, 老头儿, 你就是管事的罗刹族组长想了想, 笑道, 小朋友, 你胆子很大。 少废话, 把宝贝都交出来, 不然我就弄死服说到一半。 林小璐发现, 手里捏着的罗刹女忽然不见了, 不知何时, 他出现在了组长身后。 这一幕发生得翘无声息, 无论是他, 还是冰桃, 帅帅鸭等都没有发现。 原本热闹的气氛忽然有些尴尬。 林小璐猛逼地看着眼前的组长, 然后又看了看他身后一众跃跃欲试, 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自己生吞活泼的罗刹族人。 他们好多都是原英镜。 哈哈, 哈哈哈哈, 老爷爷, 我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你应该也很欣赏我的幽默感吧, 这位佛罗姑娘迷路了, 所以我才把她送回来。 哈哈哈哈, 不用谢我, 你们还没吃饭吧, 都回去吃饭, 我就不打扰大家了, 咱们有缘再见啊。 说完, 林小璐拉着妹妹, 抱着帅帅鸭, 掉头就跑。 看着渐渐远去的少年, 组长没有追, 只是目光微微疑惑了一下。 那个少年好像不是休闲者, 他的体内有一种很特殊的气。 年迈的组长想了一下, 暂时压制住心中没来由的杀心, 然后手中拐杖轻轻一点地, 下一刻, 一片波纹飞速弥漫, 顷刻之间笼罩整个天地。 古色古香的村落中, 鼻青脸肿的林小璐被绑在一口大铁锅中嗷嗷大哭, 一旁的佛罗则是在美滋滋往锅里撒盐。 呜呜呜呜, 杀千刀的? 有本事, 你们放了老子。 哇, 你们不是不吃人的吗? 做人要守信用的。 呜呜呜, 看着锅内林小璐的采样, 佛罗开心得要死。 哼, 让你吓唬老娘, 呜, 我妹妹呢? 林小璐一边哭, 一边瞪着佛罗大吼, 出来混, 祸不及家人, 有什么事, 你冲着我来。 我妹妹没得罪你们。 远处, 小院, 装宝宝, 帅帅鸭, 冰桃等人鸭, 被关在一处地窖之中, 窃窃私语地说着话。 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是猛的, 不知道这个罗刹族族长是什么意思, 林立冠在这地窖之中。 听着外面林小璐的嚎啕大哭声, 小月儿不免有些担心道, 他们, 他们不会真的吃人吧? 哎呀, 他们在吓唬老大呢? 月儿姐你不用担心。 帅帅压在一堆干稻草中躺着, 翘着二郎腿道, 老大也知道, 这些人是吓唬自己, 所以才将计就计嚎得那么大声, 就是为了让这些人信以为真, 觉得他傻, 他经常这么干, 装傻装得真的一逼, 结果身边的某些人就被带得真傻了, 比如阿姨, 嘖嘖嘖。 小月儿一听这话, 立刻放下心来, 欢喜地看着帅帅鸭, 鸭子你好, 了解我哥哥。 那是, 老大小时候我就跟他混了, 他屁股一撅我就知道, 他是要拉屎, 还是撒尿。 外面, 一群光着屁股的小罗刹围着大铁锅, 一个个一眨不眨, 看着里面泡汤的林小璐。 这是这群小罗刹第一次见到人, 故感觉很新奇。 林小璐嚎了一阵, 见这帮小孩盯着自己, 眼珠子一瞪。 你们瞅啥没见过铁锅炖人孩子们被吓得一愣, 随后, 孩子中的兜兜好奇道, 你这个人是大人还是小人林小璐? 他懒得回答这么傻的问题, 跟泡温泉似的躺在堆满瓜果蔬菜的菜汤中, 然后尝了口菜汤, 味道居然还挺不错。 见周围的大罗刹都去搬柴火了, 佛罗也不在, 他便继续喝了两口菜汤, 喝得贼香, 把围观的小罗刹都看馋了。 小鬼, 你们那个组长挺厉害的, 他叫什么名字林小璐边喝边问? 组长爷爷较烟不一。 一个扎着麻花边的小罗刹回答, 说完他眼巴巴看着林小璐, 眼神中充满了好奇, 人, 你怎么不哭了一直哭也是, 很累的好不好, 哥哥我要歇一下。 说完, 林小璐看了看周围, 见所有人都认定自己中了组长的秘法, 不会有反抗能力, 没人看着自己, 便对着小罗刹们开口问道, 我瞅你们几个小鬼也不像见过人的样子, 你们为啥那么恨我们? 我能感觉到, 那些大罗刹看, 我的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恨意。 问题问出, 在场的孩子们都是一副猛逼的模样, 一个个呆滞地看着林小璐。 这个人好奇怪, 人是强盗, 大家恨人不是应该的吗? 这个人居然还要问为什么? 孩子们看着林小璐的眼神, 开始渐渐变得联系, 他们现在已经将林小璐当成了傻子。 林小璐倒是还好, 一边喝着煮自己的菜汤, 一边东瞅瞅西旺旺, 他对这个罗刹村越来越好奇了。 面前, 见孩童们不愿离去, 依旧在好奇打量自己, 他也就懒得在装害怕, 大咧咧往铁锅汤里一躺, 问道, 什么时候天柴火, 我好久不泡温泉了。 远处, 听到这话的佛罗顿时气得不轻, 撇了下嘴, 将手中吓唬林小璐用的柴火放下, 然后在几个虎视眈眈的大罗刹陪同下, 一起来到林小璐面前。 族长爷爷要见你。 哟, 你们不吃我啦, 林小璐见兮兮地笑道, 你们不是要吃人吗? 这位大叔, 我做主了, 我把我的留给你, 保证壮阳。 弗罗身旁的一位大罗刹, 见林小璐这么肆无忌惮, 弗罗不禁有些气愤, 你老实点, 饶你条狗命多活一阵, 别这么嚣张。 说完, 他便猛地抬手一吸, 将林小璐从锅内吸扯出来, 同时也将他身上的汤汁水分吸出。 我妹妹和其他人呢, 身子被捆蛋, 已经干净的林小璐问。 在地窖里关着, 你暂时不用担心。 弗罗冷着脸道。 哈哈。 林小璐看着面前的罗刹少女, 渐渐一笑。 弗罗, 其实你也不想真弄死我的吧? 除了把你从峡谷山里打出来, 和帅帅压吓唬你以外, 并没有欺负过你。 罗刹少女撇了撇嘴, 哼道, 你们人类诡计多端, 我怎么不知道你是在利用我? 而且, 你确实拿我做人质了。 说完, 他用那双紫色的明亮双眼瞪了一眼林小璐, 小声说道, 一会儿族长爷爷单独见你, 你可别再那么嘴见了, 要不是族长爷爷, 村里人早就杀了你们了, 包括我在内, 我们大家都对你们人族没有好感, 只有得到爷爷的宽恕, 你们才有可能活着走出村子。 听到这番话, 林小璐笑了笑。 此刻的他, 基本已经确定, 罗刹族是好人。 虽然弗罗刚开始是想杀妆宝的, 但接触下来他发现有些不对劲。 通过跟孩子们的交流, 林小璐大致确定, 罗刹族是从没见过人族修士的, 最多就是听祖辈说起过。 可从来没见过, 为何会对人族修士有这么大的恨意? 而且, 林小璐在凡间游历过很长时间, 对乡野村庄也比较了解。 再加上这一路以来, 和佛罗这傻姑娘的交流, 他几乎可以断定。 这个村子是一个非常淳朴的村子, 村民大多都很单纯友善, 不会玩心眼, 不然佛罗也不会那么好忽悠, 三言两语就不再想着杀害自己等人, 只想揍自己一顿, 然后吓唬吓唬自己。 所以说, 罗刹村一定是有问题的, 比如和人族之间有什么误会之类的。 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的林小璐老实跟着佛罗来到了一座茅草屋。 组长爷爷就在里面, 你进去吧。 哈哈, 谢了。 林小璐大咧咧冲他到了声谢。 佛罗没回答, 只默默低着头。 小子林小璐见过艳部一艳组长, 进入茅草屋后, 林小璐被反绑着的双手微微一发力, 便直接正断了绳索, 宠屋内坐着的老者抱拳。 面对此景, 老者并未意外, 反而仿佛意料之中的缓缓点头。 小朋友, 你果然不是修仙者, 封灵术对你无用。 吼吼吼吼吼, 燕组长见笑, 我只是修仙借中一个意外的习武之人罢了。 此刻的林小璐全无以往的玩世不恭, 对着燕不一抱歉开口道, 燕组长, 这次是我和朋友们与佛罗姑娘闹了点误会, 我在这儿给贵村赔个不是。 屋内, 坐着的燕不一面无表情, 只是浑浊的紫色双目一遍又一遍反复打亮着眼前的少年。 他似乎是在思考, 但又仿佛思维受阻, 故思考中时不时就会微微皱眉, 露出痛苦的表情。 没办法, 他只能无奈放下脑海中的疑问, 转向另一个问题, 对林小璐询问道, 老夫能感觉到, 你体内有一种特殊的气, 既不是灵气, 也不是五行中的任意一种气。 那是什么林小璐文言诧异了一下, 燕组长是说内力这一刻他恍然大悟, 原来罗刹族的组长是因为自己的内力才没有杀自己等人。 心中笃定的他看着面前的老者微微一笑, 组长, 这股气名为内力是无者内丹之气。 可否让老夫一观老者开门见山地问? 这个, 恐怕不行。 林小璐不紧不慢地笑道, 除非组长答应放了我等, 并让我见识见识罗刹族的那什么五行万物之气, 否则免谈。 此话一出, 老者苍老的目光顿时变得异常恐怖, 整个人更是散发出冲天的气势。 他看着面前的少年, 威胁道, 小朋友, 你现在的处境没资格跟老夫谈条件, 你就不怕不怕。 林小璐插着腰嘚瑟道, 燕不易猛了, 这孩子怎么这样, 自己还没说干嘛他就不怕, 怎么胆子就这么大呢? 场中, 林小璐非常有恃无恐地笑道, 燕族长要是不满意, 请随时弄死我, 实不相瞒, 我从三岁就开始每天自杀, 平均一天自杀八遍, 结果今年十七岁了还死不掉, 你说气不气人燕不易? 见这位老者露出猛逼的眼神, 林小璐继续笑道, 或者族长也可以拿我的朋友来威胁我, 说不定我会妥协。 听到这话, 燕不易当即冷哼一声, 我罗刹族光明磊落, 即便和你人族修饰有仇怨, 也不会做那等龌龊之事。 林小璐一听, 立刻开心地拍了拍小胸脯, 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燕不易, 看着面前满脸庆幸的少年, 一把年纪的燕不易, 忽然觉得自己被这小子吓套了。 而直到此刻, 已经彻底摸清燕不易品性的林小璐, 完全不再害怕, 还耍起了无赖, 一副你不给我展示五行之气, 不放我们走, 我就不给你展示内力的架势。 看着他那副健样, 一把年纪的燕不易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但同样第一次与人族打交道的他, 还太过正直, 最后也只好满脸无奈地点头道, 我们罗刹族正在和你们人族交战。 你们几个小家伙, 如果不闹事, 那我们罗刹族, 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但放了你们绝不可能, 天知道, 你们会打什么坏主意。 说到这里, 他咳嗽了一下, 继续讲道, 这样吧, 你和你的朋友这段时间, 就待在村子里, 等此件事了, 老夫再放了你们, 如何闻言, 林小璐想了想, 然后笑眯眯地点头。 现在的他, 已经彻底确定, 罗刹是好人, 眼前这个有些憨憨的老者, 也是一个品性优良的前辈, 这样的人, 他确实还算信得过。 而自己留在罗刹村, 确实可以更好地和罗刹讨论器, 和燕族长达成共识, 林小璐显得很开心, 也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 燕族长, 我有个不成熟的困惑, 就是为何, 你们会如此仇视, 我们人族修饰? 难道是因为我们各个尿尿能分叉, 所以你们嫉妒吗? 四南界, 峨眉地狱, 一片荒野之中, 提着酒葫芦的李明如昂首而立,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面前仿佛大山一般的黑色巨型丹炉。 他旁边, 包橘子的叶青鸾, 好奇的李妙星, 以及孙唐亮等人都在。 所有人都在仰着头看, 看着那巨大的丹炉顶部, 那个小小的少年身影, 用那界往丹炉内添加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场中, 一时间他都不确定自己这师弟是激动还是害怕。 旁边的孙唐亮看出了这一幕, 咳嗽了一下, 然后对着百米之上的汤圆高喊, 徒儿。 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师父。 丹炉顶部, 汤圆扯着嗓子喊完, 随后又对着叶青鸾大喊, 掌门, 一会儿我喊点火, 您就用您的青鸾之火烧炉底之道了, 叶青鸾回应了一下, 随后便开始摩拳擦掌地准备起来。 此刻, 百米高的丹炉顶部, 汤圆依次将那戒中的种种材料按照特殊的配比丢进丹炉炉肚内。 随后, 他将巨大的盖子盖上, 将一枚枚零石按照提前布置的位置布下, 又将各种符录贴上。 最后, 他在丹炉顶部跪了下来, 闭着眼睛, 冲天空呼唤道, 路哥, 请保佑我练出逆灵丹吧。 掌门说, 只要我练出逆灵丹, 就把祖师爷留下的所有上古单方都给我。 路哥, 您可一定要保佑我啊。 祈祷完毕, 汤圆从炉顶站起, 大喊, 掌门, 点火。 话音落下的瞬间, 叶青软的背后立刻亮起巨大的青软虚影, 随后他双臂一盏, 掌心中顿时绽放出熊熊的青色火焰。 眼前这个丹炉是才造出来的, 材料是李明如从一个名叫杀老鬼的朋友那儿弄来。 而这样巨大且磁石的丹炉, 一般的灵火很难烧动, 只有用叶青软的青软火才能勉强烧得动。 此刻, 叶青软死死咬着嘴唇, 双手绽放出檀天的青色火焰, 其额头上的细腻汗珠也是叠了一层又一层。 一旁的李明如默默看着, 不知在想些什么。 炉顶之上, 汤圆掐算着时间不断为丹炉内添加各种材料。 逆灵丹的炼制非常复杂, 而且有些材料非常难找, 即便是李明如都找不到, 因此, 汤圆这段时间可谓是绞尽脑汁, 才想出办法给他改一部分用某些东西代替某些东西, 以至于现在里面蕴含的材料已经达到三百多种, 且这三百多种材料放多少, 什么时候放等都有极大的讲究, 一凡放错, 那就会功亏一篑。 顶部, 汤圆掐算着时间, 一会儿放一些东西进去, 一会儿放一些东西进去, 并不断用灵力透过特殊浮路镜压下去。 他虽是炼丹师, 但这等丹要只靠他自己一个人是炼不出来的, 灵验, 因此需要所有人的帮助。 几个时辰过去, 场下, 长时间使用青鸾火的叶青鸾, 终于支撑不住, 火焰也猛被一颤。 见此, 上面的汤圆立刻睁着斗鸡眼大喊, 其他人补上, 掌门您先歇一下, 火不能断。 此话一出, 后方药园封所有炼丹师飞出, 围住这大山一般的炼丹炉, 纷纷释放灵火, 一时间足足数百道灵火释放而出, 以数量来比肩叶青鸾的青鸾火焰。 叶青鸾则趁机停下来, 给自己喂了颗丹药后, 盘腿一坐, 手握灵石, 疯狂恢复灵力, 都把灵力催动到最大。 不要留手。 孙唐亮一边用剑纸释放灵火, 一边对着弟子们大吼, 而顶部的汤圆也在放入一堆熊刺猬的刺猬, 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药香。 刹那间, 他的斗鸡眼亮了。 就是这个味。 不久, 随着一件件材料被排序依次倒入丹炉, 药香味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浓。 厂下的李妙心更是喜极而泣, 抱着李明如高喊, 师父, 您终于要恢复了。 厂下, 全力催动灵火的药园弟子, 渐渐开始支撑不住灵力消耗, 恢复得差不多了的叶青鸾, 毫不犹豫。 咬着牙再次上前, 全力催发自己的青鸾烈焰。 随着火焰持续不断地燃烧, 漆黑的巨大丹炉开始变成了青红色, 而顶部的汤圆也死死握着最后两样材料, 满含智慧的斗鸡眼中更是充满了凝重。 刷! 掐准时间, 又是一份材料被丢进丹炉。 下一刻, 浓郁的药香陡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独特的百花香气。 闻到这个味道的汤圆大喜。 百花香气, 和丹方李所描述的香气分毫不差。 虽然丹方被自己改了, 许多稀罕材料都用其他东西代替, 但效果没问题。 哈哈哈哈, 陆哥在上! 我终于炼出你灵丹了。 他毫不犹豫取出最后一样材料, 一枚西瓜般大小的布鸣泥球。 汤圆用灵力在球上划出一道浮路, 然后直接丢进丹炉。 下一刻, 百花香气再次一变。 一股独特的香气四处弥漫, 而已经被灼烧成橘黄色的丹炉也开始出现了军裂。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这丹炉要炸, 就连李明如都吃了一惊, 杀老鬼给的材料都扛不住汤圆炼的丹。 丹炉顶部, 汤圆并未有什么紧张。 他知道这是逆临丹的灵气逆转膨胀, 这玩意儿和材料无关, 也就是, 这丹炉内部的空间足够大, 有一座山那么大, 不然早炸了。 早有准备的他猛地一掐绝, 就第一派。 下一秒, 先前贴的俘虏纷纷大量, 刺眼的金光绽放, 并不断向下蔓延, 转瞬之间, 生生覆盖住了整座丹炉。 场中, 连同李明如在内, 所有人都正正地抬着头, 看着那金光璀璨的巨大丹炉顶部, 那少年的身影丹西跪地, 一手按着丹炉, 仰天长笑, 逆临丹。 我汤圆练出来了。 大罗刹天, 罗刹族村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里的族人把我们当成强盗了, 不过也确实, 不明真相的同学看到他们, 肯定会下意识认为他们是妖兽, 将其斩杀寻找宝物, 毕竟大家本来就是为了宝物来的。 地窖内, 林小璐将自己从燕族长那里得到的消息, 简单跟大伙说了一下, 一行人也纷纷恍然大悟。 老大, 我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小玉儿怀内, 帅帅压满脸疑惑地说道, 李虽然是这么个礼, 但有些牵强。 文言, 林小璐却是没什么所谓, 脑袋瓜枕在胳膊上, 身子躺在干稻草中, 翘着二郎腿道, 管他呢, 反正来都来了, 那个组长还算挺讲道理的, 让咱们就待在这里, 说只要我们不作乱, 等这个秘境结束就会放我们走。 陆哥, 他会不会是骗咱们的呀? 庄宝宝一脸狐疑, 我们灵力都被那个老头用奇怪的手段疯了, 万一他回头翻脸不认账, 那我们说到这里, 几人的脸色都不免变了变, 燕族长手段不俗, 不比天人尽大能差多少, 他们的灵力都被封了, 只有林小璐没事, 不过很显然, 林小璐打不过那么多罗刹族人。 角落里, 抱腿坐着的冰糖微微皱眉道, 现在咱们没什么办法, 谁都没想到, 燕族长可以直接抢回那个叫佛罗的女罗刹, 我们还是见识太少, 以为有人质就可以高枕无忧。 对啊, 打又打不过, 能活着就行了呗, 燕老头说了, 我们大家可以在村里随意活动, 只要不影响村民生活, 不出村就行, 林小璐摆出了一副寄来之则安之的模样, 其他几人健壮也就只好如此, 先待着吧, 咔嚓, 硕大的紫色萝卜被咬开, 甘甜的汁水只从嘴角流出, 冰糖, 这的萝卜很好吃, 你不试一下吗? 林小璐一边大口大口啃着水萝卜, 一边看向身旁含糖葫芦含的脸颊鼓鼓的冰糖, 他瞅了眼林小璐手里巨大的萝卜, 洁白的眼眸露出可爱的呆滞表情, 仿佛在思考为什么这的萝卜是深紫色的, 还长得这么大, 不过他终究是摇了摇头拒绝林小璐的好意, 他不太想吃这种奇奇怪怪的水果, 瞅了一眼周围路过的村民冰糖疑惑道, 小璐, 村民看我们的眼神好奇怪啊, 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我们, 很正常, 这玩意儿就属于口口相传留下的第一印象, 林小璐一边啃着大萝卜, 一边笑道, 就像我小时候村里大爷跟我们讲鬼故事, 讲得贼吓人, 然后我们对鬼的第一印象就是坏的, 恐怖的, 吓人的, 但其实我们根本没见过鬼, 都是听别人说的, 他大言不惭地说道, 不过你放心, 第一印象是可以打破的, 尤其我这么英俊, 还特么有文化, 用不了多久, 这个村子的罗刹, 就会喜欢我的, 吼吼吼吼吼吼, 萝卜啃完, 嘴馋的林小璐又去地里拔了一个, 用不远处水井里的水洗干净, 然后继续大块朵衣, 烟族长说了, 只要他们不惹事, 罗刹村会对他们禁地主之意, 随便吃随便喝, 他正准备一会儿吃饱喝足, 就去找烟老头唠唠嗑, 大家都是道上混的, 相互展示一下自己的气, 交流交流, 林小璐, 你要的水果来了, 远处, 佛罗推着一辆木制手推车出现, 里面堆满了各种瓜果, 罗刹村村规, 如无紧急的是, 村里不能随意使用能力, 故所有的罗刹们都一直过着日出而做, 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此刻, 佛罗推着满满一车水果来到此处, 吐槽道, 祖长爷爷知道你的饭量以后都后悔了, 早知道就该让你们滚蛋的, 哈哈, 祖长爷爷还是太年轻了呀, 林小璐美滋滋地从车里抱起一枚大西瓜, 张口就开始啃, 他发现罗刹族的食物很好吃, 基本上都是田地里种的一些瓜鸭果鸭的, 不算特别甜, 但水分很高很清凉, 这大夏天的吃上一口非常过瘾, 你那个妹妹和鸭子呢, 佛罗看了一圈, 没见其他人, 好奇询问, 我妹妹在村子里溜鸭子, 庄宝宝也跟着, 她现在已经是我妹妹新的狗腿子, 狗腿子是什么意思, 佛罗随口询问, 就是小弟的意思, 这你都不懂一旁, 老神在在发着呆的冰摊, 听到俩人的话语, 微微一愣, 原来自己是小璐的狗腿子, 身旁, 两个姑娘看着林小璐, 一个人在那胡吃海喝, 相互之间也简单聊了两句, 混了个脸熟, 不久, 然后少年终于吃饱了, 拍了拍滚圆的小肚子, 打了个宝格, 然后便大摇大摆, 走向了艳不一的茅草屋, 路过门口站岗的罗刹时, 他还兴起地拍了一下左边那位罗刹的屁股, 小伙子屁股很翘哦, 以后要不要跟我混罗刹猛逼, 带他进入茅草屋后, 才疑惑地看向右边同伴, 这个人足修士说我屁股很翘, 这是什么意思, 右边那位罗刹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下, 随后不确定的道, 我也不太清楚啊, 不过看语气, 他好像是在夸你, 而且, 我能从他的脸上看出爱才之心, 闻言, 那位罗刹傻乐了一下, 笑道, 想不到这个人足修士还挺有眼光, 也不像我想的那么坏嘛, 此刻, 茅草屋内, 林小璐来到正在编织东西的燕不一面前, 满脸好奇道, 燕族长在干嘛编箩筐, 燕不一说着, 放下手中编织到一半的箩筐, 看向面前的少年, 林小友准备给老夫看看弃了对啊, 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林小璐冲老者张开手, 下一刻, 一股无形的灼热就从手掌中散开, 这就是内里, 是从丹田散发出来的, 我练功久了, 体内真气凝聚成内丹, 源源不断, 生生不息, 场中, 燕不一颗颇为仔细地看了看面前的真气, 感受着那股灼热, 有些惊讶道, 不属于天地灵气, 也不属于自然万物, 这是你自身的本命真气转化而来没错, 燕组长要学吗? 林小璐笑着问, 面前, 年迈的燕不一, 仔细端向了一会儿内力后, 便摇了摇头, 我们罗刹天生拥有沟通自然万物之气的能力, 你这内力虽然精妙, 但老夫已经有遗物了, 不用学, 嗯, 林小璐点头, 你们罗刹的身体, 应该是与人有区别的, 其实我也教不了你们, 一经经是针对人体所创的武学, 你们要学的话, 就得做一些修改, 这很难, 估计只有我的鸭子才能摸索出来, 说完, 林小璐看着老者道, 燕组长, 我想看看罗刹的万物之气, 闻言, 老者也给予了应运, 伸出了六根手指的手掌, 下一刻, 他的掌上三寸, 竟凭空凝聚出一滴水珠, 你可以凭空造水, 林小璐惊讶, 这不是凭空造水, 燕不一抚摸着浓密的白色胡须笑道, 老夫在成为这一任的组长之前, 天生对水清和, 这水滴便是凝聚天地中的水分而成, 燕组长, 你们罗刹连接这世间万物的气, 可有法门林小璐激动地问, 然而遗憾的是, 燕不一直接就摇了头, 罗刹为天地自然蕴藏而生, 我们的灵魂和自然牢牢锁定在一起, 是没有所谓的修行法门的, 我们的传承, 能力, 皆是大自然的恩赐, 是天生的, 听到这话, 林小璐的表情肉眼可见地变得沮丧起来, 看着他便秘一样的表情, 燕不一有些疑惑地问道, 林小友, 是想学不算想学吧, 就我再领悟一本经书, 里面有提到, 世间万物各种各样的气, 哦, 一听这话, 燕不一道, 确实来了兴趣, 林小友, 这本经书可曾携带, 如若不嫌, 老夫可帮林小友看看, 这个带我倒是没带, 林小璐笑道, 都在我脑子里, 那本经书我研究好久了, 我可以背给燕组长听一下, 文言, 燕不一点头, 愿闻其详, 与此同时, 大罗刹天某密林之中, 阿姨持卧竹中箭, 脸色难看地站着, 她的身后, 是生死不知的吴构, 哭成泪人的赵木木, 以及满脸猛逼的罗刹女塔塔尔, 而她的面前, 则是面露冷笑的刘伯阳, 公阳夏木, 以及其他几个修士, 之前在僵尸林, 她间对付不了不化骨后, 便顺移开来, 准备带着吴构、赵木木, 一起去塔塔尔所说的村庄, 结果半路遇到了眼前这帮人, 赵木木一路尚未无垢疗伤, 自己的伤势还未回复, 自己刚和不化骨苦战一番, 此刻面前的几人又都是原因, 塔塔尔, 看她那表情, 似乎正在疑惑, 为什么人族和人族之间要打架, 所以现在的情况对于阿姨来说, 稍微有点吃不消, 小瞎子, 还撑着那面前, 身穿一袭紫色长袍的刘伯阳露出冷笑, 听说你和吴构跟那个林小璐关系挺好, 今天老子说什么, 也要拔光你的毛, 没错, 还要毁掉你的剑, 公阳夏木在一旁怒喊, 面对这二人的话语, 阿姨脸色难看, 但现在的他并不是眼前这些人的对手, 吴构和赵木木还受着伤, 尤其是吴构, 他耗不起, 不远处, 踏踏而疑惑地看着两帮吵架的人, 有些好奇道,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要吵架, 这个小光头快不行了, 只有组长爷爷能救他, 话语声说出, 刘伯阳, 公阳夏木等一众修士, 纷纷看向他塌儿, 见到他的子童彩尾, 人群中当即有学生吃笑, 你们居然和妖怪勾结上了刘伯阳, 更是放声大笑, 兄弟们, 杀了这妖怪, 话音一落, 阿姨刷, 得一声拔出竹中箭, 挡在伙伴们身前, 面朝眼前的所有人, 向来老实巴交的阿姨, 罕见露出极端愤怒的神情, 他一人一剑, 对着所有人, 声音冰冷地开口道, 来一个, 我杀一个, 肃杀的话语放出, 在场的学生皆是一阵, 进入秘境之前, 仲妮先生说过, 学生之间可以抢夺机缘, 但不可杀人, 阿姨这是要公然违背院长的命令, 刘伯阳也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阿姨居然反应这么强烈, 但很快, 他就眼睛一眯, 故意将事情往妖怪身上引, 轻蔑笑道, 你居然要为了一个妖怪杀人, 还违背院长命令阿姨一愣, 自己想保护的事, 无够, 怎么, 一根筋的他还未反应过来, 刘伯阳就当即指着他大喊, 兄弟们, 这位同学一定是被这妖怪蛊惑了心智, 拿下他, 说完, 他就一个顺身冲向阿姨, 周围的其他人愣了愣, 随后也冲了上去, 大家都知道, 刘伯阳在胡说八道, 不过无所谓, 反正只是找一个动手的理由而已, 毕竟他说了, 妖怪有个村子, 里面可能有大机缘, 这个阿姨和妖怪待在一起, 可不能让他杰足先登, 场中, 阿姨冷冷地看着庶民猿鹰, 同时对自己出手, 其恐怖的威压, 一时间压得自己神魂都有些不稳, 但他强行握住剑, 咬牙迎敌, 一旁的塔塔尔吓坏了, 浑身直哆嗦的就想退,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远处的密林中, 突然飞出一道通体黑色的霞光, 咻, 霞光出现得非常突然, 在刘伯阳的手和阿姨的剑即将撞在一起时, 直接轰中刘伯阳的脸, 将其横着轰飞出去, 当头一接,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猛了, 实践准备迎敌的阿姨更是一脸疑惑, 人哪, 怎么突然不见了, 冲锋的学生队伍迟一停下, 看了看远处脑瓜插在树干中, 只挂着一个身子的刘伯阳, 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而也直到这时, 不远处才响起一道银铃般的清脆笑声, 敢欺负我斯南界的人, 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声音一出, 所有人转手, 看到了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矮个子, 漂亮姑娘, 漂亮姑娘抱着胳膊, 脑瓜痒的老高, 身旁还跟着一个骑竹驰锤, 一脸跃跃欲试的少女, 当林小璐走出茅草屋的时候, 清澈的脸上, 写满了沉思, 她跟燕族长聊了很久, 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启发, 而且, 当燕族长知道她要感受万物之气以后, 还给了她一个建议, 只不过这个建议让她觉得有些不合情理, 挠了挠自己的裤头, 林小璐觉得自己的脑瓜子有点不够用了, 算了算了不想了, 找帅帅鸭问问, 她准备回地窖找帅帅鸭, 走之前又拍了一下那位守卫罗叉的翘臀, 夸赞道, 一个多时辰不见, 小伙子的屁股还是这么翘, 有前途, 守卫眉开眼笑, 觉得林小璐很有眼光, 村内, 林小璐一边思考, 一边往地窖的方向走去, 可她还没回到地窖, 远处就忽然传来一道惊呼, 又有人族修士来了, 四处皆是农田, 山清水秀的村庄口, 无数罗刹族人正惊恶万分地看着眼前的塔塔尔和一对人族修士, 此刻, 赵木木抱着昏迷不醒的吴够, 眼巴巴地看着塔塔尔和他们交涉, 旁边的阿依, 上官哈密瓜, 诸葛丹等人也是一脸焦急, 无垢的呼吸已经微弱到了极致, 仿佛随时都要圆寂一样, 由不得他们不急, 而几人还没等多长时间, 就看见罗刹村民中冒出了一个正在咔嚓咔嚓啃啃啃萝卜的少年, 小璐恩你们怎么来的见到伙伴, 林小璐先是激动了一下, 随后当他发现赵木木怀里满身血的无垢时, 脸上刚刚绽放出的笑容瞬间一僵, 手里的萝卜也直接被捏成了碎渣, 我们遇到了一个叫不化骨的僵尸, 无垢为了保护我被打成了重伤, 后来是阿姨同学出现, 才勉强救下我们, 本姑娘和丹丹是后来碰上他们的, 我们俩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罗刹, 二打一才勉强和他打平, 那个罗刹说他是罗刹族组长的儿子, 实力强悍的一逼, 后来遇到刘伯阳和龚阳下木了, 那俩杀笔召集了不少同学, 要不是因为他们, 无垢小师傅也不会被耽误, 这个仇早晚得报, 茅草屋外, 少年们坐在一起, 一边等屋内, 燕族长救治无垢, 一边诉说着各自的遭遇, 而当大伙听闻上官哈密瓜和诸葛丹 遇上了燕族长的儿子以后, 都吓了一跳, 纷纷担心会不会因此和罗刹族交恶, 林小璐还好, 他并不关心会不会因此与罗刹族交恶什么的, 此刻的他心里只担忧着无垢的伤势, 在一旁脸色阴沉地坐着, 拳头捏得死紧, 也不知道无垢现在怎么样了, 希望燕族长能比看上去厉害一些, 把无垢治好, 自己愿意欠他一个人情, 对于无垢, 林小璐的感情是很深的, 毕竟是很早就认识, 关系一直很好, 奶奶的, 等无垢好了, 自己就要去找那个什么不化骨, 把他骨头都拆掉, 给无垢报仇, 再把刘伯阳和公阳下木的毛再拔一遍, 如果他俩运气好还没长出来, 就拔光他们的头发, 让他们拜无垢为师, 屋外,少年少女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大伙儿对无垢的伤识都很关注, 其中抱着帅帅压的小玉儿见林小璐神情低落, 乖巧地蹲在他身边, 安慰道, 哥哥放心, 无垢小师父吉人自有天相, 他会没事的, 对啊, 路哥, 阿姨一边啃着钢斋的瓜, 一边劝道, 我师父说,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无垢师父是好人, 虽然不偿命, 但我觉得他至少能活到二十岁, 听到阿姨这番安慰人的话语, 林小璐响了一下, 然后一把抢过他手中的瓜, 并给了他一拳, 男男女女去世多, 一行人继续在屋外等着, 一直到天黑都没有一个人离去, 看得出来, 无垢确实伤得极重, 几个时辰过去, 茅草屋内都没有动静, 搞得林小璐心都就在了一起, 夜晚时分, 大伙儿继续围在一起默默等待, 以泪洗面的赵木木, 眨巴着红红的眼眶, 愤恨道, 都是那个刘伯扬害的, 耽误了无垢疗伤的时间, 无垢要是出什么事, 频道飞载了他不可, 他已经骂了刘伯扬一下午, 到现在, 眼眸中都是重天的火光, 女孩大多感性, 小玉儿, 诸葛丹, 弗罗, 塔塔尔等姑娘都被赵木木感动得不行, 就连泼辣的上官哈密瓜和清冷的冰桃, 都纷纷安慰起了赵木木, 尤其小玉儿, 更是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眼泪直流, 把怀里的帅帅鸭都看猛逼了, 场中, 上官哈密瓜安慰了一会儿这位小倒姑, 然后忽然没来由地看向林小璐, 喂, 本姑娘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会不会也像赵木木一样, 或者像你关心无垢那么关心我林小璐心情不好, 冲他竖了根终止, 便懒得搭理他, 时间滴答滴答地过去, 一直到深夜时分, 燕组长才在众人紧张的期盼中出来, 组长, 无垢怎么样了应该没问题吧组长爷爷, 这位小和尚, 虽然是人族修士, 但却是个好人, 面对一众少年少女们的询问, 略显虚弱的燕组长笑了笑, 没卖关子, 轻道, 那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 不过他伤得实在太重, 而且担得太久, 还需要稳定一段时间, 你们先不要去打扰他, 听到此话, 众人才重重, 松了一口气, 茅草屋外, 燕不宜看向新来的阿姨等人, 说了跟当初对林小璐所言一样的话, 表示人族修士和罗刹族关系恶劣, 为防止不必要的情况, 希望他们暂且安顿在这里, 等秘境结束, 他们自然可以离去, 这个要求大伙儿也没什么意见, 毕竟无够使人家救活的, 对阿姨, 林小璐等人来说, 着实是一份恩情, 燕组长, 我想去剁了江士林的不化骨, 林小璐看着燕不宜道, 我要替我朋友报仇? 文言, 燕不宜苦笑着摇了摇头, 林小有为朋友报仇的心情, 老夫可以理解, 但那不化骨着实厉害, 其不死不灭的特性, 即便是老夫全胜时期, 也除不掉他, 说完, 燕不宜又看向上官哈密瓜, 和诸葛丹二人, 笑问, 两位姑娘, 你们和老夫的儿子交手了? 听到这个问题, 上官哈密瓜先是一愣, 随后撇了撇嘴道, 他一出来就攻击我, 要不是单单帮助, 只怕我都得遭上一劫, 不过燕组长您放心, 我们只和他打了个平手, 他没被我打伤, 燕不宜笑着点了点头, 出了问题, 回头等迦勒回来, 我让他给两位姑娘道个歉, 不过这段时间, 还是希望几位不要生事端, 毕竟, 我听其他回来的族人说, 确实有一部分人族修士在猎杀我们, 而且, 对我罗刹族有所图, 听到这里, 在场的少年们纷纷脸色尴尬, 其实从一开始, 他们也是一样, 大家近来, 就是为了夺宝物, 抢机缘的, 而罗刹族的情况很明显, 他们常年与世隔绝, 是一帮很单纯很有善的人, 甚至把这个小村庄比作是一方净土也不过分, 而修仙者学院的学生, 从某种方面来说, 确实就是一帮强盗, 所以, 罗刹族的人反感他们,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燕族长的要求也没什么, 虽然封印了他们的灵力, 让他们在罗刹村带到秘境结束有点过分, 但人家确确实实救了无垢, 倘若他别有用心, 那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不救, 然后骗所有人, 说他尽力了就行, 大伙也说不了啥, 但人家偏偏就过来了, 所以于情于理, 这位燕族长都确实称得上是一位身名大义的长者, 而对于这样的人, 林小璐这帮少年也确实非常尊敬, 愿意接受他的提议, 午夜, 铺满干稻草的地窖中, 林小璐和一群伙伴们在这儿安稳过夜, 由于灵力被燕族长暂时封印的缘故, 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打坐修炼, 而是难得地睡起了觉, 一人一个位置, 并排而卧, 这种久违的感觉让大家一时间觉得有点兴起, 林小璐左边躺着小月, 右边躺着阿姨和庄宝宝两个男性, 最边上还有一头猪, 而其余的女孩们则一次和小月挨在一起, 有一说一, 这种睡大通铺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 或许是因为女孩特别多的缘故, 林小璐甚至可以在地窖里闻到淡淡的香气, 面对这种香气, 阿姨也闻到了, 还问她有没有闻到, 结果林小璐很不要脸地说是自己身上的体香, 静谧的夜晚, 似乎所有人都已经沉沉睡去, 林小璐也打了个哈欠准备入睡, 可身旁的小月却突然声音小小地开了口, 哥哥, 我好久没睡觉了, 睡不着, 林小璐, 那怎么办林小璐翻了个身, 侧握着在黑暗中捏了捏小月的脸, 宠溺道, 别胡思乱想, 早点睡吧, 要不哥哥你给我讲个故事把黑暗中, 小月眨巴着明亮的大眼睛期待到, 小时候你, 经常给我讲故事, 都好久没有过了, 听到这个要求, 林小璐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可她还未开口, 原本安静的地窖就突然像炸锅了一般, 讲故事, 鹿哥, 我也要听我也要听, 对呀对呀, 正好无聊睡不着, 小璐讲个故事吧, 哈哈, 林小璐你, 还会讲故事来, 给本姑娘讲一个, 讲好了, 本姑娘有赏, 哦讲故事, 哦讲故事, 一群少年少女跟说好了一般, 集体从干稻草中做起, 一个个全都期待地看着林小璐, 搞得她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帮人是有多无聊, 长这么大, 没听过故事, 不过她, 还是很享受这种众望所归的感觉的, 顾勉为其难答应了下来, 并招呼大伙, 围着自己做成一个圈, 随后, 她就在所有人期待的眼神中, 神秘兮兮地翘起嘴角, 你们听说过, 知神的传说吗, 所有人, 漆黑的地窖中, 林小璐点燃了烟族掌, 给他们企业用的蜡烛, 少年们齐聚一堂, 围绕着幽静的烛火, 听起了一段发生在一千多年前, 一个名叫王小璐的热血男, 一夜瓢尽百万人的传奇故事, 当晚, 所有人都被这个故事听得三观炸裂, 一个个猛逼得不要不要的, 就连诸葛胖胖那头猪, 都哼哼到半夜才睡着, 次日, 清晨, 上官哈密瓜打着哈欠爬出地窖, 好久没睡觉的他, 觉得这偶尔睡一觉还挺香的, 或许是昨天晚上, 小璐讲的故事太炸裂的缘故吧, 大家好像都睡得很沉, 这个时候, 其他人还没醒, 他算是醒得比较早的, 而当他走出地窖以后, 第一眼便看到了田地中拿铲子拢地的林小璐, 此刻的少年拢地拢得很专注, 旁边有几个罗刹族人正在好奇围观, 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 这些人非常惊讶林小璐的拢地技术, 看着那和罗刹族人谈笑风生的少年, 上官哈密瓜一时间忽然觉得有些恍惚, 林小璐会的东西真的好多, 虽然拢地种田这种东西, 应该是普通人才会学的, 但此刻看着那穿着道袍, 撸着袖子干活的少年, 上官哈密瓜向来骄傲的内心, 却不由地起了一丝敬佩, 这家伙虽然见, 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大唐女皇能和他在一起, 也算是, 不错了吧, 少女有些酸溜溜地想着, 此刻, 正在卖力拢地的林小璐无意中发现, 远处蹲在田梗上的少女, 见他傻兮兮地盯着自己, 林小璐顿时觉得有些怪怪的, 这矮冬瓜怎么了, 被自己昨天讲的故事震撼傻了, 他继续拢了一会儿地, 见上官哈密瓜还一眨不眨望着自己, 不禁觉得有些不自在, 想了想, 林小璐提着铲子走过去, 你看什么看, 再看我一铲子, 拍死你信不信蹲在田梗上的上官哈密瓜, 哼了一声, 扭过头, 小嘴觉得老高, 见这家伙老实了, 林小璐便准备继续干活, 可刚转头, 上官哈密瓜开口问道,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干农活, 我本来是想起来练练功活动下身体, 见这儿的村民在干活, 就搭把手, 说完, 林小璐瞅了他一眼, 疑惑道, 你怎么也起那么早, 我妹妹醒了吗还没, 小月抱着帅帅鸭, 睡得可香了, 说完, 上官哈密瓜瞅了瞅他手里的铲子, 有些好奇, 故伸出一点点大的手道, 我还没干过农活呢, 给我试试背, 你可拉到吧, 林小璐比翼地看了他一眼, 你长得还没搞把高呢, 去去去, 找地方拉屎去, 别妨碍我干活, 林小璐你,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飘了, 和你邻里都被疯了, 现在就是个普通姑娘, 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还干农活呢, 挑大份, 怕事都挑不动, 说完, 少年便扛着铲子, 头也不回地去拢地, 上官哈密瓜背对, 却难得地没有生气, 他也是最近才发现, 以前林小璐一对自己, 自己肯定就会呛回去, 但现在, 自己已经没那么生气了, 反而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毕竟再过小半年, 这家伙就要跟大唐女皇成亲了, 到时候, 自己也就听不到这家伙对自己了, 他继续蹲在田梗上, 眼巴巴地看着, 看着他在那里挥舞铲子, 和村民们说说笑笑, 不知为何, 心里没来由起了一丝酸意, 这家伙确实还挺好的, 虽然贱了点, 但有时候还是蛮可爱的, 关键时刻, 也很会照顾人, 如果自己以后, 成为新一任的上官家主, 也要娶一个这样的, 嗯, 最低标准, 就是跟这家伙差不多的那种, 做自己的如意郎君, 他瞅着少年一阵胡思乱想, 一边瞅还一边嘀咕, 而正当他嘀咕得起劲时, 忽然觉得, 有种如芒刺悲的感觉, 上官哈密挂, 刷, 得一声扭过头, 发现阿姨正蹲在自己身后, 一边啃黄瓜, 一边盯着自己, 死瞎子,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感觉被发现兴师的少女, 先是吓了一跳, 随后翘脸煞红, 恼羞成怒地瞪着阿姨, 我过来有一会儿了呀, 阿姨脸颊鼓鼓地, 塞满了黄瓜, 有些含糊不清道, 上官, 你刚才嘀嘀咕咕说什么这家伙, 其实也蛮可爱的, 这家伙说的是不是陆哥呀, 不是, 怎么可能是他, 上官哈密瓜一口否认, 可你是对着陆哥说的, 阿姨难得聪明了一次, 一边啃黄瓜, 一边好奇道, 上官, 你是不是喜欢陆哥呀, 喝笑话, 我喜欢他你怕是脑瓜, 长到屁股上去了, 赶紧滚, 不然我打你信不信, 咱俩现在都没有灵练, 你不一定就打得过我, 实话告诉你, 我从小打我弟弟, 也算是半个恋家子, 填梗上, 阿姨被威胁得一愣, 然后摇头晃脑地站起, 转身, 一边走一边啃黄瓜, 同时嘴里嘟囔着, 我要去告诉其他人, 你盯着陆哥思春, 然后让大家一起笑话你, 上官哈密瓜, 死瞎子, 你特么想死是不是, 看着阿姨摇头晃脑离去的背影, 上官哈密瓜彻底炸了, 踢着裙子飞奔上去, 对着阿姨的后脑瓜, 跳起来就是一巴掌, 啪, 阿姨被拍得一愣, 随后扑通, 一声栽倒在地, 当场晕死过去, 见阿姨晕倒, 上官哈密瓜, 先是紧张地撇了眼远处的林小璐, 见他没有注意这边, 便立刻扛起阿姨跑向远处, 作为磨刀大小间, 他今天要毁尸灭迹, 恰巧此刻小月儿起床走出地窖, 刚好看到上官哈密瓜拖着阿姨, 然后小短腿直刀狂奔的画面, 阿姨的头还摩擦在地里, 随着他的奔跑而擦出一条长长的沟渠, 看着那青春洋溢激情奔跑的少女背影, 小月儿猛了, 怀里的帅帅鸭也猛了, 一人一压, 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得不说, 上官哈密瓜还是很有磨刀大佬的派头的, 当他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也完全没人注意阿姨不见了, 只是在村庄偏远的一处猪圈中, 阿姨嘴巴被迫不塞住, 身上绑着绳子, 躺在那儿呜呜呜地哼着, 上午时分, 少年们在村庄里老实待着, 弗罗和塔塔尔两个罗刹族姑娘也跟他们打成了一片, 带着他们四处闲逛村子的风景, 或许是因为女生比较多的缘故, 一行千娇百妹的女孩们走到哪儿, 都会响起清脆动人的嘻嘻哈哈声, 而林小璐则再次去找了燕布依村长, 讨论起《易经》中的龟藏一篇, 在村庄后面, 一处不大的溪流边, 燕布依和林小璐一老一少, 各自盘腿坐在簇拥于溪流中的丸石上, 交流着气, 族长, 昨天您说, 我感受万物之气的最好方法, 就是把自己埋起来,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很合理啊, 涓涓溪流上的丸石, 少年盘腿坐着, 手肘撑在膝盖上, 下巴放在手掌上, 有些尴尬地说道, 把自己埋起来, 死了怎么办死了投胎转世即可, 燕布依轻描淡写地说道, 林小璐, 通过交流, 他已经发现罗刹族的人对于死亡并不放在心上, 他们和自己不同, 自己属于人有六道轮回之说, 而罗刹族是天地万物之精华所生, 生于天地, 归于天地, 在他们的观念里, 死亡并不是结束, 而是一种新生, 因此他们并不怎么害怕死亡, 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开始, 面前, 风景如画的溪流之中, 年迈的老者慈祥笑道, 林小友, 其实你要感受世间万物的气并不难, 只是它听起来很复杂, 很难, 毕竟世间万物多如天上繁星, 数不胜数, 但这世间的一切实际是可以解析开来的, 而所谓世间万物, 其实本质上只有五个点, 燕布依举起手, 对着林小璐笑道, 金, 木, 水, 活, 土, 便是这世间万物的根本, 你眼前看到的一切天地, 也都是由这五者构成, 所以感受世间万物的气, 说白了, 就是感受五行的气, 只要感受到了五行, 那就跟感受世间万物一样了, 林小璐听得一愣, 惊讶道, 怎讲燕布依笑呵呵地对这位后辈解释道, 金, 代表着世间一切金属, 金银铜铁等等都属于金, 木, 代表着生命和植物, 水, 代表着世间一切液体, 包括水, 酒, 茶, 雪, 油, 冰等, 其中水和木合起来, 也就是所谓的生命了, 火, 则是代表着能量, 包括火焰, 雷电, 灵气, 以及林小有的内力, 甚至灵魂等等, 最后一样, 土, 代表着这世间一切的山川岩石, 矿体物质, 燕布依笑眯眯地摸着胡须, 道, 世间万物, 除了时间和空间以外, 皆在这五行之中, 皆在, 道之内, 面前, 少年猛逼了, 他嘴巴张得大大的, 然后有些迟疑地问, 前辈的意思是说, 感受万物之气, 本质上就只要感受金木水活土五行的气, 就可以了吗? 正是, 燕布依继续说道, 所以, 老夫才会建议林小有, 将自己埋在土里,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小有就会感受到, 土壤里水分, 泥土, 幼虫, 金属, 石块, 树木根莖等种种一切, 那里是最自然, 也最会同时有五行的地方, 林小落, 他猛猛地看着面前的燕布依, 觉得这个方案好不靠谱, 这老头不会是忽悠自己的吧? 虽然关于燕祖长的五行之说, 他觉得确实还挺有道理的, 毕竟除了时间和空间以外, 自己好像也确实想不出, 有什么东西是超脱于五行之外的, 但把自己埋了, 这怎么听都觉得有些怪怪的, 与此同时, 思难见, 峨眉咔嚓, 一声金属清响, 巨大的丹炉门仿佛下放是城门一般, 轰, 得一声重重落在了地上, 然后, 在李明如, 叶青鸾, 李妙心, 孙唐亮, 以及耀元所有弟子金额的眼神中, 一颗小山大小的圆形泥球, 缓缓从丹炉内滚了出来, 所有人都惊住了, 他们仰着头, 看着眼前这颗巨大的泥球, 一个个惊骇万分, 这特么居然是一颗丹, 这么大, 上空, 炉顶顶部, 汤圆飞升而下, 激动得的, 跑到所有人面前哈哈大笑, 掌门, 我把逆铃丹炼出来了, 就是这个味道没错, 跟丹方里记载的分毫不差, 听着这神奇少年的笑声, 叶青鸾脸色古怪地看了看眼前这巨型丹药, 然后又看了看身旁正在不断深呼吸的李明如, 心中满是猛逼, 徒儿, 这丹药, 怎么如此不同凡响, 这也太大了些, 一旁的孙唐亮问, 对啊, 汤圆师兄, 你这是不是练错了呀, 这咋能这么大啊, 李长老吃半年都吃不完啊, 面对众人的质疑, 汤圆眨巴着斗鸡眼解释道, 是这样的, 丹方里面记载, 逆铃丹确实跟正常丹药一样大, 但我这个属于修改过的, 虽然药效应该一样, 但毕竟很多地方需要加料, 就比如一颗千年人参, 虽然非常补, 但是我没有, 我只能用野菜去弥补千年人参的养分, 但这就需要无数的野菜, 用数量来弥补千年人参的质量, 所以这颗逆铃丹才会炼制得这么大, 因为里面添加了太多东西, 这其实就是为了能和丹方中记载的逆铃丹, 完全一样, 说完, 汤圆还非常犀利地补充一句, 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 文言, 毕竟炼制这逆铃丹, 从头到尾, 汤圆都没有要求, 什么稀罕的天才地宝, 除了一个丹炉以外, 其他材料用的都是非常普通的诡异东西, 这已经很牛逼了, 不过牛逼归牛逼, 理解归理解, 可这么大一枚丹药, 李明如该怎么吃, 场中, 面对所有人疑惑的眼神, 汤圆大咧咧地笑道, 李长老您放心, 您只要稍微努力一下, 一年之内, 还是有希望把这枚丹药吃完的, 说完, 正好我看谈药效和副作用怎么样副作用三个字一出, 叶青鸾能感觉到, 身旁的李明如明显哆嗦了一下, 眼神中也难得透露出一丝紧张和凝重, 李明如出现过这种眼神吗, 在她的记忆中, 自己这位师弟无论面对什么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即便当初面对整个无限宗, 她也没有这么紧张过, 只有师傅先是和少云死的时候, 她才透露出凝重与悲伤, 而她现在的眼神不仅凝重紧张, 而且还透露着非常明显的害怕, 真是的, 至于吗, 反正吃汤圆丹药的也不是我, 叶青鸾一边啃干着一边想着, 此刻, 在无数人好奇的注视下, 李明如一步一步仿佛上行场斩首似的走向丹药山, 她全程一言不发, 只是脸上写满了誓死如归的悲状, 两久, 到了丹药山下, 闻着奇特的药香, 她抬头看了看一眼望不到头的丹药山顶, 然后又撸起袖子, 看了看自己手腕上若隐若现的红色经脉, 她在思考, 要不要留个遗言什么的, 万一? 过了一阵, 思虑良久的李明如终于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从泥巴色的巨大丹药上抠下一点, 然后, 眼一闭, 牙一咬, 一口吞, 不就是丹药吗? 是! 红隆隆下一刻, 天地间猛地传出一声闷响, 李明如穿着道袍的洒脱身影瞬间亮起极致的霞光, 场中,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 其中叶青鸾和李妙心更是满满的激动, 成了! 汤圆的逆龄丹真的有效果, 一旁的汤圆斗鸡眼死死斗在一起, 激动的鼻涕都流了出来, 自己的丹药果然没问题, 自己果然是绝世天才, 峨眉地狱在无尽的天地共鸣声中霞光渐渐消散, 李明如也睁开了眼睛, 目中亦充满了惊喜, 虽然实力只恢复了一瞬间, 但自己的伤势确实好转了许多, 倘若把这座丹药大山全部服下, 自己说不定真能活下去, 神奇, 简直神奇至极, 不愧是号称枯木逢春, 生死人肉白骨的逆龄丹, 没想到汤圆真的做到了, 他畅快地拿起葫芦喝了口酒, 然后春风得意地转过头, 准备好好感谢一下汤圆, 并和师姐分享喜事, 可刚一转头, 他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 除徒儿妙心害羞地捂住眼睛以外, 其他人都惊恶地看着自己, 而且,师姐的脸怎么变得这么红, 直接啃着甘致一动不动, 大眼睛更是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 是因为自己刚才伤势好转, 灵力抱拥, 引起天地间的共鸣太帅了吗? 李明如洋洋得意地想着, 然后露出一副神秘莫测, 逼格满满的笑容, 并嘚瑟地甩了一下头, 可刚甩完头, 他就发现, 大伙儿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 尤其自己的师姐, 怎么还流鼻血了他想了想, 忽然感到有些不妙, 连忙下意识往身下一看, 咦, 自己的裤子和裤衩怎么不见了, 连道袍的下半截都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随风飘荡的, 他吓了一跳, 连忙想用灵力化作光芒遮住, 但下一秒他就发现, 灵力化作的光芒居然遮不住, 似乎任何东西, 碰到自己的下半身, 就会消散成尘埃, 这一刻的李明如是猛的, 恍惚之间, 他突然有一个恐怖的猜想, 那就是, 这逆灵丹虽然可以治疗自己的伤势, 并让自己短暂恢复修为, 但修为恢复期间, 任何东西都无法遮住自己的下半身, 也就是说, 自己将来和小潮的一战, 必须要光着屁股打完全场, 嗯, 也不知小潮会不会被自己的雄伟给吓得无地自容, 已经有些恍惚的李明如, 不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故没有选择直接狼狈逃离, 而是先咳嗽一下, 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背着手, 先走一步, 哈哈哈哈, 说完, 他才头也不回地飞顿逃离, 速度快地一逼, 小鹿, 水萝卜, 啊咔嚓, 罗刹村, 中午时分, 林小鹿和大伙一起待在烟布一家中用起了午饭, 他们都是吃得瓜呀果呀的, 而且都是洗一洗就生吃, 罗刹族人平时就吃这些东西, 此刻, 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说笑笑, 阿姨也回来了, 不过他并没有说上官哈密瓜打自己的事, 也没说上官哈密瓜偷看林小鹿的事, 因为上官哈密瓜暗地里找他了, 答应等回凡间以后, 就请他去摩鱼大吃一百顿, 被人打就有美食吃, 这对阿姨来说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 硕大的圆桌边, 少年少女们围成了一个圈, 享受着这难得的惬意, 并等待无够的苏醒, 周围还有其他一些罗刹村的村民在吃饭, 林小鹿正一边享受冰摊对自己的投胃, 一边跟村民们吹嘘自己的过去, 现在罗刹族对于他们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厌恶, 甚至许多人觉得林小鹿是个很不错的少年, 很喜欢听他讲述凡间, 人族的事情觉得很新奇, 还有塔塔尔和弗罗两个姑娘, 总是喜欢听上官哈密瓜, 小月, 赵木木几个女孩说人族姑娘穿的衣裳, 戴的首饰, 还有涂抹的胭脂水粉啥的, 其中上官哈密瓜财大气粗, 直接从那界里, 掏出了很多好看衣裳给他们穿, 搞得一大群罗刹族女性喜欢和她玩, 大家以后去斯南界, 或者在修仙界, 到哪里遇上事了都可以报我的名字, 绝对好使, 而且我这人从来不白吃白喝, 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我们出来混的都贼特么讲义气, 都是哥们, 哈哈哈哈, 小鹿兄弟, 你们人族修士, 真的很少有像你这么好的人了, 场中, 一位肌肉发达的罗刹族壮汉说道, 我昨天也出村去对付人族修士的, 那些人族修士见到我就上来攻击, 没见过像小鹿兄弟, 你这么讲道理的, 哎呀, 没有了, 这位大哥, 林小鹿笑道, 这全是误会, 人族修士当中也是有不少好人的, 只是我们来这里, 最初确实是为了宝物, 而大多数妖兽不会说话, 所以才闹出了矛盾, 这样大哥, 你下次出去再遇到人, 你就喊一句, 我爹是纵横, 他们保证不会动你, 真的吗, 小鹿兄弟单纯的罗刹族壮汉一脸惊讶, 当然是真的, 我们人族修士最厉害的, 好像就是纵横了, 他可能比我老大还要牛逼一些, 你这样一说, 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吓一跳的, 林小鹿越扯越起劲, 最后更是翻到了隔壁桌, 和一群罗刹勾肩搭背, 称兄道弟起来, 场景一时间热闹到了极致, 而在这热闹的环境下, 完全没有人注意, 远处坐着吃饭的烟布衣组长, 在听到纵横二字以后, 他苍老慈祥的眼神中, 闪烁出一丝深深的疑惑, 这个名字, 他好像有些似曾相识, 夜晚时分, 房间内, 乌垢缓缓睁开了双眼, 第一眼看到的, 便是混合着泥土和干稻草的屋顶, 听到的, 则是一旁轻微的呼噜声, 他看了一阵屋顶, 然后虚弱地扭过头, 透过房间桌上微凉的烛光, 看到了正趴在桌上酣睡的赵木木, 看到少女, 乌垢愣了一下, 随后温柔地露出一丝微笑, 似是心有所感, 赵木木在睡梦中, 忽然轻音一声, 然后嘟囔着就要醒来, 乌垢吓了一跳, 他也不知自己怎么了, 下意识就闭上了眼睛, 屋中, 赵木木揉了揉睡眼心疯的眼睛, 先看了一眼乌垢, 见他呼吸绵长, 气态松盈, 便放了下心, 靠着烛火, 少女呆愣愣地看着床榻上的少年和尚, 渐渐地, 脑海里, 回想起古月秘境中第一次见到乌垢的模样, 当时的乌垢刚刚被刘伯扬打伤, 洁白的僧袍上还染着烟红的血, 自己当时从临终而过, 正好看到了他, 发现他当时蹲在地上,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草地, 后来得知, 当时的乌垢是看到草地中有一行长长的蚂蚁在经过, 他唯恐自己跨步而过所掀起的威风会惊吓到蚂蚁, 便不顾被刘伯扬追上的危险, 留下等蚂蚁掀过, 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小和尚真是傻得可爱, 这么傻的人居然也能进入修仙者学院, 从而也引起了他的好奇, 乌垢告诉他, 人在危险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 这是人性, 这是本能, 可以理解, 但修佛之人不可, 修佛之人不能因为自己危在旦夕就给别的生命添加麻烦, 如果修佛之人和普通人一样在面对危险的情况下会去影响其他生灵, 那还修什么佛呢? 佛从来都不是一种虚无缥缈, 山中楼阁的存在, 而是一种严于律己, 尊重万物生灵的责任, 佛不应该坐在庙堂里, 而是应该落在市井中, 只有脚踏实地地去做好事, 做善事, 去约束自己的恶念, 才是真正的佛, 要么就不修, 去做人该做的事, 既然修了, 那就应该去做佛该做的事, 当时听到这番言论的赵木木, 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咧咧的他就直言, 这小和尚的脑瓜子有点问题, 而话语说出以后, 吴构反愣住了, 当时吴构先是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一脸不解地问自己, 与适合出此言人做善事, 为什么会是脑瓜子有问题呢, 赵木木当场被他问得一夜,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回, 往事回首, 赵木木透过烛火, 看着这清秀的少年和尚, 眼眸中闪过一丝深深的眷恋, 如果善良有样子, 那应该就是吴构的样子, 吴构醒来的消息,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传出来, 而消息传出后, 不到数息时间, 所有人就直接堵到了茅草屋门口, 林小璐作为吴构的老大哥, 自然是排在第一个的, 他非常激动, 一个劲对着吴构嘘寒问暖, 且拉着吴构的手不放, 搞得所有人的表情都有些古怪, 吴构你放心, 刘伯阳和那个公羊, 夏木死定了, 等我遇上他们, 我就把他们踢成秃头, 让他们皈依尼佛, 给佛门助助兴, 还有那个不化骨, 燕族长, 说不化骨有点厉害, 不过我不怕, 年轻人嘛, 就是要有一颗迎接挑战的心, 等我回头, 就去跟燕族长说说, 让我去找不化骨单挑, 你放心, 床榻上, 还虚弱着的吴构, 脸色通红, 手被林小璐拉着, 也不好意思挣扎, 而林小璐长篇大论一番, 以后就端起了佛罗送来的汤药, 一勺一勺地为他喝药, 小璐同学, 为要这种事, 就我来吧, 一旁的赵木木眼巴巴地想争取, 结果林小璐果断摇了摇头, 对在场的人笑道, 我和吴构很早就认识了, 当年在四南戒夜门关, 我和花蝴蝶第一次认识, 打了个两败俱伤, 当时就是阿宁给花蝴蝶喂饭, 吴构给我喂饭的, 我们出来混得最讲义气, 老话说的人恩果千年计, 吴构, 哎, 张嘴, 人群中, 小月儿抱着帅帅鸭羡慕地看着, 觉得哥哥的人缘好好, 身边总是有很多好朋友, 他身旁的冰糖儿, 则有些羡慕吴构, 觉得吴构能被小璐这么温柔地照顾, 很幸福, 可这丫头刚羡慕了一阵, 一旁的上官哈密瓜, 忽然抱着胳膊, 撅着嘴横道, 林小璐你也太偏见了, 我当初怒火攻心去医疗店时, 你为我喝药就那么粗鲁, 把我的头往汤药碗里按, 怎么喂吴构就这么温柔, 面对女孩儿的问题, 林小璐直接选择性无视, 还露出一副你也配合我的吴构笔的眼神, 把上官哈密瓜气的鼻子都歪了, 真是的, 本姑娘虽然个子爱, 但也是很漂亮, 很好看的好不好, 真是没有眼光, 一旁的冰糖儿, 见她一副气鼓鼓的模样, 鸣嘴笑了一下, 然后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 小璐对兄弟情好像看得更重, 对啊, 姑娘怎么能够理解我们男人的友谊, 阿姨一针见血地说道, 此话一出, 在场的姑娘瞬间都不乐意了, 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瞪着阿姨, 一副要捶死她的模样, 上官哈密瓜, 甚至招呼诸葛丹去取锤子, 而就在姑娘们觉得有些不满, 并觉得林小璐没有眼光时, 小月儿怀里的帅帅鸭忽然犀利地开口, 如果不是为了合繁衍, 男人更愿意和男人玩耍, 自古便是如此, 姑娘们, 当天上午, 帅帅鸭被拔了十几根毛, 用不了灵力的阿姨, 则被姑娘们安排和诸葛丹单挑, 嗯, 一个舞者, 一个没有灵力的瞎子, 阿姨被打得那叫一个惨, 其中灭绝人性的上官哈密瓜, 还安排阿姨背着诸葛胖胖和自己赛跑, 跑慢了, 就让诸葛丹在后面用鞭子抽他的屁股, 中午时分, 林小璐搀扶着吴构下床, 然后背起了他, 带着他在村子里晃悠, 让他呼吸新鲜的空气, 意外的是, 罗刹族的族人对吴构的态度倒是出奇的好, 甚至比对林小璐还要好一些, 因为他们听塔塔尔说过, 吴构受伤是为了掩护有人离开, 再将士林和不化骨死痘造成的, 因此, 对于不化骨痛恨入骨的罗刹族人, 对于吴构就很有善, 到哪里都会有人对他亲切问候, 此刻, 林小璐就一边背着吴构, 一边嘻嘻哈哈地和他说笑着, 小时候刚见面时的去事, 俩人一个道士, 一个和尚, 居然聊得很开心, 说笑声传得很远, 而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林小璐忽然坏笑着对吴构询问, 我觉得赵木木挺好的, 吴构你不喜欢他吗? 突然间听到这个问题, 16岁的吴构愣了一下, 随后没有说话, 安静地趴在林小璐背上, 林小璐则继续嘻嘻哈哈地笑道, 吴构, 我从小就听你说佛法, 现在对于心佛就佛, 也稍微懂一些了, 你不是说, 佛法里的色界, 是指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吗? 那你应该也能澄清吧文言, 吴构愣了一下, 随后明亮的眼睛眨了眨, 闷着声音道, 这是两回事的小璐施主, 僧侣之所以不澄清, 其实就是怕心有所属后面对世间万物, 做不到一世同仁, 遇到什么事, 都会把心爱之人放在第一位, 那样就不够纯粹, 也失去公平了, 所以, 佛陀不是不想爱, 而是不敢爱, 因为爱了, 就会失去公正的本源性, 也就失去了佛性, 听到这里, 林小璐想了想, 然后摇晃着大脑瓜子道, 好吧好吧, 你们学佛的人真奇怪, 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 真的太辛苦了, 何必要这么折磨自己? 吴构笑了一下, 解释道, 因为有些事情, 总是要有人去做的呀, 就比如, 神州遭受入侵的那几年, 大唐的普通士兵, 为了百姓, 可以去和修仙者搏命,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相比于他们, 小僧自愧不如, 吴构笑应应得到, 众生皆有佛性, 小僧始终相信, 每个人都是可以成佛成菩萨的, 听到这话, 林小璐巴结了一下嘴, 没再说什么, 他觉得, 等自己以后年纪大了, 可以写一本人生自传, 里面有一卷, 就专门为吴构写, 名字他都想好了, 就叫, 我的一个圣僧朋友, 正想着以后的事, 背上的吴构忽然倾倒, 小璐施主, 可以不去找不化谷报仇吗, 刘伯扬和公养夏目, 也不用去找他们, 啊, 就这么算了, 吴构笑道, 吴化谷的举动并非本意, 小璐施主若是能超度了他, 那自然是极好的, 但小璐施主不是他的对手, 找了也无用, 至于刘伯扬和公养夏目, 在他们的世界里, 弱肉强食是生存法则, 所以, 小璐施主去报复他们是没有用的, 杀了一个好人, 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好人, 坏人也是如此, 因此, 错的从来不是世人, 而是将世人变成这般新兴的东西, 人是可以变好的, 虽然会很难, 但总是要有人去为之努力的, 这也是小僧学佛的目的, 小璐施主, 小僧也杀过人, 但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小僧当初杀死那些凌辱凡人的倭寇时, 心里就非常悲痛, 恨不得死的是自己, 因为杀人, 真的很痛苦, 听到这话, 林小璐脑瓜直摇, 不会的无垢, 我杀恶人的时候就一点不痛苦, 反而快乐的一逼, 恨不得那些恶人能命运一些, 可以让我多砍几刀, 此话一出, 无垢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其在林小璐背上嘻嘻哈哈地道, 所以, 小璐施主不是佛, 而是侠呀, 罗刹村口, 十几里地的山林外, 密密麻麻足足二百多个少年人, 正在此地聚集, 吵吵嚷嚷个不停, 其中一身紫色长桃的刘伯阳, 他一边观察, 一边嘖嘖称奇, 这村子果然诡异, 月灵静居然探查不进去, 身旁, 公阳夏木老神在在地待在一旁, 看着这些新着急过来的同学, 他看了一阵, 便将目光移至别处, 看向了几名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的罗刹, 刘伯阳, 这些妖怪嘴硬得很, 就是不肯说村子里有多少妖怪, 是吗? 那我们可得小心点, 刘伯阳笑了笑道, 我用月灵静看了, 这村子还挺大的, 估计得有几百户的规模,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原音镜手段的话, 那我们这点人手, 可就要羊入虎口了, 那怎么说去探一探, 还是继续召集其他同学, 共寻宝物公阳夏木一边问, 一边看向其他少年少女, 你们怎么想问题一出, 人群中立刻有人笑道, 公阳哥, 刘哥, 我们还是在等等吧, 对啊, 这些妖怪挺厉害的, 手段也诡异, 刘哥既然说, 那个村子很大, 那咱们就在等等, 一起进去, 共探宝物, 说得对, 我们等人多一些, 确定万无一失了再进去, 提到宝物, 在场每一个人都很兴奋, 毕竟一个全部由原音镜妖怪组成的村庄, 这样厉害的地方, 会有怎样的机缘可想而知, 说不定就像戏主们所说的那样, 拥有着可以成为天人镜的大机缘, 场中, 背对所有人的刘伯扬, 听着那些学生们, 在那里激烈讨论, 顿时不屑吃笑, 天人镜机缘, 也是你们这些废物, 可以染指的,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他收起镜子, 站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灰, 来到一群重伤的罗刹们面前, 然后在一个罗刹男子面前蹲下, 并捏住了他满是血污的下巴。 这位罗刹, 便是当初以一敌二, 同时面对上官哈密瓜, 和诸葛丹的罗刹族少年, 烟不一的义子, 迦勒。 然而此刻的他, 情况非常不好, 整个人满身血红, 目光锁过, 皆是皮开肉绽, 就连踩与尾巴都被人生生剁断, 只留下血淋淋的小半截, 在那里微微颤抖, 惨不忍睹。 密林中, 刘伯扬在周围同学的围观下, 捏着迦勒的下巴, 居高临下的笑道, 说起来, 你这妖怪, 是我遇到过最强的了, 我们五六个同学一起上, 才勉强拿下你。 现在,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你告诉我, 那个村子里有多少人, 平均都在什么境界? 你不用想着骗我, 我的严灵法可以判断你是否说的是真话, 只要你老实告诉我, 我就放了你。 场中, 其他少年也饶有兴致地看了过来, 一个个脸上挂着细血的神情。 对于妖怪, 他们中大多数人并无怜悯。 然而, 迦勒并没有回答刘伯扬的话, 只是死死地瞪着他。 见状, 刘伯扬叹了口气, 掏出一块手绢, 一边帮迦勒擦着脸上的血污, 一边说道, 你实力不俗, 在那个村子里估计也是个有点地位的, 所以我不好杀你, 毕竟还要用你去威胁村里的其他妖怪。 不过你这么不听话就不对了, 我们人族可是万物之灵, 让你干什么? 你就应该干什么? 你怎么还能反抗呢? 说完, 刘伯扬双手并用地捧起迦勒的脸, 冲他温柔一笑。 随后他忽然伸出两个大拇指, 对着迦勒的紫色眼睛用力一按。 扑哧, 一声轻响, 血浆建设到了刘伯扬温暖的笑容上。 迦勒腾的猛一抽搐, 浑身轻轻爆起, 但愣是忍住一声霉坑。 看到这血腥的一幕, 人群中有少年少女觉得不满, 但看了看刘伯扬的身影, 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 并在心里安慰自己, 不要多管闲事。 刘伯扬折磨的是妖怪, 不是人, 自己犯不上因为一个妖怪和自己的同学闹矛盾。 几日之后, 林小璐坐在溪流边, 一边吹着口哨, 一边悠哉悠哉地, 将刚抓的鱼一一串起来, 放到火堆上烤。 一旁的阿姨和帅帅鸭都紧巴巴地望着。 罗刹村什么都好, 就是没有肉吃, 太素了, 刚开始林小璐几人还无所谓, 这日子一尝就有些受不了。 一旁的阿姨鸡腿也吃完了, 此刻正闻着烤鱼的香气, 疯狂咽唾沫。 老大这村子里连盐巴都没有, 我们就这么光吃烤鱼, 会不会有点大啊? 一旁的帅帅鸭扬着翅膀问, 肯定淡啊。 林小璐不断拽着手中穿鱼的木棍, 随口道, 所以, 你一会儿就别吃了吧, 我跟阿姨吃。 帅帅鸭一噎, 满脸猛逼, 再过几天就要离开秘境了, 说起来这次来大罗岔天, 真是什么都没得到, 连毛都没把几根。 林小璐一边烤着鱼, 一边小嘴巴巴吐槽个不停, 我这次回去肯定要被师娘打残了。 还好吧老大, 天上的机缘啦, 法宝啦什么的, 你又用不了, 连你都没用, 有没有其实都一样。 帅帅鸭主动安慰, 嘿嘿, 这倒也是, 不过我这几天, 都有在跟燕族长讨论五行之气,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正突破, 达到逼王境, 等到了那时候, 我一定要去找洛无尽说一句, 赶紧下凡, 给我老大当小妾去, 不然我就给你捶哭, 吼吼吼吼吼吼一人一压, 嘻嘻哈哈正说着话, 边上的阿姨见一条, 烤鱼烤得差不多了, 眼疾手快抢过一条, 大口大口地就往嘴巴里塞, 搞得林小璐和帅帅鸭都哄笑不已, 现在距离离开秘境, 还剩不到十天左右的时间, 林小璐也放弃了出去寻宝的想法, 准备每天就在罗刹村里, 吃吃喝喝玩玩闹闹, 然后就和大伙一块离开, 这一次就当是来玩了吧, 看着吃烤鱼吃得专注的阿姨, 她笑问, 淡不淡, 阿姨脑瓜直摇, 嘴巴塞得鼓鼓地回应, 可鲜了, 哈哈, 见阿姨吃得这么香, 林小璐也挺开心的, 觉得自己的厨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对火候的把控真是细节到了极致, 而正当她自己也准备大块朵鱼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阵杂乱的吵闹声, 听到动静的二人一压纷纷愣了一下, 此时, 罗刹村村口五十米外的田林中, 数百名年轻的少年少女正站在此处, 一个个手持各种各样的法宝器物, 笑隐隐地望着村子, 在他们面前, 手脚被捆, 被折磨得完全不成人形的罗刹族人并排跪在地上, 其中烟不一的一子迦乐更是双目被毁, 脸上只剩下两个触目惊心的雪窟窿, 在那里跪着, 拱着腰微微颤抖, 看起来可怜到了极点, 如此残忍的一幕, 彻底让远处村口中对峙的罗刹族人陷入愤怒, 而为首的烟不一更是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看着这些少年修士的眼神满是压抑不住的杀意, 他身旁, 塔塔尔和弗罗两个女孩同样正正地看着, 尤其是弗罗, 他一眼就明白这些人族修士想跟当初的林小璐一样, 拿自己威胁族人, 可他们和林小璐的手段完全不同, 林小璐做过最过分的事, 就是装作一副大色狼的模样吓唬自己, 当时那个装宝宝信以为真, 真的对自己起了, 结果还被林小璐和帅帅压鄙鄙视笑话了一番, 可现在这些人的手段, 打了一个哆嗦,不忍再看, 他现在不确定族长能否像当初就自己一样, 用手段瞬间将自己转移, 毕竟这次被绑的同胞太多了, 族族有十几人, 而且, 他有些担心族长爷爷对林小璐他们的态度, 毕竟现在的这一幕已经注定人族修士和罗刹族的死仇, 万一族长爷爷一改和善的态度, 拿林小璐他们做人质来威胁人族修士, 那其实也无可厚非, 但是, 想到那个总是没心没肺的少年的笑容, 单纯的罗刹女孩心头起了一丝担忧, 而就在他有些不知该怎么办时, 身前, 拄着拐杖的烟布衣忽然面无表情地对他说道, 福罗, 让小璐他们待在地窖里不要出来, 也不要告诉他们村庄遭袭的事情, 他们永远是我罗刹一族的朋友, 此话, 福罗顿时松了一口气, 连忙领命, 女孩知道, 族长爷爷这是准备和这帮人死磕了, 他不让小璐等人知道这件事, 一方面是担心他们会临阵倒戈, 毕竟人心隔肚皮,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小璐他们为难, 眼下的情况很明了了, 罗刹族和人族将彻底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而倘若这些人族修饰中有林小璐的朋友, 那罗刹族和他们动手, 小璐一定会为难, 会被夹在中间, 但罗刹族又不能不动手, 毕竟血海深仇摆在那里, 所以族长爷爷才会出此下策, 少女飞速往地窖跑去, 脑海中思绪万千, 村口, 烟布衣继续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少年人, 苍老的目光中止不住地透露着虚弱, 他的力量一直被压抑着, 和他的记忆一样, 仿佛在某个时日遭受到了掠夺, 现在的他并不是巅峰, 如果只是面对十几名原因, 他还可以搏一搏, 但他目前并不是天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人数差, 他明白自己很难力挽狂澜, 因此, 烟布衣拄着拐杖, 一言不发, 默默地思考着对策, 在他的身后, 年轻力壮的罗刹族人已经快要压制不住心中怒火, 而对面的少年少女们则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这罗刹村的青壮年, 满打满算, 只有不到三百人, 而自己这些十日里联合到的同学, 已经超过了五百人, 此刻, 少年们的最中间身穿一袭紫色长袍的刘伯扬, 傲慢地抬起一根手指, 指着背对自己而跪得迦勒的脑袋, 妖念, 你们不会不知道, 我们来是为了什么把刘伯扬的指尖闪闪发光, 仿佛随时就能射穿迦勒的头颅, 你把我们要的东西交出来, 就能平安无事,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被修饰并不是啥, 听到这句话, 罗刹族人差点没被气死, 一个个愤怒地瞪着刘伯扬, 恨不得将他生吞活泼, 烟不一族长的脸色, 也是难看到了极点, 而刘伯扬说完话语, 在他旁边的公羊下目, 就接着笑道, 你们最好知趣些, 我们进入秘境的同学, 足足有一万多人, 现在我们这边已经聚集了五百多人的队伍, 你们要是不愿意交出天人境机缘, 不光这些妖孽要死, 你们整个村的妖孽都要死, 孰轻孰众, 老妖孽, 你不会分不清把刘伯扬说话的同时, 五百多人的队伍后方, 宗拉维蒙正猛逼地伸着脖子八旺, 一边八旺, 他一边对身旁的哥哥巴送维蒙小声道, 这个村子看起来很正常啊, 你看那位老妖怪, 一点也不像邪恶妖怪的模样, 公羊下目他们这么做, 是不是不太好文言, 妖娆妩媚的八旋为蒙, 立刻拉了自己弟弟一下, 并小声示意道, 自古妖怪和修士就势不两立, 你小点声, 被别的同学听到, 咱们会变成众矢之地的, 可是, 宗拉维蒙话没说完, 八旋为蒙就捂住了他的嘴, 并冲他眨了眨美丽的眼睛, 意思是, 实在不行, 咱俩一会儿退出, 不争那个什么机缘了, 反正这么多同学在, 咱兄弟俩也很难争得过, 八旋为蒙和宗拉为蒙, 是前天才加入队伍的, 并不知道刘伯阳对罗刹人施加酷刑的事情, 他们只以为, 那是两帮人见面后厮杀所导致的伤势, 不过他们记得很清楚, 在他俩进来之前, 同学当中有一位, 名叫野狗的同学, 骑着自己的大狗走了, 走之前, 还指着刘伯阳的鼻子大骂一通, 说他不是个东西, 有位天地君亲师, 但奈何那位野狗同学, 人微言轻, 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自己当时不了解情况, 还以为他们, 是因为什么别的事产生了不和, 但现在看来, 这个刘伯阳和公阳夏木, 估计是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燕族长为啥不让我们出地窖,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弗罗姐姐, 你就告诉我们吧, 我哥哥会替你们主持公道的, 弗罗施主, 有话便说即可, 小僧受燕族长救命之恩, 愿永泉相报, 弗罗, 咱们相处这么多天也是好姐妹了, 好姐妹应该是有什么说什么的, 有啥事你就说, 本姑娘和小鹿替你做主, 对, 我和鹿哥不能白吃罗刹村的水果, 弗罗你们村, 是不是要杀猪做红烧肉, 我可以把竹中剑借给你们, 死瞎子你, 不许在胖胖面前说杀猪, 你看胖胖被你吓得, 都哆嗦了, 地窖之中, 林小鹿等一行人, 围着弗罗不停询问情况, 而弗罗只是捂着嘴巴, 一言不发地坐着, 他不擅长说谎, 组长爷爷说, 说谎的罗刹不是好罗刹, 所以他选择不说话, 而与此同时, 村口之处刘伯阳等人似乎是已经没了耐性, 刘伯阳见焉不依一直不说话, 只是一直目光愤怒地看着自己, 顿时觉得有些来火, 老妖孽, 好话坏话, 我等已经说清楚了, 既然你如此不识抬卷, 那我们也就只好替天行道, 斩妖除魔, 说完, 他抬起的手指指尖就猛然一亮, 而就在这瞬间, 烟不依浑浊的双眼陡然亮起一道璀璨的紫色霞光, 呼, 一声轻响, 场中十几名奄奄一息的罗刹族人同时消失, 并直接出现在了烟不依身后, 而烟不依也虚弱地亮枪了一下, 额头上布满了细汗, 胸口亦是一阵剧烈的起伏, 他看了看双目被挖, 惨不忍睹的儿子, 拳头捏得死紧, 而对面的刘伯阳见人至眉了, 先是一愣, 随后彻底恼羞成目, 吏声嘶吼, 兄弟们灭了这帮妖孽, 斩妖除魔, 共夺天人机缘, 斩妖除魔, 五百多位少年元英便同时出手, 纷纷呐喊着斩妖除魔的口号, 其声是之浩大气浪之恐怖, 惊世骇俗, 而罗刹族的年轻族人也早已按捺不住, 纷纷怒吼着对着修士们冲去, 那一刻, 双方均施展出所有手段, 各色霞光争气斗艳, 一时间照亮了整个大罗刹天的天空, 令整个空间都微微颤抖, 年迈的燕布一看着, 双方人手在天空中穿插厮杀, 目露悲痛地提起拐杖, 可就在他准备拼着老命, 让这帮强盗付出代价时, 身后的迦勒却忽然虚弱地喊住了他, 爹, 他们人太多了, 凄凉的声音从这位曾经的罗刹族第一少年口中说出, 显得异常绝望, 燕布一闻言张了张嘴, 最终什么也没说出, 只是布满岁月皱纹的脸上, 划过一滴眼泪, 最终, 他放下了拐杖, 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掌, 随后掌心三寸, 缓缓凝聚出一枚泛着白光的珠子, 万灵神魄, 终究是没有族人的性命来得重要, 燕布一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看着天空中剧烈的厮杀, 便准备开口叫停, 都特么给老子助手, 一道响天彻底的怒吼声突然从后方传出, 把激烈交战的双方全都吓得一愣, 已经准备交出万灵神魄的燕布一, 也诧异地扭过头, 村庄之中, 拖着青铜巨人的少年霸气地站着, 身旁还站满了一群少年人, 林小洛! 看到少年的刘伯阳和公阳夏木, 纷纷瞳孔一缩, 并下意识加紧裤裆, 而其他的少年也集体吓了一跳, 一个个猛逼地停在空中, 只有宗拉为盟和巴宋为盟, 惊喜地看着那个少年。 场中, 在罗刹族与人族修士近千人的注视下, 林小璐先是看了一眼那些惨不忍睹的罗刹族人, 看到血淋淋的一幕, 林小璐正了正, 随后双目陡然变冷, 并拖着刀走到燕布一身前。 他想起了东营人欺辱神舟百姓时的样子。 在他身后, 乌垢和上官哈密瓜中间, 弗罗冲燕布一吐了下舌头, 脸上挂着欠一道, 组长爷爷对不起, 我告诉小璐了。 燕布一没说话, 只是平静地看着这拖刀的少年。 而少年却压下心中怒意, 大咧咧给了他一个微笑, 燕组长, 我也是上过几年学堂的人, 您放心。 说完, 他就看向天空中的刘伯阳, 凌辱折磨罗刹族人的, 就是你这位好汉文言, 刘伯阳不顾一旁公羊下目, 一个敬给自己实眼色, 反而仗着自己这边同学众多, 有恃无恐地笑道, 林同学此言诧异, 什么叫凌辱, 在下是在除魔味道。 听到这话, 林小璐当即就被气乐了, 他一边笑一边点头, 好好好, 你这条狗, 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啊。 说完, 少年的笑容陡然一收, 英俊的面容, 意识变得无比恐怖。 你爹娘怎么就能生出你这么个出生不如的玩意儿? 老话说, 杀生不虐生, 你特么还有人性吗? 他双目冰冷, 继续看向天上其他的同学, 怒道, 咱们有误会, 他们是妖怪没错, 但却是好妖怪, 无垢被僵尸打伤, 就是这位燕族掌旧的兄弟们给我个面子, 速速离开。 我今天只找刘伯扬一个人的麻烦。 说完, 林小璐抬起硕大的大根青铜器, 刀尖指着所有人历声大喝。 我林小璐不一定是什么好人, 但绝对不是耸人, 兄弟们要是觉得人多, 就可以不用给我面子, 那就是一试, 看我敢不敢砍你们。 林小璐越说越气, 最后长刀一挥, 直接破口大骂, 骂了个八子。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 刘伯扬这砸碎的脑袋, 我要了。 谁拦着我今天这里就多一条事。 惊雷般炸裂的话语一出, 天空中所有少年人都吓了一跳, 毕竟林小璐的凶名太大, 场中不少人都被他拔过毛, 故纷纷有些惧怕。 而后方的阿姨, 上官哈密瓜, 小月, 吴够, 赵木木, 冰桃, 庄宝宝等人, 也纷纷被林小璐此刻的霸气惊叨, 其中上官哈密瓜更是惊讶中带着崇拜, 美目更是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持刀的少年背影。 他在烽火神舟的时候没和林小璐怎么接触, 一直待在昆仑对战欧罗巴, 因此,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彻底愤怒的林小璐。 不得不说, 此刻的林小璐实在是太霸气了, 和以前那副沙比样简直判若两人, 很符合他魔道长公主的心意。 此刻, 天空中, 刘伯阳见周围同学的脸上开始产生退役, 当即脸色一变, 惊恐大喊, 林同学和几位同学一定是被这老妖孽迷惑了心智, 大家不要相信, 一起解救林同学, 夺得天人路个。 他话还未说完, 人群中的宗拉围盟就拉着巴宋围盟一起飞了下来, 惊喜地跑向林小璐。 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直接搞得刘伯阳整个人都不好了。 尴尬的他瞅了瞅一旁的公羊夏目, 而公羊夏目并没有给他回应, 为脱裤子。 刘伯阳同一时间, 高天之上, 某处空间中, 一道神念正注视着罗刹村发生的这一切。 此刻见林小璐一人震慑住了所有人, 念头中不禁升起了一丝诧异, 也第一次注意到了那个持刀震慑所有人的少年。 看来, 得提前了呀此刻, 天空中的刘伯阳脸色难看, 他看了看周围纷纷低着头, 不说话的同学立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这帮人不想做出头鸟, 但又不愿放弃天人进机缘, 所以就在这儿看, 毕竟林小璐现在的矛头只指向自己, 所以, 他们想坐山观虎斗, 静观其变。 真奸啊! 气愤的刘伯阳又看了看一旁抬头望天, 潇洒展示着下半身的公羊下目, 心中又是来火, 又是憋屈。 说好了, 共谋天人进机缘的呢? 你咋就能拖得这么快? 狠狠瞪了公羊下目一眼, 然后他看向了下方虎视眈眈的林小璐, 脑海中飞快思量要不要顺移逃跑, 可这个念头刚产生, 他就发现自己被一种奇怪的气给禁锢住了。 刘伯阳双目一宁, 发现下方的罗刹族组长正目光泛冷地看着自己, 那眼神仿佛在说, 小样, 五百多人老夫控制不了。 你一个人, 老夫难道还控制不了? 看到这个眼神, 刘伯阳彻底猛了, 在这种无路可退的情况下, 他不确定林小璐究竟是吓唬自己, 还是真要违背失命杀了自己, 他不敢赌。 最终, 在天空中所有同学, 以及下方所有罗刹愤怒的注视下, 少年万念俱灰, 随用力一震, 其裤子瞬间灰飞烟灭, 露出光溜溜的下半身。 而在这之后, 他就从天而降, 来到目露杀意的林小璐面前, 抱拳笑道, 哈哈哈哈, 林兄, 今日之事其实是一场误会, 林兄放心, 在下以后都不穿裤子了, 谁穿谁小狗。 说完, 他又转向罗刹族组长, 满脸愧疚地说道, 老先生在下院赴金请罪, 今后为各位做牛做马, 并且在下愿将那界中所有宝物献上, 赔偿诸位的损失。 最后, 他又看向了双目被毁满身血污的迦勒, 直接痛哭流涕道, 这位兄弟, 误会啊, 在下今后愿做你的眼睛, 给你养老赔偿你, 还望, 哗。 一道破空声突然响起, 林小璐的大羹青铜气挥出, 话说到一半的刘伯扬, 惊恶万分, 连忙用灵力格挡, 但根本挡不住, 林顿筐, 被一生直接碎裂, 整个人一时被轰退出百米, 一头栽倒在地。 这突如其来的一刀, 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不少人都有些惊叹林小璐的杀法果断。 其实刘伯扬道歉的时候, 在场已经有比较老实的罗刹族人放下杀心, 毕竟他们常年与世隔绝, 对人对事还都比较单纯, 但林小璐可不会这么想。 在他的理念里, 做了恶事, 就要拿命来偿。 虽然刘伯扬只是折磨罗刹族人, 但他认为有意折磨比杀人更严重, 毕竟看看这些满身血的罗刹族人就知道, 他们先前受了怎样的痛苦。 这种痛苦, 必须要死人才行。 场中, 刘伯扬挣着从地上爬起, 嘴角处亦是躺出一抹血丝, 他看了看后方的同学, 见他们依旧没有人愿意帮忙, 当即狠狠一咬牙, 怒吼, 林小璐。 你特么给脸不要脸, 要打是吧? 我陪你打。 话音一落, 犹如困兽之斗的刘伯扬当即飞出, 背后更是亮起极致的紫色光芒。 看着急速冲来的刘伯扬, 林小璐神情孤傲地冷哼一声, 提起刀, 内力覆盖巨大的刀身, 准备一刀砍掉他的头。 其他人也都好奇关注着, 可就在双方即将对上的一刻。 嗡嗡嗡嗡嗡, 一道连续不断的嗡嗡声突然在天地间响起, 在场的人听到这股声音后, 皆是一乐。 场中, 林小璐和刘伯扬的动作同时停下, 疑惑地听着声音, 焉不易族掌苍老的目光也陡然一鸣, 转头看向左侧的天空。 顺着他的目光, 罗刹族人, 人族修士等纷纷看了过去。 他们看到, 在左侧的高空之上, 站着一位身穿红衣, 头戴凤冠的新娘子。 七天后, 修仙界, 吴献宗, 金黄色的璀璨天空下, 李明如提着酒葫芦, 悠哉悠哉地从一众天人敬大能中间路过, 他一边走, 一边欣赏着这些大能们, 或不屑, 或愤怒, 或尴尬, 或紧张的眼神, 然后怡然自得地笑了笑。 临近山门口, 一身金色袈裟的和尚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双手合十, 微微作一道, 宗主已在里面等候李施主多时。 李明如笑眯眯地点了下头, 路过低头的和尚, 走向台阶。 嗯, 走到一半, 李明如忽然停下脚步, 扭头对着和尚的背影微微一笑, 世家, 你是不是准备原寄了听到这话, 在场的天人静修士纷纷一惊, 一个个不可思议地看着金光闪闪的和尚。 和尚没有否认, 而是笑了笑, 背对着李明如道, 做错了是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直面错误的勇气, 平僧最近是有转世重修的想法, 李施主大能, 竟然可以看出来, 佩服。 听到这话, 李明如点了点头, 然后笑问, 你原寄了, 谁来做佛主听到这个问题, 世家坦然笑道, 无构法师虽然年幼, 但平僧却在他身上学到了许多, 佛讲众生平等, 既然是众生平等, 故根本不需要主。 此话一出, 李明如的目中露出了一丝诧异, 随后他想了想, 来到世家身后, 拿手指对着他的后腰轻轻一点。 世家愣了一下, 当年你偷袭本作, 用沙地利金刚杵刺, 刺伤本作的后腰, 现在本作还给你, 咱们就此两清。 世家笑了, 转过身, 看着李明如, 然后双手合十, 再次汗手鞠躬, 声音恭敬道, 李施主慈悲。 场中, 其他的天人静大能们, 纷纷目瞪口呆地看着。 这场持续了数百年的恩怨, 居然在这一刻, 消了。 和世家聊了几句, 李明如才踏上阶梯, 提着酒葫芦, 走进辉红的大殿, 殿内, 穆昭哥正坐在宽敞的主位上, 一言不发地待着, 不知在想些什么。 小潮, 你找我听到声音, 穆昭哥抬起了头, 面无表情地看了李明如一会儿, 问, 我姐怎么样了一个月前, 我刚给邵云上过香? 听到这话, 穆昭哥平静地脸, 难得露出一丝表情, 一丝不屑的表情。 我姐都头胎转世了, 你上香给谁不知道? 李明如叹了口气, 在穆昭哥身旁坐下, 一边喝酒一边道, 就当是, 烧给我对邵云的记忆吧。 话语落下, 穆昭哥沉默了一阵, 两个男人一个喝酒, 一个目光呆滞, 皆不再言语。 就这么过了好一阵, 穆昭哥才再次开口道, 我觉得纵横有问题。 听到这话, 李明如诧异地看了一眼身旁的这位故人, 何出此言因为我是小人? 穆昭哥非常坦然, 且声音平静地说道, 小人最懂小人。 说完, 他看了李明如一眼, 你觉得纵横没问题李明如想了一下, 随后有些迟疑着道, 应该没问题, 我早年和纵横前辈交流过, 受益良多, 你是看出纵横前辈哪里不对吗? 一看如此, 穆昭哥的眼神中流露出失望。 他并没有觉得纵横哪里不对, 更多的还是直觉, 但这种东西显然没有道理。 自己终究是错付了, 自己的这位一生之敌终究是位君子。 君子又怎能理解小人的想法, 他没再说话, 而是跳过这个话题道, 我的万法归零, 这几日就要突破, 到时便是你的死期。 李明如点点头, 行, 到时候咱们做个了断。 严禁于此, 二人再次互不开口, 只默默地坐着。 如此又过了好一阵, 李明如抿了口酒后, 才再次说道, 我还以为什么是, 原来大老远你把我喊过来, 就是说这些。 穆昭哥点头, 想要说些什么, 而就在这时, 他猛然间身子一僵。 你感受到了吗, 他的声音突然拔高。 李明如同样愣了愣。 随后, 李明如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 思南界, 峨眉地狱。 李明如突然出现在, 已经吃了一小块的巨型丹药面前, 然后直接飞了上去。 与此同时, 后土正在打坐的落乌镜, 陡然睁开死灰色的双目, 惊恶地感受着, 体内灵力的迅速流失。 修仙者学院正在院子里, 自己跟自己下棋的孔仲尼也突然抬起头, 看向金黄色的苍穹, 慈祥沧桑的墓中闪烁着浓浓的诧异。 那一刻, 修仙者学院二十四系细主,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灵力的迅速流失。 那一刻, 浩瀚的修仙界, 无端端升起了一场动荡。 正在某方天地中, 看小黄叔的上官大藏感受到了。 龙种内政被对始皇灵位打坐的江太清感受到了。 大荒剑古宗中被囚禁在星河之上的剑伤感受到了。 太古东黄宗中身穿红色宫装, 正在给自己涂抹胭脂的美妇人感受到了。 那一刻, 风云变化, 安稳数百年的修仙界突然刮起了一道无根飓风。 大罗刹天轰。 一声巨响, 林小璐从天而降, 重重摔在了地面之中, 直接将地面砸出一道深坑, 口中更是抑制不住地咳出一道血浆。 与他一同摔落下来的, 还有无数的罗刹族人和同学。 阿姨、 小月儿、 赵木木、 吴购、 冰桃、 庄宝宝、 诸葛丹、 上官哈密瓜、 佛罗、 塔塔尔、 各个罗刹族人以及罗刹族组长燕布一。 还有五百多位同学, 全部重伤落在地面, 洒满了罗刹村外的农田。 他们每个人都惊恐地看着高空中, 那穿着新娘装的恐怖身影。 此刻的燕布一面露死灰, 他根本无法理解, 不化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冲出僵尸林? 他不是被封印在那里了吗? 他怎么出来的? 太突然了,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完全没有一点征兆。 这不化骨的手段并不算多厉害, 但其不死不灭的特性凭在场之人根本无法消灭。 七天。 七天时间中, 不化骨愣生生击败了在场所有人, 其中更是有数位罗刹和人被其生吞活泼, 食干血肉。 七天前, 这怪物突然出现, 直接对所有人展开无差别攻击。 而面对这样不死不灭的存在, 不管是罗刹族还是人族修饰都阻挡不了, 完全不是对手。 其中力量被封, 身体虚弱的燕布一族长更是在与其激斗术回合后, 彻底被其重伤, 这会儿俨然已经没有战斗能力。 此刻, 农田之中, 巨大的大羹青铜器插在地上, 林小璐抱着刀, 一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一边用坚固的刀身挣扎着支撑起身体。 骂了个八子, 这吊毛针生性, 砍不死他居然。 他挡在被打伤的妹妹面前, 看向一旁已经昏迷的阿依和上官哈密瓜。 打了七天, 整个战场能够站起来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而天空中那恐怖的身影依旧是屹立不抖, 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压抑到极点的绝望。 高空之上, 不画骨猙獰的脸, 咔嚓, 一扭, 转向了下方的林小璐。 他似乎对林小璐很感兴趣, 这七天时间以来一直都在疯狂对林小璐攻击, 此刻也是如此。 杀笔你看什么看? 来啊! 继续单挑。 林小璐擦了下嘴角的血浆, 挣扎起身后长刀一挥, 刀刃在空气中挥出速杀之音。 而不画骨也毫不迟疑, 伴随着满身的黑气, 从天而降一个俯冲冲向林小璐。 小璐小心! 鹿哥快闪开! 在满场的惊呼声中, 林小璐毫不惧怕, 怒吼着持刀飞奔, 然后奋力一跃。 惊鸿话语。 与您长思! 杀! 一声巨浪滔天之音响起, 无与伦比的刀气爆发出上万道细丝, 硬生生笼罩住不画骨的身躯。 而下一刻, 林小璐就大吼一声, 奔着被细丝束缚住的不画骨怒挥长刀。 哐! 不画骨的头颅高高飞起, 其头颅和脖梗处连接着一道黑气, 刚飞出树米。 这股黑气就连接着头颅再次合并, 并反手一爪拍在大根青铜器上。 凭林小璐八旗受体的力气居然都挡不下这一击, 大根青铜器直接就被拍飞, 但它非常果断, 刀被拍飞后, 毫不迟疑近身, 就是一记进步斑斓锤。 哐! 一声闷响, 灼热的气浪透过不画骨的后背炸出, 直将其后方空气震得一阵狂抖, 就连脚下的地面都整个崩溃开来, 但不画骨毫无反应, 反而一把抓住林小璐的双臂。 那古怪的巨大力量, 即便是林小璐都挣脱不开。 啊! 少年战红了脸, 生死力竭地疯狂怒吼, 但却毫无作用, 眼看不画骨脸上的巨大血口要咬向自己。 他猛地跳起, 双脚离地, 直接蹬在不画骨的两边肩膀处, 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它蹬开, 拉开距离。 场中, 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其中小月儿的眼神则是显得有些呆滞。 一直握在他旁边, 用翅膀抱住头的帅帅鸭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茫然抬起了鸭头。 玉姐别担心, 陆哥会没事的。 场中, 身躯横置停在半空, 腰部力量发挥到最大, 手脚并用想要登开不画骨的林小璐疯狂怒吼, 但却依旧无用, 他的身躯正在被不画骨一点一点地拉近。 少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整个人怒目原睁, 因为过分用力, 鼻腔内的血管都被气震裂, 怒吼之中鼻血大鼓大鼓地喷涌而出, 而眼看就要被正断骨骼, 不画骨的身躯突然一将, 林小璐也扑通一声, 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场中, 在所有人惊讶地注视下, 燕不一虚弱地站起身, 手中悬停着那没绽放苍白之光的珠子。 他身后, 罗刹族人们都惊讶地看着他。 组长爷爷, 你你们带所有人撤脸。 燕不一的身躯微颤抖着, 喘着粗气道, 我的力量被封了, 说完, 他又冲远处重伤的林小璐喊道, 林小友, 快带你的朋友们离去吧, 如果可以, 日后还请多照顾一下老夫的族人。 此话一出, 林小璐惊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 此刻一动不动地不画骨, 用目光闪烁地看了看老者, 老者却是给他露出了一个微笑, 还冲他可爱地眨了眨眼。 远处, 林小璐见听话的罗刹族人们已经开始退散, 并没有出现死守的情况, 他便明白事情无法挽回。 罗刹族人虽然不舍, 但他们还是听从族长的安排。 见到这个情况, 少年想了想, 拖着重伤的身体, 对着烟布衣族长下地一跪, 然后重重磕了一个头。 随后, 他就赫然起身, 转身对在场所有少年人大吼, 还没死的, 带上所有昏迷的同学跟我离开。 一听这话, 许多人纷纷冲烟布衣族长跪拜, 不少先前对罗刹有企图的人更是高声道歉, 并表示欠罗刹族人一条命, 随之纷纷背起那些已经重伤昏迷的同学, 飞速离开。 场中, 林小璐背起小月儿, 一手拎着阿依, 一手拎着上官哈密瓜, 和冰桃赵木木诸葛丹等同学, 最后望了一眼烟布衣族长, 然后快速离开。 没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辜负老人的心意, 如果有, 林小璐也会将其打孕了带走。 而离开之前, 他还看了一眼远处早就被不画骨杀死的刘伯扬。 这家伙死得真不算亏。 翠绿的农田、村庄在短短一个时辰之内坐鸟兽散。 这一刻, 人族修士和罗刹族人融合在了一起, 相互帮衬着一同逃离。 而经此一事, 倒在没有人族修士再把罗刹族人当作妖怪, 即便是个别别有用心之人, 也不好刚受人家族长救命, 就迫害人家族人, 毕竟林小璐还看着。 现在大多数同学都把罗刹族人当作救命恩人。 谁要是这个时候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那就真是贤命长了。 一个时辰后, 已经彻底变成空村的罗刹村落,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出现在这里。 老人穿着普通的粗布麻衣, 苍老的脸上挂着慈祥温和, 安安静静地走在翠绿的农田中。 良久, 他来到了已经僵持不动的不化骨身边, 看向了那跪在村口已经奄奄一息的烟不衣。 不衣, 老夫若是没记错的话, 你从小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 老者走向跪在地上的烟不衣, 慈祥笑道, 你从一个孩童开始, 在这个世外桃源一样的村子里玩耍, 修行, 最后长大成人, 因为受村民爱戴, 而成为德高望重的村长。 这座村子对于你来说, 应该也有着特殊的异把虚弱到极致的烟不衣听到声音, 想要抬起头, 看一看来人的脸, 但是他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了, 只能低着头, 从胸口处发出沉闷的呼吸声。 神秘的老者来到他身前, 抱着胳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对不起, 是老夫害了你们, 可是没办法, 不过, 你即便是死, 也是死在守护了一生的村庄口, 这对你来说, 应该也算是一种幸福了, 更何况, 你们精灵不是一直认为, 生死轮回皆有道的吗? 听到精灵二子, 燕不衣已经浑浊涣散的瞳孔, 微微亮起了一丝光芒, 那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丝光芒, 而在那一丝光芒之后, 燕不衣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自己光着屁股, 甩着美丽的彩色尾巴, 在村子里漫山遍野地跑, 他看到每一个夜晚, 自己在茅草屋中, 听着爹爹给自己讲故事, 阿娘则在一旁笑眯眯地编织罗筐, 他们家编织的罗筐不仅美观, 而且结实耐用, 村民们都很喜欢, 接着, 他看到自己渐渐长大, 然后喜欢上了同村的一个女孩, 他和女孩一起在夜晚相约, 两个人的尾巴缠绕在一起, 厮守终生, 他看到了很多很多, 那些在村子里每一个幸福的夜晚, 每一张可爱的脸, 他都看到了, 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厌不一笑了, 他尽力了, 清风拂晓, 柳叶微荡, 精灵族第76代村长焉不一, 跪在守护了一生的村庄口, 悄然现世, 老人看了看眼前的尸体, 随后又瞅了瞅落在草地上的珠子, 眼神中露出一丝贪婪, 他环顾四周, 微微思虑过后, 便走向了刘伯扬的尸体, 一边走, 还一边无奈地自言自语, 万灵神铺我拿不了, 我养的尸也拿不了, 不过好在这里尸体多, 而且, 你们的灵魂也还没有飞出这种原天, 来到已经死去的刘伯扬面前, 老人看着他的尸体, 微微笑道, 你这小鬼还算不错, 能屈能伸, 也足够卑鄙, 今日老夫就赐你一场造化, 让你来做老夫的犬牙, 说吧, 他便抬起头, 长袖一甩, 下一刻, 偌大的天地中便有树道灵体一一飞来, 而老者也不迟疑, 看清这些灵体中属于刘伯扬的那一道, 直接抬手一息, 硬生生凭借大神通, 将其按回肉身, 并转瞬治疗好他肉身的伤势, 草地上, 刘伯扬一个机灵睁开双眼, 随后他猛逼地看着眼前背负双手的神秘老者, 连忙起身跪拜,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老者不说话, 而是以神识跟刘伯扬交流了一些情况, 刘伯扬听着脑海里的声音, 目光变得越发震惊, 其神情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两久, 交流完毕, 老者才怡然自得地微笑道, 老夫已经在你身上留下禁止, 那万灵神魄, 你给老夫收着, 稍后不化骨, 会吃光这里所有人族修饰的血肉, 吃完之后, 你就带着他去吃其他人, 这中原天所有年轻天骄的血肉, 一个都不要放过, 你不是想去找那个叫林小璐的小鬼报仇吗? 放心, 他离不开这里, 那小家伙的肉身完美至极, 会是不化骨最好的养料。 听到这里, 刘伯扬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倒不是惧怕带不化骨去吃林小鹿, 而是有些惊战于老者先前和他说的, 要让不化骨吃光一万两千多名同学, 吃光所有人血肉的事。 能来修仙者学院的, 哪个不是各方世界最顶级的天骄, 且又都是二十岁以下, 灵气血气最充盈的年纪, 这么多顶级血肉背时, 不化骨的变成什么样子, 不过他不敢问, 很会来世的他连忙点头答应。 见状, 老者恩了一声, 继续微笑道, 有不化骨在, 这大罗刹天绝对不会再有你的对手, 外面还有一帮老东西, 要来讨伐老夫, 这里就交给你了, 不要让老夫失望。 前辈放心, 博扬受前辈救命之恩, 自此愿为前辈安前马后, 万死不辞。 面前, 老者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变花, 被一声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日, 峨眉, 峨眉风, 青鸾垫, 咔嚓。 一大节白白的甘蔗被啃下, 叶青鸾坐在椅子上, 表情汹汹地, 眼睛上下打亮着面前的灰色女人, 乔纳架势, 仿佛把女人当成了甘蔗一般。 李明如呢? 让她出来见我。 面前, 灰色的宫装女子皱着眉头, 盯着面前的叶青鸾高喊, 喊的时候, 身子还在微微颤抖, 难掩其虚弱之色。 你找她干嘛叶青鸾, 又啃了一大口甘蔗, 盯着女人大口大口地嚼着。 听到反问, 灰烬女子当即美目一瞪。 我找她干嘛需要告诉你此话一出, 叶青鸾当场就火了, 一点风范没有的袖子一路就要动手。 她看出来了, 这个落无尽现在应该是虚了, 正好趁她病要她命。 场中, 两个女人虎视眈眈, 一副随时要拔剑, 护砍的模样。 好在这关键时刻, 郑主回来了。 挺着大肚子的李明如突然出现, 挡在二女中间, 她最近正在疯狂吃丹药, 肚子吃大了不说, 此刻突然出现, 也是嘴巴鼓鼓囊囊的, 全无大老风范。 静姑娘, 你怎么下凡了李明如一出现, 就开门见山地问, 并背对叶青鸾冲她白白手, 意思是, 别闹, 我来处理。 店中, 虚弱至极的洛无尽脸色越发苍白, 她先是瞪了李明如一眼, 随后便立刻开口。 你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知道啊, 所以在下最近正在疯狂吃丹药, 你看在下的肚子。 洛无尽目光下移, 撇了一眼李明如的肚子, 然后一脸嫌弃。 你怎么胖成这样? 李明如? 她跳过这个话题, 有些无奈地道, 这个说来话长, 我也是才发现, 小潮的猜测是正确的, 纵横前辈他不许你再叫他前辈。 洛无尽狠狠瞪了他一眼, 气鼓鼓地凶道, 那个老怪物坑了我们所有人, 连仲尼先生都被他坑了, 现在学院里二十四个天人静, 加上仲尼先生的灵力都在疯狂流失, 而且无法免除, 那个学院根本就是一座精妙的阵法, 是用来吸灵的。 文言, 李明如尴尬地挠了挠头, 这些是他已经知道了, 从纵横发难的那一瞬间, 他和穆昭歌旧同时感应到了, 只不过已经晚了。 从头至尾, 纵横建造学院的目的, 估计就是各个系主和孔仲尼的灵力, 甚至神魂。 学院里, 不管是高山、 溪流、 还是植被、 房屋等都刻有精妙的符文, 这些符文都是用来聚集天地灵力, 让学生们用来修炼的这不假, 但在这些符文之中, 还夹杂着一种非常枯色罕见的符文, 拆开了藏在这些正常的符文当中, 用来一步步控制所有人的神魂。 现在学院已经建立大半年, 系主们和仲尼先生也被这种阵法潜移默化, 影响了大半年, 深入骨髓, 根本无法摆脱, 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内灵力迅速流失。 所以从一开始, 所谓的修仙者学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或许正印证了那句话, 只有小人才能懂小人, 整个修仙界居然真的只有穆钊哥怀疑纵横, 只能说他伪装得太好, 身份上又是所有人的前辈, 让每个人都下意识愿意信任他, 真是可悲又可叹。 屋殿中, 李明如面色难看地问道, 纵横对你们出手了目前还没有? 若无尽摇了摇头, 那老怪物不知去了哪里? 上官大藏, 姜太清, 还有其他一些大能正在到处找他。 看来他是躲到某个地方消化这么多灵力。 李明如猜测了一下, 我徒弟呢听到这个问题, 若无尽的脸色终于彻底犯了。 他声音低落, 满含愤怒地说道, 那个大罗刹天是纵横搞出来的, 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秘境, 现在他不见了, 大罗刹天也和我们断了联系, 根本找寻不到。 此话一出, 不管是李明如, 还是一旁偷听的叶青鸾, 其实面色一紧。 他们现在还并不知晓, 纵横的大罗刹天是用来做什么的, 但他们明白, 现在不管是林小璐, 小月儿, 阿姨, 还是上官哈密瓜和吴构, 这些孩子的处境都很危险。 大罗刹天是有白天黑夜之分的。 此时, 天色渐晚, 大罗刹天某处不知名的深山中, 人族修士, 罗刹族人, 密密麻麻进千人, 围聚在一处平底山道中, 场中更是七零八落地生着几堆篝火, 噼里啪啦地在黑夜中燃烧着。 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吞噬的火光下, 人们尽可能地围聚在一起, 似乎这样会显得更加有安全感一些。 尤其这些少年少女, 他们听着其他罗刹族人小声的抽气声,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情况不太好, 现在的罗刹族人已经完全变成了凡人。 当初他们的力量来源, 是烟布一族长通过罗刹族圣物万灵神魄, 打开自然亲和力。 但现在族长牺牲自己, 掩护所有人离开。 那个圣物也不知所踪, 罗刹族人便彻底失去了力量来源, 变得和寻常人无异。 而更令人心慌的是, 下午的时候有新加入的同学告诉大伙, 刘伯阳正带着不画骨在猎杀其他同学, 已经有不少人死于他手。 此刻, 人群中心未止, 林小璐就坐在篝火前, 明亮的眼睛倒映着橘黄色的火光, 静静思考着事情。 刘伯阳应该是死了的, 这是他亲眼看到的, 还跟僵尸勾结在了一起, 估计是做了不画骨的相骨。 面对不画骨, 大家商量过, 确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期待着后天秘境结束, 然后让戏主们来处理, 在这期间, 大伙儿只能尽可能地躲藏起来, 不要被不画骨找到。 听着一旁塔塔尔、 弗罗等罗刹族人压抑的哭泣声, 听着远处罗刹族妇女, 含泪哄小孩睡觉的歌唱声, 少年的心情落到了最低谷。 明明昨天自己和伙伴们还在村子里聊天吹牛闲逛, 结果今天就…… 真是世事难预料啊。 哥, 你伤得也很重, 睡会儿吧。 一旁的小玉儿拉了拉少年的袖子, 林小璐却摇了摇头, 连续七天和不画骨厮杀, 大伙儿都受伤了, 我睡了就没人守夜了, 现在不画骨和刘伯阳在到处杀人, 我得警觉些。 他挤出一个笑容, 轻易地揉了揉妹妹的头, 你回去歇着吧。 说完, 林小璐起身, 走到一旁再给阿依和上官哈密瓜疗伤的吴构跟前。 他俩怎么样了伤势, 暂时是稳住了。 吴构叹了口气, 道, 阿依施主受了些尸毒, 小僧已经用佛伦无量金将其逼出, 上官施主的情况要稍微好一些, 藏府受了些震荡而已。 听到这话, 林小璐笑了笑, 看了看自己这两个好朋友, 觉得这俩人真不错, 决斗不画骨的时候, 他俩那真的是拿命在拼。 和吴构交代几句, 林小璐又看向远处正在窃窃私语的冰堂儿和赵木木, 这两个女孩伤得比较轻, 尤其冰堂儿也只是历劫而已, 如今几乎已经恢复, 接下来要是有什么事, 可就得指望他们了。 看完两个女孩, 他又看向远处抱着诸葛胖胖呼呼大睡的诸葛丹, 见他睡得正香, 便没有打扰。 最后, 林小璐想了想, 来到远处的公羊夏木身边。 此刻的公羊夏木满身泥泞, 和不化骨一战中他也是出了力的, 但下场也不太好, 被不化骨一膀子抡翻, 差点当场陨落。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林小璐来到他旁边问。 公羊夏木看了林小璐一眼, 随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化骨太强了, 跟咱们差着一个境界, 我虽然服了丹药, 但短时间内估计好不了。 林小璐闻言没说什么,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好好养伤, 要是再遇到不化骨, 我来扛。 平静的话语说出, 公羊夏木微微震了一下, 随后他面色微微变化, 有些迟疑着开口道, 小璐兄弟, 有个问题, 在下想问问你。 嗯, 橘黄色的火光照耀下, 公羊夏木先是看了一眼周围悲惨的罗刹族人, 随后压低声音询问道, 这些罗刹族人, 小璐兄弟准备怎么办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不解的忘了他一眼。 而公羊夏木则解释道, 小璐兄弟, 恕在下直言, 这些罗刹族人已经失去了力量, 现在就和普通凡人差不多, 之前也听新进来的同学说了, 眼下这不画骨藏在暗处到处猎杀我们, 我们要带着这帮人躲避不画骨, 实在是有点说到一半, 公羊夏木见林小璐正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 篝火的微弱光芒照耀下, 少年的双眼无比明亮, 而面对这样明亮的双眼, 公羊夏木的神色微微紧了一下, 嘴边的话也生生卡住, 直至过了半想, 他才再次开口, 略显无奈道, 小璐兄弟, 咱俩之前多有误会, 这是暂且不说, 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罗刹族的族长没有计较我们这些人, 反而以德抱怨, 豁出姓名救了我们, 我们所有人都欠他一条命, 但此刻毕竟情况特殊, 罗刹族人已经没有站立, 带着他们这么多人一起躲避不画骨, 一个不小心就会是全灭的结局, 他们现在是累赘啊, 小璐兄弟又何必为了这帮外族, 而公羊夏木话未说完, 林小璐就抬手一直远方, 路在那里, 你随时都可以离开, 公羊夏木, 场中温暖的篝火照耀着, 林小璐看着公羊夏木, 平静如水地说道, 每个人都有最重要的东西, 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是命, 我理解, 但你不能要求我最重要的东西跟你一样, 所以你如果想离开, 或者带其他人离开, 请随意, 小璐兄弟认为, 最重要的不是命吗, 公羊夏木挣扎着继续劝道, 命没了, 转世重修, 那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天赋, 所得到的机缘, 家世, 肯定下一世自己会变成什么, 小璐兄弟, 任何一个修为有成的人, 都会害怕功亏一篑, 满身道横一招丧的, 现实, 且直白地劝诫说出, 林小璐却摇了摇头, 扭过头, 盯着面前的火光说道, 或许对你来说是吧, 但对我来说不是, 我习武, 从来都不是为了长生, 那是为了什么, 伸张正义吗, 公羊夏木, 觉得有些可笑, 而让他意外的是, 林小璐抬头看了他一眼, 开口道, 有些事总是要有人去做的, 修仙也好, 习武也罢, 其实都是为了能够活得舒心, 很抱歉公羊, 如果让我设下有恩于我的罗刹族人独自逃命, 那我即便是长生了, 也不会舒心, 即便是死了, 也不能合眼, 火光下, 听到这番话语的公羊夏木, 没在吱声, 只是默默地扭过头, 看向了那些无助, 惊恐, 不安的罗刹族人, 不知在想些什么, 深夜时分, 林小璐默默地守候着夜晚, 一边给噼里啪啦的篝火添柴, 一边听着周围人渐渐平顺的呼吸声, 他看了看相拥而眠的宗拉维盟, 和巴宋维盟兄弟俩, 又看向了不远处打坐的庄宝宝, 他有些不确定, 现在发生的一切, 究竟是秘境中的试炼, 还是别的什么, 毕竟学院应该是不会安排不画谷这种完全对付不了的存在的, 先前燕族长说不画谷被封印在僵尸林中出不来, 他还可以理解, 可眼下, 如果那家伙真的在到处杀人, 那不死不灭的他对于同学们来说, 确实是一场噩梦, 希望后天一切正常, 秘境会被打开, 系主们可以进来拯救这些可怜的罗刹族人, 还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的少年看着篝火, 独自想着, 次日, 大清早, 天色刚亮路哥, 我们已经在这座山周围布置下了阵法, 不画谷要是出现, 我们立刻就能察觉, 熙熙攘攘的临时营地中, 极为略懂阵法的同学跟林小璐汇报着情况, 眼下情况特殊, 在场的人几乎多为林小璐马首是瞻, 那其他同学如果靠近, 咱们能感知到吗? 他问向一名少年, 可以的, 对方回答道, 只要有同学靠近, 我们就能立刻察觉, 然后将他拉入营地, 大家凑在一起会比较安全, 场中, 林小璐满意地点头, 继续跟大伙商量着对策, 现在他们的想法就是, 一直拖到明天秘境结束, 在此之前, 尽可能多招揽一些同学, 这样遇到不画骨的时候, 还能有个一战之力, 拿数量比肩质量。 小璐施主, 阿姨施主醒了? 远处, 吴狗忽然激动地大喊, 林小璐闻声连忙惊喜地赶过去, 看到了刚刚苏醒的阿姨, 其他人也在旁边关注着她的伤势。 此刻的阿姨伤势出狱, 还显得有些虚弱。 她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鸡腿吃完了。 一时间搞得在场众人都有些哭笑不得, 气氛也短暂地好了一会儿。 见阿姨醒了, 并且恢复得不错, 林小璐又来到还在昏迷的上官哈密瓜身边, 看了看她的脸色。 经过无垢, 冰桃, 赵木木几人轮番地疗伤, 上官哈密瓜巴掌大的小脸也已经初步恢复红润, 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能苏醒, 这倒是让林小璐放心了不少。 而就在大伙开始商讨, 要不要在周围布置一些防御性的俘虏时, 营地外围突然又有同学大喊, 鹿哥, 有同学的气息靠近。 林小璐一听, 立刻飞奔过去, 惊讶到, 来了多少人就一个, 而且气息很虚弱, 似乎是受伤了。 此话一出, 林小璐当即眉头一皱, 顺着那位同学指的方向, 飞速往山下跑。 他速度飞快, 不一会儿便狂奔出数百米, 最终穿过道道密林, 看到了一个满身是血的少年身影, 然后随之一愣。 野狗兄, 林兄弟! 中午时分, 挤满人的半山腰中, 无数的少年少女和罗刹族的人围坐在一起, 静静地看着场中脸色苍白, 正在接受装饱饱疗伤的野狗。 他一边接受疗伤, 一边死死握着拳头, 神情激动地诉说道, 我们十几个同学, 在昨天夜里遇到了你们说的不化骨, 最后除了我以外, 其他人全都死在了那里, 连我的狗也。 说到这里, 野狗的眼神中闪烁过一丝滔天怒意, 脖子上的青筋都震了出来。 不化骨不能瞬移, 野狗你们为何不顺移离开一旁的公羊下目问? 是刘伯阳? 野狗满脸悲愤道, 那狗日的有一颗奇怪的珠子, 可以封闭空间, 我们根本顺移不了。 只能和那个叫不化骨的僵尸厮杀, 我也是在狗子豁出性命偷袭刘伯阳之后, 才顺移逃出来的。 此话一出, 罗刹族中双目被毁的迦勒立刻面色悲惨道, 那是万灵神魄, 是我们罗刹族的圣武。 一旁, 弗罗神情悲痛, 眼眶红肿地说道, 万灵神魄被拿了, 族长爷爷他看来真的已经。 场中, 所有罗刹族人都低下了头, 不少女性更是紧紧捂住了嘴, 强撑着没有哭出声。 看着这么多罗刹族人悲痛欲绝, 少年们的心情也不太好受, 每个人的脸上都起了深深的悲痛。 这个万灵神魄, 到底是什么东西帅帅呀忽然问? 场中, 作为焉不移义子的迦勒,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闷着声音解释道, 万灵神魄是我们罗刹族世代相传的圣物, 是空间之道。 此话一出, 所有人一愣。 这是一种道, 场中, 迦勒看了眼大伙震惊的神色, 点头道, 我听爹说的, 万灵神魄是上古时期, 我们罗刹族的圣人创造的一种道, 他开辟出了这方世界, 让我们罗刹族远离你们人族, 不和你们纷争, 世世代代在这方天地中繁衍生息, 安居乐业。 听到这里, 林小璐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想了想, 突然看了帅帅鸭一眼, 帅帅鸭也同样看向了他。 这一刻, 相伴已久的一人一鸭都产生了一个想法, 既然这个秘境是罗刹族先辈所开创, 且是专门为了躲避人族而开, 那又是怎么被学院发现的, 既然都刻意远离纷争了, 那不是应该很难被发现吗? 怎么会被用作试炼学生的秘境? 恍惚间, 林小璐想起了那个自己只见过一面的人, 不知道, 因为这个秘境是纵横前辈发现的, 在此之前, 不管是他还是仲妮先生, 都没有人知道还有大罗刹天这么个秘境存在。 场中, 一人一鸭对视了一阵, 都没有说什么, 但他俩相处久了, 颇有默契, 此刻不管是帅帅鸭还是林小璐, 心头都起了一丝阴霾, 因为他们忽然有些紧张, 担心明天, 秘境能不能正常结束。 加勒兄弟, 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克制住这个万灵神魄啊? 气氛正冰冷时, 场中突然有同学发问道, 如果不化鼓来了, 我们都被这玩意儿限制住身体走不了, 甚至更惨一点, 动都动不了, 那就真完了, 只能眼睁睁被杀。 这个, 好像没有。 加勒摇了摇头, 然后对大伙安慰道, 诸位别担心, 万灵神魄使用也是有要求的, 那个叫刘伯阳的人族修士, 发挥不了多少效果。 那你们罗刹族, 除了万灵神魄, 真的就没有其他宝物了吗? 一旁的林小璐文。 听到这个问题, 加勒冥思苦想了好一阵, 最后, 他才在所有人失望的目光中继续摇头。 没有了。 一天的时间里, 陆陆续续又有一些同学被布置的阵法感应到, 被大伙召集进了队伍, 他们当中大多是一些还不明所以的同学,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遇到过不化鼓的同学, 林小璐再没发现过, 这让林小璐很担心, 担心是不是遇到不化鼓的, 全都死了。 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 天色又开始变暗了, 虽然对于这些修为有成的少年来讲, 在黑夜中一样可以看清一切, 但相较于白天, 人们还是会下意识恐惧黑夜。 那漆黑的背后, 似乎随时都会跳出一具恐怖的身体, 将自己生吞活泼。 咔嚓! 冰糖葫芦被嚼碎, 林小璐一边吃, 一边腮帮子鼓鼓地看着面前满身雪白的少女, 笑道, 怎么不去休息, 明天秘境结束, 我们就能离开了。 少女不说话, 手里同样握着一串吃了一半的冰糖葫芦。 林小璐看了看面前的冰糖, 然后捧着下巴安慰道, 放宽心, 咱们会没事的, 秘境那么大, 不化骨没那么容易找到咱们。 这些安慰的话, 她今天已经不知道对多少人说过, 嗯, 效果挺一般的。 面前, 冰糖压低白色的眼眸, 看了一圈周围的同伴后, 小声说道, 从下午开始, 被咱们发现的新同学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有可能其他人都快被不化骨杀完了。 林小璐挠了挠头, 有些猛逼道, 应该没那么快吧, 咱们一共近来一万两千多人呢, 这才过去不到两天, 那家伙都给杀完了, 应该不至于。 一旁, 正在火堆前烤火的帅帅鸭睁开了眼, 略显无奈地说道, 杀完不至于, 但被杀的, 估计也不会太少了, 秘境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同学, 组成小团队, 像野狗。 他不就是在一个小团队里然后遭袭的吗? 加上别的团队还不知道不画骨的事, 在他有意地主动寻找下, 鬼知道会被他团灭多少小团队。 帅帅压抬起头, 目光幽静地看着林小璐道, 老大, 估计过不了多久, 这秘境就真的只剩下咱们了。 林小璐闻言一时间没再说话, 面色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看。 两久, 他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等天亮了, 秘境就结束了, 咱们撑过今晚就行, 问题应该不大。 深夜, 此时, 已经两夜眉合眼的少年独自坐在火光之中守夜。 这个时候, 其他同学和罗刹族人修炼的修炼, 睡觉的睡觉, 四下寂静, 只有均匀的呼吸声在黑暗中缓缓荡漾。 跟昨晚一样, 林小璐一边给篝火堆天着柴火, 一边搂着酣睡的帅帅鸭, 脑海中胡思乱响个不停。 或许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太多, 他突然想起进入大罗刹天之前, 自己对洛无尽挥手, 并冲他大声笑喊, 师娘, 当时洛无尽愣了一下, 随后也面无表情地对着自己挥手回应。 恍惚之间, 林小璐心中有了一个不太好的预感。 他突然感觉冥冥之中, 自己那次随意的一次告别, 可能就真和自己的这位师娘永别了。 这种乱想一旦起了, 就怎么也散不出去, 也让林小璐感受到了莫大的揪心。 而正当他有些心烦意乱时, 不远处突然起了一丝声音。 可嗨嗨, 林小璐, 本姑娘这是在哪儿听到略显刁蛮的声音? 林小璐立马反应过来是上官哈密瓜醒了, 起身走过去扶起她的脑壳。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胳膊壁弯上, 上官哈密瓜似乎还有些猛, 大眼珠子直勾勾看着林小璐, 然后撅着嘴道, 感觉还行吧, 我这是在哪儿在山里? 林小璐把大体的事情讲了一遍, 然后安慰道, 明天秘境就结束了, 不画骨应该是找不到咱们了。 闻言, 少女没说什么, 只给自己喂了颗洗尘丹, 然后安安静静地坐着。 次日, 当阳光洒满大地, 罗刹族人和其他人一同醒来, 临时营地也恢复了久违的热闹, 今天是秘境结束的日子。 一大早, 林小璐就独自站在山道边, 双目一眨不眨, 眺望着远处的天空。 她记得洛乌镜说过, 大罗刹天的结束和古月秘境不同, 大罗刹天结束时, 会有林霞从天空中降下, 照耀在每个人身上, 带着他们离开。 此刻她背对众人, 听着大伙叽叽喳喳地说话声, 独自在阳光下站了一会儿, 见天空中没有动静, 眉头下意识就皱了起来, 心中的担忧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 应该不会, 出意外吧。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少年们就在这紧张不安中, 默默等待着林霞降临, 刚开始, 他们还都高兴激动, 一个个脸上都挂着劫后余生的笑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个人脸上的高兴, 最终都开始渐渐消失, 一直到天色再次变暗, 天空都毫无反应以后, 他们便彻底绝望了。 秘境还在继续,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是有问题的, 秘境没有结束, 而是还在继续。 夜晚, 篝火边, 一行少年人围着火光商量对策, 所有人都在纷纷诉说着自己的看法。 如果, 要我说, 我们就在等一段时间, 等大伙伤势都恢复差不多了, 主动出街, 去找不化骨一决生死。 目前看确实只能是这样了, 秘境没有结束, 估计就是要我们解决不化骨才能结束, 这说不定是学院的考验。 喂喂, 你们这些男的都那么好斗的吗? 那不化骨什么实力, 你们不知道啊? 赵木木吐槽道, 当初罗刹族人实力还在的时候, 我们一起打都没打过不化骨, 现在罗刹族人都变成普通人了, 就凭我们这些人, 那根本就是送死好吗? 一旁, 公阳夏木也是百般无奈地说道, 这几天不知道不化骨又吃了多少同学。 鸭子先生说, 僵尸吃人越多, 实力越强, 我们如果直接猛过去, 很大概率会团灭。 对啊, 别看我们人多, 那不化骨, 不死不灭的怎么打场中, 人族少年们吵吵嚷嚷的不停, 或许是因为秘境还在继续, 所有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的缘故, 少年们越吵越凶, 一个个争论的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而林小璐则一直一言不发地坐着, 远处的罗刹族人也是纷纷沉默。 生死面前, 没有人敢擅自做决定, 毕竟一旦决定错误, 那将是上千条生命团灭的下场。 场中, 林小璐看着伙伴们争论不休, 几乎快动起手来, 才有些无奈地开口道, 座椅待毙, 确实不行。 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面对少年们的目光, 林小璐盘腿坐着, 拖着下巴轻倒, 今天一下午, 都没有发现其他新的同学。 也就是说, 现在秘境里面, 可能真的不剩多少人了, 对啊, 陆哥, 所以我们主动出击吧。 阿姨吃着从冰桃那儿要来的糖葫芦, 一边吃, 一边满脸肃杀到, 总比在这儿坐以待毙强。 对, 本姑娘也是这么认为的。 上官哈密瓜一脸彪悍地点头, 怕个毛, 跟那僵尸拼了。 篝火旁, 大部分主张拼命的少年大声嚷嚷个不停, 其他人则默默低着头, 没有说话。 林小璐听了一圈, 直听得有些头疼, 她想了想, 然后迟一着开口, 现在咱们的伤势确实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过毕竟还有同学没痊愈, 我个人也是主战的, 但我想等所有人都恢复到全盛时期, 反正不化骨还没找到咱们, 还有时间。 小璐兄弟, 公羊夏目拍了下她的肩膀, 询问道, 打仗的话, 我自己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这怎么打? 你有想法吗? 是啊, 陆哥。 人群中的庄宝宝一脸害怕地说道, 我们不能再像上次一样, 见到不化骨就直接忙上去了, 根本忙不过, 只会白白流血。 对对对, 我们这次得讲究战术。 有同学支持。 听到这番话, 林小璐沉吟了一下, 随后忽然看着在场所有的少年, 目光幽静。 你们知道, 凡间的军队打仗是怎么打的吗? 五天后, 一处空旷的山洞中, 林小璐这精壮的上身盘腿打坐, 充盈的内力在皮肤表面 升腾起一道流光溢彩的微光, 将整个身体牢牢拢住, 仿佛如有实质。 一金金, 折龙睡丹弓, 胎息诀, 三种心法炼制大圆满的他, 拥有着世间极其罕见的纯阳肢体。 而冥冥之中, 这股精纯至极的少年身体, 也在不断吸引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恐怖僵尸。 有林小璐, 大白天光身子, 晒彪纳听到说话声, 林小璐从打坐中睁开双眼, 流光从眼球中划过, 好似可以看穿世间一切。 他看着山洞口, 一眨不眨, 盯着自己身体的上官哈密瓜, 然后小嘴一吐。 你在看啥看你的小奶? 哦,没看啥。 女孩吸了下哈喇子, 骄傲地仰起小脑袋刮横倒。 这几天, 大伙的状态都恢复了, 你说的那些陷阱也都不止完成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文言, 林小璐摇了摇头表示不用, 并拿起一旁的道袍给自己换上, 一边积一带, 一边问道, 我妹妹怎么样了正在突破原因, 无够小师傅和赵木木在看着, 问题不大。 说完, 上官哈密瓜又补充了一段, 你妹妹比你可强多了, 她突破原因的时候, 都引起天地异象了, 我估计她会是咱们的一张底牌。 听到这里, 林小璐开心了一些, 小月儿是从三天前开始突破的, 先前她就被赵木道长叫道, 有意识地压制自己境界, 如今终于要突破了, 虽然突破时间有点长, 但天地异象都出来了, 当时不管是罗刹族, 还是其他同学都看到了, 方圆千里的天空都化成了巨大的漩涡, 尽数钻入小月儿的头顶。 这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妹妹一旦突破成功, 就很有可能会成为在场所有原因中最强之人, 甚至超过自己也说不定。 这让林小璐都不得不感叹, 什么叫天才啊? 这就叫天才。 即便是放到天骄妖孽众多的修仙者学院, 妹妹也能够独占熬头屁腻天下, 真是给自己长脸。 也不知道爹娘当年到底是怎么把妹妹生出来的, 太牛逼了。 估计他们当年是用了什么特别吊炸天的姿势吧? 林小璐骄傲地想着。 和上官哈密瓜闲聊了几句, 林小璐好奇地看了她几眼。 我感觉咱们和不化骨决战的时间不远了。 你这段时间修为恢复得怎么样横? 本姑娘早就已经是全胜状态了。 上官哈密瓜脑瓜痒的老高, 努力想用鼻孔对准林小璐。 同时骄傲道, 老娘的大藏经这段时间已经再次突破, 厉害得不要不要的, 到时候和不化骨打起来了你就躲我后面, 我保护你。 闻言, 林小璐笑了笑, 然后走向山洞口, 他想去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上官哈密瓜也在他身后跟着。 此时的时间正是中午, 山洞外是这座大山的山道, 阳光炽热, 入目皆是熙熙攘攘的人们。 看到林小璐出来, 许多人都冲他打了招呼, 或许是大战在即的缘故, 少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耀武扬威的嘚瑟, 而是一一简单回应, 然后看向了远处正在人群中打坐的妹妹。 他见妹妹脸色正长, 又有吴构和赵木木, 这对秒人护法, 便没在关注。 转头看向了一旁正在铁锤锻炼的诸葛丹。 这么多同学中, 只有诸葛丹和他两个舞者, 而五天以来, 他们也一直在努力修行, 准备迎接厮杀。 怎么样林小璐, 大伙儿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吧? 身旁, 上官哈密瓜美滋滋地笑道, 等不化骨来了, 要面对的将是一整只猿鹰大军, 所以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闻言, 林小璐心情好了一些, 随口道, 但愿如此。 哎呀你别害怕。 少女似乎看出来, 林小璐心情沉重, 拉着她的衣袖安慰道, 来学院, 之前我答应过我妹妹照顾你, 所以, 你会没事的, 放心。 听到少女满含关怀的话语, 林小璐虽然还挺高兴的, 不过她面上不动, 而是翻了个白眼, 故作不懈道, 你那么点实力, 还是保护好你自己吧。 此话一出, 上官哈密瓜当即不乐意了, 跳起来一把揪住她的耳朵, 林小璐, 你找死啊。 哎呀哎呀, 上官你先松手, 这里人多, 给我留点面子。 哼, 你以后还敢不敢了快给老娘道歉? 你先松手, 不然我过肩摔了。 营地中, 上官哈密瓜飙悍得不行, 一边揪林小璐的耳朵, 一边跳起来踢她的屁股, 搞得其他围观的少年哈哈大笑, 气氛一时间显得很愉悦。 路哥不能耸啊, 刚塌。 哈哈, 掉爆了组合起内哄了, 上官我看好你。 路哥, 过肩摔, 过肩摔。 少年少女们纷纷起哄, 就连扶罗, 塔塔尔等罗刹族人也嘻嘻哈哈地看着。 而就在这热闹的气氛, 在人群中彻底荡漾开来, 大伙都变得有些轻松时, 远处明媚的天空, 忽然被一道诡异的黑气渐渐吞噬。 大山之中, 在阵法前打坐的同学也瞬间惊醒, 惊恐地看着面前的红线阵疯狂颤抖, 红线上系着的铃铛更是叮叮当当响得不停。 那清脆的叮当声就仿佛死亡的低语, 让原本和谐热闹的少年们纷纷停止打闹, 一个个面色严峻地看向山外的密林。 暗红色的红装腐烂在肉里, 随着身体僵硬的清月, 所过之处的阳光都被不化骨散发出的黑气吞噬, 翠绿的草地也全部枯萎。 最终, 伴随着一阵令人发麻的咯吱咯吱声, 不化骨出现在了山下。 远远地, 少年们看到了不化骨身旁的刘伯阳。 一人, 一尸, 隔着极远, 相互对望。 半山腰上, 林小璐脸色难看, 且毫不掩饰眼中杀意地说道, 让罗刹族人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起远离, 其他人准备迎敌。 话语落下, 不远处的塔塔尔、弗罗等罗刹人纷纷沉默点头, 利索地招呼罗刹族人离开, 他们明白, 此刻的自己留在这里, 只能添乱。 场中, 已经超过六百位的少年修士一个都没有离开, 即便是公羊下目也在一阵挣扎后留了下来。 大家不要紧张, 就像我们计划的那样就行。 林小璐一边给同学们鼓励, 一边看着远处黑色的狭芒将天空笼罩, 将自己等人所在的高山覆盖。 他知道, 这是刘伯扬在运用那个万灵神魄封住自己等人的退路。 一旁的阿依刷, 得一声拔出了竹中剑, 如灵大敌地站在林小璐左侧, 上官哈密瓜则站在他右侧, 其他人也纷纷拿起了法器, 他们虽还是少年, 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沙法之意。 无垢, 我妹妹还有多久突破林小璐突然问。 不远处, 正在观察小月儿状态的无垢面色难看, 目前看还不清楚, 与寻常原因好像有些不同, 可能还要一会儿。 文言, 林小璐点了点头, 随后对不远处操控阵法的同学们询问, 罗山周天镇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陆哥? 至少能困他一个时尚。 少年们自信满满地道。 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多少年纷纷松了口气, 而正当众人略微放心时, 那股令人窒息的咯吱咯吱声陡然高昂。 下一刻, 所有人就看到浑身暗红的不画骨, 化作一道星红流光, 对着所有人飞来。 不阵! 林小璐当即大喝, 下一秒, 数位熟悉阵法的天骄少年同时释放灵力, 金光涌动之下, 不画骨刚飞到半空, 天空便陡然一暗, 一座虚实不分的苍茫大山凭空出现, 从天而降, 直接对着他砸下。 哼! 宛如平地惊雷般的巨响, 直击地所有人心头一震, 地面更是一阵疯狂颤抖, 飞到一半的无画骨消失了。 哈哈哈哈! 我们成功了! 场中, 少年们纷纷惊喜, 高兴地大呼小叫, 罗山大阵一将, 任凭你再不死不灭, 也压得住你。 哈哈哈哈, 有本事把山顶开啊! 在场的少年们, 看着眼前郁郁葱葱的苍茫大山, 激动得眉飞色舞, 就连林小璐也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这不画骨虽然厉害, 但还是低估了修师的手段, 当初他突然袭击罗刹村, 大伙没时间准备, 可这一次就不同了, 数十位颇有阵法天赋的同学, 布置了将近十天时间, 不眠不休, 才摆出这罗山周天阵, 还压不住你啊! 看着场中少年们惊喜万分的表情, 林小璐也心头放宽, 想着, 要不要去撒泡妙柱住信, 而就在这时, 眼前巨大的山体, 忽然咔嚓, 一声, 发出一道巨响。 所有人闻声一惊, 不敢置信地盯着面前真材实料, 高耸露云的苍茫大山。 下一刻, 一阵接连不断的金石断裂之音响起, 眼前的大山仿佛崩开了一般, 裂痕遍布, 石子纷飞, 紧接着, 所有人就看到一道巨大的裂缝从山脚炸开, 带着冲天的巨响一路扶摇直上蔓延到山顶, 最后轰。 得一声巨响, 大山愣声声绷成两劫, 不画骨, 更是直接从山顶冲出飞处。 一座山都压不住, 林小璐直接就梦了, 扭头对着布阵的同学怒目而视。 你们不是说, 至少压制一个石上的吗? 这什么鬼? 呃, 璐哥, 我们可能还是太年轻了。 少年们尴尬地挠了挠头。 对啊, 璐哥, 这不关我的事, 小王太傻了, 一定是他布阵的时候偷工减料。 扯淡, 明明是你昨晚画幅的时候困了, 导致俘虏没画好。 你个呆毛做错事还不承认, 看见。 精通阵法的同学吵成了一团, 而此刻的天空中, 不画骨已经冲破大山, 抬起满脸的血口, 仰天嘶吼, 其凄厉至极的怒吼声, 令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甚至连他们所在的山体, 都隐隐有了崩溃之势, 林小璐也不再迟疑, 大羹青铜气在身前一挥, 当即怒吼, 杀。 杀呀! 冲他! 啊啊啊, 我速度快! 大战瞬间展开, 六百多位少年化作一道道流光冲上云霄, 仿佛横跨天空的流星雨一般, 密集地杀向不画骨, 而不能飞的林小璐则直接从山道中跃下, 奔着刘伯扬的地方急行而去。 这是第二个计划, 如果罗山周天镇压制不住不画骨, 那其他人就先努力将它拖住, 自己则是去斩杀刘伯扬, 抢走万灵神魄, 让大伙可以顺移逃离。 此刻, 不死不灭的不画骨在高空中以一敌六百元鹰修饰, 杀声冲天, 声势巨大, 一个照面便炸出无数道岔子烟红的灵爆, 一时间将整个天空都渲染成了彩色, 而林小璐不闻不问, 飞杀走势之间全力冲向刘伯扬所在的位置。 哄! 高空中, 一身破烂新娘装的不画骨横冲直撞, 其枯搞的黑色利爪冲破一道又一道灵法, 撕碎一件又一件法器, 在密密麻麻的少年修饰中来回穿梭。 即便是天人静也难以消灭的他根本不出眼前这些人。 而且, 他这段十日以来吞吃了太多天骄少年的血肉, 比之罗刹村时期更加恐怖, 全力施展须弥剑六的阿一几乎是一个照面就被他轰成重伤。 八荒正天绝, 狂雷不灭手, 真阳剑斩, 三千金龙咒。 高空之上, 少年天骄们一个接一个施展出自己的看家手段, 一道道惊天地气鬼神的灵法战绝, 宛如倾盆大雨一般倾泻在不化骨身上, 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伤他分毫。 反而在一阵密集的灵抱过后, 不化骨直接冲出五光十色的灵验, 一把抓住一名少年的喉咙。 一切来得太快, 那名少年还未反应过来, 白皙的喉咙就被漆黑的骨肘捏得扭曲变形。 下一秒, 少年的整张脸和半颗头颅, 连带着整个神魂都被不化骨椭圆形的血口, 生生吞下。 咔嚓一声脆响, 少年挣扎到一半的身体, 立刻不动弹了, 从侧面看, 他的脸已经不见了, 整个头仿佛一个竖着的月牙形。 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其他少年, 当即吓得一个机灵。 咔嚓, 咔嚓天空中, 不化骨脸上的椭圆形血口, 一张一盒地嚼着, 然后扭过头, 对着其他呆住的少年张开嘴, 其他人便在他的尺缝里看到, 那位死去同学的碎肉。 妖孽! 给老子死! 如此血腥骇人的一幕出现, 让天空中激战的少年们彻底陷入癫狂, 一个个再次封了一般施展手段。 此刻, 因为湿气而腐化的黑色森林中, 林小璐看到了死而复生的刘伯阳, 他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只是拖着刀, 向其安静走来。 刘伯阳也没有跑, 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拔光自己毛的少年。 我之前也是被不化骨杀死的, 带着这怪物, 杀害其他同学, 我也不想。 不过没办法, 身不由己。 各位其主, 毕竟这条命是人家给的。 人家哪个人家纵横吗? 林小璐提着刀问。 听到这个问题, 刘伯阳愣了一下, 有些惊讶, 林小璐居然猜出了是纵横前辈, 但随后, 他就略显无奈地挠了挠头, 道, 机缘往往会伴随着杀人的厄运出现, 我命好, 获得了大机缘, 成了前辈的犬牙, 你命不好, 所以今天会死在这里。 闻言, 林小璐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 整个人哗, 狂!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大更青铜气, 砍在了不化骨坚不可摧的头颅上, 林小璐猛了, 他没想到, 不化骨居然会突然脱离战场, 来保护刘伯阳, 而下一秒, 他就被不化骨一爪, 击中胸口。 扑吃! 一抹血浆自口中怒喷而出, 林小璐整个人话, 都没来得及说, 就被轰得横飞出去, 落地后, 更是一阵翻滚, 电光火石之间摩擦出一条又长又深的泥泞沟渠, 他都梦了, 这祸的力道怎么就能这么大, 自己八气大蛇的体格都扛不住, 陆哥! 林小璐! 小璐! 天空中, 众多少年见到林小璐被击伤, 纷纷大惊失色, 集体奔着速度极快的不化骨冲来, 而刘伯阳则面无表情地隐藏在不化骨身后, 其实作为修饰, 他这几日看着不化骨每日吞吃同学也并不好受, 之前还遇到过跟自己一个班, 关系较好的同学, 当时那几位同学给自己下跪磕头, 苦苦哀求自己放过他们, 只可惜, 他没办法, 人, 终究是要为自己而活的, 自己这条命是纵横前辈给的, 自己给他效命, 天经地义, 他藏匿于黑暗中, 看着无数同学飞下和不化骨激战, 略显无奈地自言自语道, 还好这几天看不化骨吃人吃多了, 渐渐习惯了, 地面混战之中, 冰糖而浮起嘴角可写的林小璐, 滑嫩的小手按住他受伤的胸口给他疗伤, 而此刻的草地中, 激烈的厮杀已经完全彻底绽放, 或许是这段时间吞吃血肉太多的缘故, 不化骨相较于罗刹村之时, 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都有巨幅增长, 此刻满场的少年受困于刘伯扬的万灵神魄, 退无可退, 虽然人多势众, 确实是在围攻不化骨, 但其实还是有些像被单方面屠杀, 场中, 不化骨左突右闪, 浑身黑色的湿气汹涌澎湃, 不断使用最简单且直接的攻击方式收割人命, 不多时便陨落数位天之骄子, 滚烫的少年血浆更是喷洒的到处都是, 根本没有人是他的义和之敌, 这种局面就很绝望, 全力绽放的灵法, 轰击在他身上丝毫不起波澜, 而他随意地一找, 就能彻底摧毁少年们的一切防御, 林小璐甚至看到一个飞到高空挣扎着想要逃跑的少年, 被不化骨飞身追上, 愣生生在空中被撕成了两半, 撒下满天血雨, 如此场景, 地狱只怕都不外如是, 虚迷剑六, 场中, 阿姨擦掉嘴角的血丝, 甩起竹中剑带动无数道剑光飞出, 人群中矮矮的上官哈密瓜也不甘示弱, 小手猛一掐绝, 运转着大藏精, 身后立马凝聚出万千魔头恶鬼, 俩人一左一右, 同时压制住不化骨, 一个剑气冲天地, 一个摩威阵八方, 接着龚阳夏木和赵木木两位元英同时出手, 并行轰击不化骨的头颅, 但即便是这么打, 不化骨的身躯依旧是毫无反应, 反而在冲天的怨毒嘶吼中震开了所有人, 最后更是一把抓住阿姨的竹中剑, 抬起骨手一斩, 硬生生将这把剑伤前辈赐予的零剑斩断, 阿姨本来就不聪明, 剑断的时候整个人都猛了, 要不是一旁的庄宝宝, 眼疾手快拉了他一把, 他差点就被不化骨给一爪撕成碎片, 林小璐健壮再懒得管刘柏阳, 怒吼一声, 持着大羹青铜器加入战场, 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硕大的大羹青铜器不要命地往不化骨脸上招呼, 周围的同学也一一配合, 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围着一通乱打, 激昂的喊杀声更是一声高过一声, 嘶吼, 场中不化骨枯搞的臂膀横挥竖斩, 一爪就拍在大羹青铜器的刀身上, 其惊人的力道直接将林小璐震的连连后退, 随后他转身一道黑气飞出, 黑气划刀破开身后野狗盗人的灵盾, 在他的肚子上劈出一道狭长的伤口, 倘若不是他及时捂住肚子, 只怕肠子都能飞捂出来, 狂暴的混战快如闪电, 野狗只是无数伤亡少年中的一个, 在如此快速地厮杀下, 几乎每一个眨眼的时间就会有数名同学伤亡, 不死不灭的不化骨, 这次是真要将在场所有人杀绝, 哄,又是一声巨响, 其诸冲锋的诸葛丹被不化骨连人带诸一同先飞, 哗, 公养夏目在他头上贴的符路毫无作用, 反而直接化成了灰, 魔气冲天的上官哈密瓜交和着冲天而降, 但即便他小小的身躯化作白米高的黑色魔神也依然压制不住, 反被不化骨飞跃起来单手拍翻, 不化骨虽然攻击方式单一, 也没有什么特别花哨的手段, 但凭借其不死的特性, 和比林小璐更加恐怖的古怪力量, 六百多人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扛得住他一次攻击而不受伤, 厮杀到极致之刻, 冰桃一掌拍在地面, 正在大沙特沙的不化骨顿时被其凌厉冰封, 但冰封不到半秒他就冲破寒冰, 一掌拍向冰桃, 林小璐见状连忙挡在冰桃身前, 一掌拍出, 掌对掌, 哄, 一声暴响, 无形的气狼蔓延至百米之外, 整个地面都在不断下沉, 而少年, 骑掌的右臂更是咔嚓, 一声被声声震断, 整个人也再次横飞出去, 冰桃而想接下他都接不住, 亦被骑一同撞飞, 破, 血流成河的草地上, 无化骨双臂大开一个横扫, 周围一圈竖个少年的头颅当即高高飞起, 其头颅与脖梗处涌动得冲天血柱, 仿佛喷泉一般围在他周围, 那一张张稚嫩青涩的少年脸上, 写满了绝望与不甘, 仿佛在告诫所有还活着的人, 这大罗刹天就是三千世界所有天骄的牧种, 场中, 林小璐看着一个又一个同学倒下, 心中满是悲凉, 他单膝跪地, 将肘关节错位的右手按在地上, 用力一拧, 只听嘎答, 一声脆响便声声将关节扭正, 砍死他, 起身的他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 踢着大刀就再次飞冲上去, 与此同时, 半山腰上, 帅帅压正面色严峻地看着山下战斗, 他见一片片密集的灵暴响天彻地, 方圆数十里都被炸成焦土, 就连自己所在的大山都被震得摇摇欲坠, 颇为无奈, 这僵尸肉身太强了, 简直快成圣了, 说吧, 他转身看向吴构, 吴构, 你的小菩提心能困住他吗? 正在观察小月状况的吴构愣了愣, 随后摇头, 小菩提心是他的神通之一, 当初就是用这法门收服的柳玉娘, 此刻听到帅帅鸭的问题, 吴构叹息回应, 鸭施主, 小僧的小菩提心是让他人的意识进入幻境, 但僵尸不入轮回, 没有意识之说, 顾对他是无用的, 文言, 帅帅鸭也就没再说什么, 僵尸只剩血肉本能, 魂魄不在, 意识也没有, 除非真的开辟一个星空间出来, 不然还真没办法针对, 他扭过鸭脖, 不愿再看山下惨壮, 而是看向五星朝天的小月, 我欲解怎么样了很奇怪, 吴构观察着小月儿身上的灵气流淌, 目录疑惑道, 方才小月儿施主的原因已经从三花聚顶处出现, 但却不是小月儿的模样, 啊, 帅帅鸭一愣, 扁嘴张得老大, 那是什么样子一个看不清相貌的人影, 吴构目录疑惑道, 原因不是自己的模样, 这种情况确实有过, 但却非常罕见, 而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无一例外都会原因失败, 灵丹破碎, 所以小僧才如此紧张, 听到这里, 帅帅鸭的眼神也再次变得犀利起来, 原因不是自己的模样, 这种情况很少见, 不过以前也确实出现过, 据说曾经有一位修士突破原因时, 原因是另一个人的样子, 最后出现了原因和神魂不容, 走火入魔被反噬的情况, 后来得知, 那位修士在还未出事之时, 他的娘亲释怀的双胞胎, 只是后来他的孪生兄弟在胎中留掉了, 被他吸收, 所以才生下他一个, 这种情况有, 只是很少见, 双胞胎掉了一个, 然后被另一个活下来的吸收, 而这样一来, 掉的那一个胎儿神魂就会投胎转世, 而肉身和一丝残念便会藏匿在另一人的身体中, 在突破原因之时出现产生不容的情况, 如果小月儿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危险了, 营地上, 帅帅鸭越发紧张地看着小月儿, 而就在他有些迟疑, 要不要观察一下小月儿的脉搏时, 盘腿坐在地上的小月儿, 忽然平地升空, 飞了起来, 呀, 一声冲天的嘶吼, 林小璐翻身来到不化骨身后, 用大根青铜器的刀刃死死抵住他漆黑枯萎的喉咙, 整个人双手抱住刀身拼了命的向后掰, 其他少年也毫不迟疑, 铺天盖地对着不化骨施展灵法, 无数道霞光镜鼠轰在他身上, 炽热的火光将地面都烧得开始溶解, 林小璐露在外面的衣袖也被余光烧成灰烬, 露出线条清晰的上身, 啊, 小仙女转圈圈? 诸葛丹甩着两条长长的马尾, 持着大铁锤飞冲而来, 全力交贺之下, 一锤砸在不化骨的脑壳子上, 因为用力过猛, 铁锤都轰得寸寸碎裂, 锤柄都扭曲变形, 但却依旧毫无作用, 不化骨更是一个翻身将林小璐甩倒在面前, 一脚踏下, 哄, 黑色的脚掌踩在大根青铜器的刀身上, 刀下的少年被压得吐出一大口红血, 整个身体都陷进了焦黑的地理, 林小璐! 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上官哈密瓜急眼了, 飞冲上前想要帮忙, 却直接被不化骨释放的黑气冲飞, 此时的战场中, 众多少年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百人, 其他幸存的少年也是各个身负重伤, 再无余力抵抗, 林小璐凭借吴与伦比的肉身硬扛到现在, 也彻底到了游进根枯之时, 他体内至刚至阳的内力, 甚至都开始有了溃散之下, 你特么有种轻一点才我, 深坑之下, 少年双手顶着大根青铜器拼命嘶吼, 因为胸腔承受压力太大, 他的口鼻中正不断地往外喷血, 而就在林小璐准备愤死一搏, 看能不能跟不化骨以死患伤时, 身后的山中突然亮起一道刺眼的滑芒, 炽热的滑芒突然笼罩大地, 让每个人都愣了一下, 将林小璐踩在脚下的不化骨, 也抬起争名恐怖的脸, 朝向了那道光, 那一刻, 他看到了一个天空般无边无际的大巴掌, 啪, 一声轻响, 不化骨被抽飞了, 在场所有人, 真不愧是我遇见, 我就说嘛, 在邦里, 我和我遇见的修行一向如此, 一会儿我超过他, 一会儿他超过我, 现在好了, 他真的超过我了, 不止超过我, 还超过陆哥了, 没有见到阿一一边啃着鸡腿一边平架, 旁边气喘吁吁的上官哈密瓜看了他两眼, 然后踢了他一脚, 你怎么还有鸡腿,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个, 阿一含糊不清地举起三根手指冲天, 我可以发誓, 无边的废墟中, 小月儿出现在众人面前, 听着大伙儿的赞叹夸奖哥哥直笑, 林小璐也一个气喘吁吁地从地里爬出来, 一起来就迫不及待地问, 妹妹你原因了, 嗯嗯, 小月儿乖巧地冲林小璐笑了笑, 我好像直接原因巅峰了, 哥哥你骄不骄傲, 哈哈哈哈, 太骄傲了, 真给俺们老林家长脸, 少年抱起妹妹就转起了圈, 周围, 其他少年也是目瞪口呆的惊呼, 他们确实没想到, 小月儿突破原因之后便是直接巅峰, 纷纷叹为观止, 不远处, 吴构也抱着帅帅鸭从山中飞来, 此刻的少年们已经松了一口气, 毕竟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不划骨应该不是小月儿的对手, 一巴掌就被抽飞了, 但帅帅鸭还是不乐观, 他瞪了一眼在场欢天喜地的少年们, 然后泼了盆凉水, 先别大意, 玉姐抽飞不划骨和杀死不划骨是两回事, 说完, 他才看向林小璐和小月儿, 面容严峻道, 老大, 玉姐, 不划骨, 目前来看应该没被杀死, 战斗还没结束, 闻言, 林小璐震了一下, 随后点点头, 自己确实高兴得太早了, 他虚弱地抢过阿姨吃到一半的鸡腿, 一边给自己补充营养, 一边搂着妹妹道, 现在大伙都伤得挺重, 妹妹你别逞强, 看看能不能杀掉他, 我去找刘柏阳, 闻言, 小月儿脑瓜指点, 然后看向远处再次飞来的不划骨, 缓缓抬起小巴掌, 李明如板摘心绝, 大荒无荫, 与此同时, 思难见, 峨眉不行了, 吃不下了, 真吃不下了, 被啃了一小半的丹药前, 李明如一屁股坐在地上, 抱着溜圆的肚子, 撑得直翻白眼, 全无往日洒脱的形象, 一旁正和洛无尽, 一起坐在小板凳上 磕瓜子的叶青鸾催促, 你快点吃啊, 你还想不想救你徒弟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而且老话怎么说得来着, 徒孙自有徒孙福, 李明如躺在地上, 试了两次想起来, 结果因为肚子太大失败, 一脸无奈道, 我歇一会儿, 再吃就真撑死了, 一旁, 洛无尽磕着瓜子, 白眼一番, 小嘴一吐, 废物, 李明如, 叶青鸾也冲他拱了下鼻子, 爬起, 酒也不喝了, 而是喝了些有助于消化的山楂水, 然后对嗑瓜子的洛无尽粗气问, 纵横找到了吗? 洛无尽摇头, 一点消息都没有。 闻言, 李明如也并无意外之色, 而是叹了口气继续询问, 现如今修仙界大乱, 吴献宗那边有动静没吴献宗那边我怎么知道, 好像没啥动静吧? 洛无尽说起来就显得很生气, 捏着苍白的拳头道, 穆昭哥一点形式都分不清, 纵横如果真所谋所有人, 吴献宗占据了天上近一大半的天人静修士, 这么大的威胁, 纵横怎么可能不注意, 他想要独善其身, 做他的千秋大梦去吧。 说完, 他看向李明如道, 穆昭哥应该还不知道, 你修为即将恢复的事把李明如点头, 他不知道。 那就好, 等你实力恢复, 吓尿他们。 闻言, 李明如苦涩一笑, 那么大一颗丹药, 鬼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吃完, 现在洛乌镜也虚弱得同凡人无异, 天上太危险, 自己便先收留他, 待在自己这里, 看看后面事情会如何发展。 他万般无奈地起身, 目露悲壮地仰头看了看丹药, 然后便深吸一口气, 再次飞了上去, 洛乌镜和叶青鸾两女则嘻嘻哈哈地在身后看着, 被他苦逼的模样逗得直乐。 哄, 无形的巨大巴掌落下, 漆黑的森林瞬间崩溃, 方圆百里更是被拍得整个下沉, 不画骨也再次被拍得陷进地下。 小月后方, 一个个仰着脖子观望的少年们都梦了,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是原因, 小月可以如此生猛。 那长度近百里, 宽度也将近五十多里地的无边巴掌印, 只看得在场所有人心惊肉跳。 虽然不画骨杀不死, 但好消息是, 确实被小月制住了, 现在不画骨每次嘶吼着, 从深坑泥土中冲出, 就会被小月再次一巴掌拍下, 面对那如同五月晴天般的滔天巨掌, 即便是不画骨, 也暂时如同掌中楼一般被拿捏。 但唯一令所有人郁闷的是, 小月的攻击虽然有用, 但用处也只限打退不画骨, 半个多时辰过去, 不画骨虽然已经被打退无数次, 但似乎并未受伤, 依然一次又一次从掌中深坑中冲出, 连速度都未减少半分。 这不禁让在场的少年郁闷, 就连小月自己都有点猛, 他明白大荒无垠很耗费灵力, 且需要动用原因神魂才能施展,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那他用不了多久就会灵力枯竭, 即便灵力可以用零食来补充, 但原因和神魂的疲惫是补不了的。 哄, 又是一掌落下, 一时间地动山摇, 强大的反正让地面上疗伤吃瓜的少年们 集体飞了起来, 就连正呼呼大睡的诸葛胖胖 都整个飞起半米多高, 然后再一屁股掉下来吓得嗷嗷直叫。 见到这一幕的林小璐颇有些冷峻不惊, 而他刚回来, 上官哈密瓜就瞅向了他。 刘伯阳那少女问, 没找到他。 光着上身的林小璐揉了揉酸疼的胳膊, 然后一边抬头看向高空之上大显神威的妹妹, 一边说道, 那仔种打架一般, 躲藏的手段倒是一流, 不知道跑哪去了。 路哥, 帅帅压说我玉姐杀不死不化骨。 一旁的阿姨跑过来, 满脸担心得道, 这样下去, 玉姐迟早立节, 怎么办这个问题一出, 其他人也是纷纷看向林小璐, 显然大伙都在担心。 然而林小璐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她现在能想到的打算, 就是让妹妹先跟不化骨耗着, 然后等剩下的人恢复伤势, 但这显然, 有些不现实, 同学们死伤了不少人, 战力受损严重, 剩下的人也大多伤得比较重, 再怎么样, 也要个一两天才能恢复。 而小月儿现在单挑不化骨, 树西一掌树西一掌的, 能坚持多久, 这样下去, 迟早是全灭的命, 自己等人确实高兴得太早了。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她看向所有人。 面对她的问题, 大伙都纷纷低下了头, 他们没办法。 哄, 又是一巴掌落下, 所有人都被震得吓了一跳, 林小璐再次看向高空, 发现小月儿已经开始喘息起来, 白白静静的小脸上更是布满了汗珠。 见如此, 少年的心中也再次蒙上阴影, 似乎是感受到了她的担忧, 帅帅压来到她身边, 迟疑着道, 老大, 要不我们平住呼吸试试林小璐, 高空之上, 小月儿看着下方无边无际的巴掌伸坑, 小胸脯喘息个不停, 眼看不画骨仿佛不知疲惫一样, 再次从坑中冲出, 她也只好强忍虚弱, 再次抬起小手。 哄, 巨大的巴掌再次落下, 剧烈喘息的小月儿连忙准备休息一下, 而正当她准备松口气时, 她忽然发现自己这一次, 没能拍落不画骨。 嘶吼, 恐怖的咆哮响天彻地, 地面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林小璐更是不敢置信地抬起头。 天空中, 恐怖的暗红色身影冲破小月儿的摘星绝, 急速向其冲来, 小月儿明亮的眼神中顿时闪过一丝慌乱, 刚要再次挥手, 不画骨的速度却再次加快。 哄, 鬼哭狼嚎般的风啸声中, 不画骨瞬间飞冲到小月儿面前, 争鸣的血口狠狠咬向她惊恐的脸颊。 生死关头, 小月儿显之又显地往后暴退, 只差一丝地躲过血盆大口, 但随后就被无尽的黑色气浪冲击身躯。 看着高空中受伤的妹妹, 林小璐顿时急眼, 仰着头张嘴大骂, 煞笔, 你肯定来吃我啊。 不知是不是因为林小璐血气充盈, 肉身强悍的缘故, 不画骨竟真被其吸引, 扭头就看向了她, 然后便笔直地向她冲来。 满场的少年们顿时吃了一惊, 而林小璐却丝毫无惧, 留下一句, 我拖她一会儿, 你们快点恢复。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飞奔离开。 咻! 不画骨在空中划过一个长弯, 对着林小璐就追了上去。 看着林小璐急速奔离的背影, 少年们愣了又愣, 阿姨更是朝着帅帅压疑惑, 鹿哥是要把不画骨引开吗? 不然呢, 帅帅压翻了一个白眼, 看着凄厉嘶吼着向林小璐追去的不画骨, 闷着声音道, 老大身子骨强悍, 生命力顽强, 虽然受了伤, 但也能强行锁血, 全速奔跑的话, 虽然不能飞, 但速度上不比你们飞得慢, 甚至还能快上一些, 他想给你们拖延些时间。 那小璐施主岂不是很危险? 吴够满脸焦急, 帅帅压吐槽, 搞得他不这么做就不危险似的。 吴够挠了挠头, 发现好像也是。 不远处, 聊商聊到一半的上官哈密瓜, 担心得不行, 但他面上不动, 反而装出一副非常生气的模样, 又急又气地骂道, 这家伙怎么就这么喜欢逞英雄, 说好了让本姑娘来照顾他的, 真是气人。 说完, 他看向刚刚落地的小玉儿, 小玉儿你怎么样受了些伤, 不碍事。 近乎脱离的小玉儿平复着呼吸, 此刻不化骨和林小璐都已经离开, 他目中的担忧也越来越重, 担忧中还时不时呆滞一两下,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被吓傻了。 林小璐全速奔跑的速度有多快,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确实没有不化骨飞得快。 但他很聪明, 没有跑进妹妹拍出的深坑, 而是钻进了左前方剩余的漆黑森林。 因为他明白, 在绝对的速度面前, 自己跑进空旷的深坑, 很快就会被不化骨追上。 而如果跑进地势复杂的密林, 就不一样了, 自己可以利用树木等障碍和急转弯, 来和不化骨印号。 事实也确实和他想的一样, 密柳, 从生的林中, 林小璐如同猎豹一般左突右闪迂回前进, 每次不化骨靠近, 他就会突然一个急转弯避开。 而不化骨没有神志, 只知道硬闯, 常常因为惯性跟他错开距离, 一时间倒真没能把他怎么样。 咻! 因速度而产生的刚风吹的少年小辫子乱舞, 不久后他一个急冲冲出密林, 眼看四下空旷, 连忙甩出腰上缠绕着的幽州大锁, 锁链如同黑色闪电般飞出, 转瞬之间缠住远处丘陵上的一吨巨大丸石, 随后他单手一拽, 愣生生将自己拽离地面, 速度再次加快。 好! 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 身后, 没有神智的不化骨从密林中冲出, 横冲直撞的他直撞出大片大片的木屑, 尘土飞扬, 杀手滚滚, 对着林小璐的背影, 愤生嘶吼, 随后再次拔地而起, 挥舞着漆黑的利爪, 对着少年扑来。 感受着身后越来越近的凄厉狂风, 奔跑中的林小璐, 再次一个急转, 突然就往另一个方向狂奔。 而不化骨, 则再次因为惯性和他错开, 一头冲出百米远。 当反应过来时, 少年也已经狂奔出数百米, 和他的距离再次拉远。 哈哈哈哈哈哈, 仔终, 没脑子了不是, 飞奔进簇拥一块块丘陵的平地中, 少年一个滑铲, 从一处天然形成的石桥地下滑过, 然后起身再次不管不顾地跑, 身后的不化骨, 则轰, 得一声撞碎石桥, 带着无数碎石风浪继续追杀。 一人一试一个跑, 一个追, 双方的距离总是很快就能拉近, 而每次拉近, 林小璐就陡然一个急转, 将自己和不化骨的距离再次拉远。 或许是生死危机之下, 人的机能会发挥到极致的缘故, 林小璐竟丝毫不知疲倦, 狂奔多时, 速度也未曾变慢, 愣生生跟不化骨耗了近一个时辰, 跑出了几百里垫。 虽然他心里也明白自己不出意外, 要难逃一死, 但自己从小到大这要牛逼, 死的时候也得彰显一下价值不适, 最终, 又是树溪过去, 少年已经离开了平原, 冲进了一处广袤无垠的沙漠。 这里, 正是他刚进入大罗刹天时所在的沙漠。 头顶, 阳光炽热, 面前, 沙漠金黄。 速度终于开始减慢的林小璐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他还在跑, 顶着头顶火热的阳光在沙漠中拼命地跑, 败出一阵阵的尘土。 他明白, 自己的体力即将彻底耗尽, 现在也只是身体肌肉下意识地在摆动, 在强撑着一口气。 不过, 这里距离大伙儿已经有数百里远了, 再加上自己这一路上七绕八绕, 这转那转的, 无话骨弄死自己以后, 再想去找大伙儿, 肯定得费不少功夫。 他是僵尸, 应该记不住回去的路, 毕竟自己这么聪明都记不住。 哈哈哈哈, 做英雄的感觉, 真是太特么爽了。 黄沙漫天之中, 少年爆发出所有的潜能, 如同一只笔直的离弓之使, 一路穿行到沙漠中央, 在身皮力竭, 再无余力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颗巨大的佛头, 正是自己刚进入大罗刹天时见到的, 那颗被埋在沙漠里的巨大佛头。 见到佛头, 他愣了愣, 然后, 消耗所有体力, 所有潜能, 跑得差点心脏骤停的他才, 终于支撑不住。 脑海中一个恍惚, 整个人头晕目眩地亮呛一下, 最终无力地栽倒在佛头旁边。 呼, 呼, 少年躺在柔软温热的沙子上, 嘴巴剧烈地喘息着, 他听着远处越来越近的声音, 看了看天空中火热的骄阳, 然后又扭头看向了身旁一动不动的巨大佛头。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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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咱俩还挺有缘, 七绕八绕的, 居然又遇到你了。 大佛, 你说我死在你旁边, 死后会不会也成佛, 然后变得跟无垢一样有会跟他咧开嘴。 笑了笑, 四仰八叉地躺着, 临死之际对着佛头打去道。 你是什么佛啊, 被埋在这里那时候帅帅压说你可能是被罗刹吃的, 只剩一颗头。 但我见过罗刹了, 他们是好人, 应该不是他们吃的你。 所以, 你是佛祖吗? 哦不对, 佛祖不是你, 是那个精神和尚, 我见过, 好像叫如来, 无够不喜欢他。 魏大佛, 不化骨要来吃我了, 如果你很牛逼的话, 能不能帮我收拾他, 咱俩也算是有过一面之缘, 所以我给你个面子, 让你救我怎么样, 阳光下。 半张脸露在外面的巨大佛头, 安安静静地侧躺着, 只那张快要风化的半张石雕脸上, 佛眼正慈悲地, 看着这躺在自己面前的少年。 林小璐也看着他, 一个少年, 一尊佛像, 对视无言。 少年最终笑了笑, 似乎是被自己的幽默感逗乐了, 此刻, 他已经感受到了不化骨的靠近, 故躺在佛头旁边, 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惨淡地笑了笑, 真不想死啊, 妹妹还没成家, 阿宁也还在等我回去娶她。 少年安安静静地躺着, 等待着僵尸来吃自己, 他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 只能如此。 没多久, 凶猛阴冷的气息就传来了, 整片沙地都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 林小璐可以清晰感受到, 身下的沙朔在不断颤抖晃动。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开, 一大片沙朔撒了林小璐一脸, 他有些猛, 不知道不化骨, 为什么还没吃, 自己就搞出这么大动静, 这是被自己遛太久了, 然后现在终于能吃自己, 所以激动了呜呜呜呜呜正疑惑时, 一连串仿佛来自远古的空灵鸣叫声响起, 这不禁让他更疑惑了, 不化骨的嘶吼声怎么变得这么好听了, 虚弱不堪地他睁开眼睛, 挣扎着从满身的沙朔中坐起, 然后, 他就看到了令他猛逼的一幕。 万里黄沙的高空上, 无数菱形的巨大生物, 成群结队地遨游天际, 在天空中和不化骨嘶豆, 那一声声悠远的鸣叫声正是他们所发出, 儼然已经盖住了不化骨凄厉的嘶吼。 林小璐瞬间惊喜, 这不就是自己上次看到的怪兽吗? 那狭长的深蓝色尾巴, 光滑且柔软的湛蓝色翅膀, 还有那仿佛两个脑袋, 每个脑袋各一只眼睛的奇怪头颅, 正是自己当初和帅帅鸭, 庄宝宝一起见到的奇特怪兽, 当时连见多识广的帅帅鸭都没认出这是什么怪兽, 只说这似乎是一种性格温顺的原音镜妖兽。 此刻, 他望了望天空中成群结队翩翩起舞的菱形大怪兽, 然后激动地看向身旁安安静静的巨大佛头。 大佛, 原来你真的可以保佑人啊, 不错, 以后跟我混吧, 我带你收保护费, 哦不对, 是香火钱, 哎, 意思其实差不多了, 都是保一方平安的。 说笑完, 他就再次看向天空中那一片片湛蓝色的巨大身躯, 满怀感恩的大喊, 大怪兽牛逼, 干死他, 不用给我面子。 似乎是为了回应林小璐一般, 他放肆的话语, 喊出后居然真的有一头通体湛蓝的巨大妖兽望了他一眼, 并鸣叫了一声, 以示回应。 天空中, 上千头庞然大物, 扶摇直上, 成空而降, 凭借无与伦比的原因妖兽肢体轰得不化骨节节败退, 而那头回应林小璐的怪物更是从位于头颅下方的扁嘴中喷出一道道湛蓝色的火焰, 晴空霹雳一般灼烧着不化骨的身躯。 面对这种独特诡异的湛蓝色妖火, 不化骨, 宣真的破防了。 向来不死不灭的他, 第一次表现出了痛苦的神色, 浑身覆盖在湛蓝色火焰之中, 吏声嘶吼。 这一幕把林小璐看得又惊又喜, 他觉得这头比其他怪兽更大, 嘴巴还能喷出蓝色火焰的怪兽, 估计就是这帮怪兽的老大, 俗称兽王。 要是自己可以把他带回家养, 以后做自己的坐骑, 那简直不要太拉风, 又大, 又能飞, 又有这么多小弟, 还能喷出这么吊的火焰。 那自己以后, 骑在他背上去收保护费, 谁敢不给自己面子, 谁不给面子, 就烧他的麻雀。 嘶吼。 天空中, 冲天的嘶吼声猛然拔高, 把正在做美梦的少年惊醒, 此刻不化骨, 被蓝色妖火焰的痛苦不堪, 厉声咆哮之下, 身上开始涌现大鼓大鼓, 极阴极寒的黑色湿气, 这种湿气异常冰冷, 一时间竟扑灭了身上的蓝色火焰, 随后, 他便在冲天的咆哮声中, 从背后伸展出一只只漆黑的利爪。 阳光下, 那一只只黑色利爪, 仿佛绽放的黑色莲花一般, 从身后展开, 带着无尽的黑色湿气, 对抗周围数之不尽的原因夭手。 好! 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不化骨彻底爆发, 身姿拧动之间, 黑气直接围着他, 化作一道黑色旋风, 转瞬之间, 冲破妖兽的包围圈, 一头头压制他的妖兽, 也都被黑气席卷, 顷刻之间融成气体。 场景再次反转, 林小璐也再次惊住。 不化骨太强了, 和原因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天空之上, 那压迫感十足的身躯, 面对成千上万头猿鹰妖兽 愣声声绝地反击, 仿佛搅碎一切一般, 大杀四方。 似乎是同类被杀太多, 高出的首领妖兽 发出一长串的鸣叫, 随后漫天飞舞的妖兽们 纷纷响应, 一头接一头成螺旋状蜂拥而下, 在他的带领下, 生生和不化骨化作的黑色旋风 与高空中对冲。 呼! 气浪展开, 万里黄沙都被掀出海啸一般的巨浪。 这一幕, 当真绚丽到了极点, 湛蓝色美丽的菱形妖兽们 用强悍的原鹰肉身 生生遏制住黑色湿气, 岩浆暴流般的蓝色火焰 仿佛高速坠落的瀑布一般 源源不断地向不化骨倾斜。 林小璐不知该怎么形容 这一蓝一黑两种颜色的漩涡对冲, 直猛逼地看着。 而正当他看得起劲时, 天空中那妖兽头领忽然仰天长笑, 仿佛是在呐喊一般, 无数妖兽纷纷跟着鸣叫, 成群结队, 疾风咒语般的冲击也越来越快, 最终在漫天的悠扬鸣叫中 终于冲散不化骨的湿气。 湛蓝色火焰全力焚烧他的同时, 无数妖兽也彻底淹没他的身躯, 带着他笔直冲向地面中的少年。 看着那笔直冲自己飞来的不化骨, 以及不化骨身上无数头蓝色的庞然大物, 疲惫不堪的林小璐直接梦了。 这怎么往自己这儿来了? 沙漠被从天而降的妖兽群直接贯穿出一个大洞, 大片大片的流沙倾泻崩塌, 远处的佛头都被整个阵飞出去。 而渺小的少年也在这天崩地裂的冲击中彻底消失, 狱外, 无边的死寂空间中, 一身不一的老者从一处裂缝中走出。 他面色虽然平静, 但目光中却充满了疑惑, 只因他发现自己和不化骨之间的联系消失了。 不化骨死了, 这不应该啊, 作为僵尸中级别最高的诗, 虽然实力手段只能说平常, 但其特殊的身躯, 即便是天人静修士都应该杀不死他, 可为何? 他目录思索, 思索中带着一丝凝重。 三千世界最好的少年血肉, 是自己谋算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这一环居然不在了, 玄庭在一望无际的黑色死记中, 他苦笑了一下。 也罢, 修仙者学院所有系主, 以及孔仲尼的灵力修为都被自己消化, 现阶段自己离归虚境, 就把吴县宗和其他人也吞了便可。 想到这里, 他的身躯陡然消失, 几乎是寝客之间, 便来到了金黄色的天空下。 而老者刚一出现, 立即就有天人静大能, 发现了他。 四日, 峨眉纵横出现了。 正在打坐的落无尽, 陡然惊醒, 急急忙忙看向李明如, 李明如还会说话, 他就如同竹筒捣豆子一般, 飞快说道, 我后土弟子传神士给我, 纵横突然出现, 并且击杀了发现他的怀育。 怀育真人死了正在往嘴里塞丹药的李明如, 动作一停, 目露诧异地看着他。 落无尽心急如焚地点头, 我弟子, 说他直接用秘法吞了怀育真人, 现在江太清, 上官大葬, 以及其他一些大能, 正准备和他交战。 听到这有些突然的消息, 李明如再次一猛, 似乎没想到自己, 一直尊敬的前辈, 居然还会吃人。 大罗刹天有消息吗? 李明如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而问完之后, 落无尽就脸色惨淡地摇头, 暂时还没有消息,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学生们恐怕是有些危险了。 此刻, 大罗刹天的夜晚, 废墟峡谷之中, 明亮的篝火边, 阿姨满脸无奈地对几位同伴道, 我跟无垢找了很多地方, 没找到陆哥的身影。 不画谷也不见了,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很奇怪。 之前我看到有陆哥逃跑的足迹, 我顺着足迹一直到了一片沙漠, 结果到沙漠里, 足迹就没了。 那看来, 小鹿应该是跑到沙漠了, 沙漠里的脚印不会长流, 风沙一过什么都不会留下, 咱们明天可以一起去沙漠找。 火光照耀下, 寻找了一天一无所获的少年们陆续回来, 小声讨论着情况, 他们没能找到林小鹿的踪影, 但也没再见到不画谷, 一时间仿佛失去了所有消息似的。 此刻, 阿姨啃着最后一只鸡腿, 一边啃一边看向远处独自呆坐着的小鹿儿, 想着自己要不要上去安慰一下, 但不知为何, 她觉得现在的小鹿儿有些吓人。 这种感觉很奇妙, 明明小鹿儿只是面无表情的坐着, 也没有说出现冷漠、 肃杀的表情, 但就是让她觉得有些吓人, 她扭头看了看无垢, 发现无垢也发现了这一点, 在那里一边念经保佑林小鹿, 一边偷偷看一眼小鹿儿, 目光中满满的都是不自然。 夜晚时分, 篝火噼里啪啦地在黑暗中燃烧着, 带所有出去寻找的人都回来, 确定没有林小鹿的消息以后, 便纷纷疗伤的疗伤, 打坐的打坐, 没有人再说话。 而小鹿儿则什么也没干, 就在火光边盘腿坐着, 双手捧着小脑瓜发呆, 周围的阿姨, 吴构, 上官, 冰桃等人也是如此, 纷纷一言不发地待着, 他们准备明天继续去找, 就算是挖地三尺, 也一定要找到林小鹿。 少年是被刺骨的冰凉畸形的, 他一睁眼, 看到的就是深邃的黑暗。 扭头转向左侧, 看了看, 什么都没有, 只是身下的冰凉湿润, 让他愣了一下。 少年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河上, 他有些猛, 不知道自己为何没有沉下去。 再次扭头, 转向右侧, 他看到的是一头巨大的湛蓝色怪物, 那怪物跟自己一样, 浮在漆黑的河水之上, 正是先前口喷蓝色腰火, 焚烧不化骨的原鹰兽王。 少年看了看原鹰兽王奇怪的模样, 小心翼翼地从水中做起, 他的手按在平坦的河面上, 发现按不进去, 犹如实地, 这让他觉得很惊奇。 自己最后被不化骨和原鹰兽群一起冲击到了沙漠底下, 不应该是被埋在沙子里吗? 怎么会来到这样一处怪模怪样的地方? 他看了看四周, 发现周围皆是黑暗, 天空也是, 而且空间似乎非常巨大, 仿佛另一个小天地一般, 和什么都没有的域外有些像, 只是这里多了条河而已。 除此之外, 他还看到远处漆黑的不化骨也一样安安静静地躺着, 看起来应该是死了, 他的整个身躯都被烧成了枯骨, 且似乎正在被冰凉的河水溶解。 这惊奇的一幕让少年彻底梦了。 他站在空旷的水中, 心里满是疑问, 不知道自己这是来到了哪里。 而正当他满心疑惑之时, 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闷闷的女声, 这里是望川河。 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少年吓了一跳, 当即扭头, 看向安静趴着的妖兽。 是你在说话面前, 巨大的湛蓝色妖兽, 虚弱地睁开双眼。 声音也再次传进了少年脑海中, 你为何没有死? 听到这话, 少年愣了愣, 随后他下意识观察了下自己的身体, 发现自己不仅没死, 甚至连伤势都完全恢复, 先前的疲惫也完全不见, 现在精力旺盛的一逼。 他猛了, 然后猛地摸向怀中口袋, 果不其然, 他掏出了一把红色的碎纱, 这是洛乌尽给自己的奖励, 那枚红色的不规则石头。 看来, 应该是这石头救了自己一命, 替自己挡下了所有的冲击。 大怪兽, 不化骨死了吗? 少年对着妖兽询问。 嗯。 听到肯定的回答, 少年松了口气, 然后看向面前虚弱的妖兽, 郑重抱拳。 峨眉林小鹿, 多谢兽兄救命之恩。 兽兄, 请问我该怎么离开这里听到这个问题? 面前的园英妖兽, 再次抬起美丽的蓝色眼眸, 望了他一眼, 声音虚弱道, 你离不开了。 林小鹿, 他猛逼地看着面前的妖兽, 一脸茫然道, 离不开是什么意思无边无际的漆黑河水中, 园英妖兽最后看了他一眼, 呼吸也变得越来越散漫, 最后, 缓缓闭上了眼睛。 林小鹿彻底愣住, 随后心中升起了一股不妙之感, 快步上前拍了拍妖兽巨大的头, 兽兄兽兄你说话, 离不开了是什么意思, 这里究竟是哪啊, 望穿是什么地方? 唯? 修仙界, 祥云道天纵横, 你何故于此? 我被修士, 既你是上古前辈, 对你尊崇有加, 你却做出这等禽兽之事, 你寓意何为? 鸿蒙般苍茫的天地中, 老者看着面前数位讨伐自己的天人静大能, 目录慈祥, 轻声回应道, 老夫只是想踏破那一层窗户纸, 做那归虚境的永恒罢了。 此话一出, 场中形形色色的大能瞬间开始愤开, 其中个头极矮的上官大藏更是怒火中烧到, 纵横, 你把大罗差天地露出来, 老夫的云孙女, 要是出了什么事, 老夫是要将你措骨扬晦, 魂飞魄散。 面对矮个子老头的威胁, 纵横岛并未放在心上, 而是看着这些人露出了笑容, 不画骨不知为何与自己断了联系, 让自己掌控三千世界天骄血肉的想法落了空。 不过不打紧, 现在的自己吞吃了孔仲尼和其他人的灵气, 修为已经澎湃到了极致, 眼下把这些人都吞了, 再去吸收无限综合木招戈, 一样可以突破无上大道。 故, 困在天人境已经有千年之久的他, 直接笑出了声。 场中, 一身黑色龙袍的江泰青看着纵横在那里, 肆意疯狂地大笑, 不仅深深皱起了眉头, 其他大能修士也是纷纷面露慕容。 纵横, 你笑什么? 江泰青皱着长眉问。 在无数天人静修士的围观下, 纵横向来慈祥和善的面容陡然间变得争鸣疯狂。 他看着江泰青打句道, 老夫笑你们分不清情况。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皆是一愣, 而一身不一的他则继续冷笑道, 老夫修行一千二百三十六年, 超凡脱俗, 修行之道, 自认掌握十只, 放眼万千世界, 只有孔仲妮, 慕昭歌, 李明如三人可与老夫相提并论。 现如今, 李明如被废, 孔仲妮的一身修为也被老夫吞噬干净, 老夫已是这茫茫仙道中最接近不朽的存在。 你们怎么敢来讨伐老夫的? 嗯, 话语一落, 下一刻纵横就猛的一阵, 原先普普通通的身躯竟直接化作清玉色的玉身, 在所有人面前绽放出极致的清玉霞光。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他们没想到纵横居然已经半步归序。 场中, 满身清玉霞光的纵横宛如真正的神明, 自他周围浮起了一道道精妙的符文奥乙, 冠绝古今。 他看着所有人继续笑道, 修仙者学院, 二十四位天人静修士, 全是和老夫巴振命功契合之人, 众你老儿的如之一道, 也蕴含包容万物, 上善若水的特性。 现在, 老夫已经半步归序, 魂为神, 魄为仙, 只差肉身为圣, 并可真正踏入龟虚。 原本老夫想用那三千世界最顶级的天骄肉身突破, 奈何出了一些意外, 不过这也无伤大雅。 计划出点意外, 本就在老夫谋算之中, 现在只要吞了你们, 再吞了无限宗, 老夫照样可以问鼎龟虚, 做那龟虚第二人。 说完, 他就盯着在场所有的修士冷道, 预外的事情, 你们不用担心, 待老夫成为龟虚之后, 自会帮你们解决。 说完纵横就直接动手, 顷客之间身放万丈霞光, 那冲天的霞光在刹那之间便笼罩住了在场所有人。 快吃呀, 你快吃呀, 吃完了, 去闪亮登场啊。 额眉, 青鸾店中, 洛乌镜和叶青鸾拼了命地给李明如塞丹药, 此刻的李明如已经没有意识了, 整个人抱着大肚子躺在地上, 白眼直翻。 而两个女人则一左一右围在她旁边, 洛乌镜负责将分成块的丹药往她嘴里硬塞, 叶青鸾则负责用狼牙棒把丹药垂进去, 场景彪悍至极, 犹如酷刑。 而与此同时, 修仙界中满身霞光的纵横也真正做到了以意敌迁。 那炎出法随般的通天修为, 不管是上官大藏还是江太清都不是她的对手, 通天乱舞, 万法汉天的战场中, 纵横如入无人之境, 所过之处仙山玉殿纷纷化作尘土, 几乎所有的精妙灵法在她绝对的修为面前都苍白如指, 许多天人大能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就直接灰飞烟灭。 如此, 根本没得打。 哗! 一声轻响, 江太清的帝王免官都被震飞, 他又惊又怒地看着那一步灭一线的老者, 心中满是绝望。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纵横动手, 确实可怕, 可怕地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如今的纵横, 对付天人镜就如同成人对付婴儿一般, 根本就不是能靠数量取胜的。 倘若仲尼前辈在道是还好, 但仲尼前辈已经被吸干修为, 在场的道友中最强之人便是自己和上官老头, 此刻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哗! 一声巨响, 个头极矮的上官大藏直接被震飞过来, 整个人劈头散发, 狼狈至极地来到他边上, 比血流的舞都舞不住。 江太清瞥了他一眼, 被揍了, 上官大藏捂着鼻子点头, 咬牙切齿道, 这老怪物恐怖得一塌糊涂, 搞不好今天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 说完, 他扭头看向威严的江太清, 急问, 他现在就是天地, 打不过, 根本就没法打, 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准备跑了。 你怎么说江太清文言仿佛在看智障一样, 看着上官大藏? 你能跑到哪里去你自己都说了, 纵横现在就是天地? 你还能跑到天地之外上官大藏一时雨色, 噎了一下后, 没好气到。 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江太清看了看场中宛如创世神一般的纵横, 然后从掌中掏出一枚造型古朴的令牌, 眼下也只能尽力而为了。 说完, 江太清的双目就陡然变成赤金色的树桶。 场中, 一位天人静修士全力催动灵力, 单手在空中一指, 只见顿生六道冲天光柱,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扑向纵横, 而满身清玉霞光的纵横却丝毫没有反应, 挥手之间击退数人后猛的一张口, 竟直接将这六道光柱吸进口中。 修士顿时被这一幕吓得胆寒, 刚要逃离, 却发现自己的身躯被控制, 连同肉身神魂一起不可遏制地被纵横吸住。 丝生裂飞的尖叫声中, 修士整个人都开始渐渐崩溃, 而就在他即将被纵横吸入口中之时, 天地间忽然响彻起一道震耳欲聋的爆吼。 狂暴威严的吼声一出居然生生冲散了纵横的手段, 其余还幸存的修士们也终于松了口气, 纷纷看向头顶那仿佛苍穹般巨大的黑色祖龙。 望穿河, 外界发生了什么?此刻的林小璐是不得而知的, 此刻的他独自行走在漆黑的河面上, 孤单单的身形显得有些寂寥。 脚下,他的布靴虽不会沉下去, 但却能够啪哒啪哒地踩出水花。 而这些水花落在布靴上并不会将其浸湿, 而是会完整地滑落回水中,非常神奇, 包括他哪怕坐在河面, 躺在河面上也是一样, 可以感受到冰凉, 但这河水并不会浸身。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即便是话多的林小璐也不会自说自话, 有什么想法都会在脑海中产生。 他大概算过, 自己醒来以后, 在这名叫望穿的地方待了估计有一个多时辰, 只是大概并不一定准确。 在这一个多时辰的时间里, 他尝试过全力跳跃, 但却根本够不到顶, 他也尝试甩出幽州大索连接头顶上方, 但幽州大索被他全力甩出后也依旧没有碰到东西, 仿佛上方是无限长的深邃黑暗。 无路可走, 无路可退, 无路可去的少年, 只能在这死寂的湖水中漫无目的地行走, 去探一探这里究竟有多大, 看能不能找到离开的路。 而令他失望的是, 这么久过去, 自己面前依旧是无尽的湖水。 这让林小璐打心底里感受到了一种恐惧, 一种永远无法离开, 只能在这里孤独等死的恐惧。 孤独是最原始的恐惧, 这种孤独并不是指一个人生活, 而是指一个人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一个人生活, 你还可以见到阳光, 见到美好的风景, 听到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 而在这里, 什么都没有, 空旷的, 安静的, 让林小璐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啪哒, 啪哒水花见舍, 沉默不语的林小璐又走了很长一段路, 最终, 他停下了。 看着前方丝毫没有变化的无尽湖泊, 林小璐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在河面上坐了下来。 感受着屁股底下的冰凉, 他心里起了深沉的绝望和无力感。 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离开, 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妹妹和其他人。 他非常罕见地感觉到了害怕, 害怕自己真的像那头妖兽王所说的, 永远离不开这方天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真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湖面上, 17岁的少年安安静静地坐着, 凉酒,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仰头躺在了冰凉的湖水上, 看着头顶深邃的黑色天空, 目中满是迷茫。 吼! 狂暴的怒吼声, 响彻整片金黄色的天空, 巨大威严的黑色祖龙, 傲视当空, 带着急速的呼啸声, 拼了命地, 想要压制纵横。 然而满身霞光的纵横, 面对着山川五月般的祖龙, 却丝毫不显慌乱, 心思一动, 便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 变作一尊数万丈高, 仿佛通天彻地般的霞光巨人。 看着飞扑而来的黑色祖龙, 他直接伸出山体般发光的手掌, 一把扼住祖龙的喉咙, 冷笑, 姜黄, 你不是老夫的对手。 嘶吼! 天地间, 黑色祖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金黄色的树桶死死瞪着纵横的脸, 而纵横却只是冷哼一声, 便猛地震臂一甩, 将万米长的祖龙整个甩过头顶, 重重地摔砸在下方的树座浮空大山之上。 万米长的黑色祖龙摔下, 其造成的破坏犹如天崩地裂一般, 将树座浮空大山都砸得纷纷破碎, 整片天地一时间到处都是剑射飞出的山石残垣, 其他受伤的修士们更是纷纷躲闪, 生怕被这恐怖的余波击中。 纵横老儿修耀猖狂, 剑将太清一人不敌, 上官大藏, 鼻血都顾不得擦, 直接全速飞出, 挂着两行鼻血身躯一阵, 矮小的身体瞬间散发出铺天盖地的新红魔器。 在无数修士惊叹的目光下, 他那浩如渊海般的新红魔器, 融合成一尊长着六只通天手臂的红色魔神, 挥舞着各种各样的兵刃, 对着纵横冲来。 修士当中, 一位天人静大能, 直接就看猛了, 泽泽称其道, 真不愧是江皇和上官老祖, 这祖龙翼和大藏魔神洛, 简直神乎其赞叹的话语还未说完, 通天彻底的纵横就忽然再次抬手, 直接抓住血色魔神猙獰咆哮的脸, 将其面容捏在掌心, 将那巨大的魔神之躯提在半空。 同时, 他一脚踩住躺在群山上的黑色祖龙, 任凭黑龙如何嘶吼挣扎都脱离不开。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梦了。 江皇和上官大藏都是天人静修士中能够排得上号的人, 可此刻二人联手居然都不是纵横一人的对手。 场中, 全身上下闪耀着轻欲霞光的纵横一手琴魔, 一脚踏龙, 口未章, 鸿蒙般的声音却直接从四面八方响彻, 倘若是在先前, 你们两个小辈联手倒还真可以与老夫过两招。 但现在, 天地之中, 纵横的眼神内充斥出舍我其谁的疯狂, 任凭手中魔神如何挣扎, 脚下黑龙如何嘶喊, 他都依旧八风不动, 只淡定地笑道, 很抱歉, 你们的一切都要归老夫安排。 说完, 目光一横, 看向场中所有的修士。 一时间, 没有任何一个修士敢直视他的目光, 而就在他一手捏着上官大葬, 一脚踏着江泰青, 眼神越发冰冷, 杀意也越发浓郁之际, 远处的天空中忽然亮起一道微光。 这股微光来得突然, 纵横感应到后愣了片刻, 随后他看着光芒内走出的上千道身影, 森然一笑, 小巢, 你也来了吗? 此话一出, 修士们顿时纷纷扭头望去, 连同黑龙和血色魔神都停止了挣扎, 一同看向到微光之地。 在那里, 出现了一个相貌平平, 衣着简单的男人, 男人身后, 则是跟着一位丝丝纹纹的精神和尚, 以及其他密密麻麻的修士。 而在此之后, 左右两侧的天地中, 忽然又有两道微光亮起。 紧接着, 修士们就看到一位手提紧囊的老者, 以及一位红衣美妇人从微光中走出。 见到老者和美妇人, 巨大的纵衡并无意外, 反而笑眯眯地打句道, 剑伤, 小凤凰, 你二人终于被穆钊哥放出来了, 修仙剑很久没这么热闹了。 你俩也很久没活动过筋骨了吧, 手提剑囊的剑伤和太古东皇宗的宗主并未回应, 只是眼神冰冷地看着纵衡。 而二人中间的穆钊哥, 则依旧是那幅面无表情的样子。 此刻他看着面前通天彻地的纵衡, 淡定开口道, 仲尼先生去找我了, 他说, 你要杀我。 纵衡你知道的, 我怕死, 所以我只能自救, 哪怕先放下和李明如的恩怨, 把剑伤和小凤凰放出来, 也没关系, 只要能让我活下去,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说完, 穆钊哥抬起头, 只是纵衡道, 如果我打不过你, 我叫你一声电。 你能饶了我吗? 略显古怪的话语说出, 纵衡笑呵呵地摇头。 穆钊哥的实力有多强他是知道的, 现在三千世界的天骄血肉没了, 自己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养料? 穆钊哥似乎很不愿与他为伍, 但眼下大敌当前他也就没好再说什么, 一旁的剑伤则已经提起手中的剑囊, 从里面取出了一把造型非常古老的固剑。 和剑伤以及很少说话的小凤凰一样, 穆钊哥身后的世家也平静地开始准备动手。 而剑到如此多数量的修饰, 纵衡却是依旧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 唯一有变化的则是他的胸口正中间位置, 突然浮现出一颗洁白的明亮圆球, 仿佛长在胸口处的一样, 那正是跟随他一同变大的万灵神魄。 吞是天人静修士, 吞的是神魂。 而大罗刹天里面的那些少年血肉, 他是无法直接吞的, 只能先通过不化骨来吞吃, 等不化骨吃完了, 再吸收自己亲手炼制的诗, 这也是他炼诗的原因。 现在不化骨不知为何消散, 那些少年他也就懒得再理会, 因此只拿回了万灵神魄, 至于那个名叫刘伯扬的小孩, 他留在了大罗刹天。 本就是利用那小孩来夺取万灵神魄的而已, 毕竟先前自己还未彻底吸收孔仲尼的儒道, 是拿不了万灵神魄这等圣物的, 必须等自己有一条圣洁的道才能夺取。 所以不化骨没了, 那个刘伯扬也就自生自灭变好。 场中, 他看着面前的修士们先是展颜一笑, 随后胸口的万灵神魄开始挥洒柔和安详的光芒, 他的相貌也开始由老者变化成中年人的模样。 见到这一幕, 目昭哥平静的脸色闪过一丝低沉, 随后他看向剑伤和小凤凰, 冷声道, 别些找了两位, 除掉这个老魔头。 咻! 话音落下的瞬间, 先锋道鼓的剑伤便直接冲触。 满头白发的他目光锐利, 动作果断, 直接拔出了自己的老朋友迎敌。 须迷剑七, 浮生剑梦。 一身白衣的老者出剑之时, 天地间的一切都开始激烈颤抖, 那股剑意并不厚重, 反而显得有些迷幻, 仿佛不是真实存在, 场中看到这一幕的修士们, 每个人的眼前都出现了一柄剑, 一柄宛如整个世界的剑。 与此同时, 一同出手的, 还有被称为小凤凰的宫装女子, 她同样也是直接飞出, 飞出之际, 额头中便飞出一只金色的展翅飞鸟。 随后, 她便在飞行中和金色飞鸟碰撞在一起, 一时间, 整个人挥洒出漫天脆金色的围雨。 就! 清脆的鸣叫声响彻天地, 一头浑身金光闪闪, 舞动着九条狭长尾灵的金色凤凰, 从漫天为雨中出现, 带着满身的金色余晖飞扑向纵横。 与此同时, 穆昭哥身后的金身和尚世家也双掌合十。 而随后, 她的身躯变化作一尊万丈高的金身巨佛, 其体积竟然也与纵横变化后的体积相差无几。 场中, 所有的天人静修士几乎是同时出手, 一时间各种手段同时绽放, 充盈的灵力令天空都变得更加明亮了一些。 而面对着所有的手段, 胸口闪亮着万灵神魄的纵横无怒返效。 魔、 龙、 道、 佛、 凤、 剑, 各个领域的最强者都齐了啊。 好好, 就让老夫来看看。 你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话音一落, 纵横瞬间, 轰碎上官大藏的血色魔神体, 踏蹦江太清的祖龙翼, 然后直接对上了在场所有人。 哼, 巨大的金身如来被他一拳轰退, 凤凰的东皇真雁被他一手拍散, 剑伤的须弥剑漆被他硬生生用肉身抗下。 一时间, 整个修真界所有的攻击手段都被修行千载, 吞噬二十四本命令攻天人, 吞噬如道, 掌控精灵族圣物的他尽数化解。 老夫现在魂为神, 破为先。 你们即便是人数再多出一辈, 也绝不会是老夫的对手。 滔天怒吼之下, 纵横双臂大开, 此刻的他, 连法诀都不需要特意调动, 天地灵气已经彻底为他所用, 随着他的意念肆意流转, 固执这一下便破碎开所有人的手段, 更有不知多少天人进修士被他散发出的手段震得魂飞魄散。 他的强悍并不只有这些时日得到的手段, 更多的还是过去积累下的修为, 当初他就是修仙界最强之人, 更何况, 现在。 哈哈哈哈。 场中, 大杀四方的纵横仰天长笑, 一番通天修为势不可挡, 催枯拉朽之间便可摧毁靠近自己身躯的一切, 其威力之大令整个天地都开始剧烈颤抖, 仿佛随时都要崩溃一般。 面对这样的对手, 在场的天人竟大能别说围剿, 想尽他的身都难如登天。 呼! 一声剧烈的呼啸声随着纵横挥洒灵力绽放, 恐怖的灵力瞬间四处弥漫, 无数修饰灰飞烟灭, 不少人连瞬移都来不及, 就直接陨落, 完全就不是对手。 剑伤等人也被这仿佛蔑视般的灵力震散出去, 顷刻之间便伤痕累累。 此刻的纵横随意一举, 便可将面前所有一切震成粉尘, 威力之大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木昭哥! 哎! 和老夫一战! 让老夫看看, 你暗算李明如这几年, 学了多少本事? 狂暴的话语说完, 纵横直接一巴掌将世家的精神拍碎, 只这一下, 这位当时佛祖就差点神形俱灭。 战场之中, 见到这一幕的木昭哥也终于脸色难看地走向了他, 自知纵横不会放过自己的他, 一边凌空肚步走向那巨大的身影, 一边眯起了眼睛。 此刻巨大的纵横已经无人敢惹, 将太清, 上官大葬, 剑伤, 小凤凰, 世家等也都明白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现在的纵横根本不是可以靠人数取胜的, 因此纷纷退散开来, 毕竟纵横已经是半步归虚, 万一被波及, 说不定就是灰飞烟灭的下场。 场中还活着的修士们纷纷给纵横和木昭哥退让出巨大的空间, 一边修复伤势, 一边气喘吁吁地看着, 而眉头紧皱的木昭哥就这么一步步地凌空走向纵横, 最后在距离他不到百米之时, 身躯陡然间化作一道流光, 直奔那毁天灭地般的身影, 飞冲而去, 摔落在一块悬浮碎石上的世家抬起头, 看着天空中的那个男人飞出, 淌血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自李明如陨落后, 自己这位宗主终于出手了。 天空中, 无论是金色凤凰, 还是持剑的剑伤, 又或者是重伤的江太清, 上官大藏等人, 全都目光凝重地看着那道极形的流光, 他们也很好奇, 木昭哥现在到底是个什么修为, 一下子。来来来,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了。 娘的,嘴巴怎么都被堵满了, 清完你用点劲,给它塞进去。 不行啊, 丹药都压缩堵到湿地嗓子眼了, 真塞不进去了。 那怎么办算了算了, 嘴巴塞不进去了,塞鼻孔吧。 清完我来扒开她的鼻孔, 你还帮我垂进去, 小心点别垂到我的手。 好的,来,一,二,三。 绑。 哇,终于塞进去了阿姨, 李明如你怎么吐白沫了娘的, 你不是要死了吧李明如为? 李明如。 清完店内,李明如躺在地上, 嘴巴里堆积的满满都是丹药, 并且不断有白沫从嘴角溢出, 洛乌镜和叶清完顿时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地推着她的下巴, 努力让她把丹药咽进去, 一会儿给她捶背, 一会儿给她掐人中的, 到最后, 为了让她把丹药咽下去, 还一同把她扶起来, 然后抱着她原地蹦, 一蹦一蹦地, 让她把嗓子里的丹药咽下。 修仙界, 是你自己琢磨出的法觉面前, 慕昭哥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清道, 你觉得如何很不错? 纵横非常赞赏的点头, 能创出如此精妙的手段, 你的才华道, 确实不在李明如之下。 听到自己被赞赏, 慕昭哥的脸色无悲无喜, 只淡定说道, 能够被你肯定, 荣幸之至。 极远之外, 围观的修士们, 听慕昭哥说完这句话后, 纷纷再次后退, 先前慕昭哥和纵横短暂交锋, 当时的场景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慕昭哥居然真的压制住了纵横。 虽然只短暂压制了不到一息, 就被反制, 但确实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毕竟纵横究竟有多强, 通过他之前以义敌谦的表现, 就已经知道了。 此刻, 看着那顶天立地的清玉身躯, 又看了看那玄空而立不卑不亢的男人, 人群中的如来世家感慨道, 宗主虽然在修行之上, 不及李明如施主, 但他却非常聪慧, 一身玄妙的手段, 皆是自创, 就连这诡异至极的万法归零也是自创, 因此在研究灵法, 手段等方面, 宗主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旁边, 和慕昭哥不对付的江太清, 上官大藏等人, 闻言皱了皱眉, 但也确实没有反驳, 而被慕昭哥封印多年的剑伤, 更是直接点头。 慕昭哥是个疯子, 小人, 不可理喻, 但对灵法的创新和理解上, 他确实是前无古人。 此刻的天地之中, 慕昭哥八风不动, 只平静看着眼前巨大的纵横, 然后缓缓抬起一只手, 而随着他单手地抬起, 手中食指的指尖, 也在空中留下一道绵长的紫色流光。 见到这四绵线般的紫色流光, 巨大的纵横微微一眯眼, 随后露出了一丝凝笑。 李明如陨落这么些年, 你居然成长到了这个地步, 这确实超出了老夫的预料。 好, 今天就让老夫来看看, 你慕昭哥的本事, 有多大? 话音一落, 巨大的纵横瞬间冲出, 因为其身躯太过巨大, 且速度太快的缘故, 整个天地都被他冲破出极致狂暴的凌浪, 一时间仿佛要将整个天地撕裂一般。 而随后, 他就赫然拍出一掌。 只这一幕就直接惊呆了所有人, 那仿佛一座山那么大的手掌中, 在半空中蔓延出铺天盖地的霞光, 范围之广犹如将一整片天空砸向了木昭哥。 这恐怖的一幕, 引得全场修士都发出惊呼, 不少人更是被吓得再次后退, 就连姜太清都不淡定了。 看着这一幕惊颤道, 倘若木昭哥能够接下这一掌, 那他确实可以算超过了当年的李明如。 哼! 巨大的纵横在所有人面前爆发出一声巨吼, 声音之大, 直接将周围漂浮着的碎石残垣震散, 无边的凌浪更是肆虐席卷, 真给人一种天地皆亡, 六道毁灭之感。 而面对这如此恐怖的一掌, 木昭哥的长发和衣袍都被吹得哗哗作响, 同时他整个人也深吸了一口气。 接着, 他的手指便扬过头顶, 长长的紫色光线随之飞荡, 再然后, 他平静的眼神便陡然亮起一道极致的流光。 万法, 归零! 金黄色的天空中, 他的指尖猛地点出, 缓慢荡漾的紫色光线也彻底飞出, 对着那铺天盖地的手掌飞去。 天地之中, 巨大的手掌带着仿佛整片天空般的轻欲霞光, 带着碾平六道轮回的威能落下。 而对上这一掌的, 则只是一道紫色的光线。 当然, 木昭哥的这道紫色光线到底是不是线, 只有他自己知道, 别人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比如人群中观战的老者上官大藏, 就有些分不清, 此刻的他正一边观战一边疑惑。 纵横这一掌看起来如此不俗, 木昭哥为何要用一根毛来迎敌, 他是看不起纵横吗? 一旁听到这话的释迦文言, 先是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随后双手核实道, 磨到第一人能由上官老施主来担任, 这真是天下正道的福气啊。 上官大藏猛逼, 吐驴, 你这是在夸老夫吗? 释迦脑瓜指点, 是的是的。 场中所有人的注视中, 无与伦比的巨掌和单薄的紫色光线终于对上, 而二者相对的瞬间, 紫色光线和巨掌便同时扭曲。 下一秒, 一道无边的霞光绽放出来, 远处围观的修士们纷纷感受到了巨大威能在肆意沸腾, 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 而这霞光来得快去得也快, 顷客之间便彻底消散,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所有人都猛了, 一时间都没太看懂。 刚才的对决, 犹如星辰陨落一般, 声势浩大, 旷觉古今, 可为何这么快就没了, 连一道灵暴声都不曾留下。 所有人中, 一身白衣的剑伤面色难看, 闷着声音说道, 穆昭哥败了。 其他人闻言顿时脸色一将。 场中, 江泰青也脸色难看地点头, 小巢的万法归零, 确实将纵横的这一掌化整为零, 归为乌有, 但他还是被巨掌带出的压强震伤, 面对这一掌, 他就好像一只蚂蚁, 面对急驰而来的马车一般, 虽然马车最终消散, 但掀起的狂风, 还是会将蚂蚁吹伤。 说完, 江泰青摇头叹息, 穆昭哥确实接下了这一掌, 但是是重伤接下的。 天地之中, 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中, 穆昭哥虚弱地落下了手, 嘴角处也溢出了一道淡淡的血丝。 这一幕出现,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他们明白穆昭哥是战胜纵横的唯一希望, 可眼下这个希望也破灭了。 场中, 一身红衣的小凤凰, 更是厌恶地看了眼无限踪踪的人, 骂道, 当年要不是你们搞名儒, 今天也不至于把所有希望都压在穆昭哥身上。 现在好了, 穆昭哥也败了, 所有人都得完蛋。 听到这话, 吴献宗等人纷纷面色尴尬, 如来世家也苦笑着闭上了眼睛。 自己的宗主确实已经很强了, 是百家饭, 学百家一长大的他, 一身修为靠谋, 一身手段靠创, 连个正儿八经的师父都没有, 其最擅长的就是创新灵法手段, 就连吴献宗都是他一手创剑。 就是他研究了二百多年才彻底创造出的最强灵法, 拥有从灵气运转本源上化解一切灵觉手段的能力, 确实已经是神乎奇迹, 毕竟即便是纵横的这一招神器也被他给强行化解, 但纵使万法归零再强悍, 在绝对的修为境界面前, 自己的宗主也还是败了。 不是他弱, 而是纵横太强。 此刻, 在所有人的关注下, 一招溃败的穆昭哥垂下了头颅, 呼吸也变得有些散漫。 而他的面前, 巨大的纵横则抬起头, 看着金黄色的天空笑道, 三千世界, 谁突破原因境, 跨入天人, 天道就会降下飞升灵霞, 助他飞升。 你说, 老夫要是突破天人, 跨入龟虚, 会不会有更高一级的天道, 降下灵霞他的面前, 穆昭哥低垂着头颅, 既没有看他, 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自顾自地说道, 我不能死。 哦, 纵横打句地看了一眼垂头丧气的穆昭哥, 笑眯眯地问道, 为何不能穆昭哥没有回应, 只是静静地低着头颅, 不知在想些什么, 见状, 纵横也懒得再问, 而是扭头, 看向远处的所有人, 慈祥笑道, 修仙界无岁月, 老夫与你们, 也都是老相识了, 有不少人年轻的时候, 还跟随老夫修行过, 今日老夫借用诸位的灵力, 突破归须, 万分感谢, 希望诸位入了黄泉之后, 可以投个好胎。 场中, 所有人都漠然不语, 他们没再有人逃走, 因为他们知道逃不掉, 也没再有人反抗, 因为他们知道不是对手。 一时间, 似乎所有的修士都任命了一般, 低着头不说话。 而就在纵横说笑完, 准备抬起手, 将面前的穆昭哥击杀之时, 场中的天地中, 忽然又有一道亮光出现。 这道亮光来得很突然, 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就连纵横也看了过去。 又有谁来了? 场中, 亮光缓缓打开, 最终在无数人的围观下, 从里面走出一个提着酒葫芦的中年道士。 道士一身深蓝色道袍, 身形中等, 气宇轩昂, 虽俩并斑白, 已不再年轻, 但眉宇间却还是透露着一丝英姿之气。 年轻的时候应该是非常英俊, 只是此刻的他挺着个大肚子, 仿佛九月怀胎一般, 显得有些滑稽。 看到道士, 在场的修士们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们知道, 这道士被废的事情, 也只有小凤凰等寥寥几人, 脸色悲弃地冲他打了招呼。 李明如, 你来做什么纵横对修为, 被废的李明如不感兴趣, 也没有杀心。 过看着他, 面露慈祥道, 你是来看老夫亲手朱砂肺你修为的仇人的吗? 不用谢。 面对纵横的话语, 李明如没回答, 只是挠了挠头, 然后自顾自拿起酒葫芦喝了口酒, 接着, 他便看向了身旁搭拉着脑袋, 嘴角流着血的木招歌, 木招歌不是说好突破万法归零后, 和我做个了断的吗? 怎么现在不动弹地听到这略显嘲讽的话语? 木招歌瞅了瞅一脸健样的李明如, 然后扭过头冷道, 真不知道, 我姐到底喜欢你哪一点? 你这么贱? 这还用想我帅呗? 很不要脸地说完这句话, 李明如继续笑道, 小巢, 一会儿如果你看见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你一定要冷静, 就当看不见, 等咱俩一起解决掉纵横, 然后再做个了断, 你现在先恢复下体力。 李明如就继续看向了其他修士, 拱手对所有人笑道, 诸位道友好久不见, 在下这次是来解决纵横的, 不过想先请诸位帮个忙。 解决纵横四个字一出, 所有人都懵了, 就连纵横也有些好奇地看着他这个废人, 不知他哪来的底气说要解决自己。 场中, 有修士直接对李明如喊道, 李道友, 你有对付纵横之法哈哈, 那是当然, 不过要先请大伙帮个忙。 李明如提着九葫芦笑道, 一会儿在下无论有什么变化, 希望诸位都不要惊讶, 更不要嘲笑在下, 如果可以, 诸位也可以直接回避, 在下感激不尽。 一段眉头末尾的话语说出, 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剑伤, 姜太清, 上官大葬, 世家等人也全都猛了, 不知道这里明如抽什么疯, 其中一身红衣的小凤凰更是皱眉问道, 李大哥, 你怎么了小凤凰听话? 转过头不要看, 我不太想在你面前丢脸, 你也知道, 李大哥, 我以前虽然见, 但现在毕竟年纪大了, 又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所以关键时候, 还是要点脸的。 小凤凰, 场中, 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看着李明如, 纵横也是如此, 此刻的她,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故看着李明如直接开口, 老夫不是滥杀之人, 吞噬他们也是为了突破闺须, 李明如, 你速速离去, 老夫可饶你不死。 听到这话, 不急不慢的李明如, 继续对她笑道, 纵横前辈, 我来这里是办事的, 事情还没办完, 不能回去。 说完, 她就拨开葫芦塞子, 仰头痛快地喝起了酒, 看着喝酒喝得酣畅淋漓的李明如, 纵横微微皱了下眉, 目录不屑道, 你废人一个, 难道还想来逞英雄吗? 场中, 在所有人, 包括木招哥疑惑的目光下, 李明如面朝纵横咕嘟咕嘟一口气, 喝完葫芦里所有的酒, 然后痛快地打了个酒格。 接着, 她擦了擦嘴角的酒水, 然后仰起头, 看着面前巨大无比的纵横, 缓缓露出一个微笑。 纵横前辈, 我不是来做英雄的, 我是来揍你的。 金黄色的天地中, 李明如道出此话的瞬间, 身躯便陡然一亮, 硕大的肚子也瞬间缩小。 旁边的木招哥当场脸色一变, 她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此刻, 在所有人惊意不定的目光中, 一道冲天般的凌浪赫然在李明如身上爆发, 宛如灼热的清廉一般在整个修仙界彻底怒放。 哗啦! 所有的修士同时瞪大眼睛, 他们每个人的脸色都从惊讶转为狂喜。 李明如恢复暗伤了。 天地之中, 上官大藏从一脸惊恶转化为满脸的狂喜, 接着狠狠一拍大腿, 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这兔崽子, 真特么太会给人惊喜了。 所有人都纷纷惊呼出来, 如来世家也是看着场中金光四射的男人, 又惊又喜, 口中连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旁的剑伤握紧了拳头, 神情激动, 嘴皮子飞快说道, 穆昭哥的万法归零可以破解纵横的手段, 正好可以和明如的夺天造化手配合, 他们俩若是联手, 说不定真能击败纵横。 此刻, 在所有人的围观下, 修为彻底恢复的李明如仰头深吸了一口气, 此口气无限绵长, 仿佛要将修仙界所有的灵气都吸入口鼻一般, 只这一幕便让眼前的纵横脸色大变, 他完全想不到李明如能恢复暗伤,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算到过这一步, 李大哥揍死他, 远处的小凤凰激动得脸红心跳嗷嗷大喊, 其他人也是紧随其后一个个激动地愤声大叫, 他们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全盛时期的李明如了, 甚至都快忘了他当年是多么的风华绝代, 哈哈哈哈, 李明如啊, 那可是李明如啊, 又是下毒, 又是偷袭, 又是群殴才能跌下神坛的李明如啊, 要是刚正面, 谁敢跟他刚啊, 这家伙最会打架了, 所有人都激动地狂喜, 分享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然而就在全场所有人都彻底燃起希望, 彻底为李明如的出现欣喜若狂之时, 一个诡异的画面忽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眼中, 只见场中那一只手滴溜着酒葫芦, 一只手背在身后, 满身灵光, 傲视群雄, 宛如当时天仙般璀璨夺目的背影, 其下身裤子突然随风飘散, 露出一对浑圆雪白, 激动到一半的所有人, 如灵大敌地纵横, 当李明如, 裤子消失的那一刻, 整个天地都安静了, 场中, 修士们集体惊住,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 不少人更是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一时间, 不管是皇威镇天下的江太清, 还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世家, 又或者其他见过大世面的修士, 都变得有些猛, 而一些女修比如小凤凰等, 则纷纷尖叫一声捂住眼睛, 然后从手指缝隙中偷描个不停, 其中更有像上官大葬这等放荡不羁之辈, 一脸赞叹, 真不愧是明如小友, 瞧着小定元的, 真是献煞老夫啊。 此刻, 李明如身旁的穆钊哥, 瞅了瞅这位敌友皆是的故人, 纵使她的性情再如何淡漠, 一时间也有些绷不住, 且在偷描了几眼李明如此刻的神郡后, 忍不住在心中惊叹, 真乃是叹为观止。 面前, 巨大的纵横也看着昂首挺立, 犹如长红贯日的李明如, 一时间经得整个人神魂都有些不稳, 纵使修为通天的她也还是猛了许久, 随后突然面色一红, 恼羞成怒道, 李明如, 你是在跟老夫炫耀吗? 此话一出, 所有人立刻将目光放到纵横身上, 而纵横也自知失言, 没有理会这已经不再严肃的气氛, 盯着面前的李明如和穆钊哥冷声道, 没想到你二人竟然可以在今日联手, 这确实出乎了老夫的意料。 李明如, 你觉得你和穆钊哥能杀得了我天地之间? 虽然外在有些失态, 但依旧难掩大佬之子的李明如微微一笑, 不知道, 试一试。 呵呵, 好, 就让老夫回忆回忆, 巅峰状态下的你, 是个什么样子? 话语说完, 巨大的纵横就忽然消散, 恢复成正常大小, 随后整个身体, 轰, 的一声直接飞出, 速度快地彻底撕破空气, 带着毁天灭地的肃杀之音, 扑向二人。 与此同时, 穆钊哥飞快对身旁的李明如说道, 这老怪物的绝杀是神器, 你我沾之必死, 不过我可以用万法归零化解神器, 至于能不能打败它, 就看你自己了。 李明如看着飞身而来的纵横严肃点头, 然后身姿一闪, 同样飞出。 那一刻, 双白起抖, 蛟龙狂舞的李明如在半空中撕裂出长长的气浪, 其速度之快, 竟丝毫不弱于纵横, 而后方的穆钊哥也毫不迟疑催动灵力, 双臂大展之际, 无数道紫色流光飞洒而出, 直接包裹住急速飞行的李明如, 将他整个人都化作一道紫色星辰。 万法归零, 已经包裹住李明如, 纵横与他动手, 各种灵爵手段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 咻! 鬼哭狼豪般的风浪声下, 划出两道笔直的直线, 最终, 哼! 两道直线相撞, 爆发出毁天灭地鹅的巨响, 连带着整片天地都开始剧烈晃动, 无尽的气浪四处扩散, 将天地间的一切都给震散开来, 其冲撞震散出的灵浪, 更是将不知多少天人静修士, 惊得目瞪口呆。 这就是李明如和穆钊哥联手的实力吗? 他们居然真和纵横打了得不相上下? 所有围观的修士都开始疯狂退后, 生怕被李明如和纵横的交锋波及, 此刻的金黄色天地中, 李明如浑身散发着紫光, 和纵横身上的青玉色光芒形成鲜明的对比, 两个人仿佛两道追逐厮杀的流星, 一般在天地中四处冲撞相斗, 各种仙山楼阁, 宫殿其实纷纷被席卷成尘埃灰烬, 速度之快, 令在场一种大佬看的目不暇接, 他们目光转动的速度, 已经赶不上二人厮杀冲撞的速度。 而与此同时, 则闪烁着一枚紫色的明亮光球, 她正在远程控制李明如身上的万法归零, 万法归零我施展不了太久, 你用最快时间杀了她。 天空之中, 全力爆发的李明如挟持着纵横瞬间, 飞冲出数千米远, 一路轰碎无数山岩, 密集的轰鸣声如同大雨落地一般碎杂。 哼! 一声冲天的爆吼, 纵横全力一掌轰出。 她的掌机又名神器, 威力之大, 是公认的修仙界最强灵法。 但此刻面对李明如身上笼罩着的紫色霞光, 却根本发挥不出多少威能, 灵力, 尽数都被弃给化解。 而这一击不中, 接下来她面对的, 就是李明如的摘心诀。 场中, 所有人目光如炬地看到, 李明如单手, 掐住纵横的喉咙, 带着一路飞向高空, 同时高高地抬起另一只手掌, 然后露出一个意气风发邪魅眉眷狂的笑容, 前辈, 小巢可以挡下你的手段。 能挡下我的手段吗? 此话一出, 天地中所有观战的修士都是眼前一亮, 一个个激动地连呼吸都暂时停止。 出现了, 销射三百多年的夺天造化手。 无尽的金黄色天地中, 伴随着李明如右手举起, 天地苍穹之上, 赫然幻化出一只宛如苍穹般凝聚而出的通天大手。 而这已经真正笼罩天地穿透金黄色苍穹, 巨大的已经突破修仙界, 进入其他世界的巨大虚幻手掌, 并未攻击, 而是真的握住了一颗星辰。 摘星觉, 夺天造化手, 纵横猛了。 而他面前的李明如则是笑容一收, 随后整个人眉头紧皱, 脖子上青筋抱起, 连同下方的神龙都开始疯狂乱舞, 最终他彻底怒目圆睁, 张口大吼, 摘星, 落。 三千世界, 某处世界的宇宙之中, 一颗星球永远地消失了, 金黄色的天空下, 巨大的球体, 带着极致的压强和引力落下, 所产生的飓风, 一时间震得所有人都有些神魂不稳, 更有不少人直接被这极致的威压压趴身子, 而远远看到这一幕的剑伤立刻惊喊, 诸位道友快退, 今日这场战斗, 不是你我能关的。 修士们闻言, 毫不迟疑再次击退, 而无边的空旷地狱之上, 一整颗星球也彻底落下, 那伟岸的浩瀚球体, 即便是纵横都被其压强震住, 他抬起头, 双目瞪得一片血红, 然后起掌相应, 对着天空嘶喊, 神气。 冲天的手掌再次拍出, 直接对着坠下的无名星球轰去, 一整片流光赫然爆发, 一时间, 双方所产生的压强将周遭空间都震得开始不断崩溃, 已经离开上百里的剑伤等人, 更是面色大变。 他们感受到了修仙界的崩溃, 连同这三千世界的根基都开始有些不稳。 三千世界各方天地都是独立的空间, 但彼此之间维持着奇妙的联系。 而修仙界, 其实就是由这三千世界的联系组成, 属于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状态。 此刻李明如在穆昭哥的全力辅助下, 硬刚纵横, 所产生的极致灵暴, 已经开始达到修仙界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不是那没星球的原因, 而是因为, 两方灵力都太过巨大引发了天地灵气的共鸣, 使得天地间所有的灵气一起振战沸腾。 而在这种振战沸腾之下, 整个修仙界的空间都开始被撕裂。 无限宗之中, 灵力枯萎正在养伤的孔仲尼 感受着天地间不断地振战, 无奈摇头。 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李明如重回巅峰的时候, 他就感受到了, 当时他有些迟疑。 穆昭哥、李明如、纵横、 三人的灵力都属于强悍到极致的绝世强者。 而这样的三人, 如果没有自己这样平和的手段灵力引导, 只一味地疯狂对冲, 势必会出现能量暴乱的结果。 而现在, 自己的焦虑真的发生了。 整个修仙界都在不断地颤抖, 摘星爵砸下的星球, 虽然已经被纵横一掌轰成鸡粉, 但他和李明如的战斗还在继续, 所产生的巨大铃浪也是在一阵又一阵地扩散。 有穆昭哥的万法归零护体, 李明如彻底和纵横斗成了势均力敌。 无尽的修仙世界中, 到处都是他二人厮杀对冲的身影, 修仙界各个空间, 各个门派的弟子长老都纷纷出门查看情况, 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恐惧, 因为现在整个修仙界都在疯狂颤抖, 不少地方甚至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修仙界, 就快被纵横。 李明如, 穆昭哥三人打崩了。 作为三千世界的枢纽, 如果修仙界崩了, 三千世界会怎么样? 没有人敢去想这个问题, 也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 因为根本就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哄! 金黄色的天地中, 李明如和纵横完全放开手脚。 你来我往的厮杀中, 手段频频释放, 一次又一次的对撞, 令修仙界的阵战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 不少地方都陆续出现了空间裂缝, 甚至平时一些隐藏的秘境空间都被震裂, 里面的无数妖兽法宝, 直接从缝隙中被盗出。 几乎没过多久, 天地之中就有一处角落撕裂开来, 一大帮少年修士从里面掉出, 正在吃最后一只鸡腿的阿姨, 给猪刷猪毛的诸葛丹, 发呆的小玉儿, 独自送金的无垢, 吃糖葫芦的冰桃, 上官哈密瓜, 宗拉维蒙, 赵木木, 野狗, 公羊夏木等等全在。 就连塔塔尔, 弗罗等罗刹族人都猛逼地掉了出来。 哼! 又是一声炸烈的爆吼, 金黄色的苍穹顶部可以无视纵横攻击的李明如直接将一道雷霆灵法轰在纵横脸上, 将他整张脸都轰得扭曲变形。 而直到此刻, 远处的木钊哥也直接从口中喷出一道血浆, 瞪着血丝遍布的眼球极寒, 姐夫快点! 我撑不住了! 巨大的吼声响彻整个天地, 听到这句话的李明如同样愤生怒吼, 对着纵横疯狂施展手段, 一道道威力惊天的灵抱在他身上轰击, 最后更是光着屁股再次施展摘星爵, 展现出两只通天一般的虚幻大手, 对准纵横全力一拍。 已经不敌的纵横, 见到这一幕大惊失色, 极喊, 李明如! 等等! 哐! 巨大的手掌凶悍核实, 整个修仙事件再次狠狠一阵, 不断湮灭, 碎裂, 崩溃的天地中, 纵横呆滞地站着, 其胸口处的万灵神魄也已经飞了出去, 他整个人的神魂都已经被彻底拍散。 而到了这里, 帮李明如化解无数次攻击的万法归零也终于结束, 笼罩在他身上的紫色霞光随风消逝。 巨大的一对手掌消失了, 神魂被震散的纵横恢复成了原先老太龙中的模样。 此刻, 金黄色的天地到处都在崩溃, 一道道扭曲的裂缝布满了整片世界。 虚弱的纵横抬起沧桑的双眼, 看着面前的李明如, 良久, 面露讥讽的一笑, 都是因为你,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修仙剑。 巅峰状态消散, 实力降低的李明如擦了下嘴角的淤青和血字, 然后从那戒里掏出干净的裤衩和裤子, 一边穿一边面色平静道, 前辈, 我徒弟常说, 出来混, 是要还的, 做好事, 还给你的, 也是好事, 而做恶事, 还给你的, 最终就是恶事。 听到这句话, 即将灰飞烟灭的纵横目光, 微微呆滞了一下, 随后他抬头看着周遭裂痕遍布, 不断崩溃的世界, 露出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微笑, 我想突破规虚, 阻止欲外的吞噬, 我不想再等了, 等了那么多年, 都没有等到第二个李前辈。 听到这里, 李明如微微沉默了一下, 随后, 他悬停在不断崩溃的修仙界中倾道, 这不是前辈迫害那么多人的理由。 可是, 你又有什么办法吗? 神情落寞, 正在一点一点湮灭地纵横看着李明如, 仿佛一位即将离世的老人, 看着一位可以寄托于希望的后生晚辈一般, 道, 明如, 根据我的计算, 三千世界只剩不到五六百年的时间了。 我当年也和你一样, 天纵其才, 意气风发, 不到三百岁突破天人, 五百岁便到了天人境巅峰。 可是之后呢, 我被困在天人境巅峰七百多年, 这七百多年里, 我的修为毫无长进, 每天只能看着域外, 一点一点吞噬我守护了七百年的世界。 七百年了, 我早就把修仙界当作我自己的故乡, 谁会愿意看着自己的故乡毁灭呢? 明如, 你现在也有三百多岁了吧? 等再过个几百年, 等你到了快我这个年纪。 你看到, 域外即将让身边的一切全都消失, 你又会怎么选呢? 面前, 李明如没有说话, 她立在场中许久, 最终对着即将彻底消散的纵横抱拳, 前辈, 走好。 奄奄一息的纵横已经消散得, 只剩下一颗头颅, 她已经没有多少意识, 只是看着面前的李明如, 眼神呆滞地呢喃道, 修仙界的天空, 七百多年都没有变过, 那些金黄色的天空, 云朵, 美极了。 和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同, 林小璐所在的环境, 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她也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此刻的她, 双手叠放在脑后, 身体躺在湖面上, 看着头顶深邃的黑色苍穹, 什么也不想, 就那么呆呆地看着。 她在等, 等自己老大来救自己, 她觉得自己老大那么牛逼, 一定可以找到自己, 然后带自己出去。 其实林小璐一直都属于那种, 比较看得开的人, 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有这个觉悟, 就像说书先生跟她讲的那样, 出来混, 迟早都是要还的。 所以, 此刻的她, 就看着头顶空空如也, 充满未知的黑暗, 自言自语道, 说起来, 我多少也算是个很牛逼的人了吧。 作为舞者, 我在修仙者中一枝独秀, 黄天圣楼, 我独占凹头, 在那么多天骄之中独领风骚。 神舟烽火的时候, 我更是亲手斩下了天皇的脑袋。 虽然可能没有我老大那么牛逼, 但我才十七岁啊, 所以老天爷你不用这么枉我吧, 你是真要把我困在这里困到死吗? 她一边说, 一边幻想着, 幻想下一秒上方的苍穹落下一道光, 自己老大提着酒葫芦, 从天而降, 冲自己招手笑喊一声, 冬瓜村一霸, 还不随为失离去。 然而, 幻想终归是幻想, 现实依旧非常冰冷。 她有些焦虑, 不知被困在这死寂的黑暗中多久的她, 开始出现了幻听的症状。 时不时的, 她就可以听到妹妹、 老大、 阿宁、 妙心师姐等人呼唤自己的声音。 她知道那是假的, 意志力坚强的她, 还是能分清现实和假象的。 然而, 这种坚强, 在面对此刻的遭遇后, 终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磨殆尽。 这跟受血焚身时所承受的疼痛不同, 这是一种仿佛温水煮青蛙一般的绝望, 这种绝望可以一点一点吞噬人的神智, 让她的冷静、 坚强、 勇敢, 如同苍白的白纸一般, 不堪一击。 不知过了多久, 在一望无际的黑色湖面上, 已经渐渐绝望的林小璐, 再次坐起身, 一个人盘腿坐着, 捧着下巴发呆。 这里, 已经看不见不化骨和妖兽王的尸体了, 毕竟她刚开始为了寻找出路走了很远, 此刻也不知该怎么回到原点, 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做参照物, 她完全没有方向感。 人类最原始的恐惧是未知, 而这个名叫望穿的地方恰好拥有未知, 而且很多。 她有些害怕, 故从水面中起身, 然后大喊了几声。 少年大喊的时候, 死记的空间微微热闹了一点, 但一旦她停止喊叫, 孤独, 死记又立刻呈现, 如同潮水一般将她再次吞没。 林小璐又一次环顾四周, 前、 后、 左右, 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湖面。 毫无征兆的, 她突然一个急步冲出, 整个人哐啷哐啷地在湖面上狂奔, 用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在湖面上穿行。 她慌了, 她彻底慌了。 没有方向, 没有声音, 连被困多久都无法判断的她, 彻底疯狂, 撕心裂肺地在湖面上狂奔, 她想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这里, 哪怕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也好。 呼! 速度飞快的少年, 在水面上激荡起长长的水花, 犹如离弦之剑一般, 不知飞奔出多少里地, 但她却依旧不知疲惫, 只盯着一个方向狂跑, 仿佛前方就是她最后的希望一般。 一定可以出去的, 自己不可能一直困在这里的, 肯定有办法的。 啊啊啊啊啊, 救命啊! 林小璐绝望地奋声大喊, 把所有的力气都发挥出来, 不遗余力, 不留一点能量的宣泄。 最终她在狂奔出数个时辰之后, 终于再次绝望扑通, 一生一头栽倒在湖面上, 水花似箭。 冰凉的水流刺激着皮肤, 林小璐睁开了眼睛, 感受着心中仿佛坠入深渊的绝望,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眼角处更是遏制不住地落下泪水。 哥哥你回来了路哥, 小璐林小璐你还知道回来啊? 小璐施主! 璐宰子, 你终于回来了! 老大你来了! 冰凉的池水刺激之下, 林小璐陡然惊醒, 睁眼地刹那, 她抬起手下意识地乱抓, 却什么也未曾抓到, 只摸到冰凉的水。 她在水面上翻过身, 看到的依旧是黑暗。 人在没有声音, 没有方向, 没有时间, 没有光明的绝对黑暗, 绝望, 孤独下, 能够维持多久, 林小璐不知道, 因为她连自己进来了多久都无法计算。 此刻的她, 看着头顶的黑色苍穹, 两久露出了一丝惨淡的微笑。 她彻底绝望了, 她没有等到老大来救自己。 她看着那仿佛亘古不变的黑暗, 目光呆滞, 声音微颤地开口, 这比受血焚身要痛太多了。 两久, 她一点一点地坐起身, 然后看了看手腕上一大一小两枚镯子。 最终, 她起身, 抬手从身旁什么都没有的空间中握住大根青铜器的刀柄, 然后身体旋转将其整个抽出。 无尽的黑暗中, 她抚摸着刀身, 已经没有光明的眼神中展现出一丝温柔。 她回忆起了自己这短暂一生的点点滴滴。 爹, 娘, 妹妹, 说书先生, 老大, 等等等等, 她仿佛看到了每一个人在冲自己招手, 在对自己笑。 她哭了, 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刀身之上, 声音哽咽着道, 我这样牛逼, 偶尔哭一次, 也是可以理解地把说完。 她捧起手中的大根青铜器, 将锋利的刀刃对准自己的喉咙, 一抽一抽地说道, 我林小鹿从小就是真汉子, 一生就懦弱一次, 就是今天, 我自认无愧于天地, 老天爷, 我妹妹和我的亲人们, 今后要是过得不如意, 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话音一落, 冷力的刀锋瞬间对着她的喉咙, 斩去。 扑斥, 什么感觉都没有。 泪眼婆娑的少年, 黑暗中, 他猛逼地拽出刀锋, 随后摸了摸自己的喉咙, 很光滑, 连条疤都没留下。 他彻底猛逼了, 站在湖面上瞪大眼睛。 两久, 他疑惑地单手举起大根青铜器, 然后对着自己的左手, 猛然吓斩。 扑斥, 一声仿佛空气切割一般的声音响起, 大根青铜器直接斩过手臂, 砸到水中, 但不知为何, 他的胳膊上丝毫没有伤痕, 连一滴血都不见。 惊恶绝望的他顿时一个踉跄, 身子蹬蹬蹬往后退了几步, 在湖面上踩出道道涟漪。 他愣住了,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只见他猛地收回大根青铜器, 同时运转体内内里, 抬起手掌对着自己额头就是一拍。 啪! 还是没有任何感觉。 林小璐睁着大大的眼睛, 猛逼地看着周围令人窒息的空间, 最终,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湖面上。 他似乎明白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改变了自己, 或者说是将自己变成了这里的一部分, 让自己无法死去。 而像妖兽王和不化谷那种, 应该是轰入此地之前就受了重创, 本就奄奄一息, 所以才能那么幸福地死去。 此刻的他彻底绝望, 这种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永恒孤独, 令他彻底陷入癫狂, 整个人的神智都开始变得恍惚起来。 他不记得自己一觉睡了多久, 可能几天, 也可能半个时辰不到。 他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脑海中更是一片混沌。 一时间, 他甚至都开始怀疑, 怀疑过去是不是真的存在, 是不是现在才是真实。 其实, 一切都是一场梦, 整个世界, 从始至终都只有这方天地, 只有自己孤身一人。 不知又过了多久, 林小璐还是跟先前一样, 呆呆地坐在湖面上, 一言不发。 距离上一次自杀, 又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林小璐感觉, 现在时间过得非常缓慢, 每一分一秒, 对于他来说都是煎熬。 这段时间以来, 他尝试过无数次自我了断, 但都没有什么作用。 他甚至试过一根根掰断自己的手指, 但却依旧没有感觉, 被掰断后的手指总是能够恢复正常。 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个事实, 自己现在, 是不死的, 似乎是身体被这方天地改变了什么。 期间, 他也疯癫过, 如同疯子一样, 用刀器肆意轰炸脚下的湖水, 但每次见起的波澜虽大, 最后, 湖水也依然会归于平静。 他就这么一会儿疯癫, 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着, 躺着, 周而复始, 一直到现在, 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让他甚至都开始怀疑, 怀疑到底有没有过去这个东西的存在。 因为他破坏了水流, 但水流转瞬就恢复如初, 这就让他开始错乱, 怀疑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 就没有破坏过水流。 这种极致的错乱, 让他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幻听, 看到幻觉, 看到无数人向着自己招手。 他记得自己曾有一个妹妹, 自己很爱她。 记得父亲离世后不久, 娘遇孕而终, 临死的时候, 娘死死握着自己的手, 看着自己。 虽然娘什么都没有说, 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他还记得自己, 曾有过一场婚约, 自己要和一个名叫江宁的女孩在一起。 他记得自己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帮派, 有很多很多朋友。 但他感觉, 这一切都开始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远的, 他就快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他很害怕, 害怕他们都是自己的幻想, 都是自己的梦。 而最害怕的, 就是自己再也不会梦到他们。 他怕自己会一直生活在这里, 最终忘记他们每一个人的样子。 平静的湖面上, 少年抬起布满泪痕的脸, 目如死灰地看着头顶黑色的苍穹, 最终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所有的一切, 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四难见, 峨眉, 摘星风顶修仙界崩塌, 三千世界融为一体。 仲尼先生, 现在每天带着天人精大能四处奔波, 处理各个天地融合的事情, 他们都盼望着你主持大局呢。 你还天天在这儿喝酒, 能不失减, 我现在心情不太好。 驯化声被打断, 叶青鸾微微皱眉。 他看着面前默不作声, 只顾喝酒的道士, 一时间没再说话。 只是过了许久, 他才音量降低, 说道, 小鹿的死不是你的责任, 鲜鹿茫茫, 有人陨落在所难免。 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不在了, 我也很痛心, 可你还是要振作一点。 山洞之中, 李明如默不作声地坐着, 眼神呆滞地看着自己手里的葫芦。 本来, 我是想把葫芦传给小鹿的, 可现在, 没机会了。 说完, 他再次仰起头, 往喉咙里灌酒。 哎呀, 你别喝了, 师弟你现在怎么跟个娘们一样? 叶青鸾夺过李明如 视为第二生命的酒葫芦。 皱眉鄙视道, 小鹿不在了, 小鹿都没像你这样子。 听到这话, 李明如倒是意外了一下。 这几个月以来, 他用尽所有手段 寻找林小鹿的下落, 连同落无尽, 孔仲尼, 以及上官大藏, 江太清等人 一同翻遍了三千世界, 连各个秘境空间都翻遍了, 说起来导真疏忽了小鹿的情况。 他疑惑地看向叶青鸾, 小鹿出事, 小鹿没什么问题吧没问题啊, 小鹿比你强多了。 叶青鸾抱着酒葫芦哼道, 小鹿不哭不闹, 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谁也不见而已。 亏你还是做师傅的, 真丢人。 李明如 这叫没问题, 问题大了好吧。 面前, 叶青鸾继续吐槽道, 现在咱们峨眉彻底乱了, 林小鹿的五尊一脉, 天天要死要活, 童儿和聪聪每天哭哭啼啼, 我让唐龙多安慰他们几下, 结果唐龙也默不作声, 说自己最好的兄弟没了心理难受, 帅帅压更过分, 直接在五尊一脉给林小鹿立了个杯, 天天在墓碑前握着, 还让其他系的弟子每个月给墓碑交保护费。 你的摘青一脉, 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妙青现在每天都不说话了, 膳食堂的喉发, 每天做饭都在流眼泪, 那个阿姨问题最严重, 郁闷的鸡腿都不吃了。 下人不面前, 已经焦头烂额好长时间的叶青鸾, 越说越激动, 不停地向最爱的人倾诉这段时间自己的不容易, 这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都快炸了, 小鹿没了, 咱们鹅眉虽然没给他披麻带笑, 但也差不多了, 东方弹, 陈念云, 汤圆, 一大票人天天死拉着个脸, 现在就连通妖风的麻子都郁闷得不肯让人骑了。 唉, 估计等唐星闭关出来, 他也得哭好久, 真是头疼死本掌门了。 场中, 叶青鸾小嘴巴拉巴拉的不停, 而李明如则一直沉默听着, 最后听了好一段时间, 他突然抬起头, 师姐, 小鹿失踪的消息, 传到大唐的麻山洞内, 听到这个问题的叶青鸾陡然一停, 随后他迟疑了一下, 摇了摇头, 还没有, 大唐是凡人国度, 又在四南界中心位置, 那里一切正常, 并未有什么变化, 就连江太清前辈都没有去那里看看, 所以, 明儿应该还不知道小鹿的事情, 毕竟先前, 大家只是觉得小鹿失踪了, 找到就好了, 谁也没想到, 翻遍三千世界都找不到他, 闻言, 李明如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头痛地捏起了鼻尖, 声音沉闷到, 和纵横一战, 已经结束近四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江宁和小鹿的一年之约也该到了, 可小鹿他, 此话一出, 叶青鸾的眼神, 当即暗淡下来, 偌大的山洞中, 俩人谁都没有在说话, 只是李明如默默地抬起头, 看向了山洞外大雪纷飞的雪景, 恍惚间, 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初那个挂着鼻涕, 带着独眼龙眼罩的小男孩, 在自己面前活蹦乱跳的模样, 徒儿, 你究竟, 去了哪里啊? 大唐, 巍峨耸立的皇城阁楼, 一排排侍女, 给面前身穿红色衣裳的女孩化好妆, 然后将一面铜镜摆在女孩面前, 陛下, 澄清之日, 就用这个妆容可以麻铜镜内, 江宁摆弄了两下头顶的珠花, 左右看了看, 随后脸色微红地笑了笑, 身后, 身残之间的太监见江宁满意, 立刻笑道, 陛下, 狄云将军也从边疆回来了, 专门来参加您和小鹿上线的婚宴, 到时候, 满朝文武都会在地扑吃, 江宁鸣嘴一笑, 目中止不住的都是喜悦, 他穿着大红色的新娘装, 起身在宫女太监们面前转了一圈, 期待地问, 你们觉得, 小鹿会喜欢我这身新娘装吗? 所有人立刻恭敬下跪, 临后定然喜欢, 江宁闻言, 再次乐得不行, 笑道, 都起来, 别跪着了, 他转过身, 摆弄着自己的新娘装, 在镜子前左转转, 右转转, 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出阁楼, 来到露天的展望台, 绝美新娘的他, 站在一排排大红灯笼下, 轻浮在红木扶手上, 看着城楼外辽阔繁荣的疆土, 捧着白皙的下巴, 美目之中满是欢喜, 不知不觉, 一年终于快过去了, 小鹿, 我好想你啊, 过去, 未来, 其本质是指某种变化, 而如果所有的一切都失去变化, 那么以上三点也就没有了意义, 连同时间也如同不存在了一般, 在一望无际的死寂湖水中, 少年此刻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在这里, 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因为一切都是不会变的, 过去或许还有, 但却是他记忆中的过去, 他目前所剩下的只有现在, 即现实, 林小鹿立在湖面中央, 双手背负, 看着苍穹顶端的黑暗, 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回响着一惊, 他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 但他曾有过计算, 自从上一次自己尝试自尽以后, 自己一共睡过2365次觉, 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数错, 也不知道他每一觉会睡多久, 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计算自己睡觉的次数, 努力记住自己梦到过的人, 他已经很久没有练功了, 因为没有意义, 现在的他基本已经平静下来, 从绝望癫狂到绝望平静, 再到绝望癫狂, 再到绝望平静, 周而复始几百次, 最终他只能就这样待着, 有趣的是, 他并未有什么变化, 既没有长胡子, 也没有变老, 一切都和他刚进入这方天地时的一样, 仿佛从那一刻起, 他就只剩下了现在, 既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而在这样永恒的孤独下, 他渐渐发现, 回忆过去并不能让自己打发时间, 反而会让自己陷入痛苦, 陷入思念的梦魇之中, 于是他开始不动, 开始把自己当作一块石头, 如果可以, 他就睡觉, 睡醒了, 睡不着了, 那就不动, 坐着发呆, 呆着呆着, 他就会开始细细思考脑海中的一惊, 因为这是他唯一还没有解开, 且可以消遣寂寞的东西, 就这样, 早已将一惊全文烂熟于心的他, 一遍遍地在心中复盘推理, 从周易, 到连山, 再到归藏, 反复咀嚼,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不再那么寂寞, 而这样的方法, 终究也是会厌烦地, 在经历不知多久地反复思索, 却一直无果之后, 他再次崩溃, 生死历劫地在场中嘶吼, 一遍遍垂打着湖面, 漫无目的地全力奔跑, 直到将自己所有的力气宣泄一空, 少年或许真的已经疯了, 在无尽的孤独中, 他渐渐诞生了另一个自己的人格, 一个名叫林金洛的人格, 林小璐不知道这家伙是如何出现的, 也不知道这个名字, 为何会从自己的潜意识中分离出来, 他只知道, 这个家伙从出生开始就对周围的一切显得很坦然, 每当林小璐痛苦到极致的时候, 林金洛就会出现, 代替他接受痛苦, 然后不哭不闹, 安安静静地品味着孤独, 在这之后的无尽岁月里, 林金洛出现的次数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到后面两个人格甚至会相互交流, 这也让林小璐解脱了一部分寂寞, 就这样, 在仿佛静止的时间长流中, 两个人格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一经, 讨论着过去, 未来, 现在等抽象的概念, 原本林小璐以为, 自己以后的生活就会和自己的人格相依为命, 但很快, 他就又发现了一个点, 那就是, 林金洛跟自己不同, 他是会老的, 没错, 虽然外表上不曾改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金洛的语气, 明显从刚开始孩童般的幼稚, 变成了最后垂垂老矣的老人, 说出来的话, 也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而对于一经的理解, 也远胜过林小璐自己, 比如, 他说过, 过去, 现在, 未来, 指的, 其实是时间本身, 但时间可能并不存在, 只是我们的意识, 觉得它们存在一样, 所以过去, 现在, 未来, 或许并不存在, 对这三者的探索, 实际上是对思维和意识的探索, 再比如, 他还说过, 小璐, 你的过去我好羡慕, 不像我, 从一出生, 就只认识你一个人, 我的未来, 或许也就只剩你一个人, 所以, 对于我来说, 过去, 现在, 以及未来, 都是你, 林小璐很喜欢林金落, 因为只有, 他能陪伴自己, 面对永恒的寄疗, 他所有的勇敢都毫无意义, 而林金落的出现, 拉了他一把, 因此, 在林金落已经苍老的不负重刊, 即将离世时, 林小璐嚎啕大哭, 他不知等了多久, 才在极致的绝望下, 诞生了林金落, 但最后, 他还是离开了自己, 他好恨, 恨自己, 为何不能死去, 不能老去, 而自己的人格却可以,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银泽, 陈秀列章, 寒来蜀网, 秋收东藏, 这世间万物的规律, 在这方天地之中, 在自己身上, 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 林金落死了, 林小璐在这里唯一的朋友走了, 在他死之前, 学习了一生意经的, 他对林小璐, 说了这样一段话, 小璐, 很抱歉, 不能继续陪你走下去, 或许是你的灵魂, 已经无法继续承担我的运转, 所有人都是有寿命的, 宇宙也是, 我也是, 但很可惜, 旺川不是, 你不是, 我已经知道我的名字, 为何要叫金落了, 那是因为, 在你的潜意识中, 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易金落, 万物生的故事, 所以, 你才会给我取名金落, 或许, 是你在潜意识里, 希望有人可以拯救你吧, 但很抱歉, 我不是那个人, 最后, 这么久以来, 关于过去, 现在, 未来的领悟, 我悟得不多, 就一句话, 不念过往, 不复当下, 不畏将来, 说完这段话以后, 林金落便永久地消失了, 林小璐也回到了原点, 他没有再分裂出其他人格, 或许是成长了, 或许是习惯了, 他只是继续在这方天地中, 漫无目的地待着, 他不知道自己走过多远, 也不知道自己待过多久, 就连每次睡觉, 梦到那些人的次数, 也变得越来越少, 只是冥冥之中, 他感受到了一丝新的东西, 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东西, 他开始思考, 思考自己的武学, 思考自己从何而来, 自己的内力又是如何产生, 在漫长的人生中, 过去, 现在, 未来穿插全部为因果, 而在这因果不在的世界中, 自己也就可以不用再遵循因果了,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时间, 时间的基本意义是因果, 因为有因才有果, 先烟再果, 而如果因果不在, 那所有的一切, 就都是空的, 所以, 这方天地就是空, 又是不知多少时间和岁月流过, 当林小鹿连林经络都开始逐渐忘记的时候, 他进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他看到一枚石头, 在永恒的天地中变迁, 腐化, 破碎, 最终变成泥土, 以另一种东西继续存在, 他看到了一个点, 那个点是自己, 这个地方是空的, 没有过去, 现在, 未来的概念, 但因为自己的出现, 这个地方发生了改变, 发生了一个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的改变, 因为自己和石头不同, 自己有思想, 自己依旧记得过去, 而石头无法记住过去, 无法保留过去, 就好比这方天地一样, 因为自己的出现, 因为自己记得过去, 也能感受现在, 而自己生活在这方天地中, 所以, 这方天地便有了因果, 有了时间, 有了过去, 现在, 未来的基本概念, 所以就可以逆推理解为, 过去, 现在, 未来的最终定义, 其实就是人的思想和感知, 也就是自己的思想和感知, 因为自己记得过去, 也感受着现在, 即便说, 有一天自己死了, 意识消失了, 灵魂投胎转世了, 肉身也化作天地间的一部分了, 变得跟石头一样, 但是石头是有未来的呀, 石头无法记住过去, 也无法感受现在, 因此, 它只有未来, 因此它不完整, 而自己的意识, 可以记住过去, 也可以感受现在, 同样死后变成石头, 也就有了未来, 所以, 意识, 感知, 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而自己的意识, 容纳于整个宇宙之中, 整个天地之中, 是世间万物的一份子, 所以, 自己所感知到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其实就是整个宇宙洪荒, 整个世间所感知到的过去, 现在, 未来, 而自己的意识, 感知的模样, 不就正是自己的模样吗? 所以, 自己就是过去, 自己就是现在, 自己就是未来, 知道光和光怎么打招呼吗? 在最黑暗的地方见, 林小路天机大陆, 九州, 江南地界, 赤云郡, 牡丹镇, 烈日当空, 艳阳高照, 三百多名身披漆黑速杀甲州的士兵, 正在荒郊快速前行, 整齐的队伍中间, 有四位老太龙中, 气宇不凡的老者, 抬着一顶装饰华丽的轿子, 在崎岖的山路上, 如履平地, 不久, 他们便来到了牡丹镇外, 远远看到了城门处人来人往的游人和商贩, 队伍离城门还有段距离, 并未引起城外那些人的注意, 此刻, 四位老者中的艺人来到轿子左侧, 对着帘窗轻道, 小姐, 我们到牡丹镇了, 话语放出不久, 教练便款款掀起, 一位带着白玉发簪, 穿着性绿色流线裙的姑娘, 从轿内探出头来, 目光好奇地打量前方人来人往的镇门, 那头蜈蚣精, 就躲在这镇子里宗内弟子们, 说是这样, 老者一边用浑浊的双眼打量镇子, 一边略显吃一道, 小姐, 这座镇子显得很正常, 老朽也没有感受到妖气, 小姐您看, 来都来了, 当然要进去看看, 珠花少女微微一笑, 倘若那妖兽幻化成人形, 躲在百姓之中, 届时就生灵涂炭了, 说完, 他拉上帘子, 招呼道, 让赤云郡的将士都回去吧, 天地玄黄, 你们四人跟本小姐进阵逛逛, 闻言, 四位老者纷纷汗手, 属下领命, 牡丹镇的人都知道, 在一年多以前, 有一个奇怪的外乡人来到了这里, 那是一个长相非常俊美的少年人, 虽然衣着只是普通货色, 但他的身上, 却有着一种很独特的气质, 尤其是他的眼睛, 和他对视, 人们会感受到一种玄枝又玄的奇妙感, 后来, 少年在镇子里开了一家小酒馆, 酒馆不大, 两层小楼, 二楼是客房, 一楼也就能摆下几张桌子, 供客人使用, 一般二楼没人住, 毕竟他这里只卖酒和盐煮花生, 没有大的吃食, 真要是吃饭, 还得去这儿巴金的客栈, 所以他这酒馆, 真就只是招待一些酒鬼的, 至于他是怎么开城的, 开酒馆的钱又是哪里来的, 那就没人知道了, 也没人敢问, 毕竟镇上的里长见到他, 都是笑脸相迎, 甚至有传闻, 这个少年, 即便是面对县城里的县令老爷, 那也是一副处变不惊, 漠然置之的模样,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镇上的百姓对这少年虽然好奇, 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敢肆意谈论他的, 也从来没人敢在他的酒馆闹事, 虽然少年的脾气似乎很好, 每天都只是待在自己酒馆里, 扶着柜台, 双目微锤地思考着什么, 平时与人交谈, 也很温文尔雅, 虽然淡漠, 但并不冷漠, 渐渐地, 镇里的百姓, 也就接受了这名少年的存在, 而作为酒馆, 少年卖的酒倒是出乎意料地好, 据说是少年自己酿的, 口感不比江南的名酒差, 而且价格很实惠, 因此, 许多爱喝酒的庄家汉, 在闲来无事时, 都喜欢去他的酒馆里做作, 用甘醇可口的酒浆, 来洗滴一天劳作的疲惫, 此时, 天色正直傍晚, 日色刚刚暗淡不久, 挂着临终居木制排扁的酒馆内, 就已经做上了三三两两十几位酒客, 一个个搓着简陋的盐煮花生, 嘎嘣嘎嘣嚼嚼得满口香, 然后再抿上一口香气扑鼻的酒浆, 天南海北地吹着牛逼, 毫不惬意, 小林掌柜, 劳架再来两钟, 略显微醺的声音响起, 柜台处一言不发的少年微微抬头, 然后不急不慢拿了酒坛, 过去给几位客人倒酒, 我自个儿酿得酒后劲大, 你们几个少喝点, 别一会儿回去, 再被媳妇踢下床, 现在天冷了, 外头怪动人的, 略显老气的话语从少年口中说出, 汉子们并未觉得怪异, 反而对他开起了玩笑, 要不说还得是小林掌柜, 跟我家那狗娃娃差不多大, 说起话来却老成得很, 这么小就能酿这么好的酒吃, 真是有出息, 闻言, 正在倒酒的少年瞥了汉子一眼, 随后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可比你儿子大多了, 扑吃哈哈哈哈, 满堂的汉子纷纷笑出了声, 而正当他们说笑着问少年要不要一起喝点时, 酒馆外头, 忽然风风活活走进一个姑娘, 说是姑娘或许不太贴切, 因为这女子看起来应该已经有二十出头, 不过模样倒还算得上周正, 穿着一身淡白色的布裙, 身上挂着一些廉价的首饰, 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 腰很细, 看起来可隐隐一握, 见到女子, 管子内立刻有人取笑, 英哥, 今天生意不忙啊, 对呀英哥, 不忙大哥, 我照顾你生意, 去给大哥少算点碎银子呗英哥, 我婆娘回娘家了, 晚上大哥把你窗户几声略显调戏的话语说出, 酒馆内的人纷纷再次乐出了声, 他们平日里过的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少有闲情时光, 因此, 随意一点事情就能乐上好酒, 也算是苦中作乐了, 此刻, 穿着打扮略显花哨的女人, 听到这些调戏的话语倒也不生气, 秋波流转间有些小傲娇的哼道, 你们要是长得有小林掌柜一半好看, 本姑娘给你们白睡都成, 话语一出, 屋内的汉子们再次哄笑, 打趣着这名换英哥的咬紧, 说他长得丑, 想得美, 在一路嬉笑打骂的说笑声中, 英哥来到柜台边, 冲低头沉思的少年, 敲了敲柜面, 小林掌柜, 二两酒, 一碟花生, 少年微微点头, 拿了都捎去一旁打酒, 而英哥就笑嘻嘻地看着他, 一边看, 一边嘖嘖称奇, 太帅了, 怎么就能这么漂亮? 面对女人的花痴, 少年习以为常, 并无反应, 只是一边打酒一边道, 那儿还有张空桌, 坐那儿吧, 英哥摇了摇脑瓜, 不用, 我站着喝就成, 说完, 他抬起手放在嘴边, 小声说道, 小林掌柜, 我今儿宰了一个贼有钱的老头, 来咱们镇做香料生意的, 他给了我好多赏钱, 我买你一碗怎么样少年翻了个白眼, 将盛满的酒中和花生盘子, 往他面前一放, 平静道, 还是留着给你娘看病吧, 再过几天就要入冬了, 圣典前给老人家置办身后凹子, 才是正事, 听到这话, 英哥脸色微微一暖, 整个人趴在柜台上, 手捧着下巴, 笑哈哈地说道, 成, 听您的, 他从碟子里加了枚花生, 丢进口中一嚼, 接着端起酒中一鸣, 标志的脸蛋上肉眼可见地燃起一层红玉, 嗯, 还是你这个酒好喝, 东大街客栈的酒跟特么马尿一样, 还吹嘘说, 以前是给皇上供的, 专门骗外地人, 说完, 他随口闲聊道, 小林掌柜, 今儿镇上来了些奇怪的人, 四个老头子, 年纪看起来都能当我爷爷了, 居然在给人抬轿子, 你说这什么人才能这么没良心, 让半截身子入黄土的老人给自己抬轿子, 也不怕生儿子没屁眼, 听到女人的这番话, 少年并未有什么反应, 只是随口道, 再过个把月就快过年了, 别没事嚼舌头根, 听到过年, 正在吃酒的英哥忽然眼前一亮, 看着少年满脸期待道, 小林掌柜过年是在牡丹镇过吗, 不回老家面对这个问题, 平静的少年愣了愣, 随后低着头, 看着柜面上的木质纹理, 开口道, 应该是在镇子上过, 我估计还要过段时间才能回老家, 此时, 酒馆外的夜色已经彻底变暗, 少年给自己点了蜡烛, 橘黄色烛火立刻明亮起来, 一颤一颤的, 显得很好看, 面前喝酒吃花生的英哥, 看着他好奇询问, 小林掌柜, 你老家到底哪儿的呀哦, 问过你好几次了, 每次你都不说, 是不是特别远你不会不是咱们天机大陆的人吧面前, 少年掌上灯, 似乎是站累了, 来到一旁铺着兽皮凹子的摇椅上一躺, 一边闭目养神, 一边悠哉悠哉, 老气横秋地说道, 天机大陆这个名字怪怪的, 我还是喜欢天机界这个名字, 英哥一愣, 天机界为什么要叫界英卫, 我也不知道, 说完, 少年没在搭理听愣了的英哥, 闭着眼睛说道, 欢迎下次再来, 作为酒馆掌柜, 少年很随性, 无论英哥再如何跟他搭话他都不再理睬, 只躺在摇椅上, 闭着眼睛, 听着酒馆内客人说笑的声音, 他每次都是这样, 偶尔兴起, 就会说一些奇奇怪怪, 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大伙也都习惯了, 英哥喝完酒就离开了, 笑嘻嘻地说, 明天再来, 过了不久, 酒馆内的客人们吃足了酒, 跟闭目养神, 躺着的少年打着招呼, 陆续在桌面上放了铜板离开, 直至夜深, 最后一个客人醉醺醺地冲他笑喊, 小林掌柜走了呀, 钱给你放桌上了, 少年没睁眼, 只点了点头, 那人细以为常, 走一步晃三晃地离开了酒馆, 夜晚, 酒馆外传来了小镇打羹的声音, 摇椅上的少年闭着眼睛, 抬手一招, 各个桌子上摆放的铜板, 便仿佛活过来一般, 直接飞起, 在空中划过一道道长长的弧线, 仿佛漫天飞舞的花瓣似的 依次飞入骑掌中, 伴随着一声声脆响, 铜钱叠放成了一只整齐的高耸圆柱体, 接着, 少年单手捧着前柱, 对着空荡荡的酒馆大门倾倒, 金戈已经打烊了, 几位想喝酒的话, 还请明日再来, 话音落下, 门外黑漆漆的街道, 凭空一哆嗦, 似乎是什么东西, 被吓到了一样, 而紧接着, 就看到, 一个头戴珠花的少女, 带着四位如临大敌的老者, 从虚无中现身, 此刻, 四位老者都紧张地看着酒馆内单手捧前柱, 惬意躺摇椅的少年, 而少女的眼神, 则是激动中, 带着浓浓的好奇, 只见她拱手作衣, 对着少年满脸尊敬道, 在下北摇宗寒霜一脉大弟子凌威, 来此地是彻查一头, 即将突破至结单境的蜈蚣妖兽, 不知道有可曾话未说完, 躺在椅子上的少年, 便打断她的话语说道, 那头蜈蚣已经被我炸至两面金黄, 不好意思, 最近嘴馋盖不出寿, 说完, 酒馆的两扇大门变框, 得一声直接和尚, 将少女和四个老者关在了门外, 酒馆外, 黑布隆动的大街上, 凌威先是一愣, 随后, 她就猛地一握拳, 好厉害, 想不到这个南方偏僻小镇, 居然藏着这么厉害的人, 刺起这次, 真是捡到宝了, 心头满是激动的她, 转头对自己的四位手下喜悼, 天地玄黄, 你们看出这位道友的修为了吗, 她, 凌空欲物的时候, 我连灵力都没感受到, 简直神乎奇迹啊, 我觉得她至少也有结丹镜, 可能原因镜也说不定, 四个老人听着少女的话, 一时间都有些面面相去,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才有一位老者吃一道, 小姐, 这位道友的手段很诡异, 方才她施展手段, 属下没有感受到丝毫灵气波动, 连法宝都没反应, 不过好在, 这位道长对我们没有恶意, 属下认为可以通知宗门, 闻言, 少女皱了皱好看的眉毛, 思索着道, 这位前辈好像不是很想让我们打扰她, 如果贸然通知宗门, 宗主派人过来烦她, 会不会不好这, 老人想了想, 迟疑着在说话, 冷静的街道上, 少女笑道, 这位不知是同辈道友, 还是前辈的家伙, 似乎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看得出来, 应该只是想在江南做一个酒馆小掌柜, 这样, 明天咱们来喝酒, 看能不能和这位道友套套近乎, 说不定就有机缘呢, 天大爷, 你应该懂得吧, 就那种小说里面绝世高人隐藏于世, 然后发现本小姐骨骼惊奇, 万中无一, 赐予本小姐特别牛逼的灵法机缘的故事, 这种故事, 本小姐可是从小听到大的, 被幻天大爷的老者, 猛逼地看了看少女, 最后默默地低下头, 没在坑气, 夜深了, 少女带着四个老者离去, 寒风阵阵, 街道上变得彻底安静, 而在酒馆内躺着的少年, 也终于睁开了双眼, 北瑶宗, 好像听过, 他嘀咕了一声, 起身将铜钱放入钱柜, 然后回到瑶椅上, 从怀里掏出一本现装册子, 册子不大, 随意就能买到的普通货色, 少年躺在瑶椅上, 翻开册子的第一页, 泛黄的纸张上出现了一幅图画, 一个扎着两枚小丸子的小姑娘的身影, 少年摸索着纸张上小姑娘的身影, 眼神中闪过一丝温柔, 随后, 他不急不缓地翻到了第二页, 第二页, 画着一只大大的葫芦, 少年依次翻下去, 第三页是一杆红鹰枪, 第四页是一块手绢, 册子里的每一张纸都是一幅图画, 少年就着烛火, 安静地翻着, 探着, 不久, 他翻到了记载图画的最后一页, 册子翻完了, 少年没有在天, 只是躺在摇椅上, 一手拿着册子, 一手搭着木质扶手, 手指在上面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倾扣着, 凉久, 少年微微翘起了嘴角, 不知不觉, 离开那个世界已经一年多了, 少年名叫林小璐, 来自望川, 林小璐这个名字, 是在他离开望川的三个月后才记起来的, 先前的他没说姓名, 连如何说话都不会, 也是这段时间才慢慢恢复起来, 林小璐来自望川, 在那里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具体有多长, 他不知道, 不过他知道那段时间很长, 长得让自己不记得如何说话, 也不记得了很多事情, 记忆不是永恒的, 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尘封, 不过林小璐很庆幸, 因为他发现在自己突破境界, 离开望川以后, 他的记忆就开始逐渐恢复了, 只是恢复得有些慢, 不过他也能理解, 毕竟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在望川具体待了多久, 但应该不短, 就像刚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想一个人找个地方, 安安静静地记起自己的过去, 但他发现, 自己的记忆恢复得太慢了, 而且自己的脑海中, 有许多新奇的想法需要理顺, 于是, 他索性在这江南小镇开了间酒馆, 每日可以通过和人交谈, 来回忆起如何说话, 加速记忆地恢复, 并把记起来的东西, 画在册子上, 常常拿出来翻看, 加深印象, 同时, 他也有足够的空闲时间理清楚脑海中的想法, 目前看下来的话, 效果还是不错的, 他没有去找修仙宗门什么的, 他也不知道为何, 只是感觉自己, 更喜欢在凡尘间待着, 觉得凡尖比较舒服, 摇椅上, 林小璐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随后忽然心有所感, 起身去柜台处取了一支笔, 然后翻开册子, 在第一页那张画着双丸子头的女孩向旁, 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玉字, 瞧, 他又记起了一些东西, 次日, 清晨, 一大早, 牡丹镇的官道上, 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洗漱完的林小璐, 打开酒馆的大门, 来到隔壁一处卖早点的摊子买早点, 孙大娘, 俩包子, 豆浆也要一碗, 林小璐看着面前大娘, 从热腾腾的蒸笼梯里取出包子, 然后听着远处传来的鞭炮声, 随口问道, 年关还没到, 谁家放鞭炮面前, 裹着方巾的大娘笑道, 隔壁接侯老三娶媳妇, 哦, 林小璐点了点头, 站在摊子前吃了俩肉包子, 接着端着碗喝豆浆, 随后目光转移, 他这会儿正在吃早点, 嘴巴还鼓着, 过含糊不清地道, 上午酒馆不开门, 下午和晚上再来吧, 林薇没走, 而是有些不依不饶地冲林小璐央求道, 道有, 我们就是想来喝两杯, 听镇子上的人说, 你这儿的酒物美价廉, 顾慕名而来, 闻言, 林小璐来到少女面前, 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 你的假话, 是故意说得这么假的吗, 少女? 当女孩愣住的时候, 林小璐已经跨不进了酒馆, 只被对几人留下一句, 来者即是客, 花生我还没做, 现在只有酒, 上午的时候, 酒馆里是没啥生意的, 大唐也显得空荡荡的, 林薇和四位老者入座, 林小璐给他们倒酒, 林薇本想示好着说, 自己来就好, 却被林小璐拒绝, 你们是客人, 林薇也是个心思活络的聪明姑娘, 见林小璐这般便没再坚持, 而是颇有兴趣地, 对她打量个不停, 倒完酒, 将酒坛放回酒柜, 林小璐回到摇椅上躺着, 用红色的绒布盖着腿, 闭目养神, 盖腿不是因为她觉得天气冷, 而是她觉得软软地压在身上很舒服, 道友, 你的酒确实不错呀, 你自己酿的林小璐没睁眼, 瞥下一句, 喜欢喝长来, 道友出自哪门, 哪怕什么进阶少女, 一边喝酒一边期待地问, 林小璐打了个哈欠, 没有再理会, 在摇椅上翻了个身, 准备睡个回笼觉, 见林小璐一副油盐不尽的模样, 从那戒中取出一枚零食, 可刚拿出来, 侧无而眠的林小璐就开了口, 我这儿管子小, 找不开, 林薇猛了, 身边的四个老者也愣了愣, 林薇取出的是上品零食, 可此人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莫不是一位是金钱如粪土的狂士, 他们一时间有些拿不准林小璐, 只觉得此人非常奇怪, 年纪轻轻, 却手段诡异, 说话做事也非常老气, 神秘无比, 酒馆内, 林薇看了看自己几个属下, 最后直接对林小璐开门见山, 道友, 在下昨日见道友神通, 倾慕不已, 顾想和道友交个朋友, 敢问道友尊姓大名他目前已经确定, 眼前这少年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因此, 他也就直接说出了目的, 免得让人不喜, 而面对他真诚的话语, 摇椅上的林小璐却依旧没什么反应, 只是继续老神在在地躺着, 连话都懒得说了, 直接不搭理, 他不太喜欢这个姑娘, 即便他对有些熟悉的北摇总感兴趣, 他也懒得理, 他准备过完年自己去北摇总看看, 场中, 林威见林小璐不理自己, 顿时更加郁闷了, 只能低头喝酒, 不再言语, 热大的大堂里, 一时间只剩下喝酒的细碎声, 和林小璐轻飘飘的鼻酣声, 林威此刻有些不理解, 自己所在的北摇总是江南第一大宗门, 在整个天机大陆更是声名显赫, 纵使是放在道门先宗不计其数的三千大陆之中, 那也是很有名气, 可这人怎么好像一点不在意, 他到底是个什么来历, 少女满腔的热血被泼了盆凉水, 但心中的好奇却越来越重,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遇到高人了, 虽然这个高人有些怪怪的, 但他不急, 毕竟自己这次猎杀蜈蜈腰腰, 宗蒙给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那头蜈蜈蜈完, 真被这位高人收拾, 那自己也可以好好在凡间玩一玩, 上午四时, 喝过酒的林威付了酒钱, 临走之前说下次还要来, 林小璐也没什么反应, 酒馆里没什么生意, 林小璐就继续躺在摇椅上, 半梦半醒地打着盹, 直至下午傍晚以后, 他的酒馆才再次热闹起来, 三三两两忙碌了一天的酒友陆续进来, 大呼小叫地聊天喝酒, 林威又来了, 带着五个老者, 许是因为他们是陌生面孔的缘故, 故他们一出现, 便赢得许多酒客注目, 其中不少人更是惊讶着姑娘的漂亮, 林小璐则没什么反应, 跟往常一样, 招待完客人, 便去柜台前站着, 整个人倚靠在柜台前懒洋洋地不行, 不管是修仙者, 还是凡人, 在他的酒馆里都没什么区别, 过了不久, 时间来到深夜, 大堂内喝酒的客人变得越来越多, 吵闹声也变得越来越大, 林小璐一边发着呆, 一边有些奇怪, 英哥今天怎么没来他以往可是每天都会来喝上二两酒的, 这个点应该早就到了, 英哥是那姑娘的一名, 是芙蓉芳里的管事妈妈娶的, 她是位宏观人, 也就是所谓的咬紧, 林小璐记得自己刚来牡丹镇的时候, 最先认识的就是英哥, 那时候她还不太会说话, 语言功能因为太久不用而产生了障碍, 故英哥只是把她当成了一个好看的有钱人, 还是个哑巴有钱人, 后来, 英哥就成了酒馆的常客, 每日变着法地调戏林小璐, 不过老实讲, 林小璐对于英哥并不讨厌, 反而觉得她是个虽然命苦, 但很有担当的姑娘, 比这新来牡丹镇的凡人小妞要强上不少, 嘻嘻哈哈说着骚话, 林小璐作为掌柜就这么眯着眼睛半醒半睡地听着, 偶尔会去给客人们倒酒, 角落座位上的林薇则一直好奇打量着她, 过了约一个时辰左右, 客人们像往常一样渐渐散去, 热闹的酒馆也再次安静下来, 林小璐见林薇和四个老小子还不走, 便想着要不要开始改人, 而她心思刚动, 门外就再次走进熟悉的身影, 小林掌柜, 一身廉价服饰的英哥来了, 他今天来得有点晚, 林小璐扶着下巴看了他两眼, 然后起身默契地去打酒, 角落里, 林薇和自己的四个下属好奇打量着满身风尘味的女子, 目中带着些许好奇, 小林掌柜, 这几个外来人也喜欢你的酒察觉到林薇的英哥, 他在柜台前小声询问, 林小璐耸了耸肩, 谁知道呢, 他打了一盅酒, 掌心发热, 将其烫暖, 道, 酒我给你热了一下, 能去瘀, 闻言, 脸上盖着厚烟纸的英哥一愣, 随后下意识捂住自己的脸, 小林掌柜你发现了, 林小璐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问道, 是遇到麻烦的客人了, 妈妈没保护你吗, 他不提还好, 一提英哥, 顿时眼圈泛光, 低着脑袋, 强压哭腔道, 今天来了个很有钱的客人, 妈妈没敢得罪, 小林掌柜你也知道, 芙蓉芳比不上那些城里的大忌怨, 像这种不明身份的外来客人, 我们命见, 惹不起, 文言, 林小璐没说什么, 只是把酒中往他面前推了推, 然后地上一叠下午刚煮的盐水花生, 牡丹镇不大, 地势也比较偏, 在江南边上, 但人流量却并不少, 外来人口很多, 一是因为牡丹镇的牡丹, 在整个江南远近闻名, 每年四月到五月, 都会有不少才子佳人, 来此处赏花, 二, 就是牡丹镇盛产香料, 同时也会做一些印尼, 毛笔之类的文雅东西, 因此, 一年四季来这儿走伤的人也不少, 所以, 英哥遇到不明身份的外来客人也正常, 不过说起来,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还每天来这么多声面孔, 确实是有些奇怪, 林小璐估计, 是跟林薇一样, 奔着蜈蜈精来的修仙者, 嗯, 修仙者, 可以理解, 不过姚姐做的都是皮肉生意, 赚的是苦钱, 这动手打人, 确实是有些过分了, 林小璐扶着下巴, 单手包了梅花生丢进嘴里, 吃得喷香, 而面前的英哥, 则默默喝着热酒, 并未在提自己被欺负的事, 英哥是个很坚强的姑娘, 她不会把麻烦带给面前的少年, 最多偶尔像和朋友, 倾诉一般倾诉一下, 她很喜欢林小璐, 除了林小璐长得好看以外, 最多的是她能在林小璐这里, 感受到一种尊重, 一种仿佛皇上来了, 也和自己没啥区别的尊重, 这位姐姐是林掌柜的朋友吗? 气氛正安静着, 不合十一的声音陡然响起, 英哥一愣, 随后看向了角落里, 一女四老五人, 在妓院里混迹过多年的她, 对人对物, 都是有些眼力见的, 一眼便能看出, 几人身上的气质和普通人不同, 身上的衣着也不是凡品, 当即变得有些拘谨, 尤其是面对林薇这样的修仙者大小间, 英哥这种封尘女会不自然地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差距, 就仿佛母蛤蟆见到了真天鹅一般, 即便还不知道, 这真天鹅从哪来, 适合身份, 也能清晰感受到二者间地位的差距, 这或许就是所谓女人的直觉, 她愣在柜台前, 感觉眼前这名少女的来头, 比方才在妓院里, 凌辱自己的男人还要大, 身后, 扶着下巴的林小璐, 看出了英哥的窘境, 于是双眼平静地扫视过去, 见到林小璐古井无波的眼神, 原本笑意盈盈的凌威, 直接含毛乍起, 整个人的笑容更是当场僵住, 而她旁边的天地玄黄四个下属, 也瞬间紧张起来, 他们感觉自己, 在被一个绝对强悍的庞然大物盯着, 一时间, 酒馆内的气氛显得有些微妙, 姑娘你好, 我是小林掌柜的常客, 跪前, 还未发现这一切的英哥, 不自然地笑了笑, 然后错开林威的视线, 强压心头惊颤, 转头对林小璐询问, 小林掌柜, 这位姑娘是普通客人, 不用管, 林小璐自己给自己蒸了杯酒, 同样一开眼神, 林威等人也立刻松了口气, 一个个心有余悸地在不敢吱声, 酒馆内, 林小璐和英哥有一搭没一搭聊了几句, 他没在聊英哥脸上伤痕的事, 只懒洋洋地吃着花生, 两酒, 他开口道, 天色不早了, 吃了酒早点回去休息, 当英哥离开的时候, 林小璐已经再次躺在了摇椅上, 身上盖着毯子, 捧着现装册子惬意地翻着, 酒馆里也只剩下了那五道身影, 见林小璐似乎并未生气, 已经喝了几中酒的少女, 终于难掩心中好奇, 对着她好奇询问, 林掌柜, 刚才那位姐姐是被人欺负了吗? 为什么不帮她出头啊文言, 翻着册子的林小璐, 难得笑了笑, 亏你还有点礼貌, 还知道叫人生姐姐, 见自己被夸奖, 林威立刻讨好的傻笑了一下, 嘿嘿, 我们北遥宗是很尊敬凡人的名门正派, 实不相瞒, 我以前经常下山乐善好施, 救济百姓, 林小璐简单恩了一声, 对这小妞儿的印象也好了些, 虽然不知她是骗自己的, 还是装给自己看的, 但她能看出来, 这小妞儿挺聪明, 懂得察言观色, 判断自己的喜好, 这在修仙者中是比较少见的, 毕竟那些动不动闭关数年, 一心只问长生大道的修仙者, 很少会有这样的眼力见, 摇椅上, 她随口解释道, 帮助人这种事, 如果不是别人要求, 或者是特别需要的生死危机, 那还是不要主动去示意援手的好, 应该虽是摇颈, 但很有骨气, 贸然示意援手, 她会难看的, 她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互诉忠常, 把她当人看的朋友, 而不是一个大发慈悲的善人, 说完, 老神在在的少年, 躺在摇椅上, 翻着侧子, 念叨了一声, 闲来无视一杯酒, 萍水相逢一世缘, 第二日, 清晨时分, 冬季的第一场雪还是来了, 早早地便在这座江南小镇下了起来, 江南是很少下雪的, 尤其这种棉白的厚雪更是少见, 因此, 这难得一次大雪, 便让镇上许多土生土长的南方居民感到新奇, 以至于大早上的, 小镇里就满是孩童大雪杖, 堆雪人的吵闹声, 林小璐就是被这吵闹声弄醒的, 她从摇椅上醒来后, 赵就先去后院打井水洗漱, 见外面雪下的挺大, 入木之处, 已是满院雪白, 她便从厨房提了个火炉, 又取了一捆被积雪覆盖着的木柴回大堂, 来到堂里, 将木柴放进火炉, 随手用灼热的内力将其点燃, 湿冷的大堂便立刻暖和了起来, 而在这之后, 林小璐又去厨房取了两枚圆滚滚的红薯, 放在铁炉架子上给自己做烤红薯, 酒馆外声音挺大的, 给人的感觉也闹腾得不行, 不过也能理解, 民间有句谚语叫瑞雪照丰年, 就是说冬天下一场大雪, 明年地理就会迎来大丰收, 所以人们高兴, 当然这一切和林小璐无关, 他只默默地躺在火炉边上, 一边取暖, 一边烤红薯, 想着今儿没事, 要不要出去走走, 他已经在酒馆里待了几个月了, 期间很少出门, 像平时酿酒用的粮食, 高粱, 还有做盐水花生的花生, 盐醋茶这些都是由专门的商贩送过来, 每半个月送一次, 他只需要待在酒馆里招呼就行, 眼下快过年了, 这雪姑祭得断断续续下个个把月, 自己下午没啥事, 倒是可以去芙蓉芳坐坐, 好久没听曲儿了, 少年思量着下午的行程, 嘴里也不自觉哼起了上次去芙蓉芳听来的曲儿, 正哼得高兴, 紧紧关着的酒馆大门忽然被人敲得砰砰响, 小林掌柜, 你在家吗, 我来找你讨酒吃了, 听到动静, 林小璐露出了有些无奈的表情, 这小妞怎么还没走, 搁这旅游来了, 她闭着眼睛, 在椅子上一摇一摇地潇洒晃着, 卡住大门的木栓则自动拨开, 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波助澜一样, 酒馆大门开了, 一身红色小皮咬的林薇立刻跑了进来, 脑瓜上白白点点的满是雪花, 小林掌柜走, 给我上壶酒, 直接来半斤, 躺着的林小璐睁开眼睛, 瞧了眼她身上的红色衣装, 略微恍惚了一下, 随后恢复正常, 道, 那四个老小子呢他们没来, 我让他们在客栈自己修行了, 说完, 已经没再对林小璐那么紧张的女孩, 放肆笑道, 小林掌柜居然称呼天地玄黄小子, 这可有点不礼貌, 他们虽然天赋比较低, 实力也只有住基金, 但年纪都很大了, 林小璐不动声色地撇了撇嘴, 心到自己可比他们年纪大多了, 他起身去酒柜取酒, 而姑娘则好奇地看着马放红薯的火炉, 小林掌柜, 你在烤红薯哟, 姑娘这修仙的人物, 居然还认识烤红薯嘿嘿, 我娘特别喜欢吃烤红薯, 我小时候给我做过, 我娘也是北瑶宗的, 她可是结单近长老, 林小璐笑了笑, 没搭话, 给她倒上了酒, 这两天相处下来, 她也没再像刚开始那么不喜临危, 不可否认, 这姑娘接近自己, 是想获得某些好处, 但她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有些心眼, 但不做, 不会让自己觉得烦, 主要就是她很有分寸, 比如昨天她和英哥说话, 自己一个眼神她便立刻收敛自己身上的高高在上, 这副眼力, 见自己很欣赏,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天下兮兮, 天下嚷嚷, 皆为力望, 有目的很正常, 只要做法端正, 不坑蒙拐骗, 就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林小璐觉得, 这丫头倒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晚辈, 将酒倒好, 林小璐回到摇椅上坐下, 然后取了一枚烤好的红薯递给她, 来一个嘿嘿, 谢谢小林掌柜, 少女大大方方地接过, 眉开眼笑地吃了起来, 一边吃, 她一边好奇问道, 小林掌柜, 你说, 我也来你这喝过几回酒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什么修为啊, 我可好奇了, 我觉得, 你应该有截丹镜, 暖轰轰的客栈内, 少女仿佛画牢式地说道, 我刚开始以为你, 跟我差不多大, 但我觉得, 你说话好有水平, 就很有逼格你知道吗, 所以我估计, 你应该是我的前辈, 我们北遥宗的掌门, 就跟你情况很像, 她看起来也挺年轻, 但实际上已经好几百岁了, 是为原因进大门, 听到这里, 林小璐懒散地睁开一只眼睛, 你们掌门叫什么名字苏联, 你认识吗, 少女兴致勃勃地问, 林小璐想了想, 然后果断摇头, 没印象, 文言, 林薇失望了一下, 随后继续好奇宝宝式地追问, 那小林掌柜, 你到底是截丹镜, 还是原因进啊, 面对这个问题, 林小璐再次摇了摇头, 不记得了, 不, 不记得了林薇直接梦了, 大眼珠子睁得大大的, 这怎么还能不记得呢, 小林掌柜, 你有金丹吗, 丹田有金丹, 就是截丹镜, 如果子府内有原因, 那就是原因镜,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微微皱了皱眉, 她自己是清楚的, 自己体内没有所谓的原因金丹这些, 不过确实是有一颗琉璃气丹, 除此以外, 自己的神魂中, 还有一个沉睡着的自己, 那是, 她悟到以后出现的, 她称之为神我, 目前还在研究, 大堂内, 少女呆滞地看着林小璐, 而林小璐, 却已经没了继续交谈的兴趣, 吃完红薯, 便懒洋洋地往摇椅上一躺, 擦了擦嘴道, 半斤酒二十文, 红薯我请你了, 喝完记得把钱留下, 见林小璐又开始不搭理自己, 林微一时间有些猛, 但她也不敢得罪, 只敢在心里匪测两句, 撅着嘴独自喝闷酒, 之后, 二人便彻底无话, 酒馆内也彻底安静下来, 只有外面孩童们的嬉笑打闹声, 还在持续, 过了许久, 酒馆外的大学小了些, 林小璐见天色也快到中午了, 便起身取了把油脂伞, 小林掌柜, 你要出门刚喝完酒的少女问, 嗯, 没什么事, 准备去芙蓉芳听曲, 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刚喝完半斤酒的林微, 脸颊红红的, 满脸期待到, 昨儿听其他人说那里是青楼, 英哥姐姐就在那里做工, 我还没逛过青楼呢, 听到这个要求, 一向平静的林小璐被逗乐了, 她还是第一次听说, 姑娘家想逛窑子的, 中午时分, 醋醋被白雪覆盖的烟囱上都开始冒起了吹烟, 尤其现在已是正月, 年关将近, 一年的活迹渐渐尾声, 镇上的居民也开始有时间陪伴孩子, 家人,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穿着冬衣玩耍的人们格外热闹, 林小璐不怕冷, 但依旧穿上了一身稍后些的灰色长袍, 打着饼油纸伞走在雪景之中, 林微则是在后面跟着, 一边看着身前散在积雪, 树发成球的少年一边好奇问个不停, 小林掌柜, 你真名叫什么呀, 小林掌柜, 你为啥要穿这么厚跟凡人一样, 你不会是怕冷吧, 小林掌柜, 你修炼的是什么灵法呀, 佛家的, 还是道家的, 难不成是儒家的小林掌柜, 我们北遥宗是属于道家的, 你觉得我的灵法如何呀, 被一个小姑娘叽叽喳喳缠着的林小璐感到有些头痛, 不过她在望穿待久了, 心境早已看比百岁老人, 故置是清点了一下, 漫不经心地道, 林微姑娘, 我给不了, 你什么好处, 我的东西你学不了, 此话一出, 林微当即眼前一亮, 眼神直勾勾看向林小璐右手手腕上两个镯子, 小林掌柜, 其实我不挑的, 你的手镯是干嘛用的呀, 文言, 林小璐瞥了他一眼, 然后没再搭理他, 走向前方的石桥, 而林微则继续屁颠屁颠地跟着, 他已经彻底确定, 眼前这个小林掌柜是个很真性情的神秘高人, 自己接近, 他有目的, 刻意藏着掖着, 他会不喜, 相反若是直来直去地说, 我想要大宝贝, 他反而会高看自己一眼, 嘿嘿, 是自己把宗门外的修仙者想得太机智了, 果然真正的大佬都是喜欢坦诚的人, 走上石桥, 打着伞的林小璐, 看到桥下有几个孩童在结冰的冰面上大呼小叫瞎跑蜂丸, 眼神便微微凝了一下, 一个眼神, 冰面底下的湖水立刻迅速截动, 整个冰面神不知鬼不觉的加厚, 加固, 连林薇这个修仙者都没看出来, 这个手段是林小璐突破后拥有的, 他发现自己可以用体内的气来影响其他东西的气, 让万事万物随着自己的心意发生变化, 不过现在, 这个手段还并不太显露, 似乎是没有开发完全, 目前他还在研究当中, 至于林薇跟自己要手镯的事情, 这个他是不可能给的, 两个手镯, 一个里面存放着一把刀, 这把刀, 他在望川里, 曾用来自杀过, 他记得, 不过这刀是怎么来的, 他就记不清了, 记得是自己最近中最依赖的人给的, 估计不是自己的父亲, 就是自己的师父, 至于另一枚镯子, 好吧其实是手镰, 只是看起来比较像镯子, 这枚镯子的作用林小璐是真不记得了, 毕竟自己进入望川后, 在那仿佛无限长的时间长河中, 都不曾使用过这枚镯子, 估计是某个饰品纪念之类的东西, 当然, 无论是放刀的镯子, 还是纪念的手势, 对自己来说都很重要, 自己可还指望着这两个物件, 让自己回忆起以前的过往, 人们常说过去不必在意, 要着眼将来, 这句话是对的, 但过去并非完全不用在意, 过去是人生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过去, 那人就是无根之人, 林小璐很想回忆起自己的过去, 因为他明白, 人生倘若没有来处, 只剩往后归途, 那将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 即便过去再糟糕, 再不堪回首, 也要正视它, 正视自己的人生, 人也好, 先也罢, 皆是如此, 走过石桥, 来到烟花巷, 走在铺着鸡血的青石板上, 一路上见到林小璐的人都会冲他打招呼, 笑呵呵地喊上一声小林掌柜, 林小璐也一一笑着回应, 林薇则在后面继续探头探脑地跟着, 小林掌柜, 你好有礼貌啊, 感觉都没啥前辈风范了, 林薇说这话的时候, 林小璐刚好路过一处贩卖青团的摊子, 他随手拿了块青团, 转身塞进这姑娘嘴里, 然后留下一句, 把钱付了, 不然就别跟我去寄院了, 小嘴叼着青团子的林薇, 他无奈地付了摊主婆婆钱, 然后尝了两口, 随即大眼睛一亮, 这小吃味道不错呀, 软软糯糯地带着古艾叶的清香, 然后里面是热乎乎的豆沙, 甜度适中, 美味极了, 无法拒绝甜食的少女, 当时就喜爱地眯起了眼睛, 当林薇跟上林小璐的时候, 他怀里抱着个油纸袋子, 里面堆满了青团, 嘴巴也是塞得鼓鼓囊囊的, 撑着伞的林小璐打亮一眼, 笑道, 很好吃, 嗯嗯嗯, 林薇脑瓜指点, 太美味了, 比烤地瓜强, 林小璐笑了笑, 没再说话, 抬头看向前方阴阴艳艳艳的芙蓉芳, 青楼祭院这种地方, 一般是中午开门, 直至深夜子时打样, 这会儿正是中午, 芙蓉芳刚开门不久, 所以, 林小璐应该算是来得最早的一批客人, 他下午没事, 准备在这儿喝茶听曲一下午, 这地方他也不是第一次来, 况且他在牡丹镇也算是个熟脸了, 不是吹嘘, 林小璐的相貌身段放在整个牡丹镇那都是出了名的好, 尤其他那双慵懒中带着淡淡沧桑的眼神, 不知迷死了镇里多少小娘子, 此刻, 他带着化身好吃鬼的林薇一出现, 方门口的姑娘们便纷纷惊喜招呼, 徐娘半老的管事妈妈也第一时间出来招待, 小林掌柜经个咋这么有空那样, 还带着小丫头, 小林掌柜这是终于开婚了管事妈妈身后的一群阴歌厌舞, 纷纷笑出了声, 一个个对着林小璐和猛逼的林薇打量的不停, 林小璐笑了笑, 道, 周妈妈, 这丫头是我的丫鬟, 莫要说笑, 经个蔡老板可在哀呀, 小林掌柜莫怪, 蔡老板前两天回燕州老家过年去了, 女人妩媚一笑, 自来熟地拉着林小璐进屋, 身后的林薇也好奇跟了进来, 小林掌柜, 蔡老板不在, 我这儿也没啥别的台柱子了, 知道您爱听曲儿, 正好现在刚开门没啥客人, 给您找几个一好的清官人陪您, 如何林小璐收了伞, 语气温和, 笑问, 会唱长生电吗? 哎哟, 瞧您这话说的, 我哪能让新宿给您唱啊? 女人捂着嘴, 咯咯直乐, 林小璐礼貌地笑了笑, 一边有几位龟公帮自己拍打身上鸡血, 一边随口问道, 英哥呢, 英哥还没出宫? 管事妈妈面色不变地笑道, 她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我让她身时在出宫, 这会儿, 估计在家歇着呢。 文言, 林小璐恩了一声, 和眼前的女人寒暄两句, 便带着东张西望的林薇, 走向妓院大厅旁的楼梯。 走在挂着彩色小花灯的楼梯上, 林薇好奇问道, 小林掌柜, 清官人是啥呀? 林小璐一边跟着身前龟公上楼, 一边慢悠悠地回应道, 清官人是指一些卖一不卖身的女子, 她们一般是妓院从小培养, 唱得了曲儿, 吓得了旗, 说得了词, 辅得了琴的全能型人才。 哦, 这样啊, 那宏官人又是指什么呀? 林薇继续问。 宏官人便是英哥那样卖身的女子。 林小璐知无不言道, 她们多半都是半路加入妓院, 为了多赚些钱讨生活的咬紧, 不像清官人那样从小培训, 故没有什么遗迹之长, 只能靠做些皮肉生意, 赚点苦命钱。 最后小声嘀咕, 我还以为妓院都是卖身的姑娘呢, 没想到还有不卖身呢。 林小璐闻言笑了笑, 解释道, 万事都没有绝对, 非要说清官人一辈子不接客, 那也不实际, 毕竟那些留恋于风月场所的才子骚客们, 可不只是为了来听一两首小曲的, 只要出价够高, 清官人也总有松口的时候。 所谓的清官人卖一不卖身, 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哄抬身价的做法, 妓院青楼这种地方, 又怎会有真正的淤泥不染, 只要出价够高, 给的价格能够达到清官人心里的预期, 那么他们的梳拢权就可以被买下, 梳拢权也就是厨子之夜第一次的意思。 听到这里, 林薇大致明白了, 坏笑着问, 小林掌柜, 你买过几个清官人的梳拢权林小璐摇了摇头, 跟着归宫来到芙蓉芳二楼的长廊, 路过一个又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 说道, 我对女色无感, 况且买下清官人的梳拢权, 基本就等同于将人家整个买下, 是要把人家带回去当妾的, 太麻烦, 我也算是修行之人, 清心寡欲, 欠不得这些麻烦。 一路边走边聊, 林小璐跟着归宫来到一处雅间, 这里依靠长廊, 可以透过镂空的木制窗户俯瞰一楼大厅的景象。 房间内的设置打扮也不错, 紫檀香也点了, 瓜果临时酒水菜肴也都上来了, 而且因为今天下雪, 天气寒冷, 雅间内还上了暖炉, 暖洋洋得很舒适。 林小璐和林薇靠着镂空窗户一坐下, 微宫就谄媚地询问是否让官人上来。 林小璐自然点头, 随后他就给自己倒了杯酒, 惬意地自饮自酌起来。 面前的林薇则好奇地东愁丑西望望, 手里拿着块绿豆高吃的贼开心。 这儿不错呀, 环境挺好的, 就是酒没有小林掌柜娘的酒好喝。 林小璐笑了笑, 往嘴里丢了颗茴香豆, 又将青瓷小酒杯里的酒浆一口吃尽, 吐了口酒气笑道。 牡丹镇虽然只有芙蓉芳这一家妓院, 但规模其实不算小了。 平日里来这妓院玩的, 大多都是来牡丹镇做生意的商人, 要不就是牡丹花开的时候, 来这里赏花的文人骚客, 兜里都有点闲钱。 所以这芙蓉芳虽然规模不大,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不管是官人的素养, 还是吃食, 酒水, 装修等都不比大清楼的差。 林小璐边说边喝, 没过多久, 两名清官人并肩走入雅间。 两个女子的年纪大概在16岁到17岁左右, 面容清秀娇好, 穿着墨绿色的裙长, 因为房间里点了暖炉的缘故, 所以她们并不冷, 衣着也是不多的, 露着香肩, 挂着微笑, 大大方方展示着少女身段。 奴家见过小林掌柜, 二女冲林小璐汗手。 正喝酒的林小璐随口嗚了一声, 瞅了眼, 她们随身携带的姚琴和弦桃, 笑问, 二位姑娘会唱长生电门会的会的, 我们姐妹俩很拿手。 怀抱姚琴的姑娘脸色红红地说道, 眼睛对着林小璐偷描个不停。 林小璐在牡丹镇很有名, 而且很神秘, 背景, 来历, 乃至于名字都没人知道, 但她向来出手阔绰, 酿的酒更是远近闻名, 而且生得极其俊秀, 相比于那些大富翩翩, 年纪颇大的嫖客, 这样一位俊秀可人, 只喝素酒的公子哥, 自然更讨人喜欢。 很快, 暖洋洋的雅间内, 两个姑娘一个抚琴一个波弦, 一一压压唱起了曲儿, 林小璐则坐在桌边, 一手扶着脸颊, 一手夹着精致的酒杯惬意听着。 此刻, 妓院里金黄色的烛光, 从镂空木制窗户的缝隙中穿出, 在她清秀的少年脸上, 留下一条显眼的金色带子, 而那带子, 刚好落在她沧桑迷离的眼睛上, 仿佛一道专门照耀双眼的金色横杠, 让她的眼睛似乎都开始泛起金光。 这一幕很漂亮, 也为少年的英俊添加了不少神秘感, 捉对面的林薇被惊艳到了, 嘴里塞着绿豆糕含糊不轻道, 小林掌柜, 你真是我见过最神秘最有逼格的人, 长得还好看, 我觉得你开酒馆真是太去才了, 你应该来这里卖身, 指定能当头牌。 林小璐。 面前, 少年瞪了少女一眼, 随后闭上了眼睛, 懒得搭理面前的傻妞继续扶着额头, 品鉴着那如浓软语的江南唱腔。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林小璐就这么惬意地喝酒听曲, 而林薇则大吃特吃这儿的糕点, 小嘴巴巴地就没停过, 或许她自己都没发现, 自己打开了一项新的技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妓院里的客人开始渐渐变多了, 姑娘的娇笑声和客人们的调戏声也越来越多, 楼下大厅更是有几位姑娘唱起了其他戏曲, 林小璐来者不惧, 一并听之, 这个时候的她心情很好, 很舒适, 可正当她听得入神, 楼下却忽然传来一道不和谐的炸毛声, 直接打破了她的好心情。 索而那小婊子呢, 让她来陪本公子。 本公子就喜欢这种骨头硬不吭气的, 金哥非得弄到她吭气为止。 正听曲的林小璐微微一皱眉, 云镂空光影中睁开了双眼。 楼下, 管事妈妈产妹陪笑的声音响起, 我的爷呀, 银哥身子不舒服, 还没来, 我给您换个姑娘, 您看你算个什么东西。 身子不舒服, 她昨天倒是叫呀。 她不叫本公子, 怎么知道她身子不舒服? 你们说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一片哄笑声响起。 听着窗外传来的刺耳笑声, 林小璐不禁起了眉。 正在嗑瓜子的林薇, 见她这副模样, 立刻明白她的心思, 满脸激动到, 小林掌柜, 需要本姑娘见义勇为吗? 本姑娘最喜欢欺负坏人了。 林小璐摇了摇头, 楼下叫嚣之人, 跟你一样, 都是住激进。 你欺负不了林薇一听这话直接呆住了, 这地儿还有其他修仙者, 她还在住激进, 神势未开。 对方如果不主动调动灵力, 她是发现不了的, 同样对方也发现不了她。 而林小璐则不同, 现在的她, 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周遭事物的气流波动, 灵气在她的感知里, 和五行万物之气, 本命真气都是一样, 并无不同。 即便下面的修仕不调动体内灵气, 她也可以感受到她那独特气息的存在, 这是她突破境界后的右翼能力, 一种存在于视感, 听感, 触感, 胃感, 嗅感之外的第六种感知, 她称之为气感。 估计也是为了蜈蚣经来的, 江南一带, 除了你们北摇, 还有其他宗门吗? 林小璐问。 自然是有的。 林薇点着脑瓜说道, 我们北摇宗, 是整个九州最厉害的宗门, 但是其他宗门也是有不少的, 修仙家族更是数不胜数。 据我所知, 江南地带就有三个修仙家族, 边界处还有一个名叫月银谷的宗门, 那里是一个山谷, 因为山谷形状长得像脚跃而得名, 被称为月亮的影子。 说完, 她身子前倾, 看着小脑瓜兴奋道, 小林长贵您放心, 我是北摇宗的人, 底下叫嚣的家伙, 如果是月银谷的, 根本不敢跟我嘚瑟, 毕竟月银谷比北摇宗差远了, 我可以胡夹虎威。 看着面前洋洋得意的少女, 林小璐美好气地笑了笑, 不过她并未着急起身, 也没有真让林薇替自己出手教训, 而是继续不急不慢地饮酒听曲。 林薇见林小璐不动, 有些不理解, 不过林小璐不动她, 也就不再说话, 只继续自己吃自己的。 窗外, 叫骂的声音越来越响, 话语粗鄙, 也越来越不堪入耳, 似乎是知道叫骂之人背景不凡, 妓院内的客人们没有一人敢出声阻止, 只依稀可以听到管事妈妈一个劲的道歉声。 而很快, 管事妈妈也扛不住了, 终于松了口, 无奈地对身旁姐妹道了声, 去喊英哥出来吧。 此刻的楼上, 林薇正一脸坏笑地看着林小璐, 见兮兮地问, 小林掌柜, 你是不是想等英哥姐姐出来, 然后再出手相救呀? 我在小说里看过, 这叫做英雄救美, 一想不到小林掌柜你, 还蛮骚气的吗? 见自己被取笑, 林小璐美好气白了一眼这小屁孩, 嘀咕了一声, 没大没小, 随后才对林薇开口。 我之所以不着急出手, 主要是, 不想因为一点小事, 就坏了心情。 下面的人, 若只是暂时打搅我听取的兴致, 倒也没必要吃我的手段, 如果继续不识好歹, 我才会出手成见。 说完, 他很惬意地拿起一枚梨子, 咬了一口, 继续道, 人不能做恶事, 但即便是善事, 做之前也要三思二后行, 英哥是我在这里的友人不假, 但除非他主动要求, 且他自己确实解决不了, 否则我不会随意出手帮忙, 生米恩, 斗米仇, 勤债难还, 心魔一生, 善良从来都不廉价。 一番话, 听得十六岁的林薇有些猛, 不过这姑娘挺聪明, 想了一番后, 倒是大致搞懂了, 好奇地看着, 林小璐问道, 小林掌柜,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主动帮助英哥姐姐, 就容易让英哥姐姐误会, 认为你对她意思, 但是你对英哥姐姐, 其实是没意思的, 只是把她当朋友, 所以她一旦误会, 就会很麻烦, 到时候, 你给了她希望又要拒绝她, 她就会很痛苦, 你也会变得很愧疚, 最后俩人都得不到好处, 你做的善事, 也就可能被扭曲成情债, 好好一桩美事, 最后说不定会让你和她的友谊消失, 转变为仇人精致的酒桌, 璀璨的灯光, 温婉的曲声中, 林小璐看着面前的少女点了点头, 目中闪出一丝欣赏, 想不到你这丫头虽然不着调, 但还算有几分头脑, 嘿嘿, 还行吧, 主要随我娘, 少女磕着瓜子翘着二郎腿, 一脸臭屁, 二人继续听着曲, 而没过多久, 楼下就再次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接着, 林小璐就听见了英哥刻意压低哭腔, 含笑道歉的话语声, 她在厢房内默默地听着, 磕着瓜子, 包着花生, 而不久之后, 她听见了一些让他觉得不满意的声音, 便终于起身, 拿上外衣和靠在桌边的油纸伞, 这些人凡自己够久了, 自己现在出手, 就有足够的理由不为英哥, 只为自己了, 小林掌柜你终于要出手了吗? 正刻瓜子的林薇, 见到这一幕顿时激动不已, 拍了拍手上的灰线, 一双大大的眼睛里也装满了小星星, 我要去观战, 可以吗? 小林掌柜观战, 林小璐笑了笑, 那你一会儿可得看仔细点, 我怕你一眨眼, 就结束了。 说完, 她看向厢房内抚情诞弦的两位清官人, 笑道, 二位姑娘受累, 先歇一会儿吧, 等在下回来再唱。 房间内, 两个清官人身子围攻, 乖巧汉手, 任凭小林掌柜吩咐, 什么你不舒服? 你哪不舒服? 本公子, 来给你检查检查。 张灯结彩的纪院大厅中, 应该浑身颤抖, 漠不作声地站着, 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一旁的管事妈妈和妓院其他人也是丝毫不敢搭话, 只由着面前的青年人贺骂。 青年人年近三十左右, 这一身道袍, 身后还跟着一群人, 在他说话的时候, 他身后的人就叫嚣道, 陆公子可是从月银鼓来的上仙, 就连我们张家都要对他恭恭敬敬, 臭婊子, 别说你身体不舒服。 你今天就是亲爹死了, 也得先笑着脸, 把我们陆公子侍奉舒坦。 此时, 林小璐刚带着林薇从楼梯上下来,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他的眉毛皱得更重了。 英哥的父亲, 在他小时候, 就因为闹伤寒, 没钱治疗病逝, 只剩他和他娘相依为命, 这一点, 他是知道的。 他看了眼这位陆公子身后的人, 发现青一色都是宁气一二层左右的修仙者, 估计这个所谓的张家, 应该就是一个修仙家族了。 熙熙攘攘的大厅中, 林小璐提着竖好的油纸伞, 走入人群, 这会儿还没人注意到他, 故他一直来到了妓女当中, 看到了眼圈红肿, 低着头, 不敢吱声的英哥。 看了看还没发现自己的英哥, 然后又看向正直高气昂, 屋檐会语, 不断地陆公子。 林小璐觉得, 这种人, 自己真是看一眼都浪费精力。 他叹了口气, 随后走向此人, 并抬手点了点他的肩膀。 正准备将英哥强行拉进房间凌辱的男人, 一脸猛逼, 扭过头不明所以地看着林小璐。 是这人谁啊, 怎么能这么帅? 正这样想着的, 他还没开口, 林小璐抬起了手, 啪。 众目睽睽之下, 林小璐给了男人一记响亮的斗。 所有人, 林薇, 哇, 原来小林掌柜斯文的气质下, 居然这么狂野。 场中, 陆姓公子直接就被这降低不知多少力道的斗, 当场抽晕, 身子一软就往下倒, 而林小璐也没让他倒地, 而是一手拎住了他的腰带, 将他整个人如同大包袱似的拎在手里。 直到此刻, 所有人才震惊地回过神来, 英哥也瞪大琴满泪水的美目, 不敢置信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林小璐。 你噗门什么人? 居然敢反应过来的伞修们又惊又怒, 刚想大声喝止, 林小璐就平静地瞥了他们一眼。 大过年的, 想进棺材, 此话一出, 所有的伞修当场就被吓住。 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只有宁气二层, 而这陆姓公子是月影上仙, 可是助激进。 结果被这少年拍得哼都不哼一声, 就晕死过去,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一时间, 所有伞修都面面相去地看着, 没再随便说话, 只正正地盯着林小璐。 而在场的妓女们也纷纷下得花容失色, 英哥的目中也充满了担心。 机缘大厅, 各色光彩地照耀下, 林小璐一手提着死狗一样的陆姓公子, 一手提着油纸伞, 扭过半张脸, 对英哥微笑道, 所以,你去给我烫壶酒吧, 送到我的厢房, 我一会儿回来喝。 听到这话, 英哥立刻明白林小璐是在和自己撇干净关系, 故擦了下眼泪后连连点头。 见他如此, 林小璐满意地笑了笑, 随后, 他就对呆萌呆萌的林薇招呼道, 丫头, 带我去那个什么月影谷问问, 他们是怎么叫弟子的? 说完, 林小璐就拎着昏迷不醒的男人走向妓院大门, 伞修们见状无一人赶拦, 指得纷纷让开道路, 脸色殷勤不定地望着他。 就这样, 林小璐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闲庭细促地来到妓院之外, 走到堆满积雪的白色街道中, 身后的林薇也激动地跟了出来, 小脸红扑扑地满是激动, 小林掌柜, 您是要去装逼了吗? 太期待了。 闻言, 林小璐微微一笑, 小庄即可。 说完, 他争气一盏, 妓院的大门瞬间全部关拢, 遮挡住里面人的目光, 随后他就右手展开油纸伞, 一手撑伞遮雪, 一手拎着昏迷的陆姓男子, 整个人乘风而起, 迎着漫天风雪斜上云霄。 小林道长, 你到底什么修为啊? 为什么你飞的时候, 我都感受不到灵力雪花飘舞的高空? 少女一边跟着少年飞行, 一边好奇询问。 而一手撑伞一手拎人, 潇洒至极的林小璐, 则是不紧不慢地笑了笑。 这世间会飞的, 可不只有修仙者, 还有风。 风林薇, 只是轻问, 月银谷还有多远哦哦快了, 再过三百多里地就该到了。 鹅毛大雪的冬季天空, 少年一身灰色长袍, 随着雪花飘然舞动, 一手撑伞一手提人, 眼神仿佛是要去江南水乡品茶垂掉的老者一般淡然, 就这样过了不久, 他看到远处的空旷中出现一座巨大的雪白峡谷, 知道那便是月银谷, 便直接朝那里飞去。 老实讲, 这种直接去人家宗门心事问罪的事情, 对于林薇这没啥江湖经验的小丫头来说, 还是很紧张很刺激的, 尤其现在已经来到地方, 故她先前的激动渐渐退去, 转而变得有些紧张起来小林掌柜, 月银谷的谷主, 好像也是有原因修为的。 你应该也是原因尽吧, 不然我们可能会被打。 这和境界没有关系。 林小路面无表情地说道, 修行之人, 气如百姓, 肆意妄为, 且扰了我一个取客喝酒听取的雅性, 所以我们是来讲道理的。 说完, 他的速度就再次加快, 整个人化作一道耀眼的白红, 轰开天地间洒落下的雪花, 直奔谷中而去。 不久, 下了近十个时辰的大雪渐渐停了, 入幕一片白雪矮矮的月银谷中, 有一冰天雪地般美丽的古朴大殿, 大殿门口, 正有一道古先锋的老者, 这藏蓝道袍, 持浮沉, 坐在太师椅上, 为面前数百位盘腿而坐的弟子传经解惑。 老者俯着胡须, 一脸正气, 滔滔不绝地讲课, 下方的弟子们, 则毕恭毕敬地坐在鸡满雪花的道场中, 听着老者讲话。 而正当老者讲道之处, 弟子们也听得入迷之时, 一道少年声音忽然自四面八方响起。 小子, 你家大人是哪一位声音落下? 在场所有修士还未反应过来, 就听见一声吃痛的惨叫。 啊, 你他妈是谁? 我是月银古鹿巡风, 你敢伤我? 白色雪花铺满的道场上, 数百位听受经文的修士同时抬头, 待看到天上的景象后, 这些修士顿时吓了一跳, 当场惊叫出声, 寻风师兄。 挨者何人? 快放了寻风师兄! 掌门! 此人伤了寻风师兄, 场中, 无数男男女女惊怒不已, 一个个从蒲团上起身, 目光死死瞪着天空中持卧油纸伞, 手提鹿寻风的少年。 而大殿门口, 被白雪覆盖的屋檐之下, 老者也冷着脸, 从椅子上起身, 臂弯置着浮沉, 抬起头, 看向了天空中的林小璐。 十散凌空的林小璐也平静看着她, 眼神古井无波, 和看芙蓉芳那些妓女时的眼神没有区别。 此刻, 在无数月影弟子的叫骂声中, 老者先是看了看林小璐手中 如同死狗一般的小徒弟, 然后又看了看小徒弟脸上的巴掌印, 顿时皱起了稀松的白色眉毛, 声音森然道, 这位道友, 为何伤我月影谷弟子高空之上? 林小璐一手撑伞, 一手提着挣扎不已的陆寻风, 目光居高临下看着老者, 不急不缓道, 本座在青楼饮酒听取, 叫这小子大声喧哗扰了雅兴, 后得知, 此子欺压凡人, 辱了为青楼女子已故之父, 还对其殴打, 便赏了他一巴掌。 说完, 林小璐看着下方老者问道, 你就是月影谷谷主屋檐下的老者, 强压眼神中的不善, 声音冰冷道, 正是老夫, 道友友和指教指教谈不上, 本座此番, 是来跟你这老小子讨要个说法。 说完, 林小璐居高临下地开口道, 你这里有百位弟子, 刚才都对本座出言不逊, 你让他们给本座道个歉, 这事也就罢了。 另外, 这姓路的小子, 到现在还在辱骂本座, 本座稍后, 也会再赏他一巴掌。 至于他, 一个修仙者, 竟敢欺辱青楼女子之事。 老小子, 你是此子的长辈, 对吧? 那正好, 你教徒无方, 不长眼睛, 交出了这么个玩意儿, 本座要你带着此子, 去那青楼登门道歉。 此话一出, 全场所有人都猛了, 就连林小璐身后的林薇都猛逼了, 小嘴大大的张着。 好家伙, 小林掌柜, 这也太猛了吧? 全要一个原因尽大能, 去给英哥姐姐一个妓女赔礼道歉。 这, 是不是太过分了些, 果不其然, 下方月银鼓的鼓主听完之后, 当场暴怒, 一时间气得整个人都在哆嗦。 这个矛头小子, 居然让自己堂堂元英, 去给一个凡间妓女道歉。 这简直气人太甚。 怒火攻心的他还未开口, 道场中的弟子就已经深感受辱, 纷纷破口大骂。 其中一位月银鼓长老更是直接飞出, 对着林小璐就直接释放灵法。 白雪挨挨地山谷上空, 这位长老急速飞升, 抬手就是一道灵法, 同时对着林小璐大声怒斥, 黄口小儿。 你大言不惭。 刹那间, 长老的手掌中绽放出霞光, 一道冲天灵光耀眼无比。 而面对着霞光, 撑散悬停于空的林小璐, 却依旧是一副漠然的模样, 甚至连看都未看这名长老一眼。 恍惚之间, 飞到一半的老者直接化为冰雕, 连同手中的霞光都被冰封, 整个人冻成一块岩冰, 随后直直地坠落。 场中, 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这突然的一幕, 看着被冰封的长老坠落地面, 伴随着一声脆响, 冰雕暴碎, 长老身躯僵硬地瘫着, 生死不知。 所有人都猛了, 连同月银谷的谷主都惊愕不已地看着林小璐。 他没有感知到灵力。 他一个原因, 甚至都没看出这少年是如何出手的。 场中, 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神秘诡异的少年, 原本叫骂声不断地道场, 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林小璐身后, 林薇也是嘴巴张得溜圆, 大眼珠子一眨不眨地看着。 他突然发现自己对小林掌柜的判断似乎不太准确。 这位神秘兮兮, 老气横丘的小前辈, 不会是天人静大佬吧? 他哆嗦了一下, 一想到这种可能, 整个人都有些头皮发麻。 自己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天人静大佬。 自己要是把小林掌柜忽悠进宗门, 那自己是不是就要发达了? 疑不对啊, 自己的掌门才只有原因, 倘若小林掌柜真是天人静, 那自己还带他去宗门干嘛, 自己可以直接拜他为师啊。 内心细十足, 脑瓜里竟想美食的林威美的直冒鼻涕泡, 甚至开始抑制不住地傻乐起来, 全无淑女形象。 此刻, 冰天雪地的道场上空, 林小璐看着下方如临大敌的众修士, 继续慢悠悠地问道, 老小子, 本作要的说法, 你准备给了妈道场中所有修士都不敢再吱声, 全都默默低下了头颅。 而满头白发的月银谷谷主则死死捏住了拳头。 他看了看僵住不动的长老, 又看了看天空中眼神淡漠的少年, 梁九, 沉声道, 道友神通, 在下佩服, 这次我月银谷的弟子, 缴了道友雅信, 实属不该, 老夫愿赔偿道友, 还望道友海涵, 给老夫一个面子。 闻言, 林小璐笑了笑, 随后提起已经吓得六神无主的陆寻峰, 望了他一眼, 只一眼, 陆寻峰就吓得鼻涕眼泪都流了出来。 钱, 前辈, 万分抱歉, 万分抱歉。 见他道歉, 林小璐便随意地松开手, 陆寻峰立刻框, 被一声栽下道场, 摔出一片雪花。 随后, 林小璐又看下场中其他人, 道场中的其他修士纷纷惊恐, 连忙整齐道歉。 至此, 林小璐总算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最后看向老者, 漫不经心道, 小辈做错了事, 你这个做大人的也有责任, 向本座赔礼就不用了, 本座, 要你带着尺子去牡丹镇扶龙方, 找英哥姑娘登门道歉。 此话一出, 场中的老者立刻白眉一皱, 强压怒一道, 道友未免太过强人所难, 老夫也不是不讲理之人, 但道友仗着神通厉害, 就让老夫携弟子去跟一凡间妓女道歉, 这未免太过欺人, 就没有这样的理。 一番话语铿锵有力, 不卑不亢地说出, 可话音刚落, 林小璐就一个顺身来到老者面前, 将他整个人都吓得退后了两步, 盖着白雪的屋檐下, 笑容亲切, 气质温润的少年收了纸伞, 一边拍打着伞上的积雪, 一边笑问, 小孩子做错了事, 你这个做大人的, 带着孩子去给别人道歉, 同时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这样, 不对吗轻飘飘地问语说出, 老者眉头越发紧皱, 他见场中没有弟子敢帮自己说话, 只好强忍憋屈反驳, 那只是一个妓女, 即便放在凡间也是下酒流的职业, 道有这就是在强人所难, 要老夫给一个妓女道歉, 他受得起吗? 说到最后, 这位原婴老者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 其实也无怪乎他不紧张, 从林小璐一个眼神冻结月银谷长老开始, 他就能依稀猜测到, 眼前这年轻的不像话的少年, 是天人尽大能, 但即便是天人尽大能, 也不能逼自己给一个妓女道歉, 这要是传出去, 以后月银谷在修仙界, 还有何地位可言? 此刻, 他看着面前来历神秘的少年, 委屈求全道, 道有, 今日之事, 还望给老夫一个面子, 老夫这里有求和的话未说完, 吃着直散的林小璐, 却已经不想再跟他废话, 直接开口道, 本作的曲儿还未听完, 酒也没有吃完, 没有太多功夫跟你耽搁, 老者, 屋檐下, 长廊中, 两道红色石柱中间, 林小璐转身向盐外走去, 一边走一边, 背对老者述道, 你有三条选择, 一, 明晚卯食之前, 邪纳小辈去芙蓉芳登门道歉, 二, 你不去, 然后被本作废掉原因, 重新开始学做人, 三, 你召集一切人马, 调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 来对付本作, 然后承受本作的手段, 林小璐走到道场之中, 在一众修士的围观下, 悠哉悠哉地打开油纸伞, 道, 是道歉, 是不去, 还是想办法对付本作, 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够多了吧说完, 林小璐便撑开直散, 整个人乘风而起, 带着林薇潇洒离去, 丝毫不拖泥带水, 看着天空中那远去的背影, 老者的心头, 升起一股浓浓的无力感, 眼神中更是挣扎不断, 脸上还带着巴掌印的陆寻风, 也以惊恐不安地起身, 他看了眼离开的林小璐和林薇, 然后连滚带爬地来到老者身前, 趴跪在地, 惶恐地道了声, 掌门, 嘴边的话语还未说出, 已经气炸的老者便狠狠瞪了他一眼, 然后一脚踹在他脸上, 孽徒, 你招惹的好事, 当林小璐回到妓院的时候, 距离他出门讨要说法, 才过去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进妓院, 坠坠不安地管事妈妈就赶过来嘘寒问暖, 捂着心口, 不停询问怎么样了, 林小璐随意地含寻两句, 便带林薇上楼, 他曲儿还没听够呢, 仿佛逛街回来, 一般惬意的林小璐回到厢房, 见英哥给自己烫的酒还没凉, 时摇晴贤逃的两位清官人也都在, 林小璐心情大好, 招呼二女继续唱曲儿, 然后有滋有味地喝起了酒, 林薇则在他桌对面坐着, 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有什么事就说好了, 你这丫头藏不了心事, 林小璐笑眯眯地嚼着花生, 嘿嘿, 林薇露出一副本姑娘很单纯, 很可爱的笑容, 望着林小璐道, 小林掌柜, 您还收徒弟吗, 我想大义灭亲离开北瑶宗, 然后跟你混, 听到这个要求, 林小璐笑了笑, 打去道, 哦, 你可有一技之长, 呃, 林薇沉思了一下, 随后试探着道, 我可以帮你烤地瓜, 算不算特长正喝酒的林小璐被呛到了, 美好气白了这丫头一眼, 道, 过完年之前,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酒馆掌柜, 也教不了你什么, 我的手段和你并不相同, 此话一出, 林薇顿时大失所望, 小嘴巴一扁, 摆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 他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会哭得完有奶吃, 所以他下定决心, 要给小林掌柜哭一次, 而正当他准备装装可怜时, 林小璐却再次笑道, 小丫头, 我其实和你们北瑶宗, 应该有些渊源, 只是时间太长即不太轻了, 林薇, 面前, 老神在在自饮自酌, 仿佛轻视公子般的忧郁少年, 带着不符合相貌的老成, 笑道, 过完年以后, 我准备去你的宗门看看, 到时候, 你可以给我引荐一下, 算我欠你个人情, 真大, 林薇当场激动起来, 满脸兴奋地看着林小璐, 一边给他倒酒一边倒, 你要给个人情给我林小璐笑着点了点头,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神情慵懒地道, 我在牡丹镇待了一年, 也够久了, 过完年便准备离开, 先去北瑶逛逛, 哈哈, 小林掌柜您放心, 我在北瑶地位可高了, 我娘是长老, 宗主也特别喜欢我, 到时候我给你安排, 给你介绍好看的女弟子都可以啊, 闻言, 林小璐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懒得再搭理他, 闭上眼睛继续听曲儿, 房间内, 婉转的唱腔声如梦似幻, 洋洋洒洒地流淌进少年耳中, 他显得很舒适, 眯着眼睛品酒听曲, 而这样过了没多久, 外面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不久, 一身长裙的鹰哥跑了进来, 小林掌柜您没事吧座椅上, 林小璐慵懒得睁开眼, 瞧了眼惊魂未定的鹰哥, 笑着摇了摇头, 见林小璐没事, 鹰哥顿时松了口气, 他看了眼正在往嘴里丢冬枣的林薇, 随后冲林小璐感激道, 今天真是多谢小林掌柜结尾, 不碍事, 是那小孩缴了我听曲的兴致, 林小璐依旧是惬意的模样, 懒洋洋地对面前的鹰哥笑道, 明天大人的长辈估计会来一趟, 给你登门道歉, 你就正常面对, 就成, 要些好处, 以后也就不用在这风月场所讨生活了, 闻言, 鹰哥眼眶一红, 随后直接对着林小璐下跪, 此景一出, 林小璐下意识就要用真气将鹰哥顶起, 但是他迟疑了一下, 没用真气, 而是用双手扶住了鹰哥的胳膊, 温暖的相防中, 林薇猛逼地看着面前俩人, 看着林小璐对鹰哥轻笑, 不用客气, 过年这段期间, 酒馆的生意只怕不会太好, 到时候还指望你照顾我生意, 女子泛红的眼眶一愣, 随后晶莹的泪水夺矿而出, 对着面前的少年重重点头, 深夜时分, 寂静的小镇街道上, 玩了一天的林小璐背着双手, 滴溜着油纸伞, 悠哉悠哉地走在街道中, 这会儿雪已经停了一段时间, 家家户户都将门前的鸡雪扫到路边, 露出了半截关道, 林小璐便不紧不慢地走在这关道之中, 嘴巴里哼着小曲儿, 整个人显得快活至极, 而美中不足的是, 林薇正跟在他身后, 叙叙叨叨个不停, 小林掌柜, 我可以在这里一直玩到过年都没关系, 你们酒馆收不收鸭话, 我可以给你打砸, 实不相瞒, 我从小就有一个打砸的梦想, 夜香我都捣过, 小时候我娘为了锻炼我, 让我负责捣我们一脉, 所有那门弟子的夜香, 那时候好多师兄弟, 都特别欢迎我给他们道, 说夜香捅经过我的手以后, 小林掌柜你别跑呀, 夜幕下, 不胜其烦的林小璐捂住耳朵, 就往酒馆方向跑, 已经彻底放开天性的林薇, 则在后面踢着裙子边喊边追, 一大一小的俩人, 便在这寂静的小镇夜晚, 落下两道长长的身影, 第二日, 北瑶宗, 霞光一脉师傅, 师妹传书信回来了, 古色古香的洞府内, 一位正在打坐的中年美妇, 睁开双眼, 看了眼自己的女徒弟, 随后温柔一笑, 看来薇薇这趟任务, 是吃到苦头了, 她怎么说见妇人发问, 年纪大概在二十出头的女修, 脸色古怪, 道, 林薇师妹说, 她带着天帝玄黄四位师弟, 追寻蜈公金去了赤云郡牡丹镇, 然后, 说到这里, 女修顿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更古怪了, 美副见状疑惑了一下, 看向自己的这位弟子, 然后, 怎么了, 莫不是薇薇对付不了那头蜈公不是, 女修一脸古怪, 神情略显尴尬的道, 然后师妹说, 她在牡丹镇结识了一位影视大能, 蜈公金已经被那位大佬除掉, 她想要拜入那位大能门下, 昨日还跟着那位大能去帮一位青楼女子平视, 去了一趟月银谷, 狠狠欺负了月银谷谷主一顿, 开心得不得了, 全部说完, 原本挂着笑容的中年美妇, 直接就梦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自己闺女到底干嘛去了, 洞府内, 女修见美妇脸色茫然, 不安年就回来, 还说会带那位大能来咱们北遥宗做客, 此话一出, 中年美妇顿时更加凌乱, 这傻丫头, 第一次下山执行任务, 不会是被人骗了吧? 她心里清楚, 自己这闺女, 平日里就喜欢说大话, 喜欢研究所谓的人情世故, 然后自以为自己可爱讨人喜欢, 还有眼力见, 到哪儿都能吃得开, 但自己这座娘的能不知道吗? 自己这闺女, 只是自以为自己机灵, 但本质上就是个大蠢蛋, 这次莫不是被人糊弄啊, 美妇越想越心急, 当即起身准备去那牡丹镇看看, 可她刚欲动身, 一道通天彻地的童钟声, 便在整个宗门内响起, 声音之大如雷贯耳, 犹如晴天霹雳, 正着急的中年美妇, 听到这钟声后, 瞬间一惊, 老掌门出关了, 舅舅, 舅舅小林掌柜, 你在做啥? 大早上的没事做, 玩万鸟? 大清早, 酒馆外, 街道中, 一处民宿屋檐下, 身穿灰色软袍的林小璐, 正昂首给一只关在笼中的摆灵头时, 昨夜又下了雪, 现在已经雪停, 街道上不少人家, 正提着扫把清雪, 大大小小的很热闹, 林小璐本来也是来清雪的, 但清着清着, 就来玩酒馆对门布庄老板养的摆灵了, 布庄的皇掌柜年纪大了, 总是忘了给这只摆灵喂食, 我有空闲, 就会帮他照顾下摆灵, 欧果这红色冬衣的林薇, 跟在林小璐身边, 立刻很有眼力见得到, 小林掌柜您是要清雪吗? 帮你清啊。 林小璐笑了笑, 一边将手中的穀物喂给百灵鸟, 一边清道, 那就有劳姑娘了, 不要用法力, 一会儿清完雪, 我带你去吃碗汤面。 嘿嘿, 好呀。 酒馆门前, 林薇抱着比他人还高的竹扫帚, 风风火火地就开始扫雪, 他悟性不错, 跟着周围其他扫雪的百姓有样学样, 将路面上的积雪一一往墙角处堆砌, 一边扫, 林薇一边自来熟地笑道, 小林掌柜, 昨天我回客栈, 跟我的四个师弟说了你的事, 他们虽然实力不如我, 但都人老成精, 江湖经验丰富, 说我是遇到大纪元了, 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小林掌柜, 您以前一定是位很有名气的大佬, 你的权名能不能告诉我啊? 我回头也好, 跟他们吹嘘吹嘘。 听到这句话, 玩鸟的林小璐忍不住笑了笑, 觉得这丫头还挺可爱, 不过他也确实没再打算瞒着这林薇, 只是嘱咐道, 告诉你可以, 不过你还是不要出去吹嘘的好。 啊, 为啥扫到一半的少女停下动作, 歪着小脑瓜疑惑, 是你的名字不好听吗? 眼下逗鸟的林小璐摇了摇头,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我在一个地方闭关了许多年, 年纪大了, 有些过往渐渐记不清楚, 因此我不确定自己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仇家之类的, 怕你这张嘴出去乱说会惹来祸事,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说完, 我全名叫林小璐, 林中小璐的小璐。 扫地动作大开大河, 虎虎生风的小丫头一愣, 随后捂着肚子咯咯直笑, 哈哈哈哈, 小林掌柜你的名字还挺可爱的, 一点都没有大佬的气质。 林小璐。 给摆林薇下最后一枚骨子, 林小璐转过身, 瞅了眼这没心没肺的小妮子, 招呼道, 扫把归位, 吃面去。 哦, 来了来了。 小镇关道上, 林小璐长袖甩在身后, 带着林薇走在热闹的雪井关道之中, 路过了一处又一处民宿房屋, 少年气质温润, 语气也细声细语, 一路和周围百姓打着招呼, 跟谁都能聊上几句, 路过一处乞丐滩的时候, 还提醒乞丐遮掩十点, 夹腿露线了。 不久, 二人绕过一家钱庄, 走过一条算命滩, 来到了一家人山人海, 热火朝天的面馆。 在殿小二的带领下, 林小璐领着少女上了二楼, 神情举止一看, 就是熟客。 这家店在牡丹镇开了很多年了, 贩卖的是江南一带很有名气的红油鲍鱼面。 掌柜曾在玉山镇那家族馆做过学徒, 口味比之正宗, 相差无几。 一边说, 林小璐一边从筷笼里取了双筷子弟弟林薇, 林薇接过筷子后惊了一下, 这筷子怎么这么烫? 握着被林小璐内力进过的筷子, 林薇非常懂事地拍马屁道, 小林掌柜懂得真多, 尤其在吃方面。 林小璐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美酒和美食我都很喜欢, 只因二者一个有资, 一个有味。 哎,小林掌柜, 你说今天下午, 月银谷的谷主会不会来给英哥姐姐道歉呀, 等待面条的功夫? 林薇满脸期待地看着林小璐发问, 他要是不来道歉就好了, 那样你就可以抽他们了。 听到这话, 林小璐无奈地扯了扯嘴角, 他一边擦了擦自己的筷子, 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应道, 其实如无必要, 我不想在牡丹镇的百姓面前险胜。 啊, 这是为何装逼不爽吗? 林薇疑惑。 爽多了, 其实就没意思了, 而且我不喜欢麻烦, 倘若人前险胜, 百姓们就会来拜我, 求我实现他们的各种愿望, 到时候就会很麻烦。 人来人往, 时刻不绝的二楼中, 二人你一言, 我一语, 说话闲聊, 如此过了片刻, 面条送上来了, 林小璐对送餐小二笑着点头, 随后对少女招呼, 吃, 很好吃。 哦, 好。 不大的面馆外, 雪花再次洋洋洒洒地落下, 面馆里也开始响起稀溜稀溜地吃面声。 红油鲍鱼面是江南玉山地区的著名面食, 是以鲜活青鱼改刀炸后烧制, 再以炸鱼的红油制成卤汤, 下入细手面条卤制入味而成。 这道美食的特点便是, 汤汁油润酱红, 面条细软滑爽, 鱼肉酥嫩鲜香, 具有面热, 汤热, 鱼热, 在江南一带非常受欢迎。 面馆内, 鱼薇大口大口, 稀溜着面条, 把鱼小鹿都看无奈了, 一个劲提醒她, 头发别落到碗里。 而一直到她把面汤都喝完, 这丫头才心满意足地啊了一声, 摊在座椅上, 毫无淑女印象地拍起肚皮。 大清早, 大快朵鱼地吃过早饭, 鱼小鹿便也不再停留, 起身带着鱼薇离开面馆, 惬意地向北大街行去, 快过年了, 她想去买些东西, 无所事事的林薇也乐意跟着, 并且一本正经地表示, 小林掌柜是天人精大佬, 自己跟在小林掌柜身边, 可以多沾沾掀钱。 对此, 林小鹿也没说什么, 有个小跟屁虫跟在后面, 虽然烦了点, 但有时候也挺好玩的。 她准备下午, 再去芙蓉芳做作, 到时候看看月银谷的态度, 晚上再回酒馆。 哟, 小林掌柜这么早就来买年货了, 莫掌柜客钱。 我想来看那红纸, 回去好写附对联。 要的要的, 马上过年了, 对联得写。 小林掌柜, 刚从郡城新进的炮帐, 买几个, 回去放放冲冲洗, 哈哈哈哈, 有劳伤老板了。 一路上, 林小鹿买了不少东西, 她打着油纸伞, 遮雪走在前面, 林薇则化身贴身丫鬟, 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在后面跟着, 怀里的东西, 都快超过她的脑门了。 小林掌柜你都没有那戒的吗? 下雪天, 脑瓜上渐渐积雪的小丫头嘀咕道, 东西太多了, 好沉啊, 我想用那戒装。 周围都是百姓, 在凡间, 还是入乡随俗比较好。 林小鹿笑呵呵望了她一眼, 见着姑娘脑袋上满是积雪, 便将自己手中遮雪的油纸伞, 平移到她面前, 为她遮住雪花。 人来人往的集市中, 抱着一大堆东西的林薇, 顿时被这略显暧昧的荧幕弄得一愣, 脸颊也瞬间红了起来, 害羞地想要小声道谢, 林小鹿却先一步笑道, 来, 腾出一只手帮我撑伞, 我拿着泪。 少女, 二人继续逛街, 林小鹿提着一枚扁平状的白瓷酒壶, 在前面潇洒地边走边喝, 林薇则跟个苦命的小庸人一样, 一手抱着年货, 一手给她撑伞, 全程脸颊都气得鼓鼓的, 小嘴更是觉得老高。 走在前面的林小鹿笑了笑, 放心, 这大雪天的火锅配酒, 才是最好的滋味。 说吧, 她便走向了贩卖牛羊肉的小摊。 林薇没吃过火锅, 不过听林小鹿说特别美味, 所以她就显得非常期待。 当天上午, 林小鹿带着她在集市上买了不少东西, 林小鹿也没客气, 免费请林薇吃火锅的前提, 就是她要负责拿东西撑伞, 还不许用纳剑。 而已经化身新一代小吃货的林丫头, 也就只好答应下来。 林小鹿不是好天, 阴萌萌的, 林小鹿关上酒馆大门, 在大堂里点上蜡, 起了一口火炉, 在炉子上烧上水, 准备一会儿用来烫酒。 接着, 她又去后院拿了口做火锅的铜炉, 回到大堂后, 便麻利地开始摆弄食材。 林薇倒也没闲着, 帮她打着下手, 切丝切蒜, 一时间倒也挺卖力。 谈笑间, 林小鹿从酒柜上取了一坛黄酒, 然后放在火炉上的铁锅内, 用里面烧的水来烫酒, 同时又照看着铜炉上 已经放了调料的火锅锅底。 丫头, 切点化煤干和姜丝, 等酒壶烫了, 就和红糖一道放进去。 哦, 好。 林薇听话地照做, 边做边好奇询问, 小林掌柜, 干嘛要这样子喝酒啊, 好喝呗。 大冬天的这样, 喝身子还暖和, 还能养身。 正在悠闲调制蘸料的林小鹿, 一脸感慨, 本掌柜已经不年轻了呀, 适当地也得养身一下。 闻言, 林薇撇了撇嘴, 心到你看着, 也就跟我差不多大。 不久, 火锅的香气起来了, 黄酒也开始烫好, 温热的酒香迅速在大堂里弥漫, 一时间香气四溢, 简直闻一口都醉人。 看着咕嘟咕嘟直冒泡的火锅, 林小鹿吃着筷子招呼, 来闻闻, 香不香林薇好奇过去一瞅, 然后脑瓜指点, 激动道, 香, 小林掌柜你太厉害了, 会酿酒会吃酒, 居然还会做火锅, 我觉得你应该开一个火锅店, 生意一定好。 林小鹿依然自得地笑了笑, 我来江南一年, 入乡随俗, 刚来的时候就是冬天, 所以学了不少这儿的生活方式, 不过这火锅却不是江南特有的, 我也是在别处吃过, 然后学来的。 桌边, 林小鹿将用化煤丝, 将丝, 红糖一起煮过的温酒倒了两碗, 然后端起一碗细细品味, 酒入喉, 缓缓吐出一口酒气, 气中带着阵阵柔香, 一旁的林薇则再次大快朵頤, 一口肉一口酒吃的全无女儿样, 畅快不已。 慢点吃, 林小鹿端着酒碗, 一边看着这丫头小猪掠食地吃样一边道, 吃好了, 你去帮我把对联写了吧。 行啊, 写啥林薇嘴巴鼓鼓地问。 林小鹿一手端酒, 一手摸索着下巴想了想, 随后听道, 过往不知, 众妙无门, 恐作仙之主。 将来未定, 群魔尽扫, 只求武之真。 林薇没咋听懂, 不过他也不是啥读书人, 边加羊肉边继续问, 横批写什么呀, 林小鹿想了想, 随后自在一笑, 狭行当下。 离阙玉山仙院, 行到彩禅月殿, 盼着紫辰人面。 三声怨长, 京西乡逢盛西年, 轻柔婉转地取声在芙蓉芳的暖房里, 咽咽咽咽地响着, 林小鹿舒适地倚靠在 一背和暖绒墙形成的九十度脚上, 悠哉悠哉磕着瓜子。 捉对面, 林薇正笨手笨脚地摆弄着大肘子, 啃得贼开心。 她今天一整天都在跟林小鹿胡吃海塞, 严格来说, 这几天都是, 一路吃遍牡丹镇, 林小鹿估计要不了多久, 这丫头就会被自己养成一个小胖妞。 小林掌柜, 我的字是不是特别丑呀? 林薇一边没有吃相地啃肘子, 一边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写对联的时候, 你整个人都梦了。 丑算不上, 是我对你的期望太高了。 林小鹿笑眯眯地翻着摆在面前的现装册子, 看着上面一幅幅图画, 磕着瓜子道, 我的字也不好看, 本想着你一个女儿家, 自己会捐绣端庄一些, 没曾想会写的这般豪迈洒脱, 放荡不羁, 也算是难得了。 嘿嘿, 没听出话外音的林薇乐出了声, 我小时候不爱学习, 天天在宗门里封完, 所以字有些难看, 不过小林掌柜你别担心, 你的对联还是很不错的呀, 很有内涵。 闻言, 林小鹿无奈一笑, 心想再有内涵, 别人看不出写得啥有屁用。 暖房里, 他转头看向两位唱曲的清官人, 笑道, 二位姑娘唱了许久, 实在受累, 过来喝杯茶歇一会儿吧。 面对林小鹿这般英俊的少年, 两位清官人简单推辞了一下, 便也就从了他。 而林小鹿也是个很客气的人, 先后给两位官人倒了茶水, 随后闲聊夸赞道, 二位姑娘嗓子很好, 乐器方面的造诣也很高, 想必也是童子宫了。 一位清官人红着脸接过茶杯, 小声道谢, 另一位抚琴的姑娘则胆子大一些, 打趣道, 我们俩的童子宫就是为了小林掌柜 这样英俊的小财主而练的。 林小鹿笑了笑, 连道, 不敢当, 不敢当。 桌对面, 林薇正像只小野猫一样, 皱着眉, 撕扯酱肘子的肘子皮, 一边撕扯, 一边看林小鹿和两位妓女谈笑风生, 徐氏撕扯得太用力的缘故, 她搞得自己脸颊两边都是黏乎乎的酱汁, 林小鹿见她这副模样, 无奈道, 丫头你吃相能不能好些, 这小脸真跟小花猫无二了。 哼, 已经摸清林小鹿脾气的林薇, 越发肆无忌惮, 抱着肘子扭过头不搭理她, 自己啃自己的, 一副恃宠而娇的模样。 两位清官人看得好奇, 对林小鹿询问, 小林掌柜, 这位林姑娘不是你丫鬟吧对啊, 哪有丫鬟这样的, 我瞧, 应该是你亲戚吧, 是堂妹还是表妹林小鹿笑了笑, 看小丫头的眼神也跟着恍惚了一下, 自己有个妹妹, 她继续安静地坐着,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两位清官人说话, 而没过多久, 她便忽然嘴角一翘, 芙蓉芳的客人来了。 此刻, 殷格厌武, 环匪艳寿的芙蓉芳一楼大堂, 走进了一位手持浮沉, 身穿道袍的白发老者, 老者身后跟着一位低头沉默的青年, 俩人正是月银谷的谷主和陆寻风。 大堂内, 正在寻欢作乐的嫖客们, 见到这样一位老者进门, 瞬间就梦了, 一个个纷纷停下手上, 嘴上的活迹, 各种杂乱的声音也陡然一静。 这老到怎么来妓院了, 看起来年纪都快赶上自己爷爷了吧, 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来嫖思, 真是宝刀不老。 嫖客们一脸惊奇地打量老者, 出了老者身后, 低垂着脑袋的陆寻风。 此刻, 月银谷主看着场中无数或惊恐, 或震惊, 或疑惑的烦人目光, 一张老脸也是变得白里透红起来, 拳头更是捏得死紧。 丢人啊! 祖师爷的脸都被自己给丢光了! 不过他也没办法, 昨日那寻识问罪的少年离开以后, 他思虑许久, 确实曾想过和他拼一把, 毕竟自己修行这么多年所拥有的法宝, 认识的强者也都不少, 但到最后, 他终究是有些不敢。 毕竟那少年冰冻自己宗门长老的手段, 神鬼莫测。 而且从头至尾, 那少年都自信地恐怖。 活了这么多年, 月银谷谷主自认月人无数, 是强装镇定的自信, 还是真自信, 他是能够分得清的。 那少年的手段如何神秘, 暂且不谈, 就谈那自信中所含带的漠然, 那仿佛闲来折柳一般地轻松, 他就能感觉到, 那少年是真的可以顷刻间颠覆整个月银谷。 面对这种压迫感, 老者不敢赌, 不敢拉着整个宗门一起赌, 毕竟关系太大, 自己修行这么多年, 早就过了投铁薄命的年纪, 眼下万事求安稳才是真理, 没必要为了一时冲动而冒险。 纪月内, 想到这里的老者, 无奈叹了口气。 人的地位, 修为, 年纪越高, 所顾忌的, 往往也就越多。 请问, 哪位是管事妈妈大厅口, 老者仿佛一个普普通通的遭老头子一般, 全无半点仙人气息, 对着在场众人询问道, 在下教徒无方, 昨日给一位名叫英哥的姑娘添了麻烦, 今日, 是特意来道歉的。 诚恳的话语说完, 月银谷谷主偷偷瞄了一眼, 上方正趴在扶手栏杆处, 一边啃肘子, 一边居高临下看戏的小姑娘。 他知道, 昨日那个神秘少年, 此刻应该就在二楼某个地方, 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小领导长, 月银谷的谷主真的给英哥姐姐道歉了爱, 还当众教训了他徒弟一番, 我去, 还陪了英哥姐姐好几张银票, 这下英哥姐姐真的可以离开芙蓉芳了。 卵房内, 林小璐听着外面凌微激动的声音, 笑了笑, 继续不紧不慢翻看着手中的册子。 他并没有怎么意外, 毕竟这对于他来说, 只是随手做了一件小事而已。 他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该如何将自己悟到成功以后, 所理解的东西整齐规划。 记起以前的东西, 规划排序自己脑海中杂乱无章的东西, 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 他感觉自己以前的一个愿望达成了, 就在他脑子里, 但是他不懂得整理, 倒不出来。 回头要不试试, 给写下来, 看着镂空木窗, 手中夹着花生, 林小璐似乎看到了望川中自己突破的那一刻, 那些神奇诡异的画面让他一时有些呆滞。 登登登, 轻盈的脚步声突然响起, 满脸兴奋的林薇跑了进来。 哇哦, 实在是太过瘾了。 原因大能给凡人道歉, 简直前无古人啊。 小林掌柜你应该出去看看的, 可精彩了。 我以后要是有你, 这要牛逼就好了, 哎小林掌柜。 你这要牛逼你, 自己能知道吗? 正发呆的林小璐愣了一下, 下意识谦虚道, 知道一点。 嘻嘻, 小林掌柜真是太谦虚了, 你是没看到, 月银谷主那老头一边脸色发黑, 一边道歉的模样, 走之前还心有余悸地抬头看我, 然后我狐假虎威地冲她点了下头她才敢走。 啊, 真是太爽了, 原因尽大能啊, 我平时见到了大气都不敢喘的。 卵房内, 青春阳光的少女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林小璐则安静地听着, 心中不知为何突然起了一丝羡慕。 自己以前, 应该跟着充满活力的丫头一样, 也是一个很开朗很有趣的人把小林掌柜说的, 正开心的林薇, 见林小璐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 在她面前挥了挥手。 小林掌柜你怎么拉? 林小璐回过了神, 恢复原样, 冲林薇笑了笑, 然后喝进青瓷酒杯中的酒水。 没什么, 天色不早了, 酒馆晚上还要招待客人, 回去吧。 嗯嗯, 好的小林掌柜。 牡丹镇的生活跟大多数凡间的生活没什么两样, 平平淡淡, 安安静静, 时间也过得不快不慢, 对于林小璐来说更是如此, 偶尔酒后一微醺便过去了不知多少天。 对于她来说不菲的赔偿, 离开了芙蓉芳, 安心地照顾重病卧床的娘。 对于英哥他娘, 林小璐没有出手救治的打算, 因为英哥的娘与其说是病倒了, 不如说是因为年轻时候拉扯英哥长大, 继劳成疾所患下的病根, 再加上年纪也确实大了, 到了时候, 因此即便治好了病也活不了多久。 林小璐觉得, 英哥可以在老人家最后的日子里陪在他身边, 哄老人家开心, 本身就是一种清醒的孝顺。 对于生死, 她认知得很透彻。 今天是大年三十, 酒馆没啥生意, 客人们大都在家和家人团聚吃饺子, 不过好在林小璐新认识了小丫头, 此刻这丫头正在自己的指导下包饺子。 一会儿把我包的那份饺子, 给英哥和他娘送去, 咱俩吃你包的那份就成。 啊, 不要了吧, 小林掌柜, 我包的饺子好丑的。 城隍的烛光下, 手上脸上满是面粉的林薇, 欲哭无泪地看着林小璐包的水饺, 然后又看了看自己包的那些歪瓜裂枣, 最后央求地看向摇椅上躺着的林小璐。 我就吃一碗你包的饺子, 成不不多吃。 她可怜巴巴地央求道, 正在翻看册子的林小璐笑骂, 你瞧瞧, 这两天你都胖成什么样了还吃, 明天你带我去北腰宗。 到时候, 你那位结单娘亲见你胖成这样, 还不骂死我。 瞎说, 我一点都不胖好吗少女气氛道, 人家这叫婴儿肥好不好。 啊, 对对对, 十六岁的婴儿肥。 林威? 空荡荡的酒馆大堂里, 火炉噼里啪啦地烧着, 散发出阵阵暖意。 林小璐惬意地躺在摇椅上, 边喝酒边翻看侧子。 少女则一边努力包着饺子, 一边继续问道, 小林掌柜, 明天咱俩离开牡丹镇。 你要不要和英哥姐姐告别啊? 还有你这酒馆该怎么办啊? 你是不要了吗? 刚刚抿了口酒的林小璐笑了笑, 从怀里掏出一封包裹岩石的信封, 甩到林威包饺子的案板上。 把这封信也一并给英哥吧。 林威用沾着面粉的两根手指捏起信封, 将其拎起来后好奇瞅了瞅。 这是啥情书林小璐? 那是告别信。 姚蚀上的林小璐无奈纠正, 还有酒馆的地契, 官府发的贸易凭证, 包括酿酒的技术我都写在里面了。 阿你要把你的林中居送给英哥姐姐林威满脸震惊。 而震惊过后, 她立刻一脸搞怪的坏笑, 这么多东西, 你都给她了。 小林掌柜你还说, 不是对人家有意思。 林小璐翻了个白眼, 对着整天幻想恋爱的大沙子说道, 要走了, 店铺留着也没用, 牡丹镇的里长和郡城的县令都还不错, 是好官。 下午的时候, 我已经找里长聊过, 今后英哥在这经营酒馆, 会多收取百分之十的税, 用来在牡丹镇做善事, 修善和堤, 加固学堂什么的。 哦, 林薇文言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有些疑惑, 小林掌柜你, 为何自己不给英哥姐姐, 你都要走了, 都不去见人家一下地骂文言。 林小璐笑了笑, 饮了口酒, 道, 在牡丹镇一年, 日子虽然平淡, 但回忆还算美好, 既然要走, 何必要见, 倘若要见, 不如不走。 酒馆内, 林薇猛猛地应了一声, 随后一边继续赶饺子皮, 一边惆怅感慨, 哎, 正羡慕你们这些肚子里有墨水的人, 装逼都装得这么清醒脱俗, 早知道小时候, 我就应该多听娘亲的话, 好好读书的。 噗哧, 听到这丫头的感慨, 林小璐忍不住笑出了声。 大年三十的夜晚, 林小璐和新香市不久的林薇, 一起吃了顿不怎么样的水饺, 然后在夜晚子时, 新年来临之际放了炮仗, 过了一个清平但却温馨的新年。 到了第二日, 大年初一的早上, 林小璐给对门布庄老板养的百灵为了最后一次时, 随后便跟着林薇和他的四个老师弟一起离开了这座他生活了一年多的小镇。 关于他离开的事, 除了英哥以外, 他谁都没有告诉, 行李也没带多少, 一个扁平青花酒壶, 以及一本册子, 一支笔, 别的就什么也没有, 整个人跟一年前出来牡丹镇的时候一样, 两手空空, 两袖清风。 或许他带了, 带了离开望川后一年频繁生活的缓冲与沉淀。 雪停了, 镇上的房屋, 街道, 到处都是一片雪白, 恰逢娇阳高声, 阳光洒在晶莹剔透的雪上, 闪耀出一种冬雪玉娇阳的独特光芒。 那仙衣怒玛的少年终于离开了, 而少年不知道的是, 在他刚离开不久, 就有一曾经的青楼女子, 持着书信, 踏白雪急奔而来, 最终在镇口处止步, 痴痴站立, 面向那雪面上空, 刚刚升起的娇阳, 气不成声。 少年留给青楼女子的信中所写甚多, 主要是感谢了一年以来女子的陪伴。 而信中最后一句话, 是这样写的, 黄昏灯一盏, 我与斜阳道晚安。 至此, 少年一生都在未回过那座江南小镇, 也再也没有见过那位青楼女子, 但很多年后, 少年和有人闲聊时, 曾偶然回忆起, 他说, 他很感谢那位青楼女子, 因为他在自己逝去过往, 不知将来, 只剩当下的迷茫时候, 帮了自己一把。 至于具体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他没有多说, 或许是忘记了, 毕竟对于那座江南小镇而言, 他的出现, 也只不过是转瞬即逝。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没过几年, 他就彻底被镇上的居民遗忘。 没有人记得, 曾有位乐上好施, 相貌俊郎的小林掌柜, 在这里生活, 只是那家酿着独特美酒的酒馆, 却依旧开着, 生意红火。 而那个曾为青楼女子的老板娘, 则总是会在美美黄昏, 客人稀少之时, 坐落在门前板凳处, 望着酒馆外金色的斜阳, 轻道一声, 晚安。 天机大陆, 九州, 北摇地界边境, 东都城搭搭, 搭搭人来人往, 商贩游人络络络的热闹急事中, 一匹通体棕红的骏马, 正不急不缓地迈提而过, 马背上坐着一位正仰头 往口中倒酒的俊美少年。 鲜一怒马的少年身后, 是四位抬着华丽轿子的老者, 轿子里则盘腿坐着一位 手捧青花大碗, 稀溜稀溜吃面条的小姑娘。 姑娘姓林明威, 在凡间的身份是北摇上仙, 这会儿是她离开赤云郡的第二天。 马背上的少年名叫林小璐, 是林威一师一友的前辈。 撕着牛肉拉面太辣了, 大冬天的都给本姑娘吃冒汗了。 少女意犹未尽地放下面碗, 掀开轿帘, 看了看左右前方的两位师弟, 天大爷和地大爷, 以及两位大爷正中央驾马慢行的小林掌柜。 哎, 四位老师弟, 你们怎么还是宁气圆满? 你们要是住街, 咱们早就飞到北摇了, 还好小林掌柜不嫌弃, 不然咱们可丢大脸了。 闻言, 前方一位抬轿子的老者郁闷了一下, 没敢吱声, 只是在心里吐槽。 废话, 自己兄弟四人七十多岁才因缘际会败入北摇, 做了小师弟, 小姐你从小在北摇出生, 自幼修炼, 修为先达到助击不是很正常吗? 爱果然还是小林掌柜好, 从来不嫌弃自己这些老人, 就连看自己的眼神都带着看孩子的关爱, 这才是有格局的人。 当然, 吐槽归吐槽, 四位老者是不敢对这位做自己孙女都嫌小的小师姐不尽的, 只能搭拉着脑瓜乖乖听着, 并摆出一副受教的模样。 小林掌柜, 你起码起久了, 屁股会不会痛啊? 轿子内, 临危一连我很有眼离见的模样, 热情招呼道, 你要不上轿子坐会儿吧? 轿子前方, 悠哉悠哉驾着马, 面朝斜阳饮酒的少年扭过头, 在金色光辉的照耀下露出半张侧脸, 随后抬起持着扁平青花瓷器酒壶的手轻轻摆了两下, 拒绝了少女的邀请。 少年不愿做那顶轿子, 因为他明白自己不是天地玄黄四位老者的师兄师姐, 没有理由让人家受累, 更何况他很喜欢自己昨天才买的这匹红色骏马, 这让他想起了记忆深处一匹黑色的骏马, 估计也是以前的记忆之一, 他准备晚上将其画在册子上。 丫头, 明天能到你们北遥宗吗? 少年骑着马, 懒洋洋地发问。 听到询问, 馋得连面汤都不放过, 已经开始喝汤的林薇立刻看向自己的师弟。 天大爷, 明天能到吗? 林薇不认识路, 因此, 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到。 闹市区中, 抬轿子的老者对林小璐的背影笑道, 林掌柜, 今晚不敢录的话, 估计明天中午能到。 多谢。 马上的林小璐扭过半个身子, 一边骑马, 一边持着酒壶, 抬手抱拳, 随后冲林微笑道, 我也不着急, 那今晚就不敢录了吧? 咱们找个客栈歇息一下, 明日再上录, 如何行呀? 我没意见。 轿子内, 悠哉悠哉晃着双腿, 在只剩面汤的面碗中寻找残留面条的少女点头, 正好我可以看看东东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林小璐听到这话, 忍不住露出笑容, 觉得这小丫头越来越像自己印象中的一位女长辈了。 她摇了摇头, 一手持酒壶, 一手轻甩缰绳, 与马背上抬起精致的面容, 迎着远方渐渐西沉的斜阳, 畅快地喊了一声, 驾。 小二, 你看本姑娘的轿子, 打扮, 就应该知道, 本姑娘不是平常人了吧来来来, 把你们店的招牌特色都给本姑娘呈上来。 对了, 这位帅得吓人的人是我前辈, 她喜欢喝酒。 你这儿有什么好酒吗? 傍晚时分, 天色刚黑不久, 林小璐坐在一条木制的长条板凳上, 依靠着墙壁, 手里端着现装册子, 在上面认真画着一匹黑色的骏马。 旁边, 林威正带着天地玄黄四位老者点菜, 似乎是因为即将把林小璐这位天人静大佬带回宗门的缘故, 她这一整天都显得很兴奋, 此刻点菜也是声音响亮, 菜点的声势浩大, 气吞万里如虎。 小林掌柜, 松鼠桂鱼和西湖醋鱼, 你吃哪个西湖醋鱼? 哦, 那东坡肉和蜜汁火芳呢, 东坡肉晚上吃太油了, 蜜汁火芳吧。 好嘞, 那这个龙井虾仁和盐水鸭, 你想吃哪个别点那么多肉食? 林小璐无奈地停下笔, 道, 大晚上的吃肉吃多了, 容易饥食, 点些青粥小菜就行了。 哦, 那黄酒和烧酒喝哪个林威继续问? 白天和烧酒喝一天了, 黄酒吧。 花雕还是风缸花雕就行。 宽敞的客栈大堂, 林威一口气点了近十多道菜才停下, 把其他的食客都看梦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丫头是来点席来了。 林小璐则老神在在地画着骏马, 虽然她自写的一般, 但画公道出奇得还不错, 不说栩栩如生, 但至少能看出画的是啥。 冬天的夜晚, 又是大年初三, 即便是客栈也很早就会打烊。 林小璐跟林威每餐一顿以后, 便早早地准备休息, 她没用林威的洗尘单, 而是简单洗漱了一下, 随后跟店家提出想要洗澡的想法。 出乎意料的, 这大冬天的居然可以洗澡, 只不过要加些银两。 此刻, 客栈厢房内收了不少赏钱的店小二, 正热情招呼道, 客官, 水烧好了, 你要加水, 就喊我一声就成, 我会在门外吼着。 林小璐点了下头, 到了升劳架, 随后便开始准备洗澡, 起码齐了一天, 风尘仆仆, 洗个热水澡, 睡觉会比较舒服。 不久, 雾气弥漫的房间内, 她脱掉衣服, 露出线条, 清晰地完美身躯, 然后解开扎起的长发, 坐进木质带同固的洗澡桶中, 惬意地长于一口气。 在水桶中一边泡澡, 林小璐一边整理着脑海中的思路, 回想着自己领悟出的东西。 此刻, 人体, 思想, 灵魂, 感知, 四大类下的种种理念在她的脑海中相互碰撞, 融合, 分裂, 然后再碰撞, 再融合, 再分裂, 周而复始。 她其实思考有一段时间了, 从境界突破以后, 她就一直在思考, 回忆, 其中思考很奇妙, 因为相较于需要主动的回忆过往, 思考不用主动去引导, 每到她闲下来, 身体内的真气便会自动按照特定的方式运转, 然后牵液而动全身, 最后经过一系列奇妙的变化, 会辅会不受控制, 一般开始自动思考, 估计都是意识中那神秘的神我所产生的。 对于这种情况, 她自己也不清楚远离, 包括意识中的神我她也还不了解, 但她大概能感觉到, 自己脑海中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正在不断地尝试融合, 尝试融合成一种从未有过的崭新东西。 林小璐也曾想过该如何整理这一切, 她觉得自己需要大量的知识, 不然无法梳理自己学到的一切, 只会不断地融合, 失败, 再融合, 再失败, 没有尽头。 所以说, 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不正常的, 已经超脱了正常武学的范畴, 如果说以往, 自己是用异于常人的强悍身体来施展武术, 是以肉身为主, 武学为辅的话, 那现在就是已经完全倒过来, 强悍的肉身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而内力, 真气, 武学, 则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冥冥之中, 她感觉, 如果自己将脑海中的一切梳理成功, 并写出来, 那么她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知过了多久, 水汽蔓延的房间中, 少年睁开双眼, 思索道, 有机会, 得找一些有学问的人研究一下, 学些知识, 不然脑袋里的东西虽然存在, 也会用, 但是不知道它们存在的原理, 就很难受啊。 一夜无话稀溜, 稀溜。 清晨, 客栈大堂的木桌处, 绣发扎成两个小丸子, 绑着两根粉色袋子的林薇, 正在吃汤包。 她先是在白嫩的汤包上, 咬出一个小洞, 然后将汤包举得高高地, 歪着脑瓜探到汤包底下, 从小洞里瞬息汤汁, 吃相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对于她的吃相, 天地玄黄寺的老者, 已经见怪不怪了。 桌对面喝西粥的林小璐看了一眼, 也没说啥, 只是内心有些迟疑。 自己是不是把这丫头带坏了,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她不是这个样子的。 可也不对啊, 自己明明只是像长辈关爱晚辈一样, 带着她吃了几顿美食, 她怎么就这样了呢? 爱也不知道, 以后哪位好汉能相中这丫头, 真是造年。 不久, 酒足饭饱, 浑身已经胖了一圈的林薇, 拍了拍小肚皮, 打了个宝格, 然后一脸傲娇道, 小林掌柜, 我吃饱了。 林小璐恰巧喝完最后一口西粥, 简单嗡了一声, 便准备起身。 在店小二的热情相送下, 一行人离开了客栈, 林小璐在人来人往的官道上翻身上马, 林薇也开心地上了轿子, 可爱的冲林小璐眨眼道, 小林掌柜说好的哈, 等到了我们北瑶宗, 你要配合本姑娘装逼的, 让本姑娘好好得瑟一下, 你是前辈, 说话要算数的。 马背上的少年懒洋洋掏着耳朵, 刚响道声, 可话到嘴边, 他却突然间感受到了一丝不对。 马背上, 林小璐瞬间抬头, 目光微眯地看向远方。 他察觉到了一股强悍的气息, 好像是修饰口中的天人静。 通天拔地, 苍茫无垠的北瑶群山上空, 一位满身雪白, 面如寒霜的女子凌空而立, 看着和自己对峙的白衣道士, 声音冰冷道, 师兄, 你我之争, 何必牵扯宗门? 女子对面, 一身白衣, 背负木剑的中年道人, 缓缓咧开了嘴, 对其轻笑, 师妹, 你这么说, 为兄就不乐意了, 为兄不是要牵扯宗门, 只是要成立新北瑶而已。 说完, 他看向女子身后密密麻麻的数百位修士, 冷笑道, 百年未回宗门, 居然多了这么多新面孔。 呵呵, 好好好, 你们这些小辈, 还不知道老夫是谁吧? 老夫就是你们老掌门的师兄, 孙靖天。 今日, 老夫带领一众门人来此, 就是要成立新北瑶。 话音一落, 中年道人身后的空间一阵扭曲, 接着浮现出无数人影, 这些人影当中, 男女老少皆有, 一眼望去不下千人, 一时间无论是人数, 还是其修为气势, 都压过了白衣女子身后的修士。 看着那一个个面色不善, 不知来历的修士, 北瑶宗之人纷纷面色惊变, 好在这时白衣女子身旁, 有一人拔劲力, 对着中年道人怒斥, 孙靖天,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滚。 高空之上, 孙靖天笑眯眯地望了一眼辱骂自己的人, 失笑, 小师弟啊, 好久不见了, 微兄听说宾师妹, 已经把掌门之位传给你了嘖嘖, 微兄还没跟你道过喜, 真是失礼。 说完, 孙靖天不等气愤的北瑶, 现任掌门开口, 继续嘲笑道, 苏无常, 我的小师弟。 你这耸包样子, 也配做北瑶的掌门此话一出, 名唤苏无常, 现任北瑶掌门的男人, 瞬间暴怒, 大声怒吓, 贼羞看见。 下一刻, 原音境界的苏无常, 便在所有弟子面前出手, 以雷霆万钧之势, 飞向自己曾经的大师兄。 原音权力一击, 可谓是鬼哭神嚎, 毕竟这一境界, 曾经在凡间代表着绝对的巅峰, 但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凡间, 原音已经不再是顶峰。 只一个照面, 所有的北瑶修士, 就看到, 自己的掌门败了。 背着自称要成立新北瑶的孙靖天, 一袖轰飞数百米, 鲜血狂喷, 狼狈不堪, 险些命丧黄泉。 北瑶宗弟子们一阵惊慌, 显然是第一次看到天人静出手。 而正当他们无措之时, 那一身雪白的女子终于出手。 她不是话多的人, 所以直接就动手了, 挺突然的。 冰桃, 北瑶宗第十九代掌门, 于四十六年前突破天人静, 随后转掌门位于湿地, 为何传为无人知晓? 只知在那之后, 她便一直闭关, 直到前些日子, 应感受到孙靖天来袭而出关。 此刻, 画哨的冰桃出手, 天地皆伤, 整个人世间都仿佛化作了雪白一般。 而面对她, 同为天人静的孙靖天也是冷立一笑, 转瞬冲出。 师妹, 为兄今日就来领教领教你的手段。 流光飞洒, 天地法则动荡之间, 两位天人静大能与北摇群山之巅, 悍然对冲。 对于天人静之间的战斗, 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有了规定, 因天人静修饰之间厮杀波及太大, 故规定不可影响到凡间, 否则就会受到所有天人静大能的制裁。 这一规定是如圣仲尼先生所立, 从未有人违背。 孙靖天在高空中厮杀斗法, 他二人也刻意避开了凡间, 伴随着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凌厉法则, 碰撞而冲上深邃的高空, 在高空云海之上相撞出一道又一道璀璨亮光。 下面的北摇宗和新北摇的修士倒是没有动手, 只是纷纷抬头仰望冰桃和孙靖天的厮杀, 因为他们明白, 在天人静面前, 自己这些小辈动手的意义并不大, 最终结果, 还是要看冰桃和孙靖天谁胜谁负。 此刻, 高空之上, 冰桃和孙靖天已经彻底看不清人影, 只留下一道道漫天冲撞流光, 而不管是北摇宗的弟子, 还是所谓新北摇的门人, 也都不约而同, 展开防护灵照, 防止其天人余威, 波及凡间。 而就在众人紧张观望之际, 高空中肆虐暴乱的灵危冲击中, 忽然亮起一道刺眼的黑色闪电。 哄! 一声巨响, 天雷滚滚, 北摇众多弟子同时一惊, 而下一刻, 他们就看到自己的老掌门从高空陨落, 其苍白的嘴角处一时飘洒出一道长长的血浆, 随着坠落在空中, 划出一道笔直红线。 老掌门, 败了事件! 原因近的苏乌长见到这一幕瞬间瞳孔一缩, 想要起身却根本无力。 好在有门内弟子飞升而上, 接住了重伤的冰桃。 看着面色苍白身负重伤的冰桃, 所有北摇修士都梦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老掌门居然败得这么快。 此刻, 天地之中, 冰桃儿躺在一名杰丹静女弟子怀里, 捂着胸口, 眉头紧皱地看着高空身影, 泛白的目光中也终于起了一丝绝望。 师妹, 师兄这法宝如何高空之上, 一身白衣的孙静天缓缓降落, 他意气风发, 笑容邪魅, 齐端起的手心中捧着一枚悬停浮空的黑色小剑。 若不是有此法宝, 唯兄还真不敢直接来领教你。 此话一出, 北瑶宗的弟子们纷纷对着孙静天怒目而视, 冰桃儿亦是挣扎着想要起身, 但神魂被伤的他根本使不上力气。 他本来和孙静天打得难分难舍, 结果, 自己这位师兄忽然祭出一柄古怪的黑剑, 面对这把诡异的黑剑, 自己居然完全抵挡不住, 直接就被穿透神魂。 眼下, 北瑶宗弟子见孙静天残忍地露出笑容, 他身后的修士们也纷纷蠢欲动, 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顿时心头一紧, 更是有数位杰丹静长老护在冰桃儿身前。 保护老长们! 见北瑶宗的弟子如临大敌, 孙静天单手运转黑色短剑, 脸上的笑容也开始变得越发猙獰。 从今往后, 老夫的心北瑶将彻底带铁的。 说完, 他就陡然准备动手, 被长老们护着的冰桃儿也寒谋一冷, 秀眉紧皱。 苍茫的天地中, 修士们纷纷停止剑拔弩张的动作, 孙静天施展到一半的手段也停了下来, 他感受自己的神魂有些不舒服, 灵力的运转也有些堵塞不通。 北瑶与新北瑶, 足足数千结单修士的阵容, 一时间变得鸦雀无声, 安静地诡异, 只因每个人都感受到, 一股奇怪的气息忽然在左侧方显露。 肃杀的氛围被这股气息打断,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那股奇怪的气息, 他们下意识就往左侧看去, 像薄的冰糖也同时疑惑地扭过头。 浩瀚无垠的天空尽头, 他们看到一个身穿浅灰色长袍, 扎着长长马尾的少年, 一边仰着头往口中倒酒, 一边踏着虚空往这里走来。 那少年的酒似乎是喝完了, 他仰着脑袋往嘴里倒了几次才倒出一滴酒, 随后他低头叹了口气, 拧上绑在酒壶上的小盖, 一边走, 一边声音不大不小的嘀咕, 真是刚来就遇上麻烦事啊。 在无数羞逝或好奇或疑惑或忌惮的目光下, 已经走近的少年抬头看向刚刚挣扎起身, 面容呆滞的冰糖, 微微一笑。 你好, 我叫林小璐, 我好像认识你。 你认识我吗? 冰糖魂不守舍地看着少年, 没说话, 只是抬手掐了掐自己的脸。 那一瞬间, 他仿佛不再是北遥宗德高望重的老掌门, 而是一个曾经手持冰糖葫芦, 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中, 木讷地看着少年背影的小女孩。 他点了点头, 自言自语道,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 终于碰到认识的人了。 说完, 他从冰糖身上移开目光, 看向了另一边眉头紧皱, 目露忌惮的孙静天, 以及他身后的一帮弟子。 平静说道, 打架是不对的, 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呢? 还用这种暗器一样的法宝偷袭打人话语说完, 林小璐慵懒的眼神瞬间一变, 整个人变得如同深渊般冷漠。 要打架的话, 慧眼识珠, 一眼就看出小林掌柜是隐藏大佬。 而他也对本姑娘的人品非常仰慕。 本姑娘是他见过最优秀的后辈, 死活要收本姑娘为徒, 但娘你也知道, 本姑娘对咱们宗门那是忠心耿耿, 根本不可能答应。 可奈何小林掌柜太喜欢本姑娘了, 非要跟着我来, 还说如果不能做我师傅, 那就加入咱们北瑶, 祝咱们北瑶一统天机大陆, 从此千秋八叶, 万古长存。 娘, 你说你闺女这么优秀, 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北瑶宗的修士之中, 已经胖了一圈的林薇, 赵瑟吹牛逼, 眼睛都不眨一下, 把自己老娘成沐语都给听梦了。 而他周围, 宗门的其他师兄师姐们也是一脸震惊, 一时间居然信以为真, 纷纷赞叹这位小师妹, 人中龙凤, 年纪这么小就为宗门立下如此大功, 以前真是小看他了, 把林薇听得咯咯直乐。 此刻, 所有修士都在关注着高空之上林小璐和孙敬天的争斗, 他们虽然不知道林小璐是何方神圣, 但能看出这位天人敬前辈是来驻北遥的, 而人群最前端的冰堂儿也一眨不眨地看着, 其雪白的目中满是说不清到不明的意味。 师姐, 你认识这位前辈一旁的苏乌常问? 听到身旁师弟的询问, 冰堂儿点了点头, 伤势渐渐恢复的苏乌常看了看他, 然后又看向上空随意一击, 便将孙敬天轰退数百米的少年身影, 目中透露着疑惑。 三千大陆中, 还有这么年轻的天人敬前辈。 而且, 这也太强了点吧, 孙敬天这贼修实力不在世界之下, 又有那古怪的黑剑法器助阵, 可面对这位前辈, 怎么感觉跟尼丘面对神龙一样, 这全程就是在被虐啊? 哄! 又是一声巨响, 无尽云海之上, 孙敬天直接就被林小璐一掌抽飞, 身躯在漫天云海中, 滑翔出一道长长的白色直线, 一时间不仅护体灵法溃散, 就连天人静特有的神魂至尊体 都被险些轰烂。 他被抽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特麻到底是哪里来的大佬? 这手段都快赶上那几个 天人巅峰的老怪物了。 再次被轰退的孙敬天 勉强稳住身形, 整个人立在云层中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而他对面, 随风而动的云层飘散, 显露出神秘少年淡漠的身姿。 少年腰间挂着扁平酒壶, 抬起一只手, 将额头前几根发丝落到脑后, 声音平淡道, 你刚才的那把黑色小剑 还有点意思, 怎么不用了, 我想研究一下。 面对神秘少年的话语, 孙敬天眼眸压低, 一边感受着体内堵塞不通的灵力, 一边捏紧拳头, 咬牙道, 阁下好手段, 在夏天机子坐下孙敬天,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闻言, 林小璐眼神平静地看着他, 随后冷漠开口, 林小璐。 林小璐, 孙敬天微微一愣, 当是天人镜中有这号人物, 他迟一片刻, 随后冲林小璐抱拳, 道友神通广大, 在下佩服, 但今日之事, 是我北谣宗的家世, 还望到话未说完, 悬空而立的林小璐便摇了摇头, 把你的黑色小剑拿出来耍耍, 别那么小气。 此话一出, 孙敬天顿时脸色一沉, 一颗颗汗珠也开始从脸颊处滚落。 他看着面前的少年, 整个人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是一只蝼蚁, 然后面对一个俯视众生般的宏伟存在。 面对如此神秘可怕的少年, 他的手掌微微颤抖, 整个人的喘息声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 而面前的少年则依旧不动, 仿佛是在等他出手一般。 高空中, 刚风呼啸, 孙敬天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重, 而当这股剧烈的呼吸不断加速, 即将到达顶峰时, 呼吸便陡然一停。 孙敬天瞳孔一缩, 不断颤抖的手掌猛地掐绝, 对着少年愤然一挥指。 鸣剑, 罗声浮屠。 黑色小剑化作雷霆闪电批出, 而同一时间, 林小璐也眼神一凝, 身形化作流光, 直接冲出。 破! 天地中, 黑色的闪电绽放出极致的光亮, 但还未真正发威, 便被顺身而来的林小璐一掌轰成鸡粉, 连闪电特有的雷霆之声都未能发出。 不仅如此, 林小璐摧枯拉朽的一掌轰碎化作黑色闪电的零剑后, 继续向前, 在孙敬天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便一把掐住他的喉咙, 然后伴随着呼。 得一道风声, 将孙敬天这位天人静修士, 整个单手举起, 在高空之中甩出一道长长的半圆, 然后劈头盖脸地甩在云层上。 一个照面, 黑剑法器碎裂, 孙敬天遭受重创。 从头至尾, 孙敬天都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如同布娃娃一般被轻易拿捏。 我收回刚才的话, 你的黑色小剑, 没啥意思。 林小璐单手掐着孙敬天的喉咙, 将他提在半空, 同时平淡地给出评价, 其灼热的内力也通过手掌进入他的喉咙, 然后一路蔓延而上, 直到进入会府把控他的神魂, 而孙敬天则只能瞪着眼睛惊恐地看着。 他没有见过这种手段, 从来都没有。 现在的他感觉神魂被一股灼热包裹, 他明白, 只要对方想, 那就能立刻让自己行神俱灭。 饶命, 饶命他面露苦涩地挣扎到。 林小璐看了看他, 没说话, 而孙敬天身后却陡然脱离出一道元神, 下方, 所有修士中能够真正看清林小璐和孙敬天战斗的, 只有同为天人境的冰糖。 而当他看到孙敬天元神出窍的时候, 冰糖儿其实是惊讶了一下的, 可他刚想拖着重伤的身躯追击, 眼神中的惊讶就直接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撼。 天空中, 林小璐一手托着已经彻底失去反抗能力的孙敬天, 一手握着他的整个元神从天而降, 然后声音平淡地说道, 他想跑, 没跑掉。 小林掌柜, 这是我们北遥的灵酒, 你看看好不好喝。 北遥宗, 主风的会客店中, 林威嘻嘻哈哈地给林小璐倒上酒, 然后讨好的蹲在他旁边给他捶腿, 一边捶腿, 一边露出乖巧还特么懂事的笑容, 道, 小林掌柜, 今天我娘好好夸了我一顿, 就连掌门和老掌门都说, 我做得不错, 要重赏我, 一会儿老掌门处理完事情来见你, 你可得多夸夸我, 我教你的都还记得吧, 林小璐悠闲地躺在摇椅上, 闻了闻酒中里的酒香, 打句道, 记得, 要收你做徒弟吗? 然后你没同意, 然后我死皮赖脸跟着你, 对吧对对对小林掌柜你, 真是太好了。 满心欢喜的少女像头小母猪似的, 扑到林小璐身上, 林小璐则一脸无奈地推着她的脑壳, 下来下来, 你太胖了, 嘿嘿, 林薇还想说话,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连忙招呼, 老掌门来了, 小林掌柜你快下来, 配合本姑娘装逼, 会客店外, 当满心激动的冰桃, 带着师弟苏无常来到此处时, 立马看到了非常惊悚的一幕, 这一幕, 纵使是见多识广, 修行了不知多少年的天人大能冰桃, 也给直接看猛了, 只见自己宗门的小丫头, 正仿佛绝世大佬一般, 躺在摇椅上, 悠哉悠哉地翘着二郎腿, 而林小璐则蹲在她旁边, 给她捶腿, 一边捶, 林小璐还一边满脸关怀地道, 好徒儿, 你就从了本作吧, 你骨骼惊奇, 万中无一, 修行天赋千年难得一遇, 而且生得绝美, 身材也好, 又懂礼貌, 为缘谦虚, 还有文化, 人性的真善美, 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精致, 简直是天下第一小仙女, 这样的你, 拜在北摇宗做个内门弟子, 实在是抱殖天物, 本作倘若能收你这样的绝世小仙女做徒弟, 那简直是三生有幸, 晚上睡觉都会笑醒, 如果不能收你为徒, 那本作要这身经是修为, 又有何用, 所以, 你就拜入本作门下吧, 如何那不行, 人家已经拜入北摇宗了, 摇椅上, 林薇一脸傲娇地拒绝道, 小林掌柜, 你也知道, 本姑娘虽然容貌天下无双, 天赋绝无仅有, 才华和人品, 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但本姑娘, 是一个对师门忠心耿耿的人, 所以很抱歉, 不能答应你的请求见自己被拒绝, 林小璐立刻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眼泪都挤出了几滴, 一边给她垂腿, 一边连连叹气, 可惜, 可惜看着店内一唱一和的俩人, 冰桃整个人都梦了, 一旁的苏无常, 更是看得当场实话, 这还是, 先前那位神秘莫测, 手段通天的前辈吗? 还有, 林威这小丫头, 真的有这么掉吗? 为啥自己以前没注意到这小弟子? 一时间, 北遥现任掌门苏无常, 都被眼前的场景搞得不自信了, 怀疑是不是自己以前有眼无珠, 没能看出门内弟子的优秀, 毕竟这位名叫林小璐的神秘前辈, 都这么求他做徒弟了, 那他岂会是俗人? 一想到这里, 苏无常忍不住道歇一口凉气, 觉得林威这小弟子, 一定有过人之处, 是一块被大份包住的金子, 只是自己眼中没能看出他的优秀, 则则, 拒绝天人尽大能收自己为徒, 这小弟子果真恐怖如斯。 时间, 下午未时, 充满书香气的古朴殿堂内, 林小璐坐在摇椅上, 一言不发地翻开着手中册子, 冰桃和他的师弟苏无常坐在他面前, 林威则端着一碗草莓, 以小辈的身份在旁边边吃边听大人说话, 因为林小璐的关系, 他可以留在这里旁听。 此刻的气氛很安静, 即便是一次次欲言又止的冰桃, 也没有立刻发生影响面前这无数次令自己魂牵梦绕的少年。 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 性子跳脱的林威终于打破沉默, 脸颊鼓鼓地询问道, 小林掌柜, 你记起以前的事了林小璐眼神涣散, 轻点了下头, 冰桃跟他说了很多过往, 他确实记起了不少东西, 更回忆起了自己过去是怎样的人。 他默默地坐着, 消化着巨大的信息, 又过了一会儿, 他才抬起手中册子, 指着红银枪的那一页, 对冰桃而询问, 冰桃, 我师父, 妹妹, 帅帅鸭, 还有吴够, 阿姨, 哈密瓜他们我, 已经渐渐记起来了, 这把红银枪在我脑海中印象很深, 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没完成,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冰桃文言仔细看了看册子上的红银枪, 随后摇了摇头, 我也不太清楚。 冰桃抱歉地开口道, 小璐, 我是在修仙者学院才遇到你的, 在那之前, 你在四南界, 曾有过什么遭遇, 见过什么人, 我并不知晓, 这可能, 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吧? 听到这里, 林小璐神色恍惚, 没再说话, 只默默低垂着脑袋, 眼神中满是呆滞。 冰桃儿告诉自己, 当年自己的师父李明如, 和吴献宗宗主穆昭哥, 联手对战纵横, 因其威能惊天, 以至于将整个修仙界打崩, 三千世界也因为逝去修仙界而彻底崩盘, 最终, 世界与世界之间塌陷交融, 融合成了一个近乎无限巨大的天地, 也就是现在的三千大陆。 而自那之后, 到现在为止, 已经过了四百一十三年, 也就是说, 自己一个人在望川, 度过了四百多年的时间。 四百多年无依无靠, 只能独处的悟到岁月, 令林小璐忘记了一切, 也令此刻的他, 恍如隔世, 百感交集。 这种感觉, 他甚至都找不出词汇来形容, 只是感觉上苍给自己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小洛, 你在那个叫望川的地方, 都遭遇了什么店内, 有一肚子话要说的冰桃儿, 睁着雪白的眼眸, 一眨不眨地看着少年, 轻道, 你失踪了以后, 我们很多人都在找你, 只是, 你们先出去吧。 摇椅上, 林小璐搓了下脸, 然后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 看着冰桃儿道, 我想安静一下。 冰桃儿愣了愣, 随后微微点头, 轻轻一声, 带着师弟和小徒林薇出门, 冰桃儿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 殿堂内目光呆滞的少年, 心中满是担忧, 其师弟苏无常, 则是嘖嘖称奇。 原来这位前辈, 是跟师姐同一时期的人啊, 据说当年修宪者学院里的学生, 都是绝对的天之骄子, 但凡活下来的, 现在最起码都是原因进起步, 不少人更是直接成了天人进前辈, 嘖嘖嘖, 怪不得了。 掌门, 小林掌柜是不是很掉呀, 一旁听不大懂的林薇, 好奇询问, 那肯定掉了, 而且是掉到了极致, 性格比较活泼, 有老顽童属性的苏无常笑道, 薇薇啊, 你还小, 见识不多, 故对于这位林前辈的身份了解有限, 这样说吧, 你听说过四南大陆的鸡腿剑神吗, 以前是你老掌门的同学? 嗯嗯, 我听过的, 林薇脑瓜指点, 鸡腿剑神阿姨, 我从小就听过她, 一人一剑一鸡腿, 独角上骨鞋枯的故事, 没错, 苏无常笑道, 这位鸡腿剑神, 是剑伤老人的真传弟子, 天动奇才, 绝无仅有, 自从两百年前剑伤老人现世以后, 他就是三千大陆第一剑修, 来, 掌门再考考你哈, 第二剑修和第三剑修, 分别是谁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剑修是玉衡大陆的残剑子前辈, 而第三剑修, 则是两个人并列, 这两个人, 一个叫陈念云, 一个叫谭松磊, 而谭松磊是另一个宗门的掌门, 说完, 凌威翻了个好看的白眼, 对着苏无常没大没小地吐槽道, 掌门, 这些东西, 我早就知道了好不, 四南界自古出剑修, 大荒剑古宗都在那里铸扎了, 被宗门小弟子吐槽, 苏无常也不生气, 而是神秘一笑, 那你可知, 这鸡腿剑神和陈念云前辈, 谭松磊前辈, 都是以德夫人帮的知道, 凌威继续嘚瑟道, 三千大陆第一大帮派吗, 总部在斯南, 非常厉害, 然后好多大陆的顶级强者, 都是以德夫人帮的人, 比如遥光大陆的女武神诸葛丹, 象神大陆的宗拉为盟, 巴宋为盟姐弟, 说完, 凌威就掐着腰道, 掌门, 我从小就听我娘讲各种故事, 知道的可多了, 我还知道, 以德夫人帮的现任帮主, 是一只活了不知多少年的鸭子, 哈哈, 小丫头知道的还挺多, 然后神秘莫测地一笑, 那你知道吗, 你的这位小临掌柜, 就是当年以德夫人帮的第一任帮主, 鸡腿剑神阿依, 峨眉剑仙陈念云, 鼠山掌门谭松磊, 都是他的小弟, 此话一出, 凌威婴儿肥的脸当场僵住, 整个人眼睛瞪得溜圆, 小临掌柜, 居然这么吊, 我去, 比我想象的, 还要吊好多啊, 嘿嘿, 那可不, 苏无常拍了拍小丫头的头, 笑道, 林前辈虽然对你不错, 但你以后可不许跟他没大没小, 他是一位真正的传奇人物, 曾经在大罗插天, 独自引开一头僵尸王, 救了无数天骄的命, 这些人中, 救了咱们的老掌门, 这次他又击败了孙靖天, 救了咱们所有人, 所以他是咱们北遥宗的大恩人, 一路上, 林威越听越是心惊, 嘴巴都张得快合不拢了, 到最后, 更是抬起满是崇拜的脸, 看着苏无常道, 掌门, 你说小林掌柜这么掉, 我以后跟他混, 是不是也能掉得一逼啊, 他随便让他的小弟教我两招我就无敌了啊, 比如让鸡腿剑神教我吃鸡腿, 哦不对, 是教我练剑, 听到这丫头不要脸的话, 苏无常微微一愣, 随后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呀, 好好修炼, 别想其他的了, 相比于苏无常和林威的闲聊, 走在前面的冰堂, 则是一言不发地走着, 四百年天地变幻, 物是人非, 宗门与宗门之间也不知交替了多少, 小陆归来却仍是十六七岁的少年模样, 而自己虽因突破天人镜而稳住了容貌, 但看起来还是比他大了至少五六岁, 这, 想到纠结之处, 冰堂而不禁轻叹了一声, 傍晚时分, 银月渐渐升上夜空, 坐了一下午的林小陆, 终于从流转的思绪中回过神来, 他将过往的记忆渐渐整理清楚, 而记起过往之后, 他的第一件打算便是回峨眉, 虽然不记得那把红阴枪的来历, 但只要自己回到峨眉, 相信很快就能有线索, 更何况自己, 真的好想念妹妹, 师傅, 还有峨眉的那些朋友, 那里才是他的家, 他已经四百多年没回家了, 失去阳光照耀, 渐渐变暗的店内, 他怅然若失地喝了口酒, 刚准备起身, 大门口却忽然探进来一颗圆滚滚的脑瓜子, 怎么了丫头, 心情不是很好的林小璐挤出一个笑容, 对着门口的女孩问, 小林掌柜, 掌门设宴要你去吃饭, 还说我可以陪同, 林薇探着脑瓜, 以赴我很小心翼翼, 但我真的很馋的表情, 林小璐随意地点了下头, 起身出了大殿, 来到林薇身旁, 随后他发现这丫头看自己的目光有些拘谨, 便疑惑问道, 你怎么了林薇小脑瓜一缩, 低着头小声道, 掌门说你特别厉害, 让我别跟你没大没小, 说完, 他抬起头, 目中满是期待地看着林小璐, 小林掌柜, 你不会记忆恢复了, 就不像以前那么平易近人了吧林小璐, 他没好气, 拍了下这丫头的头, 笑骂道, 想什么呢, 吃饭去, 被拍了下脑瓜的林薇一愣, 随后瞬间眉开眼笑, 心中的一丢丢局促, 也一扫而空, 整个人开心地抱住林小璐的胳膊, 一边拉着他, 往外跑一边急吼吼地催促, 老掌门准备了好多吃的, 说都是你以前喜欢吃的, 嘿嘿, 我也好想吃, 小林掌柜快点, 饭菜要凉了, 林小璐无奈地被林薇一路拽着, 一直来到设宴的地方, 那是一处装修非常雅致的小楼, 还没进门他便闻到了扑鼻的香气, 进入下楼, 来到二楼厢房, 林薇一开门, 他便看到了冰桃, 苏无常, 以及一位略显拘谨, 面容中和林薇有几分相似的夫人, 林前辈, 快请坐, 见到林小璐出现, 苏无常立刻恭敬起身, 热情地招呼他坐下, 而一旁林薇则嘻嘻哈哈地给他介绍自己母亲, 小林掌柜, 这是我娘, 陈沐宇, 当得知眼前的妇人是林薇的娘亲以后, 林小璐差点脱口出一句, 你可真会声, 她当然没有直接说这种不礼貌的话语, 而是简单跟妇人寒暄了两句, 并在林薇苦苦哀求的眼神下, 无奈到了一句, 林薇是个不错的姑娘, 心地善良, 天赋异禀, 将来必成大器, 一番话, 将母女二人都说得满脸欢喜, 饭桌上, 吃饭的人不多, 不过饭菜确实很丰盛, 林小璐也很随和, 坐下后丝毫没有前辈架子, 和苏吴长成目语等人简单闲聊, 冰糖儿则依旧不说话, 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着, 看着林小璐, 过了不久, 久过三旬, 在林小璐和苏吴长谈笑正欢之时, 一身雪白的冰糖儿, 突然将一盘马放着树根冰糖葫芦的碟子, 推到了林小璐面前, 原本热闹的厢房顿时一静, 毕竟这一幕发生的有些突然, 把在场的人都搞得有些猛, 而正在啃水晶烧鹅的林薇见到这一幕, 却没觉得尴尬, 反而哈哈大笑, 我知道, 老掌门对小林掌柜有, 我…… 话未说完, 一旁的沉默语就捂住自己女儿的嘴, 并狠狠瞪了这丫头一眼, 示意她别乱说话, 饭桌上, 原本挺好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林小璐也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面前女子, 而向来表达直白的冰糖儿却浑然不觉, 只是一眨不眨地盯着林小璐, 示意她吃, 对面, 苏武厂有些羡慕地看着, 脸色略微有些不自然地道, 林前辈, 我师姐念念不舍你好多年了, 我也是, 今天才知道, 原来她心里一直放不下的人是, 林前辈您, 您就接受我师姐吧, 您这么强, 很适合师姐。 屋内, 沉默语死死捂住自己闺女的嘴, 大气都不敢出, 母女俩就这么低着头不吱声。 如此诡异尴尬的气氛下, 林小璐终于看了看碟子里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 接着, 她又看了看冰糖儿, 以及面色微红, 但目光真长的苏武厂。 最后, 林小璐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她微微一笑, 拿起碟子里的两根冰糖葫芦, 一根留给自己, 一根递给了圆桌对面的苏武厂。 苏武厂猛了, 看着递过来的冰糖葫芦, 她整个人的表情变得非常拘谨, 全无原因近大佬的模样, 其目光也不安地在林小璐和自己师姐之间来回转动, 直至最后, 她看师姐只是微微皱了皱眉, 没有说话, 才紧张地结果冰糖葫芦。 饭桌上, 林小璐笑道, 冰糖葫芦不是只有第一根才是甜的, 其他的也很甜, 只是我们有时候只记住了第一根, 而对后面的视而不见, 可这对于后面的冰糖葫芦来说, 显然是不公平的。 她看着眼神中满是拘谨的苏无常笑道, 无常小兄弟, 你师姐对于第一根冰糖葫芦的执念太重了, 你得多帮帮她, 哦对了, 你也要自信一些, 其实你的年纪能有原因近的修为, 已经很不错了。 一番话语说出, 饭桌上所有人都不再说话, 苏无常也和成木与林微母女一样, 低下了头, 不敢再看冰糖和林小璐, 毕竟他们面对这俩人任何一个都很有压力。 好在不善言辞的冰糖儿, 只是眼眸微微压低, 便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低垂着脑袋问道, 你要回四南麻林小璐点头, 四百多年了, 很想念大家, 我准备明天离开。 文言, 冰糖儿先是轻轻摁。 雷医生, 随后低着头说道, 是这样的小鹿, 就是现在吧, 三千大鹿彼此之间是互不干涉的, 属于各自为政的那种, 大鹿与大鹿之间也有很长的隔层, 有的隔层是海, 有的是一片看不到头的荒地或者草原, 不过不管是什么, 都会有两个大鹿的修饰把守的, 即便是天人尽强者, 要去其他大鹿也不能硬闯, 更不能直接顺移到其他大鹿, 要按照仲尼先生当年立下的规定来的。 仲尼先生在哪儿? 林小璐询问道, 你能带我去见他吗? 我正好有事情, 想找他老人家请教。 听到这个问题, 冰糖儿摇了摇头, 仲尼先生和你师父名如前辈, 隐退很多年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另外, 你老家思南, 现在是三千大鹿中地位最高的大鹿, 由那里来管理一切, 毕竟那里天人尽强者最多。 他低着头道, 小璐, 你现在生命不鲜, 认识你的人都以为你不在了, 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书信, 各个大鹿把守隔层的人见了书信都会放行的, 不要硬闯。 听到这里, 林小璐点了点头, 对于仲尼先生, 他是非常尊敬的, 自然也愿意遵守先生定下的规矩。 他对冰糖儿笑道, 有劳你了。 冰糖儿瓦尔一笑, 表示没事, 随后他忽然抬头看了一眼小丫头林薇, 随后对林小璐开口道, 你要带林薇一起去吗? 这丫头说, 想跟你出去见见世面。 林小璐, 他转过头, 猛逼地看向正抱着烧鸡, 目光中满是期待的小胖妞。 林小璐最终还是答应了带林薇一起去私南, 本来他是不想答应的, 但他欠着丫头一个人情, 而且林薇的母亲陈慕雨也非常同意, 他似乎很高兴闺女能够结识自己这样的大能。 毕竟林小璐虽然没有什么能教导他闺女的东西, 但一路上要真想赐予他什么机缘, 那确实非常容易, 更何况跟着林小璐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三千大陆中能够击败他的人一只手都数得出来。 而这其中大部分还都跟林小璐关系很好, 比如李明如和仲妮先生等。 所以, 林薇跟着林小璐确实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 完全就是一个长见识, 长阅力, 绝对安全, 还有无数次获得机缘机会的完美旅程。 在林小璐答应林薇跟随的请求后, 宴席便渐尽尾声, 林薇被他娘拉走, 苏无常也很自觉地主动离开, 房间内只剩下了林小璐和冰糖两人。 这儿的饭菜确实挺不错的, 酒也很纯。 饭桌上, 林小璐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冰糖则默不作声地在他旁边坐着。 有事就说吧, 说起来咱俩也算是认识几百年了, 你不用这样纠结。 林小璐笑道。 身旁, 冰糖而白色的眼眸越发低沉, 双手摆在腿上捏着裙子, 似乎是因为紧张的缘故, 她的手指都捏得微微泛白。 小璐, 我很想你。 好半天, 不怎么会说话的她终于憋出了一句话。 屋内, 正在伸筷子的林小璐停下动作, 随后转过头, 认真地看向这个姑娘, 这个再幼年就和自己结下不解之缘的姑娘。 这么多年了, 我也很想你。 林小璐非常真诚地说道, 但说完之后, 她就微微一笑。 但我认为, 那个名叫苏无常的小兄弟, 比我更想你。 冰糖身子一僵, 低着头, 没在支声。 而林小璐则放下了筷子, 与其温和地说道, 冰糖, 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朋友, 但你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太能钻牛脚尖了。 我在望穿的时候, 因为无聊, 曾思考过很多东西, 不断在永恒的孤独中回望自身, 因此, 也算是明白了一些道理。 而在我的认知中, 喜欢这种东西, 是需要长时间的陪伴才会产生。 老实说, 一见钟情, 我是不相信的, 因为我认为, 人与人见到的第一面, 只能见到外表, 见不到内心, 除非你有看透人心的能力。 而外表是会渐渐改变的, 且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复制, 但内心, 品性则不会, 所以,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 只相信日久生情。 冰糖, 咱俩认识虽久, 但在一起, 相处的时间, 实话实说并不长, 还没有我和上官哈密瓜呆在一起的时间长, 所以我几乎可以肯定, 你对我的不是喜欢, 而是执念, 一串糖葫芦产生的执念。 桌前, 林小璐叹了口气道, 我认为, 你想我是因为执念, 我想你, 则是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但说实话, 我有很多朋友, 我也很想他们, 甚至对他们的想念, 要超过对你的想念。 虽然这话可能伤人了些, 但真的很抱歉, 你在我心里, 并不是唯一。 而你在那位无常小兄弟的心里, 应该才是唯一。 听到这里, 冰糖的身子猛地一颤, 他动了动苍白的嘴唇,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 林小璐将他的反应看在眼里, 随后叹息道, 刚才你推糖葫芦给我的时候, 那位无常小兄弟的目光中既是羡慕, 又是自卑。 我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你, 但他觉得自己配不上, 他觉得我和你更合适, 所以才会出现那样的目光, 说实话, 他如果是嫉妒我, 我会觉得他也就一般, 但他没有, 反而只是羡慕, 和那种在内心深处的自愧不如,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实力上, 确实比不上我。 老实说这样的人, 一方面人品确实没得说, 很正直, 另一方面也说明, 他对你的喜欢非常纯粹, 觉得你, 只要过得开心, 幸福就好, 甚至不介意你和其他人在一起, 所以我虽然不喜欢他的自卑, 但我不否认, 他是真心地想对你好。 场中, 林小璐目光真诚地看着这位, 苦苦思念自己多年的女孩, 道, 作为朋友,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无常小兄弟, 我只是想劝你, 不要把执念当作喜欢, 最初的东西固然重要, 但我们不能对往后的都视而不见, 毕竟人活着不止是有过去, 还有将来, 有时候, 多注意一下身边的其他人, 或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北瑶宗的夜晚很安静, 而且, 这里的月亮似乎更加明亮, 依偎着月光, 林小璐来到了给自己安排的住处, 刚好看到, 里面正在给自己铺床的苏无常, 他愣了一下, 心中有些惊讶, 毕竟苏无常也是一派掌门, 居然亲自给自己铺床, 这是要故意讨好自己, 为了冰糖, 他心思微微一沉, 对苏无常的好印象弱了几分, 不过面上还是笑道, 苏掌门有劳, 这么晚了, 快回去休息吧, 房屋内, 刚刚铺完床的苏无常走出, 冲林小璐笑了笑, 抱拳道, 林前辈莫怪, 您是第一个以舞者身份住进会客店的, 以前来这里做客过夜的都是修士, 因此没有床铺, 只有打坐用的铺垫, 我也是临时才想起来, 闻言, 林小璐笑了笑, 随后老神在在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静候下闻, 果然, 苏无常说完后继续轻道, 林前辈, 在下想跟您说件小事情, 不知方不方便, 但说无妨, 多谢林前辈, 月光下, 苏无常声音略显低落地说道, 是这样的林前辈, 我在很早以前, 就听师姐说起过您的故事, 我师姐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前辈您应该也看出来了, 师姐很多时候, 只是不善言辞, 她很念旧, 幼时的经历, 让她变得不擅长与人交流, 但她确实很在意前辈, 这些年间, 师姐也一直对前辈宁念念不忘, 其诚意天地可见, 所以在下是想劝一劝前辈, 就如果不为难的话, 就, 就是, 能不能, 能不能越说到后面, 苏无常开始变得越发结巴, 全无刚开始的坦然, 而这也让林小璐觉得, 有些不耐烦了, 这苏无常作为一宗之主, 怎么能这个样子, 自己见过的掌门, 宗主也不少了, 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 明明他面对孙靖天的时候, 也不怕死, 也敢第一个冲上去, 怎么现在一扯到冰堂儿, 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哎, 也罢, 原本以为这人是想让自己早点走, 让自己别在冰堂儿面前晃悠, 别让他念念不忘, 谁曾想苏无常居然心那么宽, 主动来要求自己和冰堂儿在一起, 就为了冰堂儿能幸福, 林小璐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种行为, 他觉得这个苏无常在感情的问题上, 当真是自卑到了极点, 虽然他这种行为不算错, 喜欢冰堂儿儿就自己去努力争取, 搁这儿搞什么鸡毛, 显得自己很伟大嘛, 迎灰色的月光下, 一身灰色长袍的林小璐, 拨开酒壶上用红绳绑着的盖子, 自顾自抿了口酒, 然后看着面前吞吞吐吐的男人, 面无表情道, 无常兄弟, 我对你师姐, 没有男女之情, 我只当他是朋友, 不过, 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你师姐, 此话一出, 苏无常身子僵了僵, 随后脸色通红地低着头, 声音越发结巴道, 林前辈见笑, 我从少年时期败入北遥开始, 就是跟着师姐的, 我能有今天的修为, 很大程度上都是师姐教的我, 包括能当上掌门, 那也是师姐抬举, 师姐非常优秀, 从还是弟子开始, 做什么都是师兄师姐中的第一人, 师父还在世的时候, 也最喜欢他, 说他是北遥的骄傲, 我, 我配不上, 配不上越说到后面, 苏无常就越说不下去, 刚开始强装出来的淡然, 也全部消失, 只因面对眼前的少年, 他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自卑感, 从林小璐潇洒至极的出现, 到他轻描淡写间拯救北遥, 再到他不费吹灰之力, 击败孙靖天开始, 他就打心底里, 觉得自己比不上林小璐, 尤其林小璐的身份背景很不一般, 容貌上也要比自己清秀好看, 和自己喜欢的师姐站在一起, 就显得非常般配, 好像神仙眷侣一样, 这让他更觉自残行贵, 觉得自己这个掌门, 只要努力照顾好宗门的弟子就可以了, 不敢奢望获得师姐的青睐, 慧客店前, 林小璐看着面前低头的男人, 梁九, 他皱起的眉头渐渐松开, 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之前面对孙靖天的时候, 不是这么怂的, 冰糖被打伤的时候, 我大老远就听到你歇斯底里的怒吼, 看着低头沉默的苏无常, 林小璐语气平静道, 无常小兄弟, 还是那句话, 我对你师姐, 没有男女之情, 我不喜欢他, 你也别指望我能替你喜欢, 你有为他去死的勇气, 为何没有勇气自己去追求他, 让爱并不伟大, 反而是懦弱的表现, 说完, 林小璐就没再理会这个情感白痴一样的掌门, 直接从他身边走过, 头也不回地进了慧客店, 一扇扇店门也喷, 得一声直接关上, 店外, 孤零零的苏无常独自站着, 背对着紧闭的大门, 梁九, 他整个人浑身颤抖, 面容猙獰, 泪水疯狂低落, 双手更是死死紧握成拳, 最后, 他赫然转身, 对着紧闭的店门猛然抱拳, 前辈, 我苏无常对天起事, 我会向师姐证明自己, 我会守护他一生一世, 次日, 上午时分, 北遥宗山门口娘, 掌门, 你们快回去吧, 我东西都带拳了, 我上马了, 说完, 第一次骑马的林薇便非常努力地往一匹棕色骏马背上爬, 他母亲则在下面使劲地帮他推, 好不容易翻上马背, 穿着红色小偶的林薇兴奋地开口笑道, 我们要出发了, 娘, 等我回来, 我估计我都能成为原音镜大佬了, 死丫头少吹点牛, 一路上不许胡闹, 要听林前辈的话知道吗, 哎呀知道了, 娘你快回去吧, 等本姑娘阳明天下了, 就回来看你, 哈哈哈哈, 第一次要横跨大路, 出大远门的林薇, 开心得不得了, 笑声更是要多嚣张, 有多嚣张, 而在他身前不远处, 林小璐正坐在枣红色的骏马上, 仔细端向着手里的地图, 旁边, 苏无常则是有些疑惑地望着他, 林前辈, 死去四难为何要骑马马背上的少年, 端向着地图随口应道, 一方面, 是因为我的思维, 一直浑浑噩噩, 有许多东西需要梳理, 而长时间飞行, 会让我无法思考, 说完, 林小璐看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是你师姐说, 大路与大路之间有隔层, 到时候还是要下来走, 所以, 倒不如直接骑马了, 一举两得, 反正我已经离开城市这么久, 也不差这几天时间, 文言, 下方的苏无常点了点头, 然后珍重抱拳道, 前辈此去一路顺风, 林威丫头就托付前辈照顾了, 苏掌门客气, 林小璐漫不经心地笑道, 林威丫头与在下也是忘年之交, 在下不会让他受委屈, 说完, 林小璐拍了拍胯下马匹的脖子, 然后扭头看向身后微额的大山, 看到了山顶上孤零零望着自己的女孩, 他笑着冲女孩的方向摆摆手, 然后放声喊道, 冰糖葫芦, 我们下次再见, 道别的话语说完, 林小璐一甩僵声, 笑喊了一声, 驾, 草红色骏马, 便立刻飞冲出去, 而后面的林威则姗来迟, 一边笨手笨脚地驾马直追, 一边冲着林小璐的背影急喊, 小林掌柜, 你等着我啊啊啊啊, 骑马好难啊, 北摇山顶, 看着那渐行渐远离去的少年少女, 冰糖而吸了下鼻子, 羡慕地擦了擦眼泪, 然后他抬起头, 看着碧蓝的天空, 露出了一个微笑, 他知道, 从这一个开始, 一个消失了四百多年, 名为林小璐的传说, 将再次在修仙界延续, 小林掌柜, 就是我很好奇啊, 你说的那个叫望川的地方, 到底是哪里啊, 你在那里被困了四百多年, 最后, 你又是怎么出来的啊, 你告诉我呗, 我保证谁都不说, 堆满积雪的白色小道, 左侧是一处盖着白雪, 偶有绿植帽头的丘陵山坡, 右侧是一条已经结冰的冰湖, 而仰头喝酒的林小璐, 则是和正在啃玉米的林威, 驾马并行, 在白色小道上边走边聊, 恰逢中午时分, 耀眼的阳光照耀在冰天雪地的场景中不断反光, 将二人骑马的身影, 都衬托得白了几分, 林小璐擦了下嘴角的酒水, 打了个酒格, 对身旁的姑娘笑道, 望穿具体是什么地方, 其实我也不知晓, 而我之所以能出来, 是因为我在里面悟道成功, 你悟的什么道呀, 林威好奇询问, 悟的, 当然是我自己的道了, 林小璐哈哈一笑, 我以自己的过去, 现在, 未来未参照悟道, 因为被困在里面时间太久, 最终忘记过去, 又因为那里面的时间不会流逝, 我在里面不会老, 也不会死, 所以没有未来, 也就是说, 我在那里面只有现在, 只有当下, 我成了一个, 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活死人, 身旁啃玉米的林威, 听得一脸猛逼, 她并不是很明白那种心境, 只好继续询问, 那你悟到成功以后, 是怎么出来的呀,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神秘莫测的一笑, 道, 望穿缩小了, 然后就出来了, 缩, 缩小了小丫头的表情, 写满了呆萌, 枣红色的骏码上, 林小璐不再解释, 只是笑眯眯地继续喝酒, 一边喝, 一边望着前方学道, 其实, 她到现在都不确定, 那所谓的望穿, 到底有没有离开自己, 四百多年, 十几万个日日夜夜的寂灭生涯, 这种没有希望的极致孤独, 可以让任何一个人绝望, 而这也是她所见过最残酷的刑罚, 好在, 她撑过来了, 冬天快要过去了, 骑着马, 林小璐带着林威顺关到一路北上, 经过一处国都时, 二人跟普通百姓一样, 于城门口下马过城关, 一进入凡间成都, 林威立刻就被热闹的急事所吸引, 牵着马, 带着林小璐奔向一处卖鱼丸的摊子, 大咧咧地说要请林小璐吃, 我娘这次给了我好多钱, 都在那戒里, 我娘说了, 小林掌柜是大佬, 让我多拍你的马片, 所以我绝对不能让你花钱的, 虽然你也没有钱, 林小璐笑了笑, 听着这丫头扯东扯西, 自己则一手牵着马, 一手提着酒壶, 看着周围人来人往, 小林掌柜, 吃鱼丸? 我不饿, 你自己吃吧, 哦, 一身红袄, 脑瓜也盖着厚厚的红豆帽, 模样颇有些喜劲的林威, 捧着此碗, 一口一口吹着里面串成串的鱼丸, 林小璐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吃, 直到这姑娘吃完, 二人才继续上路, 中午时分, 急事人很多, 他俩都没有骑马, 而是牵着步行, 毕竟人多的地方骑马, 容易伤到行人, 一路上, 林威蹦蹦跳跳, 跟彻底放飞自我了一般, 一个小摊一个小摊地吃过去, 搞得林小璐直翻白眼, 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宠这丫头了要不, 打一顿小林掌柜, 前面有变戏法的, 大变活人, 我们去看好不好林小璐, 看着准备游山玩水一整天的女孩, 她沉思了一下, 然后陡然气息一斩, 当林威被林小璐直接遇风带上天, 连同凉匹马也被带上, 直接飞到天机大陆边缘地带的城池后, 她整个人都猛逼了, 这特么什么鬼, 自己还有好多小吃没吃呢, 怎么直接就到了上万里地之外了, 连凉匹马都跟着被带过来了, 看着面前, 高挂天海城牌匾的城门, 林威当场在风中凌乱, 她看过林小璐的地图, 这天海城是天机大陆最北边国家的城池, 过了这里就是驻守修士所在的大陆隔层, 此刻, 天海城外, 林小璐一边食用内力给凉匹因高空飞行, 而受惊下晕的马匹安神, 一边笑道, 林小璐一边去门路了, 你想怎么玩都成, 反正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下一个大陆了, 林威, 反鞋杠小林掌柜, 我觉得, 你带两匹马, 没啥意义, 她气嘟嘟地道, 这天都没黑呢, 我们就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有好多地方都没去玩过呢, 林小璐将马匹弄醒, 拍了拍他们的脑袋, 同时对这丫头笑道, 起码只是我的爱好, 况且, 谁叫你那么耽误功夫的, 林威, 见这丫头, 一副不开心的模样, 林小璐笑着揉了揉她的脑壳, 别郁闷了, 你不是想拜阿姨为师吗, 你一路上乖乖的, 等到了峨眉, 我会去找阿姨说说, 林威一愣, 随后惊喜地抬头, 此话当真你不许骗我, 不骗你, 不骗你, 林小璐哈哈大笑, 可还没笑完, 林威就抬起小拇指, 一本正经地对着林小璐道, 那我们拉够, 小林掌柜要让鸡腿健身收我为徒, 叫我耍剑, 看到少女冲自己伸出小拇指, 原本自在悠闲, 面容随和的林小璐忽然愣了一下, 以前, 好像也有一个女孩跟自己拉过钩, 自己跟她约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小林掌柜, 你怎么了, 见到林小璐愣住的表情, 林威先是一惊, 随后当场破防, 小林掌柜你不会不敢拉钩吧, 你不会连我这样又好看又可爱, 又有天赋, 还有正义感的小姑娘都骗吧, 你可是大佬啊, 城池外的荒野中, 林小璐神情恍惚地看着少女, 记忆紊乱的同时, 脑海中起了一句眉头莫尾, 仿佛凭空冒出来的话语, 那, 那朕就等你一年, 回来以后, 你嫁给朕, 不许赋, 拉钩, 那奇怪的声音响起, 林小璐的双眼顿时微微一颤, 而随着这一颤, 周遭的天地都紧跟着一岸, 方圆百里, 云层, 碗石, 土壤, 植被, 所有物体的气都被她拨动的真气所影响, 天空突然下雨了, 稀稀粒粒的冰凉雨水落在了林小璐身上, 下雨了, 小林掌柜, 我们进城找个客栈吧, 林薇抬手捂着脑瓜, 并准备用林力释放护盾, 包裹住自己和林小璐, 可他准备释放林力的手刚刚抬起, 就被林小璐握住了, 倾盆大雨之下, 浑身湿透, 目光呆滞的林小璐抬起头, 望着那深邃的天空, 仿佛再次看到了望穿, 四百年的蹉跎时光, 到底让自己忘记了多少, 错过了多少, 老天爷, 你为何要跟我这一届武夫, 开这种玩笑, 天海成钟, 某客栈, 这雨下得也太诡异了, 说下就下, 一点征兆都没有, 晾得腊肠, 都湿了, 真会气, 二位客观, 您看您用点什么把最好吃的饭菜, 和最贵的酒都端上来, 我家大佬心情不好, 快去, 得嘞, 您二位稍等, 客栈内, 点完菜的林薇, 麻利地给面前一言不发的林小璐, 倒上茶水, 然后安慰道, 小林掌柜你别不开心嘛, 大不了我不拜鸡腿剑神为师了, 听说上官家的家主, 上官哈密瓜也是你同学, 我拜他为师也可以的呀, 我不挑的, 嘿嘿, 不过, 我不想拜吴狗为师, 我以后还要找个又英俊, 又帅气, 又牛逼的道理呢, 我这么好看, 怎么可以做泥姑, 饭桌上, 林小璐静静地坐着, 听着面前的姑娘叽叽喳喳, 自己的脑海中则, 不断浮现出一名少女的身影, 但这身影被迷雾笼罩, 总是看不清楚, 陈世间的凡人, 一般活到六十多岁左右, 记忆力就会开始下降, 休闲者虽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这是因为, 他们生活在陈世间的缘故, 而且在打坐闭关的时候, 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可自己不同, 再什么都没有, 孤独, 寂寞, 仿佛小黑巫式的望穿, 自己真真实实度过了四百多年的时光, 这期间光是疯癫, 都不知疯癫了多少次, 以至于自己所能记起的东西, 很少很少, 说对面, 林薇还在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心情不好的林小璐, 却忽然淡漠地开口, 很抱歉, 丫头, 你想拜阿姨为师的事情, 我不能答应你, 啊为什么啊, 林薇一脸诧异, 看着有些失落的女孩, 林小璐露出了一个略显苦涩的微笑, 我以前, 曾经答应过其他人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 我年少轻狂, 觉得自己很厉害, 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做到, 但是我, 可能已经失言了, 你跟着我想要获得一些机缘, 想要变得强大, 想要提高境界, 我可以帮助你, 但我不会答应你, 因为我不想再对任何一个人失言, 说到这里, 林小璐的眼神微微暗淡了一下, 然后苦笑着提起酒壶亲敏一口, 无畏杂陈, 心怀愧疚到, 约定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到的, 桌前, 林薇猛猛地看着林小璐, 他虽然不是很懂, 不过他很有眼力见, 乖巧地露出笑脸, 哎呀, 没事了小林掌柜, 虽然我比较贪心, 经常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但是我明白的, 看出林小璐心情不好的他, 主动一开话题, 眨巴着大眼睛询问道, 小林掌柜, 你以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我很想听你和我们老掌门, 在修仙者学院的故事, 你讲给我听听被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想了片刻, 随后目录回忆到, 修仙者学院之前的事, 冰堂不晓得, 所以他只告诉了我在学院里的时候的事, 那时候, 我好像有点牛逼, 林薇是在第二天清晨的时候醒的, 他打坐了一夜, 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伸个懒腰, 同时发出长长的嗡嗡嗡的少女音鸣声, 随后才迷糊地睁开眼, 吃一颗洗尘单, 然后穿上衣服, 大呼小叫地, 去了隔壁林小璐的房间, 小林掌柜早安, 来到房门前, 他一边喊, 一边抬手敲门, 可手还未碰到房门, 房门便直接打开, 静, 客房内, 正在洗脸的林小璐喊了一声, 他现在不怎么喜欢用洗尘单, 反而更喜欢用普通方式洗漱, 每天早上洗脸, 漱口, 感觉也挺有烟火气的, 此刻的他, 穿着一身白色的内衣, 袖子卷起, 湿漉漉的头发盘在头顶, 脸上水汽未干, 脸旁边上一沾着几根发丝, 很好看, 也把林薇看得痴呆了一下, 没办法, 林小璐虽然实际年纪比他大不少, 但他在望穿中, 就没有变老过, 外貌上和他完全就是同龄人, 尤其还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同龄人, 小林掌柜, 我发现你还挺好看的, 林薇目录崇拜道, 多谢林薇小仙女的夸奖, 不过好看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以后见到长我这样的趁早远离, 洗完脸的林小璐将洗脸盆里的水蒸发干净, 然后放回洗脸架, 并同时朝桌子上挪了挪嘴, 那些玩意儿你拿着玩吧, 顺着林小璐的指示, 林薇看向床边炕上的小木桌, 发现木桌上摆放着一堆纳箭, 是的, 一堆, 一眼望去, 足足十几枚, 林薇当场就猛了, 一脸震惊地道, 小林掌柜, 你这是, 打劫了房间内, 林小璐跟一个普通的凡人少年一样, 穿着内衣, 拿着扫把, 一边打扫住了一夜的房间, 一边随意说道, 这个天海城底下, 有个很深的地洞, 里面隐藏着一个邪修宗门, 他们偷偷用凡人的婴孩修炼邪法, 昨晚你休息之后, 我抽空去灭了他们满门, 这些那戒是那些邪修的, 宁气的我没拿, 筑记得拿了给你, 哦对了, 他们的宗主是一个结丹镜, 我也拿回来了, 可能对你有用, 一番轻描淡写, 仿佛再说, 昨晚饿了, 吃了顿夜宵一样简单的话语, 直接把林薇震撼地当场猛逼, 但很快, 他救啊, 被一声扑到了桌子上, 仿佛一个小财迷似的圈住十几枚那戒, 小林掌柜你太牛逼了, 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呀, 他一边惊喜把玩着那戒一边问, 还能怎么发现, 地底下一股子血腥气, 扫着地的林小璐来到惊喜万分的丫头身边, 催了声抬脚, 林薇连忙跳坐到抗床上, 晃悠着双腿却不已, 小林掌柜, 你下次要出去打架你带着我一起啊, 我很懂得欣赏你的英姿的, 杀人有什么好看的, 林小璐撇了撇嘴, 同时对少女嘱咐道, 里面正常的物件你留着, 邪魔外道的物件不要碰, 明白吗? 嘿嘿, 我明白的, 满心欢喜的林薇摆弄了几下那戒, 然后滴溜出一枚, 递到林小璐面前, 小林掌柜, 这个那戒的品质比较高, 我打不开, 林小璐, 扫着地的他哭笑不得地叹了口气, 放下扫把, 拿过林薇手中那枚结单进修饰的那戒, 直接将其捏碎,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法器零食秘籍, 便七零八落地掉落出来, 收拾一下吧, 今儿咱们就要彻底离开天机界了, 嗯嗯, 好嘞, 上午时分, 天海城外, 广袤无垠的白色荒野面前, 少年驾马力的身影显得格外渺小, 他坐在马背上, 一手拉着缰绳, 一手持久糊于胸前, 看着前方荒野之中, 那仿佛横跨整个地平线的巨大沟渠, 正正出神, 这, 就是大陆与大陆间的隔层嘛, 因为天机大陆, 现在是冬季的缘故, 林小路看到的无垠荒野, 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白的发亮, 和头顶同样白皙, 不见阳光的天空, 一上一下相互辉映, 非常壮观, 天地皆白, 再无二色, 小林掌柜, 首位的修士大哥, 准许我们通过了, 身后, 穿着红衣的林薇赶过来, 手里, 拿着冰糖写的推荐信, 大呼小叫地笑道, 修士大哥还告诉我, 对面的苍蓝大陆, 现在是秋天, 和咱们天机不同, 过了大陆隔层, 我们就能看到那的草原了, 马背上, 林小路笑着点点头, 随后接过推荐信, 一抖江绳, 道了声, 走了, 下, 天地皆白的苍茫大地中, 一男一女驻马极星的身影, 显得格外渺小, 他们在绵雪上, 踏出片片纷飞的雪花, 仿佛两个在白色世界中快速移动的黑点, 最终在来到巨大仿佛无尽剑痕一般的大陆隔层后, 双双一跃, 顷刻之间便从冰天雪地的雪园, 跃到了绿草如荫的草原, 苍蓝大陆, 曾经的三千大世界之一, 由九海、六域, 以及千百余座岛屿板块组成, 对于这里, 林小路是不怎么了解的, 以前在学院的时候, 她也没有和来自苍蓝的同学打过交道, 故也不认识什么人, 在和守卫隔层的苍蓝修士, 打过交道后, 便带着林薇乘直线出发, 一路朝南, 中午时分, 苍蓝大陆, 邪州, 吕国, 某河畔小林掌柜, 咱们的马, 原来真就是用来在大陆隔层用的马, 你把马的眼睛蒙住, 然后带着他们飞, 还费尽心思, 用一部分风拖着他们, 并形成一个风球, 让他们在里面感受不到钢风, 就是为了在大陆隔层跑的时候, 可以跑快一些碧绿的湖水上, 一架雕龙画风的红灯花船正悠闲地在湖面上前行, 而船舱内, 林薇正一脸郁闷地拖着下巴, 对着眼前俯窗看紧的少年吐槽, 以这么快的速度飞行, 估计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到下一个大陆了, 面前, 穿着黑纱长袍的少年, 整个人侧服在船窗位置, 从木棍支撑起的窗户下, 探出英俊的面容, 下巴倾放在右胳膊的弯曲处, 左手挂在窗外, 指尖勾提着酒壶, 一边观赏着湖水风景, 一边不紧不慢地笑道, 若不是我无法长时间全速飞行, 我都不会停下来小些, 现在这样不是挺好, 每日一半赶路, 一半游玩, 速度也不算慢。 听到这话, 坐在茶几前的林薇略微郁闷了一下, 不过她是个心大的姑娘, 很快就恢复回来, 而且, 船家也恰好端了一盆砂锅过来。 客观, 明点的砂锅鱼粥。 哇好香呀, 谢谢大叔。 桌上, 林薇揭开砂锅盖子, 热腾腾的蒸汽, 立刻飘了出来, 也将她的脸熏得红彤彤的。 一边给自己承舟, 林薇一边看着悠闲赏景的林小璐笑道, 小林掌柜, 你的新衣服还挺好看的, 比你之前那件灰色的袍子强, 那件穿得太老气了, 像大叔。 来到苍蓝大陆以后, 林小璐便去买了一件新衣服, 因为她原先的灰色长袍是比较厚的, 苍蓝大陆和天际大陆的气候时间不一致, 在秋天穿那么厚被普通人看到, 别人会奇怪。 她在窗檐上的林小璐, 滴溜起酒壶, 同时抬起修长的柏梗, 然后将酒壶的湖嘴往口中一道, 酒水立刻划过一道弯曲的长线进入口中, 如此喝完后, 她忽然开口道, 林薇, 你以后不要再喊我小林掌柜了吧。 为什么呀, 是这个名字不好听吗, 正在吃鱼的林薇一愣? 林小璐笑了笑, 我的林中居都留给阴哥了, 早就不是什么掌柜, 而且我觉得这名字怪怪的。 哦, 那行, 小林掌柜你想让我喊啥林大佬林小璐抿了名嘴, 笑道, 咱俩属于忘年之交, 我的年纪比你大很多, 正常来说, 你称呼我为前辈, 是比较合适的, 但这个称呼, 确实有些太生分了, 前辈前辈的我听久了, 也会觉得不自在。 这样, 你以后称呼我为老师, 我称呼你为学生。 老, 是林威呆了呆, 随后瞬间惊喜, 你要收我为徒林小璐, 不是这个意思。 花船上, 林小璐哭笑不得地解释道, 都跟你说过了, 我的手段和修仙不同, 你学不了, 收你做学生, 也是指传授你一些其他知识的意思。 而老师这个称呼呢, 是我在修仙者学院里学来的, 所以, 你可愿当我的学生对于抱大腿, 尤其是当时最粗的大腿之一, 林威自然没有意见, 脑瓜子点的就没停过。 最后更是学着林小璐平日里的模样, 抬手一抱拳, 恭敬道, 小璐老师。 第一次收学生的林小璐, 健壮笑了笑, 一时间也来了兴趣, 她从窗檐上起身, 来到林威面前坐下, 然后手把手地纠正她抱拳的动作。 以后行抱拳里, 要用左掌抱右拳, 这被称之为击败, 你刚才右掌抱左拳, 那时凶败在这种场合, 是不合适不礼貌的。 林小璐一边教, 一边道, 抱拳里在凡间用的比较多, 修仙者不讲究这个, 但学一学也没啥坏处。 比如, 你以后遇到我这样的舞者, 如果你想跟人家抱拳打招呼, 结果用的是凶败, 那就麻烦了, 因为那对于舞者来说, 是有一决生死的意思在里面的。 而如果用的是击败, 那就是只幸会或者普通切磋了。 船内, 林威眨巴着眼睛好奇听着, 然后抱了几下拳, 笑道, 想不到抱拳的规矩这么复杂, 小铃长, 小璐老师, 小璐拿起汤勺一边给自己盛粥, 一边笑道,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好像是源自于一句老话, 叫做君子居则贵左, 用兵则贵右。 听到这里, 林威嘖嘖称奇, 对面前的少年也越发崇拜起来。 小璐老师你真牛逼, 居然懂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是我懂得多, 只是你在凡间待得少。 林小璐吃了口鱼, 感觉入口细腻鲜美, 非常美味, 接着他又畅快地喝了口酒, 笑道, 这些东西是凡间很普通的东西, 原本我都给忘了, 但后来见别人抱拳抱得多了, 渐渐也就想起来了。 傍晚的时候, 吕国国度的天空呈现出了一片火红, 也就是火红云, 这意味着明天将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明媚天气。 林小璐和林威各自牵着马, 走过一威河畔的江边闹市, 路过贩卖着五颜六色风车的风车街道, 他们准备找个客栈过宿。 看着街道上一个, 接一个贩卖风车的摊子, 林威终究是没忍住, 买了一个小风车, 然后一边牵马走路, 一边捂着风车挥来挥去, 然后看着因风力而旋转不停的风车直乐。 见到这略显童趣的一幕, 林小璐也忍不住笑了笑, 随后, 穿着一身黑色纱袍的他便, 走进一家名为冥香馆的客栈, 和杂杂呼呼的小丫头, 愉快而悠闲地点了晚饭。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林小璐每日上午, 就会带着林威和两匹马全力飞行, 但即便如此, 短时间他也无法横跨一个曾经为一方世界的大陆, 毕竟这里和北遥不同, 北遥本就离大陆边界不远, 所以他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到达边界。 可这里不是, 这里是真的要横跨一个小事件。 相比于上午的全速飞行, 到了下午, 林小璐就会和林威一起缓慢下来, 或骑马, 或不行, 每天品尝着不同地方的美食, 赏悉各种奇妙的风土人情, 一点一点的前进。 这样的生活还算安逸, 不急不躁的, 给人的感觉很舒服。 而且令林小璐比较意外的, 是这苍蓝界似乎非常和谐, 他一路上都没遇到什么特殊事件, 偶尔路过几个修仙宗门, 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都是些很普通的宗门。 就这样, 每天上午赶路, 下午缓慢前行, 林小璐和林威相处得越发顺畅起来, 也终于在一段时间之后, 来到了苍蓝大陆的边界。 小璐老师, 这一路上都好无聊啊, 你都没出手过。 苍蓝大陆边界, 无奈道, 搞得人家都好久没看你装逼了。 桌对面, 林小璐瞅了一眼银河豆浆, 而嘴巴上全是奶白色的少女, 纠正道, 这是好事, 说明没有人受到伤害, 也说明苍蓝大陆的修仙宗门很不错, 将凡人照顾得很好。 说完, 他自顾自给自己倒了杯酒, 笑问, 下一个大陆是哪儿我看一下啊? 林威从那界里取出地图, 然后在桌子上铺开, 开始在上面仔细端详。 片刻后, 他说道, 下一个大陆是玉衡大陆。 说完, 他惊讶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 整个人跃跃欲试地看向林小璐。 察觉到他奇怪的目光, 林小璐随口询问, 怎么了嘿嘿, 小璐老师, 你听说过残剑子吗? 林小璐摇了摇头, 他没听过这个名字。 昏黄色的客栈内, 林威一脸高兴地说道, 小璐老师, 这个残剑子, 以前是修仙界的, 是一位很老的天人镜大能, 被卡在天人镜很久了, 后来修仙界崩溃, 他就带着一大批弟子来到了玉衡大陆, 现在是整个玉衡大陆最厉害的剑修, 即便放在整个三千大陆, 论剑道, 他也只在鸡腿剑神阿一一人之下。 听到一番介绍, 林小璐慢条思理地点点头, 心中毫无波澜。 这个所谓的残剑子, 倘若真是修仙界时期就存在的人物, 那年纪应该要比自己还大上很多, 算得上是一位前辈了, 可居然连剑道中的后起之秀, 属于晚辈的阿一都超过了他。 虽然说修炼这种事情, 确实不能以年纪论英雄, 但这也能从侧面反映, 这位前辈的实力应该也就一般, 至少对自己来说是一般。 林小璐听冰堂说过, 阿一的师父剑伤前辈, 作为除仲尼先生以外, 最古老的一批天人静大能, 在两百多年前, 因为年龄太大, 境界上又一直不突破, 最后无奈先世的事情, 所以他就很清楚, 如果现在的阿一是世间第一剑修, 那就说明, 剑修里面没有任何人是自己的对手, 因为阿一虽然不错, 但和自己比那还是要略逊一筹的, 自己以前好歹是他大哥, 除非阿一的师父还在, 那才有可能和自己一战。 所以,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残剑子, 丝毫不感兴趣, 可他不感兴趣, 林薇却很感兴趣, 此刻, 他就一脸期待地望着林小璐, 主动建议道, 小璐老师, 我们要不要去残剑子前辈的宗门看看啊, 我特别想学耍剑。 林小璐? 他想了一会儿, 然后果断摇头, 那位残剑子的实力, 应该也就一般, 没有必要。 林薇? 好吧, 以小璐老师的身份, 说残剑子实力一般, 也确实是有资格的。 四南界, 峨眉, 主峰青鸾殿, 斜阳余晖透进宫殿大门, 照耀在殿内昂首处立, 满身雪白的鸭子身上, 鸭子的一双鸭目紧皱, 神情严峻, 似乎在等着什么。 不久, 他面前金色的空旷, 忽然一阵扭曲, 一名身穿藏青色道袍, 面容硬朗, 背负一柄木剑的青年倒是凭空出现。 没联系上李长老和前掌门, 众迷先生也没有联系上。 闻言, 鸭子看青年的期待, 眼神微微暗淡了一下, 随后对面前的青年问道, 阿一还在全真摁。 青年面色古怪地点点头, 随后顿了一下。 解释道, 阿一既是咱们峨眉的克青长老, 也是大荒剑古宗的宗主, 每天日理万机, 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一会儿就去全真把他找回来。 听到这里, 鸭子不屑地撇了撇嘴, 阿一越来越傻了, 现在待在全真那小妞儿, 那都不舍得回来了。 青年挠了挠头, 没再反驳, 只是跳过这个话题询问, 帅帅鸭, 我们现在怎么做, 要不我让楚楚去看看, 掌门他俩从小就认识, 又都是女子, 想必楚楚去问会比较合适。 店内, 帅帅鸭赋予而立, 脸上写满了沉思, 随后他迟疑着摇了摇头, 开口道, 这次的事情没这么简单, 这样, 我过两天就发不得令, 把四男的兄弟们都召集过来, 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不能让小月儿再这样下去了。 说完, 帅帅鸭抬起头颅, 看着面前的青年道, 陈念云, 你也跑一趟吧, 去遥光大陆请诸葛丹, 如果可以把相神大陆的维盟兄弟也找过来, 巴送维盟已经变性成功, 帅帅鸭的命令向来严听计从, 领命后, 他利落地转身准备离开, 可还未走出大门, 店内的帅帅鸭忽然又加了一句, 你跟汤圆一起去, 啪哒, 正欲潇洒离去的陈念云, 直接一个踉枪, 差点摔成狗吃屎, 他转过头, 脸上的成熟稳重, 神菌不凡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和悲伤, 见到陈念云这副模样, 帅帅鸭有些于心不忍, 不过他直接抬起了丫头看天花板, 然后视而不见到, 把汤圆带走一段时间吧, 真的, 让鹅眉歇一弦, 一个小院我现在就够头大的了, 大陆与大陆之间各自为政, 如无必要互不干涉, 因此, 陈念云要去找四南大陆以外的人, 只能先顺移到四南边界, 然后再徒步穿行大陆隔层, 才能进入下一方天地, 说实话, 他并不知道帅帅鸭到底发现了什么, 要如此兴师动众, 但帅帅鸭这些年来, 上下馆里的井井有条, 故陈念云也愿意听从他的命令, 此刻, 背负木剑的他转瞬来到林建峰, 许多林建一脉弟子见到他后, 纷纷赶来拜见, 高呼一声, 师尊, 本座这几天要出趟远门, 而等好好修炼, 不可耽搁, 陈念云看着一众弟子们笑道, 谨遵师命, 所有修士们再次高呼, 对于陈念云, 林建峰的弟子们都非常尊崇, 这除了他是教导他们修炼的师尊以外, 也因他的故事非常励志, 是一位传奇, 相传在四百多年前, 修仙者学院成立, 各方天地的顶级天骄都有去学院学习, 而陈念云没能去, 只因那时的他虽然也是天骄, 但距离顶级还是差了一些, 但他并未荒废, 而是在之后的几百年间用勤奋和努力奋起直追, 后来更是以林建一脉的绝学木林建决为基础, 自创出新的建决, 其硬实力, 比起南江那位魔道女王都不遑多让, 见到造诣更是公认的天下第三, 故, 他也是一位活着的传奇, 此刻, 备受弟子尊敬的陈念云交代了几句, 随后大步进了林建殿, 来到一处摆放着诸多林卫的祠堂前, 陆续给各个林卫上香, 林卫很多, 其最新的林卫上写着的是林建第21代长老方无休, 师父, 各位长辈, 弟子要出一趟远门, 过段时间回来再给诸位上香, 简洁的话语说完, 陈念云在铺垫上跪下, 公公静静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起身, 再次顺移消失, 药园风, 药田处, 跟刚才的情况差不多, 陈念云一出现, 无数正在药田中摆弄植物的修士, 立刻跑过来拜见, 陈师伯是来找楚楚诗姑的吗? 一位药园内门弟子恭敬笑吻, 陈念云点点头, 随后走向药田边上的一处田设小屋, 在他走后, 药园的弟子们纷纷羡慕地看着他的背影, 陈师伯真是好爱楚楚诗姑呀, 那可不, 整个思南, 有几个不晓得陈师伯和楚楚诗姑的故事的, 就连全真的欧阳掌门都夸陈师伯, 是世间少有的痴情人, 说阿姨长老只知道吃鸡腿, 哎, 我要是也能找一个陈师伯这样的道理, 真是死都值了, 哈哈, 这有个小妮子发春了, 大家快来笑话他, 进入摆放着炼丹炉的田设, 陈念云看到了一位正在翻弄药谱的老玉, 老玉满头银发, 虽已年迈, 但气色却非常不错, 面容五官也很是温婉柔和, 尤其一双眼神闪闪发亮, 透露着他年轻时的风情, 楚楚, 听到声音, 老玉抬起头, 然后双目一亮, 念云哥, 你怎么来了? 陈念云兴致冲冲地来到于楚楚面前, 见四下无人, 便拉着于楚楚的手, 主动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一举一动, 丝毫没有嫌弃, 于楚楚也被他的举动弄得脸色一红, 美好气凝了他一下, 然后目中欢喜地道, 汤圆前两日研究的长春丹, 好像已经有眉目了, 到时我就可以变得和你一样年轻了, 陈念云一听忍不住露出笑容, 虽然他并不在意爱人的容貌, 但他知道楚楚一直想变得和自己一样年轻, 宗门里, 于楚楚的修行天赋比较一般, 至今还是结丹, 连东方诞都比不上, 又不像魔道的上官十六那样, 有无数天才地宝堆积容貌, 故此刻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他心爱地将于楚楚拥入怀中, 将帅帅押托付给自己的任务一一告知, 随后, 略显苦涩地说道, 这次我要和汤圆一起去其他大陆, 你好好休养, 等我回来, 看着面前自己的道理夫君, 于楚楚抿嘴笑了笑, 轻轻恩了一声, 二人紧紧相拥了一阵, 陈念云便再次离开, 直奔另一处田舍, 也就是药园长老汤汉清的住处, 同时也是峨眉的禁地, 号称胆敢入内, 后果自负的绝对恐怖地方, 汤圆, 帅帅鸭, 让我来找你, 还未进门, 陈念云就开门见山地笑喊, 可他刚喊完, 下一秒, 他就感受到了一股极致澎湃的威能, 这一刻, 纵使是在十多年前, 成为新一代天人静, 人称天下第三剑修的陈念云, 也是瞬间惊恐, 只见他脚步一停, 瞳孔一缩, 随后刷, 得一声拔出背后木剑, 如灵大敌地盯着面前木门, 好在这股威能来得快去的也快, 没过多久, 一切就归于了平静, 但陈念云依旧不敢大意, 他持着木剑, 没有着急进门, 而是先检查了一下自己, 待确定没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后, 才小心喊了句, 汤圆, 你在里面麻剑田舍内没有回应, 陈念云小心翼翼地凑近木门, 侧耳听了听, 三钳子, 猪头肉, 大葱, 花椒, 仙人掌汁, 腊肠, 叙叙叨叨叨的声音在屋内响起, 陈念云听到熟悉的声音后, 松了口气, 然后一手接应成盾, 一手持剑, 平住呼吸, 一点一点用灵气推开大门, 见到了房屋内的景象, 房屋中, 看起来只有少年模样的汤圆, 正光着屁股, 浑身地蹲在中央, 他周围全是四分五裂的丹炉块, 以及各种黏黏糊糊的黑色汁水, 嘀嘀咕咕, 汤圆, 你怎么变年轻了见到少年白嫩嫩的皮肤后, 陈念云愣了一下, 屋子内, 听到声音的汤圆扭过头, 露出只有十五六岁, 带着神秘玄傲的斗鸡眼的脸, 用这双仿佛宇宙终极的斗鸡眼, 凝视了陈念云片刻, 然后汤圆随手丢给他一枚丹药, 陈念云, 啪, 的一声接住, 长春当我练好了, 拿去给你老婆吃吧, 除了俄眉和以德夫人帮的兄弟以外, 其他人, 想要还是原价, 哦对了, 这玩意儿, 只能白天吃, 夜里吃的话会变成狼人, 你也不想你老婆浑身毛茸茸的吧, 陈念云闻言一喜, 看着手中的丹药, 直接乐了出来, 这些年, 汤圆炼制出来的丹药, 好如渊海, 秘如繁星, 许多人都来俄眉找他购买, 不少天人进墙者, 都曾跨越大陆, 专程来买汤圆的丹, 就连仲尼先生都来过几次, 而这也让汤圆变得非常富有, 他的那戒里除了正常的灵丹妙药天才地宝以外, 还拥有许多诡异的普通东西, 在他面前, 什么强者, 魔头, 什么仙人, 都得恭恭敬敬喊一声, 汤天地, 此刻, 陈念云拿到丹药, 满心欢喜地对他笑道, 汤圆, 帅帅压给咱俩交代了任务, 让咱俩去一趟其他大陆, 另一边, 玉衡大陆, 某山道扑通, 一声轻响, 一位披头散发, 满身血污的中年男子跪倒在地, 他双臂被废, 两条血淋淋的胳膊无力地落在身体两侧, 胸口肋骨, 更是不知被震断多少根, 整个人疼得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断断续续, 只能一颤一颤地跪着, 面前, 穿着黑色长袍沙衣的林小璐, 一手提着酒壶, 一手持着饼断剑,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的剑上刻有一锐字, 你是瑞德剑宗的门人面对林小璐的提问, 男人颤颤巍巍抬起头, 毫不掩饰目中的怨毒憎恨, 咬牙道, 没错, 我就是瑞德剑宗的弟子, 我太师祖就是残剑子, 你伤了我, 我们瑞德剑宗一定不会放过你, 而且我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传言给宗门, 你识相得最好速速离去, 否则等我失门来了, 你必魂飞魄散, 一番威慑恐吓的话语说出, 林小璐的表情显得非常微妙, 一副憋笑的模样, 而他不说话, 他身后的林薇却叹了个小脑瓜出来, 可爱地冲男子眨眨眼, 大叔, 你有点不太聪明了哦, 我家老师打你连手都不用, 直接就将你震成重伤, 你觉得他会怕你太师祖略显嘲笑的话语一出, 男人沾血的脸当即一变, 而林薇则是继续笑道, 你在岭南一带奸银掳掠, 坏事做尽, 被我和我老师碰上, 即便你师门的人不来, 我和我老师也要去你师门寻师问罪, 所以, 你哪来的勇气恐吓我老师的说完, 古灵精怪的林薇便脑瓜一歪, 讨好地看向林小璐, 对吧, 小璐老师林小璐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表示是这个礼, 场中, 跪着的男子被林薇的话语说得一愣一愣额, 同时也彻底慌了, 他看着面前不似说笑的少年, 刚要开口求饶, 少年却陡然抬手一冲, 林薇很高兴, 因为他和小璐老师又做了件替天行道的好事, 而且时隔这么久, 他也终于可以看到小璐老师装逼了, 他很喜欢装逼, 虽然他长这么大都没怎么装到过, 但看自家老师装逼他也很开心, 毕竟狐家虎威也是很爽的嘛, 此刻, 他就看着面前单手拎人, 走在狭长通天山道上的林小璐, 暗自思考自己待会该怎么表现, 才能显得比较有逼格, 比如, 一见到瑞德建宗的人, 自己就先大笑个几十声, 就什么也不说, 能笑多久笑多久, 给别人一种自己很厉害, 很不好惹的感觉, 又比如, 自己见到残剑子大能以后, 先嗡哼一声轻轻嗓子, 然后再说一声, 你就是残剑子我和我家老师听说过你很嚣张, 特地来看看你怎么个嚣张法, 一边走, 小姑娘一边绞尽脑汁地思考, 思考自己待会该怎么做, 才能将逼格达到最高, 想到深处不禁露出了傻笑, 前面独自行走的林小璐, 见他跟在后面一直不说话, 故有些奇怪地回头看了一眼, 结果看到这丫头一个人在后面边走边笑, 笑容要多傻有多傻, 比自己当年都不遑多让, 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自己收这玩意儿做学生, 是不是太草率了, 林小璐无奈地吐了口气, 提醒道, 别笑了, 口水出来了, 哦, 好的老师, 嘿嘿, 看着那小狗熊一样的憨憨笑容, 林小璐翻了个白眼, 转身看向高耸露云的巨大山门, 轻轻开口道, 瑞德门人何在看似清淡的问语一出, 由澎湃内力催发出的伟岸红音, 立刻在硕大的剑宗深山中响起, 其声音之洪亮, 不仅让山中所有弟子听见, 更是让藏匿于山中的无数把零剑, 疯狂抖动, 不少修行道一半的修士, 都发现自己的配剑在疯狂颤抖, 整把剑似乎都在恐惧, 瑞德剑宗后山的古殿内, 一位正在盘腿打坐的长眉老者, 睁开双眼, 诧异地看了眼, 自己膝上不断颤抖, 且发出阵阵清脆剑明的配剑, 他疑惑了一下, 随后轻抚, 这把陪伴自己多年的配剑, 困惑中带着安慰, 倾道, 莫怕, 莫怕与此同时, 在瑞德剑宗的山门口, 一座巨大的石剑雕像之下, 已经有大批修士聚集, 一个个持握各式配剑, 看着山门外的一男一女, 林小璐也看着他们, 看了一阵后, 便随手将全身被废的男人, 和那把燃血的断剑, 丢在他们面前, 男人一出现, 还未开口的修士们, 便纷纷一惊, 场中更是有人猛逼出声, 王师弟, 林小璐悠哉悠哉地喝了口酒, 随后看着面前议论纷纷, 且向自己投来怒意目光的修士们, 正于开口, 旁边的林薇忽然就脑瓜一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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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猝不及防的少女狂笑突然响起, 把林小璐都吓了一跳, 自己刚想说什么来着, 宽敞的山门中, 一大帮瑞德弟子看着林薇在那狂笑, 纷纷凌乱, 这姑娘在干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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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声还在继续, 且颜绵不绝, 瑞德弟子们也终于忍不住了, 他们看着地上满身伤痕的湿地, 又看了看猖狂大笑的林薇彻底愤怒, 这两个人是谁打伤宗门弟子, 还要五扬威地笑到现在, 挑衅吗? 喂? 你笑什么? 一位在瑞德剑宗辈分颇高的老人坐不住了, 拔剑指着林薇怒道, 你为何打伤老夫弟子? 此刻, 林薇终于笑完了, 一口气笑这么久, 他累得够呛, 故先是喘息了两口气, 随后才一脸嘚瑟地哼道, 这个人是你们瑞德剑宗的人, 他在岭南一带奸银掳掠, 无恶不作, 被我和我老师碰上, 废了修为, 顺便来看看, 你们瑞德剑宗是个什么玩意儿, 居然能交出这样的弟子? 地上血葫芦般的男人。 修士中, 最先开口的那位老者也是面色一变, 看向那人沉声问道, 徒儿, 你真的做了桑尽天良的是不是的师尊? 是这两个邪秀害我? 满身伤痕的男人, 用尽最后一丝气力高喊, 师尊救我, 他们想打我们瑞德剑宗剑决的主意。 而且, 他们还辱骂了太氏族。 此话一出, 全场修士再次哗然, 不少人更是眉头紧锁, 死死看向那喝酒的黑衣少年。 显然, 相比于林小璐和林薇两个陌生人, 在场的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自己人, 尤其最后一句辱骂太氏族, 更是让不少人失去理智, 摆出了一副要和林小璐不死不休的模样。 面对男人的含血喷人, 以及如此多人的怒视, 林小璐并未有什么反应, 只是安静地站着喝酒, 因为他很想看看, 这帮瑞德的修士会如何做。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 这些人似乎直接选择相信自己人, 并未有弄清事件真相的打算。 这, 就是自己找死了鸭场中, 一言不发的林小璐, 看着缓慢移动, 呈半圆形将自己围住的瑞德修士, 平静开口道。 你们不打算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吗? 面对林小璐的话语, 为首的老者沉声道, 很抱歉年轻人, 我们并不是不讲理的人, 但现在, 我们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门人, 被你废了修为, 惨不忍睹。 所以, 你最好不要反抗乖乖受情, 带老夫查明真相, 若确实是我弟子,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自会给你道歉。 一番似是而非的话语说出, 林小璐直接就笑了出来, 他看了眼神旁满脸通红, 期待无比的林薇, 按道这一下可真是称了你的意了。 看着场中这一大片的修饰, 林小璐自顾自地抬起酒壶, 仰头喝酒。 持剑的老者, 见他被这么多弟子包围, 还能淡定喝酒, 又联想到, 方才他那惊天动地的红阴, 便知道这少年不简单。 当下, 他看着仰头喝酒的少年, 喉咙滚动, 明白这少年会反抗, 便突然间怒吓, 布阵。 话音落下的瞬间, 修饰中便飞跃出数位气息惊人的老道, 他们每一个都持我一柄古朴肃杀的长剑, 直接将林小璐和林薇团团围住。 自顾自喝酒的林小璐旁边, 林薇下意识感受了下这几个老头的灵气, 随后惊讶万分, 只因这些老道每一个都灵气充盈, 身不见底, 皆使原因巅峰。 而那为首的老者似乎是瑞德剑宗的掌门, 修为应该是天人静。 果然, 这种原本就是修仙界的宗门, 底蕴相比于凡间宗门, 强大了不知多少倍, 一个剑阵居然全由原因巅峰所部。 小姑娘惊讶地目瞪口呆, 然后, 她就兴奋了。 自己老师终于要大装一波了吗? 过瘾啊。 瑞德山门处, 持剑老道们纷纷盯着林小璐, 为首的掌门更是面露不善道, 年轻人, 老夫再次劝你, 识相的话就不要反抗, 等老夫调查完事情真相, 自会放你们离去。 别一口一个年轻人的, 本作不一定比你们几个老小子小。 喝完酒, 林小璐笑着将酒壶挂回腰间, 然后看着面前这些人轻声笑道, 你们这帮人太户短了, 得挨顿打才行。 此话一出, 在场的数位老道纷纷脸色一变, 其中一人更是怒喝, 猖狂。 为首的掌门也是被林小璐的话语激怒, 沉声道, 莫要伤此人性命, 不过他目中无人, 先小撑。 说完, 他便直接动手, 而数位原因巅峰的老道更是同时展露气息, 一个个持剑舞动, 剑剑在空气中画出一道道剑符, 一时间满天的肃杀剑翼将中间的林小璐牢牢锁定。 裙剑围困之间, 林小璐身上的黑色长袍被剑气吹动得哗哗作响, 而他浑然不觉, 只看着眼前这些人淡默地露出微笑。 Soul! 一声清响, 少年瞬间消失。 瑞德掌门瞳孔一缩, 猛然挥剑。 玄天瑞德剑阵。 哗! 一声整齐地轻响, 十多位持剑老者便陡然化作极光, 带着冲天剑翼傲然升空, 在林小璐于天空中现身的瞬间出现在他周围, 一道道剑光, 好似疾风骤雨, 带着铺天盖地的剑鸣声将其包围。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下方的林威和瑞德剑宗的修饰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等他们抬头看向高空之时, 剑阵已经布置。 高空之上, 瑞德掌门奥林于空, 手中三尺青风立在身前, 背后呈现出巨大的金色八卦盘。 而在他下方, 数位原音巅峰化作无尽剑光, 其阵列苍穹的剑翼连成数道巨峰, 直接化作一道巨大的黑色龙卷风, 将一身黑衣的林小璐困在其中。 每一缕风皆是一道无坚不摧削铁如泥的剑气。 而在这成千上万道剑气包围之下, 面色向来平静的林小璐依旧是毫无动作, 反而观察起这开始渐渐缩小的风。 年轻人, 乖乖听老夫的话, 不然你今日得吃点苦头。 听着头顶老者的话语, 身陷飓风中央的林小璐抬起头, 露出了面无表情的脸, 然后嘴角缓缓一翘。 修仙者, 修为越高, 手段越多, 他们可以用灵力导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功能, 而舞者的内力不行。 内力没有那么多功能, 内力所拥有的无非两点, 一是以内力保护自身, 强壮自身, 二就是对敌。 而林小璐除了拥有寻常人望尘莫及的内力以外, 他还拥有旋直右旋的法则能力。 那四百多年的悟道生涯, 虽然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同样也让他拥有了绝对的恐怖实力。 此刻, 他身上的黑色沙袍被剑气吹得不断作响, 那一道道越来越近的剑气更是仿佛随时要将他撕裂。 而在这种情况下, 他依旧是面无表情, 只缓缓抬起了一根手指。 人们看到, 在无尽的剑气狂风中, 林小璐抬起了一根手指, 一直抬过头顶, 然后, 他就那么看着头顶的瑞德掌门, 轻轻往下一批, 白皙的手指无声落下, 无数道由内力散发出的细末气丝, 瞬间从指尖绽放, 那一道道飞洒出去的气丝, 犹如空中炸开的绝美烟花一般, 直接撕开周围狂暴的飓风, 破开冲天的剑气, 在催枯拉朽之间, 剑气龙卷便扑, 得一声, 烟消云散, 化为乌有。 所有人, 天上, 地下, 每一个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原因巅峰的老者们, 棱棱站着, 上方的瑞德掌门, 一时目瞪口呆, 所有人都彻底惊住, 不知这看似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他居然一个人破了数位原因巅峰, 和天人竟修士所部的玄天瑞德剑阵。 高空之中, 在瑞德剑宗所有人惊恶地注视下, 林小璐看着头顶上的瑞德掌门, 温和地露出一个笑容。 我说了, 你们今天得挨顿打才行。 声音一落, 下一刻, 林小璐便再次消失。 砰, 砰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的巨响仿佛放鞭炮式地响起, 天空中少年的身影飞快闪烁, 周围原因巅峰的老道,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好似下雨一般, 一个接一个地从天而降, 重重摔落在地, 然后或捂着肚子或捂着脑袋或捂着菊花, 疼得满地打滚, 痛呼声不断。 其中一人更是挣扎着想要起身, 但他菊花疼得满头大汗, 根本起不来, 挣扎了片刻便扑通一声再次跪倒在地, 因剧痛而面容扭曲到了极致。 看到这一幕, 角落里的林薇直接就呆了, 他根本无法看清林小璐的动作, 只知道他催枯拉朽间破开了那一看就很掉的大阵, 然后催枯拉朽间又把所有原因巅峰的强者打趴下。 太掉了, 实在是太掉了。 小璐老是这么掉, 就不担心吊炸了吗? 猛逼得他, 开始严肃思考问题。 此刻, 在所有瑞德修士们金句交加的目光中, 林小璐飞身来到脸色难看的瑞德掌门面前, 抬起酒壶独自喝酒。 他也不说话, 就那么自己喝自己的, 无形之中便给了瑞德掌门巨大压力。 瑞德掌门心中金句, 眉头紧锁一阵之后, 爬都爬不起来的师弟们, 然后死死捏紧手中的灵箭。 酒又喝完了, 没喝够的林小璐低下头, 悠闲地将酒壶挂回腰间,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看瑞德掌门。 而瑞德掌门见他低头挂酒壶, 似乎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 立刻瞳孔一缩, 直接抬剑。 杀! 碰! 一记手刀落在了瑞德掌门的脖子上。 感控之中, 瑞德掌门看着面前笑音的少年, 持握灵箭的手哆嗦了一下, 然后手掌无力地松开, 灵箭无声无息地掉落。 下方所有人, 哇! 小璐老师, 你太牛逼了! 下方, 林薇满脸惊喜地望着他, 激动地嗷嗷大叫, 小璐老师, 我天天夸你牛逼, 都夸累了,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夸, 小璐老师, 你真的好掉啊! 激动的话语喊完, 小姑娘立刻双手一插腰, 然后看着面前一众瑞德修士, 耀武扬威道, 你们啊, 终究还是太年轻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少女嚣张至极的笑声在场中响起, 面前的瑞德修士们脸色难看, 却又不敢反抗, 一个个低下头颅, 静若寒蝉地站着, 那位修为被废的男人更是恐惧的牙关直打战, 而就在林薇高兴地恨不得翻两个跟头住住信时, 远处的深山中忽然传来一道炽热的剑红, 这一幕来得极快且突然, 在场之人都愣了一下, 而林小璐也笑着看向那道剑红, 场中赤色剑红落地, 一位身穿白袍, 墓上有两道白色长眉的老者现身, 太师祖, 长眉老者出现的瞬间, 不管是天上被林小璐一击打掉零剑的瑞德掌门, 还是其他修士弟子, 纷纷惊讶拜见, 天空中, 瑞德掌门瞬移来到老者面前, 单膝下跪, 飞快说道, 太师祖, 此人来我宗门捣乱, 打伤我等门人, 还望太师祖出手, 承介于告状的话语刚说到一半, 长眉老者便越过了他, 然后保持着单膝下跪的动作, 眉敢起身, 场中, 白眉老者环视一周, 看了看原因长老们的伤势, 哭笑不得地叹道, 你们啊, 就是不让我省心, 说完, 他抬起一根手指, 指尖凝聚出一滴透明水珠, 水珠凝结之后, 立刻分散, 精准地落到每一个受伤之人的眉心处, 将其治疗康复, 似乎是治疗时可以感受到, 这些徒子徒孙的伤势情况, 他一边给他们疗伤, 一边无奈地对其说道, 还要多谢人家手下留情啊, 只是让你们受了些皮肉之苦, 没有伤到根本, 说完, 他抬起了头, 看向天空中同样遥望自己的少年, 笑道, 这位小友, 老朽这些蠢笨徒儿, 给你添麻烦了, 老朽在这里给小友赔个不是, 此话一出, 瑞德见宗的修士们纷纷脸色复杂, 一个个低着脑袋站着, 而林小璐也终于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身姿一闪, 从天而降, 山门口, 长眉老者仔细看了看来到自己身前的少年, 然后似乎明白了什么, 笑道, 四百多年前, 老朽受仲尼先生的邀请, 去修仙者学院, 为许多年轻人授课, 其中有一少年, 单独被穆钊哥喊走, 可是小友前辈好记性, 林小璐亲道, 晚辈林小璐, 见过残剑子前辈, 长眉老者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眼不远处满身血污的男人, 慈祥的双眼微微一皱, 下一刻, 一大段长长的画面, 竟直接从男人额头中飘荡而出, 这些画面虽不清晰, 但在场之人都知道, 这是男子的记忆, 林小璐也和林薇从画面中看到, 这名男子在瑞德建宗, 是一位专门负责查看凡间信仰, 然后施法, 让凡间风调雨顺, 国泰明安的那门弟子, 属于要职人员, 平均每个月就会出一趟宗门, 去周围的凡间国度险盛, 而他的所作所为, 也被所有人看到了, 仗着一身修为, 在每次下凡后都会背着宗门, 兼淫凡间女子, 且从不留其活口, 手段歹毒无比, 简直丧尽天良。 场中, 瑞德建宗的修士们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那位掌门更是在错愕过后, 死死捏紧拳头, 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画面放完, 他便忍不住大声怒斥, 孽畜, 亏得为师这般信任你。 说完, 抬手一道灵光, 直接将绝望的男子轰杀。 击杀完这名罪恶滔天的徒弟, 怒不可洁地他破口大骂, 说自己有眼无珠, 教了这么个畜生。 随后他来到林小璐面前, 狠狠一抱拳, 道友, 今日之事是在下不对, 请道友责罚。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看向了林小璐, 长眉老者也没说什么, 只平静地站着。 安静的环境下, 林小璐身旁的林薇, 歪着脑瓜, 思考要不要让自己老实算了, 毕竟这时候不计前嫌, 会显得更有逼格, 可他还没出声, 便听到, 轰。 得一声巨响, 瑞德掌门直接就被林小璐的真气轰飞, 一路飞到天边, 都看不见人影了。 林薇? 小璐老师一直都这么果断的吗? 将瑞德掌门轰飞, 林小璐并未有什么反应, 似乎只是做了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他扭头继续看向长眉老者, 请道, 前辈, 这位掌门收徒弟不长眼, 间接地害了很多人, 他的徒弟死有余辜, 但他也活有余罪, 还望前辈多多教导, 不要让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再次发生。 文言, 长眉老者真诚点头, 小友放心, 老朽会好好管教成恩, 此类事情绝不会再次发生, 老朽保证, 会让宗门中人好好补偿凡间被害者的家人, 并在宗门内为那些被害者设立祠堂, 永世悼念。 听到这里, 林小璐终于满意地点了下头, 毕竟他明白, 天人尽大能几乎都不会说谎, 会影响自身领悟的天道法则和道心。 事情结束, 林小璐笑着对面前老者抱拳, 然后话锋一转, 笑道, 前辈, 在下这次路过玉衡大陆, 本不打算来瑞德建宗拜访, 但现在阴差阳错既然来了, 还望前辈满足在下一个小要求。 哦。 长眉老者一愣, 随后恍然大悟地哈哈大笑, 小友是想和老朽切磋一下, 对吧林小璐也笑了, 前逊道, 友闻前辈是天下第二剑修, 故晚辈想要见识一下, 还望前辈莫怪。 无妨。 老者笑呵呵地抬起手, 手中荧光一闪, 一柄狭长的不知名古剑随之出现。 林小璐见状也不莫见, 微笑过后, 便在所有人面前抬起右臂, 向右侧平行一身。 下一刻, 他右手的手掌中立刻亮起一道蓝色霞光, 一把青铜色的巨大刀刃带着呼, 给一道风声从霞光中笔直飞出, 在整个飞出以后被林小璐一把握住。 还是第一次看到大更青铜器的林薇, 直接就梦了。 原来这就是小璐老师的武器吗? 这么大。 他看着那四米长的青铜巨刃, 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玩意儿一刀能砍死好几个自己吧? 哇哦, 真的好掉哦。 当林小璐带着林薇离开瑞德剑宗时, 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变暗, 周遭的山林也变得隐隐绰绰。 林小璐从林薇的那戒中取出陈酿酒水, 灌入酒壶, 然后悠闲地边骑马边喝。 一身红衣的林薇驾马跟在后面, 目光地看着林小璐的背影, 他还没从先前的切磋中回过神。 骑马片刻, 他终于按捺不住心底好奇, 询问道, 小璐老师, 你现在能告诉我, 你和残剑子大佬的切磋, 到底是谁赢了吧前面, 仰头喝酒的林小璐, 放下酒壶, 不急不缓地笑问。 你觉得那林薇歪着头思考, 回想着切磋时那震撼的一幕。 那从天而降, 伴随着无数雷鸣电闪, 仿佛要轰穿大地的冲天大剑, 以及那把旋转着飞出, 看似平平无奇, 却扶摇直上的青铜巨人。 他回忆了一阵, 没能想出所以然, 因为林小璐和残剑子交手过后, 一些辈分较小的弟子也问过输赢, 但林小璐和残剑子皆是笑而不语, 谁也没有回答。 此刻, 林薇思考了一阵, 凭着对林小璐的绝对相信, 十一道, 应该是小璐老师您赢了吧前方, 起码的林小璐笑呵呵地搁上酒壶, 道, 你说的没错, 确实是我赢了。 他笑着解释道, 先前之所以没有明说, 是因为残剑子前辈的徒子徒孙都在, 要是当众说出, 残剑子前辈面子上会挂不住的。 而这次切磋是我先提出的, 倘若说出便是献残剑子前辈于不义了, 明白吗? 听到这里, 林薇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然后双腿一加马匹, 驾着马追上林小璐, 来到他旁边, 目录崇拜道, 小璐老师, 没想到你这么懂人情世故。 被弟子夸奖, 林小璐并未有什么反应, 只简单一笑。 而林薇则继续追问, 小璐老师, 您的那把刀是什么刀啊, 看着比我人都要大上好多。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目录回忆地解释道, 那把刀名为大更青铜器, 是我师父在我八岁那年所赐, 跟了我许多年了, 我曾用他战胜过无数强敌。 说完, 林小璐看了一眼身旁丫头, 揉了揉他戴着红色都帽的脑瓜, 轻笑, 别多想了, 这世间每个人的修行道路皆有不同, 人只要活着, 总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 毕竟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略显奇怪的话语说出, 林薇愣了一下, 随后猛逼抬头, 老师, 你是不是在说我很弱扑痴? 哈哈哈哈。 骑着马的林小璐大笑几声, 没在说话。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林小璐和林薇继续赶路, 一路上倒是没在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每日的赶路生活虽然单调, 但也欢乐, 就这样, 时间一晃, 便过去了一个月之久。 喂? 你这人怎么动手打人? 这日早晨, 刚离开客栈, 准备和林小璐继续出发的林薇, 便看到一泼皮无赖当街殴打一位老者, 他顿时就坐不住了, 小老虎一样跳出来怒斥。 人来人往的街道中, 无赖男子见呵斥自己的, 是一个小丫头骗子, 立刻不屑嗤笑, 打人怎么了你可知道我爹是谁? 听到这话, 林薇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猛逼道, 你爹是谁? 你娘没告诉你吗? 无赖男子。 哈哈哈哈, 周围围观的路人纷纷笑出了声, 就连一旁仰头喝酒的林小璐都被呛得直咳嗽。 自己这学生啊, 也真是个人才。 他摇摇头, 丢下一句, 小成继可便走向了旁边贩卖东早的摊子。 离开玉衡大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所在的这个大陆名为福桑, 也是以前的三千大世界之一。 等过了这里, 就会抵达诸葛丹所在的遥光大陆。 对于诸葛丹, 林小璐是很期待和他见面的, 毕竟是老同学。 而且他听冰棠说, 诸葛丹虽不是修仙者, 但一直活在人世, 活了四百多年, 因此他就很好奇, 自己这位舞者同学的寿命是如何解决的。 回想起在学院里的时候, 那丫头两条长长的很有细感的马尾辫, 以及那把巨大的铁锤和那头名叫诸葛胖胖的野猪, 他就忍不住想笑。 买了些冬棗, 回忆往事的林小璐跟普通的凡间少年一样, 坐在店铺老板给的小板凳上, 一边吃, 一边晒太阳, 同时看着自己的学生成恶扬善, 心情颇好。 不久, 林薇教训完人, 心满意足地装完逼, 立刻回到了林小璐身边。 装舒服了林小璐笑问。 林薇脑瓜指点, 整个人因为兴奋, 小脸都变得红扑扑的。 小璐老师, 打坏人真的是好过瘾啊。 林小璐哭笑不得, 给这丫头嘴里塞了没东走, 便招呼道, 继续赶路吧, 等再过两天, 咱们就能到遥光大陆了。 到时老师, 我要去找一位故人叙叙旧。 嘿嘿, 好嘞。 话不多说, 二人继续赶路, 以上午飞行, 下午骑马的速度奔赴。 而林小璐不知道的是, 在他还未抵达遥光大陆的时候, 有两个人已经先一步抵达。 扑扑扑扑扑扑扑大陆边界, 堆积黄沙的沟壑上空, 少年穿着屁股破洞的裤子, 从破洞里面喷出一道长长的气流, 用气流的冲击力推着自己飞行。 下方, 一位背负木剑的青年正在骑马狂奔。 他一边骑马, 一边看着上方飞行的少年, 心里满是吐槽。 各个大陆之间的隔层, 是不可以用灵力飞行的, 这是大陆与大陆之间公认的规定, 也是仲尼先生所定,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大陆纷争, 一直以来没有人不遵守, 但汤圆显然是个例外。 因为他的这种飞行方式, 既不是用灵力发动, 也不是像林小璐那样遇风而行, 更不是用什么特殊的法宝, 而是完完全全靠自己身体产生的能源。 所以, 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一直也没有人可以给出明确的回答, 就像一些鸟类妖兽, 它们飞越阁层就可以用翅膀飞行, 就是因为它们是靠的自己一样, 汤圆也是如此。 此刻, 陈念云看着天空中背负双手, 气浪如虹, 净显大佬之姿的汤圆, 满心都是无奈。 说起来, 自己都是天人静了, 汤圆才原因, 结果自己只能骑马, 而他却可以飞, 还飞得比自己快, 这就很尴尬了。 不久, 他一路驾马狂奔, 终于穿过巨大沟壳, 踏上了遥光大陆的土地, 而裤子开眼的汤圆, 已经等候他多时。 早跟你说让你吃丹药, 你不听, 还非得买匹马, 真能耽误功夫。 汤圆用充满智慧的斗鸡眼, 嫌弃地瞥了陈念云一眼, 然后东张西望地环顾四周。 陈念云也懒得搭理他, 同样环顾四周, 随后目录疑惑道, 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遥光大陆手边界的修士呢? 二人站在荒凉的沟壳边界望了一阵, 均没见到守卫的修士, 顿时觉得有些不对。 遥光大陆出示了陈念云面色凝重的猜测。 那也不能整个大陆都出示了吧? 那得涉及多少宗门? 身旁, 眨巴着斗鸡眼的汤圆, 看向陈念云, 道, 用你的神识看看吧, 我先撒抛尿, 刚路上西瓜吃多了。 场中, 陈念云立刻放出神识, 以天人静的大神识笼罩整个大陆, 而汤圆则不紧不慢地在一旁等着, 他看四下无人, 堂而皇之地解开裤腰带, 并从那戒里取出一枚小瓶, 准备接尿。 一边尿, 汤圆一边自言自语道, 阿云你是知道我的, 这么多年以来我炼丹无数, 每一种新出的丹药都是我自己是丹, 要是湿得出事快死了, 就自己炼制解药, 毕竟咱们峨眉也没人愿意帮我是丹, 所以, 经过了这么多年无数担药的洗礼, 我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特殊, 尿出来的尿也不是繁品, 不仅营养丰富, 还能对治疗挥指甲有奇效, 长期服用的话, 还有各种能力出现, 比如丁丁分身之类的, 所以, 一般人我是不给的, 咱俩从小玩到大, 你又是陆哥义子, 这样, 我吃点亏, 你把你的莫名者剑借给我耍两天, 我给你新鲜的尿喝, 让你爽一爽, 如何说完, 汤圆抖了抖, 然后吹着口哨悠闲地拧上小瓶, 结果他刚吹到一半, 陈念云就突然睁开双眼, 满脸惊讶到, 金仙殿和林熙宗打起来了, 不, 不只是这样, 金仙殿在同时对战遥光大陆所有宗门, 四百多年前, 修仙界崩塌, 修仙界中的宗门纷纷落入凡间, 并入了各方大陆之中, 和凡间的修仙宗门共同生活, 修行, 就比如玉衡大陆的瑞德剑宗, 四南大陆的大荒剑古宗等, 不少大陆中都有来自修仙界的大宗门, 而金仙殿便是落在遥光大陆的修仙宗门, 面对修仙界下来的宗门, 凡间的修仙宗门自然是比不过的, 就拿瑞德剑宗来说, 宗门内有两位天人静强者坐镇, 门内长老皆是原因巅峰, 真传弟子和内门弟子中也是原因无数, 只有极少数人为结单巅峰, 因此, 和这些修仙界的大宗门相比, 凡间的小宗门则明显变得不够看, 毕竟双方底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当然, 也会有凡间宗门比肩天上宗门的例子, 比如四南大陆的峨眉, 但这终究是极少数, 这些年来, 因为仲尼先生的关系, 修仙界的宗门和凡间修仙宗门虽偶有摩擦, 但大多时候两边都是和平共处的, 许多大宗门甚至帮助起了凡间的这些土著宗门, 毕竟不少修士都是遵循天道之人, 无论学识还是修养, 那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随着仲尼先生迟迟没能突破归须, 这些年开始日渐衰老, 这种和谐已经开始被渐渐打破, 而眼下, 遥光大陆中的本土宗门便遭受到了来自金仙殿的压制, 灵气, 信仰, 愿力, 谁都想要, 但一个地方的凡人就这么多, 在仲尼先生和李明如等大能相继隐退之后, 一些丑陋的东西, 自然会渐渐冒出来, 灵溪宗, 武神殿轰, 伴随着极致的巨像, 一颗带着冲天临危的火球仿佛蔑视陨石一般从天而降, 这如同苍茫大山一般的巨大火球还未彻底砸下, 所带来的绝对威压便引得下方深山谷叉开始颤抖崩溃, 位于山顶的宫殿中, 一柄巨大的铁锤旁边正站着一位身穿金色盔甲, 扎两条长马尾, 有着一双金色瞳孔的女子, 此刻, 女子仰头看着天空中坠落的巨大火球, 金色瞳孔之中满是战役, 宗主, 弟子们都离开了, 你也快旁边的灵溪宗弟子还没说完话, 女子便脚尖一挑, 身旁不知多少金重的铁锤便直接旋转飞起, 带着一阵呼啸而至的风声飞到空中, 然后被女子啪, 得一声抓住, 轰隆隆一声声巨响自周遭响起, 面对天空中飞速下落的火球, 整个灵溪宗的宗门都在疯狂崩溃, 仿佛随时都要被压成鸡粉一般, 一切之意, 她持握着人高的铁锤, 仰着头, 任由那股炽热微能吹散自己额头前的头发, 我是灵溪宗有史以来第一位舞者掌门, 作为舞者, 我最喜欢的就是忙, 不忙不痛快, 说完, 女子便不顾身旁弟子劝阻, 整个人轰, 被一声直接踏碎地面, 挥舞着狂暴的大铁锤直上云霄, 义无反顾奔着火球而去, 掌门, 灵溪宗无数逃离的弟子听到动静, 赫然回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个惊叫出声, 其中跟随大伙一起逃跑的野猪们, 更是嗷嗷叫个不停, 一个个呲牙乱叫, 瞪红了眼睛, 高空之上, 名为诸葛丹的女子, 飞身直冲, 她怒吼一声, 用出自己的所有内力, 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使出吃奶的劲, 对着扑面而来的巨大火球, 全力挥锤, 仙女重锤, 蛤, 筐, 一声好似同中对撞般的巨响, 瞬间在灵溪中上空炸开, 大小颗笔尖山体的火球, 被诸葛丹一锤烘碎大半, 伴随着波散开的圆形气浪, 化作满天飞洒的火星, 然而下一刻, 还剩下小部分的火球球体, 便继续下落, 直奔诸葛丹的少女面容而去, 而全力挥出一击的她, 根本来不及再次挥锤, 只能猛逼地看着越来越近的火焰巨石, 下方, 灵溪中弟子们,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刻, 一个个声嘶力竭地大喊, 而就在诸葛丹即将命丧当场之时, 赤红色的火球, 残体上忽然微微一亮, 咻, 一道刺眼的细光, 横切于火球的巨大残体上, 一个手持木剑的骏狼青年, 出现在了所有人墓中, 下一秒, 毁天灭地的火球残体, 便猛然一停, 然后扑, 得一声巨响, 残体呈环形四分五裂, 整个爆开, 冲天的火光, 将整片天空都照耀成了火红色, 洋洋洒洒掉落的火星中, 诸葛丹眨了眨金色的大眼睛, 猛猛地看着这一幕, 远处, 持着木剑的青年收回佩剑, 转过身, 对着诸葛丹抱拳一笑, 好久不见了, 诸葛掌门, 见到青年, 诸葛丹先是一愣, 随后笑了笑, 陈念云, 你来得还真是好时候, 陈念云哈哈大笑, 道, 来得可不止我一个, 诸葛丹, 还有谁来了, 他正疑惑着, 后方, 一道空灵的少年声音忽然响起, 金仙殿不守规矩, 欺辱凡间宗门, 今天这事, 我已得夫人帮管了, 中二的话语一出, 诸葛丹赫然扭头, 一众灵溪宗弟子也纷纷转移目光, 他们看到, 在极远的天边, 有一位玄庭在金色光辉中的神秘少年, 那少年的眼神, 宛如当时神底,